无上神帝第五千一百八十到五千二百八十六章,本频道永久无广告,无会员,不定期更新视频。 第五千一百八十章想要哪里点哪里? 青年直接来到朝着第四层的台阶,坐了下来,静静等待。 可是左等右等,却并不见葫芦老人和沐云身影出现。 青年失去耐心,起身来到楼梯位置。 低头看去,青年一愣。 第二层通向第三层楼梯位置。 葫芦老人和沐云二人,紧接是匍匐在楼梯上,根本上不来。 看到青年出现,二人艰难的抬起头。 你们,上不去了呀。 葫芦老人无奈道,压力太大了,我们顶不住了。 是真的大。 从第二层到第三层,简直是让人觉得灯临九重天一样。 青年不禁笑了笑,手指一点。 两道光伏,贴在二人眉心。 立刻,恐怖的压力,消失无踪。 上来吧。 这第三层,你们可能也喜欢。 沐云和葫芦老人刷的一声,身影消失在楼梯位置。 等青年走到第三层,二人又是开始了新一轮的风墙。 对于青年来说,这些都只是不入流的东西,以他的实力和见识,实在是难以产生半点兴趣。 甚至于,沐云和葫芦老人二人的风墙样子,看起来更像是猴子一样。 青年只是当个月来看。 沐云和葫芦老人也是明白,自身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确实是像耍猴的。 不过,他们是猴。 可,那又怎么了? 这要是换成外面那批人进来,何止是耍猴,那简直是见面就抢,就厮杀,见血的。 星元石,盗丹,盗气。 沐云和葫芦老人简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又祸利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这之中的盗气,沐云自己都捞了十几件四品级别。 四品盗气。 盗问见了会发狂。 比不得亡品盗气,可是在苍州,甚至在平州,那都是属于绝对的好东西。 第四层,走。 葫芦老人黑黑笑道,大人对我们真是好,大人您放心,得到我们想要的,大人您想知道什么,想去哪里,我们都带您去。 不就做恶向导吗? 多简单的是。 三人一道,来到第四层。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花花世界。 在这里,各种琉璃瓶,各种封禁符纹,将一株株神职齐花,纷纷囊括其中。 天才地宝。 数不清。 葫芦老人和沐云哈拉子都要流出来了。 葫芦老人对任何东西,都是充满了疯狂的敛财欲。 而沐云则是迫切的想要将这些东西收取,壮大云阁。 一方势力崛起。 靠的是什么? 时间的积累。 可为何有的势力崛起很快,有的势力崛起很慢? 那就是修炼资源的问题。 宗门如一尊野兽,野兽要成长成灵兽,仙兽,神兽,需要不断的吃,不断的晋级。 而金云阁,就是如此。 沐云此行所得至宝,足以让云阁在数百年,千年时间内,上升一个巨大的台阶。 此次返回苍州,一来是沐云对王欣雅和沐初学母女挂念。 二来,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苍州各大禁地内,得到好处。 可是现在,转大发了。 第四层结束。 来到第五层。 这第五层很宽广。 甚至显得有些空荡。 唯独中央,一座祭台。 通体乃是星元石打造,闪烁着琉璃星光。 除此之外,还有道道光芒营绕。 在那祭台上,一块玉石,闪烁着淡淡的光芒,温和而让人心安。 第五卷 沐云和葫芦老人纷纷激动不已。 青年走上前去,道,这第五卷被人设下了杀尽,你确定这是你们的东西。 葫芦老人当即道,星堂覆灭,陨星术乃是星堂绝术,如此至宝却朱必蒙尘,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二人得此物,自然也有贪心,可也想让此等绝术,发扬光大。 绝术,黑衣黑发青年面色古怪。 如果同品皆道诀,分为九个品级的话,那这陨星术,确实是能够称得上六品级别,不过称之为绝术,差得远了,葫芦老人急忙拍马屁道,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大人见识非凡,那是我们能够媲美的。 青年不应答,而是走到祭台前,手指一点,层层叠叠的封禁,直接破碎。 太强了。 万事万物,在这青年手中,似乎随手一点,就成了。 像个金手指似的,想要哪里点哪里? 这就是强者的恐怖吧? 沐云甚至觉得,此人定然不止是道府天君那么简单。 允星术第五卷 葫芦老人看着沐云走出,一把拉住沐云,看向黑衣青年,道,大人,四卷允星术,紧接是被沐云兄弟收了,这一卷,给我行吗? 黑衣青年目光诧异的看着葫芦老人。 葫芦老人颤颤一笑道,我怕他,不给我,黑衣青年看向沐云,随即再看葫芦老人,道,此处与他有缘,与你无缘,给你,你也无法修行成功,更不必说发阳光大了。 葫芦老人傻眼。 擦! 跟沐云有缘,跟他无缘。 这王八蛋小子,黑衣青年继而道,此处还算尚可,有许多改进之处。 黑衣青年目光注视着沐云。 你将来若是修炼,最好从第一卷开始,一路修行到达道府天军巅峰,或许能助你开辟超越千个道府。 千个道府? 道府天军镜,开辟道府吗? 沐云不禁问道,前辈,道府天军镜,到底是如何? 还有道问,晚辈只知道道问实境,却不知道道问真正奥妙,还请前辈指教。 黑衣青年站在祭台上,手指勾勒,道道文印生疼,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道境三大境界,道住,道台,道海,始终是算作基础境界。 黑衣青年缓缓开口。 道问,未入门境界,是道境蜕变的第一道关卡,迈过去,有机会追求道府天军镜,成为一代道王级别人物。 迈不过去,蹉跎一声,而一般来说,一百位道问巅峰,差不多也就一两位能够迈出那一步。 沐云认真听着。 他觉得,黑衣青年极为不凡,所说的都是自己的见解,定然是最精辟的。 葫芦老人也是认真听着,可总显得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瞟向这第五层其他位置。 最顶层的第五层,难道就一个允星术第五卷,没有其他的了? 相比于对道问,道府天军境界的了解,他更喜欢宝贝。 第5181章 两大星主 黑衣青年继续讲述着。 道问神境,十大境界,魏一元,两仪,三才,四相,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十方。 一元为太极,太极成一元,也是一元,从道海神境到达道问神境第一步,便是凝聚一元,体内道立,为天地所引,与天地所容,这一步,实际上是道立的疯狂成长。 两仪只带阴阳,天地阴阳,相对相容,这是从一元境延伸而出的道立变化。 你或许有过这种感觉,修行五觉,总会有种不适合自己的感觉,实际上,这就是自身道立的缺陷,而两仪境,就是改善这种缺陷,让你的道立,更加圆滑。 三才则是指带天,帝,人三才,立天命,立地命,立为人之心。 四相并非是指带什么青龙白虎诸雀玄武四相,而是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相。 这与两仪境阴阳所指,似乎有重叠,其实很不一样,两仪境阴阳只带的就是阴阳,而四相境的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只带的是四种象,道立之象,武者之象。 五行便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根本,其实你到达道海神境,一路走来,也应该发现,武者修行,从未离开五行之本,吞服的丹药,所用的武器,进阶是和五行息息相关。 而六合,则是指带数,以,庚,心,人和鬼六天干,这是天势的具体体现,需要武者去容纳,去领悟。 至于七星,则是天书,天拳,天机,天拳,玉衡,开阳,遥光七星统称。 此七星,亦是天势具体体现,代表的是茫茫星云,天地之变,七星更多的是统称,代表的是全部。 而八卦,便是乾,坤,镇,俊,坎,离,更,对这八卦,同样是天势具现的表达。 至于九宫,盗问第九境,体内开辟九宫,容纳天势,地势,人势。 而十方便是指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南方,东北方,西南方,西北方,西北方,上方,下方,这不只是方向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统称一切空间。 盗问石镜。这才是盗问石镜的根本。 黑衣青年徐徐道,盗问石镜,差距很大,你在盗海一众,可斩盗海九重,这是天赋逆天。 但是跨入到盗问神镜后,你在一元镜,最多能杀三才镜就不错了,因为盗问每一镜的差距,堪称是盗海整个九重差距。 刚才我所说的,不过是石镜简单的概念,你要想知道石镜各自奥妙,那需得你自己去走。 先踏入一元镜再说吧。 话到此处,黑衣青年继而道,至于盗府天君境界,开辟盗府,倒是没什么好说的。 嗡,就在这时,黑衣青年身前,空间撕裂。 他不再说什么。 沐云却是一脸可惜。 青年只是讲述了盗问石大镜简单的概念,并未说及其他。 葫芦老人却是黑黑笑道,臭小子,失望了吧。 人家是什么境界? 你知道吗? 道问神镜对咱们来说,是渴望不可及的,可是对人家,那就是走过去的路,简单得很。 我就问你,现在让你跟一个主宰镜讲述如何走主宰道,你怎么讲? 沐云瞥了一眼葫芦老人。 而这时候,黑衣青年却是道,此地,还有活着的人。 说着,其身前空间出现漩涡,一步跨入。 沐云和葫芦老人也是不敢当个。 允星术第五卷,被沐云挤取。 至此,五块玉石,全部汇聚沐云魂破海内,靠在一起。 允星术全部到手。 这让葫芦老人羡慕的眼睛都流泪,是真的流泪,不是夸张。 老家伙对至宝向来是拥有着近乎无痴念的追求。 三人再度进入空间通道内,周遭黑暗。 可很快。 前方出现点点星光。 星光越来越明亮,逐渐出现一座座亭台。 一眼看去,不下于万座亭台。 黑衣青年,继续走去。 万座亭台内,每一座之中,都是亭放着一尊棺果。 上万棺果。 静静摆放。 这场景,让人确实是觉得甚得慌。 黑衣青年一步步走出,来到了上万棺果深处,直接停革在两座普通的梁亭前。 出来吧。 黑衣青年徐徐道。 出来。 叫谁? 两座梁亭,并无动静。 黑衣青年再次道,如果不愿意出来,那我就动手了。 一旦如此。 只怕你二人自我封禁这些年,保存寿源,现在可能就会被创伤了。 画到此处,梁亭内,两座棺果,在这时动了起来。 咚咚咚的沉闷声响起。 关盖打开。 两道身影,缓缓坐起身来。 一男一女。 这二人,皆是身着月白色长袍,长袍之上勾勒出七星图案。 只是不同的是,二人月袍上的七星图案,只有一星亮起,而且位置也不同。 男子看起来,风神俊逸,气质儒雅。 女子给人的感觉,则是明媚动人。 这一男一缕缓缓睁开双眸,看向黑衣青年。 葫芦老人这时却是目光注视着二人,亥然道,星末痕。 星飞音。 听到此话,沐云也是一愣。 葫芦老人却是低声道,星唐二星主,四星主。 早年时间,星唐共有七位星主。 各个都是道府天君的人物。 西年整个乾坤大世界都是乱翻了天,世界崩塌,分崩离析,苍州原本就是天法古界一周之地。 而今新世界重新融合。 真的是,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星唐,七大星主,居然还有两位,活着。 这些道府天君的寿元,定然也是不足一年时间的,可却是能够从一年前的大战,活到现在。 这跟苍天宇一般,都是当年苍州赫赫威宁的人物。 当然,放到现在,也是属于无敌。 道府天君,比道问神境更恐怖更夸张的存在。 星末痕和星飞音二人,走出光果,看着眼前黑衣黑发青年。 二人眼中,也满是错愕,不解。 此人,是谁? 黑衣黑发青年这时却试点了点二人,只见两道光芒涌入二人体内,紧接着便是消失不见。 黑衣黑发青年随即道,以天外陨石,封禁自我,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西年的天伐世界战场,你们也参与了。 二人看着黑衣黑发青年,眼中满是忌惮。 哪怕他们是道府天君级别人物,完全可以在苍云境内呼风唤雨,可是,此人带给他们的压迫力,太恐怖了。 第5182章 黑衣小天伐 却有参与 兴莫横开口道,西年大战,我们尽接受到神帝诏令,道府天君,道问神境,所有人都需要参战。 黑衣黑发青年随即道,那你可知道,天伐世界之战中,西叶和暗叶两人。 听到这话,兴莫横摇了摇头。 西叶 暗叶 是谁? 黑衣黑发青年继而问道,叶孤臣,叶江南,莫问天呢? 兴莫横再次摇头。 灵白痕 苍穹 云灵雪,云鹤白 兴莫横依旧摇头。 青年不死心,继续道,战天圣。 楚雨晨 慕容绿 叶朝阳 叶苍云 青年这时甚至是以手为笔,直接书写下这些人的姓名。 可兴莫横和兴飞音依旧摇头。 这些名字,真的未曾听闻。 独孤吟商 云星耀 血雨 以及,秦明海 四个名字,再次出现。 兴莫横再次摇头。 黑衣黑发青年,脸色带着几分暗淡。 道府天君 实力太低了。 他们很难接触到自己西年那些故人。 可就在这时,葫芦老人看向黑衣黑发青年,拱手道,大人,你说的秦明海,是,天伐阁诸雀护法秦明海吗? 当葫芦老人此话落下,黑衣青年,体内气息,鼓鼓而动,一股强大的压迫力,几乎使得沐云和葫芦老人身躯要爆开,让兴莫横和兴飞音也是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你见过他? 他是否未死? 黑衣黑发青年,语气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波动。 我听过他的名字,据说,在新世界另一处地狱,有他的存在。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只是听闻,还活着。 黑衣黑发青年,欣喜道,你带我去。 啊? 葫芦老人急忙道,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只是在黄天境内,听闻黄天圣宗的人说过。 黄天境? 黄天圣宗? 黑衣黑发青年随即道,我去看看。 话语落下,黑衣黑发青年,手掌一挥,空间撕裂,其人消失不见。 一阵微风飘过。 原地? 星墨痕,星飞音,以及沐云和葫芦老人四人,呆呆站定。 人呢? 没了? 这就走了。 沐云看向葫芦老人,不禁问道,朱雀护法秦明海。 很厉害吗? 葫芦老人听到这话,呵呵一笑。 土包子? 西年,乾坤大世界,有九大最古老最强大的世界,九位神帝统侠。 再后来,李苍蓝坐下,又有九位神帝诞生,最大的苍蓝世界,就分成了十份地狱。 所以,乾坤大世界,实际上算是十八大古老的世界。 天坤大世界,为十八大古老世界之一。 天坤阁,为天坤世界主宰者天坤神帝所创,身为天坤阁护法,你说厉害不厉害。 星墨痕和星飞音二人也是诧异的看向葫芦老人。 他们当然知道天坤阁。 那是他们所在世界的唯一真神,唯一霸主,唯一无敌。 可对天坤阁内的重大人物,他们一概不知。 实在是,根本接触不到。 身为道府天坤,如何能够接触到那些位于神帝身侧的人? 那些大人物,少说也是无法境,无天境级别了吧。 神帝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是神旨。 那这些位,都是站定在神旨四周的护道者。 对他们来说,也是神旨。 刚才这家伙提及了天罚阁五大护法的四位,唯独没有提一位。 天罚阁五大护法,青龙护法,朱雀护法,白虎护法,麒麟护法,玄武护法。 是游离在天罚阁外,最为出名的五大护法。 葫芦老人一脸肃然道。 没提及谁。 玄武护法秦令语。 秦令语。 黑衣小天罚,秦令语。 星末横着时脸色煞白。 黑衣小天罚? 是什么意思? 葫芦老人黑黑笑道,二星主大人知道的还挺多吗? 天罚阁,核心人物,就是刚才那家伙说的那些人。 曾经肯定都是无法无天级别的存在,现在是什么层次就不知道了。 综合来看,他很可能就是黑衣小天罚秦令语。 木云一时头大。 这些家伙,说话都是拐弯抹角的。 他对天罚阁一无所知。 葫芦老人继而道,我也是在一些古迹内发现的,关乎天罚阁的介绍。 不过都是知言骗语,综合很多信息才知道。 秦令语为天罚阁五大护法之一,很年轻,实力很强,其修行的一门道爵位小神伐术,据说是天罚神帝所创,传给他。 而这门小神伐术,据说是脱胎于天罚神帝自身修行的天罚神才,极为了德,而此子喜欢着黑衣,人称黑衣小天罚。 葫芦老人看着星墨痕,星飞音,沐云三人听得都很仔细,当即哈哈笑道,那个,这个,都是我在古迹内的古迹介绍之中,知言骗语看到的,不一定真的哈,你们当个乐听。 毕竟,别说神帝了,就是无天静,无法静,对于老夫来说,都是远的一批。 沐云没说什么。 天罚阁。 神帝所创。 西年,到底是和盖世雄姿? 这些都是让人无法想象的。 打扰两位大人沉睡,既然那位大人走了,我们也该走了。 葫芦老人笑呵呵道,那位大人说了,让我们做他的向导,现今去寻天罚阁朱雀护法秦宁海,定然还会回来找我们。 此地危险,我们就不久留了。 说着,葫芦老人与沐云转身离去。 看到二人离开。 星飞音徐徐道,不杀了吗? 他都说了,如何杀了? 星末痕却是笑道,罢了,新世界皈依,我们也不必再躲藏下去了。 而今苍州,再无星堂,你我二人,何去何从呢? 星末痕一声嘀喃,道不尽心酸。 西年十八神帝大战,他们,只能被动卷入,他们的命,根本不是命。 如草芥,如蝼蚁。 而今,世界重新皈依,神帝们也会归来,神帝们的属下,也会归来。 如果再度爆发当年的毁灭大战,那世界,还能遭受一次如此凶猛的碰撞吗? 一旦世界再度崩溃,还会有所谓的新世界皈依俱合吗? 谁也不知道。 神帝们自己只怕也不知道吧。 所以,而今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第5183章 晶云 强大起来,唯有不断的强大起来,才能让自己在可能发生的灾难之中,生存几率增加。 星末痕难难道,苍王苍天羽未死,天照剑派三剑主赵青轩未死,只怕,还有人,也没死呢,兴非阴沉默不语。 在苍州,他们是人人敬畏恐怖的道府天君。 可是在洪荒时期,他们只是送死的蝼蚁。 这种悲哀,让人无力抗衡,却又不甘心。 走吧。 星末痕开口道,去现在的外面世界看看,看看而今的天乏世界,到底如何,而就在这时,两道身影,去而复返。 葫芦老人和沐云,再度折回。 看到两人再次出现,星末痕和星飞音脸色古怪。 葫芦老人颤颤一笑,尴尬道,那个,出口,在哪? 最终,在星末痕和星飞音的指引下,二人离开这片神奇的天地。 而当二人再度出现之际,四周天地,一片广袤。 还是在星唐遗迹内,可并非是在那宫楼内了,而是出现在一片大地之上。 迷雾被黑衣青年吹散,此刻,二人看向四周,倒是清清楚楚。 沐云开口道,葫芦老头。 嗯? 你可知道,天罚阁内,有没有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白发白衣的,跟黑衣黑发的这个小天罚相反?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摇了摇头。 你小子别搞错了,葫芦老人急忙道,这家伙是不是黑衣小天罚琴令语,我也不知道啊,至于你说的白发白衣的,这样的人太多了呀,好多人一到关卡进阶提升走错了,黑发变白发又不稀奇。 葫芦老人黑黑笑道,白发,还挺酷的,这老东西,没个正形。 五卷允星术到手,沐云随即道,这里也没其他值得留恋的了,我准备离开了。 这次可谓是狠狠赚了一笔,太值得了。 葫芦老人又是取出纸笔,让沐云写下欠条。 五卷允星术,你参悟完,明白其中道理,一定不要忘了给我。 看着葫芦老人一副肉疼的模样,沐云不禁苦笑道,葫芦老头,你身上的至宝。 依我看,至少够组建一方宗门家族了,怎么就那么贪财呢? 葫芦老人苦着脸道,哎,小时候穷怕了呀。 滚犊子吧。 而就在这时。 吼。 天地之间,一道令人颤抖的吼声,扩散百万里,令人心计惊恐。 是那头风暴神龙。 葫芦老人脸色一变。 星堂初见,老星王坐下有六位得力干将,星堂因此有七星主职位。 老星王生死之后,星末痕他们,已经算是二代七星主了。 这个星末痕,就是老星主的儿子。 儿子。 沐云诧异道,那他怎么没接他父亲的位置? 你问我,我问谁? 葫芦老人再次道,看来,星末痕是在赶人了。 咱俩也开溜吧。 要不是黑衣青年,威压依旧,恐怕星末痕和星飞因直接把他们两个吊起来打了。 现在赶紧跑,才是正道。 沐云,老头子可是记住你了,你小子,别想赖账。 葫芦老人话语落下,整个人一溜烟消失不见。 看到葫芦老人跑得那么快,沐云也知道,继续留在这里,并不安全。 于是虎,沐云也是直接离去。 出了一迹之地,上方一片沙海。 盖天海。 曾经苍舟最大的海洋,当年定然也是绝世风姿,不然星唐也不会将棕门建造在此地。 可视而今,唯有无银沙漠。 时间,能够消磨太多太多东西了。 沐云一路朝着盖天海之外而去。 沿途,偶然也是碰到一些三三两两的舞者,也是从星唐一纪内出现,但是看起来很是狼狈。 看来,星墨横和星飞音二人苏醒,也是将各方进入其中的人给赶了出来。 沙漠大地,黄沙滚滚,不时间也能碰到一些沙坑内有海水溢出。 沐云这时,停留在一座较大的沙坑之地,呼了口气。 此番回到苍州,收获极大。 回到苍州去,云阁这下能够大肆发展一番了。 而自己也应该好好闭关,冲击倒海六众。 距离倒海六众,已经不远了。 休整片刻,沐云再次起身。 而就在这时,几道身影从远处破空而来,落在沙坑另一边。 在那其中,沐云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你。 只是,那熟人并未开口,身侧一位男子,却是神色冷漠地看向沐云。 沐云目光看去,也是一愣。 这人身材魁梧,双目炯炯有神,直勾勾地盯着他,可是他并不认识此人。 小子,你是跟那个黑衣人一起的。 男子再次喝道。 沐云眉头一挑。 我不认识你们。 你不认识我们,我们知道你。 领头人哼道,小子,在那宫楼内,没少捞好处吧。 碰到我们,算你倒霉,得到的东西都交出来吧。 领头人话语落下。 一旁那人却是急忙道,京云,不要招惹是非,先回宗门再说。 温明成,你怕什么? 宁为京云的男子却是直接道,这小子孤身一人,杀了他,谁知道。 咱们先找到那宫楼,却被他们三人结族先登,那个厉害的家伙和那老头子不在。 此子单枪匹马,你我几人,杀他亦如反掌。 沐云遇到的熟人,正是温明成。 这位天凤宗长老,被沐云种下生死暗印,可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到沐云了。 京云? 也是一位道问人物,而且是京凡副宗主的亲弟弟。 京凡副宗主身死,这京云是颇有机会,成为副宗主的。 天凤宗五大副宗主,上东方,西青烟,京凡,吴文谦,王新雅。 而今,京凡和吴文谦皆是陨落。 上东方,西青烟,王新雅三位副宗主,全力仅次于宗主商云运。 三位副宗主,素日里多多少少有些不和。 主要是王新雅在天凤宗崛起太快,导致上东方和西青烟觉得自己身份不稳定。 因此,宗门内可能会着生两位道问级别长老,晋升为副宗主,来化解这种格局。 京云,有很大希望。 温明城则是年纪比较大,在道问一圆镜,突破几乎是没可能了。 可是眼下,京云描上了木云,他可就难受了呀。 第5184章斩杀道问 温明城再次道,京云长老,如果那黑衣青年和葫芦老人还在呢? 不要招惹是非,那黑衣青年的强大,你也该看到了。 可京云却是并不理会温明城之话。 你压阵,别让他跑了,我来杀他,诛杀此子,毁尸灭迹,我们立即离去。 京云说着,手掌一握,一柄破刀出现。 其体内气息,滚滚而出。 道问 沐云看到这一幕,只是瞥了温明城一眼。 你无需动手,我来会会他。 温明城浑海内,沐云声音响起。 听到这话,温明城一愣。 这家伙,是打算跟道问碰一碰。 他可只是道海五虫,跟道问斗,那不是找死吗? 沐云手握太碎天剑,看向京云。 想杀人越祸。 还真觉得他沐云是软柿子了。 你还想反抗? 京云吃笑道,那命来吧。 一声冷哼响起,京云直接一步跨出,体内煞气,滚滚而动。 道问一元镜。 一出手之间,四周黄沙滚滚,整个天地似乎都是被黄沙覆盖。 京云举手投足之间,仿佛有着一种玄之右玄的力量,再生腾,再凝聚,要爆发开来。 道问一元镜,所谓一元,为太极。 道力会产生蜕变。 道柱,道台,道海之中的道力,近规太极,更具有凝聚力和爆发力。 而且,还有一点,道达道问神境,并不是说武者道力不会增长。 增长,是更恐怖的。 杀! 沐云持剑,直接杀出。 恐怖的雷电,弥漫其周身。 令人惊激的气息,从沐云体内爆发开来。 他虽是道海五重镜,可一身道力雄魂,比之道海九重,丝毫不差。 天雷帝垫在太岁天剑引导下,化作道道百丈剑芒,直扑荆云而去。 看到沐云居然还敢率先发动攻击,荆云更是大怒。 区区一个道海五重,还敢对他道问一元镜主动出击。 不是找死是什么? 荆云一刀斩出,无尽道力疯狂席卷,刀锋笔直向前杀来。 轰,两道身影碰撞之下。 整片沙坑,灯石爆裂。 无尽黄沙被席卷上天。 陡然。 沐云身躯不断倒退,身躯四周倒立,波动不止。 荆云意识从黄沙之间,一步步走出,看到沐云居然没死,神色惊恶。 没死? 怎么会? 这着实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别说道海五重。 就是道海六重,七重,他一刀斩下,也就是一具尸体了。 可沐云居然还活着。 看着荆云,沐云更是战斗意志爆发。 他这些年,到达道海五重境界后,也是和凤铲,静中花这两位道问一元镜级别交手过的,领教过道问一元镜的恐怖。 荆云,比他们两个更强。 可这越发激起沐云的战斗欲。 来。 一声低喝,沐云再次发出攻击。 血玲珑。 闯天龙。 两道千丈龙区,滚滚而出。 元龙骨甲依在这时也是将沐云彻底庇护住。 天雷帝电海,施展而出。 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 左右驾驭龙区,周身雷电海洋交织,沐云这位道海五重施展出的煞气,令人惊恐。 晶云彻底怒怒了。 其手掌一握,刀锋连连斩出。 方圆数十里,黄沙飞腾,在二人交战之下,一座座沙堆崩塌,炸开。 温明城带着几位天凤宗执士,隔着距离,看着二人交战。 晶云长老道问一元静,居然没能快刀斩乱麻的杀了慈子。 慈子只是道海五重,竟是有这份实力。 实在是不可思议,温明城却是心中煎熬。 沐云不能死。 沐云若是死了,他也会死。 可若是现在出手,那就得杀了这几位执士。 他下不去守。 温明城只得道,稍安勿躁,慈子定不是晶云长老对手,我等只管看着就好。 闻。 轰隆隆的温明声。 不断响彻。 沐云将天雷帝电海与血玲珑,闯天龙结合,太岁天剑连连斩出。 虎虎生威。 可是,没用。 晶云乃是道问一元静。 论及道立品质,道立雄魂,道绝爆发,紧接是强大于他。 且随着交战进行。 晶云一直没能杀死他,也是越来越急躁,已经逐渐攻击杀伐气息更强了。 这让沐云疲于应对。 道海就是道海,道问就是道问。 想要以道海神境逆发道问神境,你做梦。 晶云怒急。 本以为两三招就能够随意打发的一个道海小子,居然让他如此难以对付。 丢人。 好久没有这么战斗,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沐云也是彻底放开了。 其体内倒立,滚滚而动。 背后,一道古老的门户,释放着嗡鸣声,逐渐显化。 苍青色门户,带有无尽恐怖的煞气,几乎要将这一片天地彻底碾压。 沐云双手一握。 道力再恐怖地交织到一起,再不断压缩,化作一道三角形印记。 太极神印。 在他跨入道境之后,再度蜕变,化作新的印记。 沐云命名为造化神印。 只是这些年来,他一直未曾怎么施展造化神印。 实在是,从太极神印到造化神印,微能是提升了数倍,可是消耗也是提升数倍。 一般而言,沐云极少施展此诀。 可眼下,他要试试自己的极限。 造化神印。 杀。 恐怖的进气,顿时爆发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 三角印记,只有巴掌大小,但所蕴含的煞气,却是恐怖地让人心惊。 去死吧。 晶云丝毫不惧,持刀斩出。 刀芒从天而降,卷起黄沙,在上空甚至凝聚出万丈杀刀之影。 刀锋,斩下。 神印,杀出。 轰,天地在这一刻,彻底失色。 震天动地的轰鸣,几乎是让人失聪。 温明城等人,一个个脸色巨变,神色骇然。 这等恐怖的碰撞,简直就是盗问和盗问的生死搏杀了。 沐云,还只是倒海五重。 轰隆隆,整片黄沙大地,彻底崩塌,无尽时空崩碎。 砰。 否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晶云。 这时,温明城几人彻底吓傻了。 晶云,居然是被沐云击败了。 而就在这时,沐云从天而降,又是一道造化神印,直接杀出。 轰,神印狠狠砸在晶云身上。 恐怖的破坏力,将其身躯撕扯,炸裂。 第5185章 以利欺人 其他几人,当真是彻底吓傻了。 晶云的身躯,就在距离他们数十里外,被沐云直接轰成渣子。 这一刻,沐云一眼看向数十里外,杀堆之上的几人。 温明城,不留活口。 沐云开口喝道。 啊! 温明城脸色难看。 沐大人,这几人都是我天奉宗的执师大人,杀。 沐云一语喝下。 温明城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行动,不受自己恐怖。 生死暗印。 这就是生死暗印的超强控制能力。 他无法拒绝。 温明城倒问神静,直接对身侧几人下手。 惨叫不断响起。 很快,四五具尸体倒地气绝。 温明城看着那死去的几人,脸色难看。 沐云这时走来,看向温明城,徐徐道,记住,你是我的人。 温明城面如死灰。 生死暗印,竟是如此霸道。 王副宗主也是天奉宗之人,这几位道海,都是我们天奉宗的核心,哦。 是吗? 沐云却是痴笑道,据我所知,现今,天奉宗内,除了我夫人之外,还有上东方和西青燕二人,这京云,或许会被酌升为副宗主,此人一直与我夫人不对付。 温明城脸色微变。 实话告诉你。 沐云直接道,苍州早晚也会是我沐云囊中之物,天奉宗内,臣服我者,活命,不臣服者,杀无赦。 就是伤云运,不肯臣服,早晚有一日,我也会杀了他。 狠。 真狠。 温明城脸色更是难看。 天奉宗内,道问神境级别拢共十几位,你温明城也算是高层。 此番回去,与我夫人好生合作,我必不会亏待你,否则,晶云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我记住了。 温明城拱手道。 沐云再次道,你和魏云,找机会联系上,你二人在天奉宗内,逍遥宫内,收拢心腹,做好准备就行了。 有何要事,禀告与我夫人即可。 好了,没什么事,你走吧。 温明城看着几人尸体。 怎么? 这点事情,还需要我帮你编瞎话吗? 沐云再次道,自己想办法去。 温明城闻言,躬身离去。 当温明城离去,沐云却是心中颇为振奋。 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实力的变化。 这次施展出造化神印,效果出人意料的强大。 一印重创晶云。 两印斩杀晶云。 当然,这造化神印对他自身的消耗,是真的,太大了。 沐云思索再三,身影腾空,消失不见。 星唐一记的探寻,就这么结束。 三大宗也是得到不少至宝,可是,却没太大的收获。 而苍州内的局势,却是越发动荡。 三大宗之间不合,越发明显。 同时,早些年间。 那疯癫男子,后来被三大宗确定,就是苍王苍天宇,西年苍天宗宗主。 后来又传出,月牙河谷内的天照剑派一迹之地,西年天照剑派三剑主赵青宣还活着。 这位道府天君人物,曾经也是名吉一时。 而现在,星唐、星墨恒和星飞音两位道府天君,居然也活着。 虽然这几位,目前并未有重建各自势力的苗头。 可,一旦这几位道府天君大人物,真有此打算,那现在的仓族,逍遥宫、天凤宗,根本无法抗衡。 道问神境与道府天君差距,海了去了。 更何况,三大霸主内的道问神境级别,还非巅峰层次的。 面对道府天君,那就是个屁。 三大霸主接下来,不再去其云洞,乱云建这两大绝地。 这两大绝地,西年是血雾门和天交盟一迹,谁知道,在这里,还存在着什么。 三大霸主在苍天宗一迹,月牙河谷,以及这次盖天海,也是得到了不少好处。 纷纷在接下来的时间,打算提升宗门实力,同时,彼此间严防戒备。 转眼之间,已过三年。 天凤宗 群山环绕之间 一座山谷禁地内 阳光倾洒到山谷内的阁楼二层,照在沐云脸颊上。 微微睁开双眸,想要起身,可哥本却是被枕着。 沐云微微一笑,看着怀中处于睡梦之中的女子。 从当年九位夫人,到现在还是九位夫人,沐云早已经是心满意足。 王新雅,已阴修入伍,已经修行多年,相比于当年初遇,那时的青涩和内敛,已经不见。 而今王新雅更多的是有一种玄妙的气质。 阴修武者,最讲究的是心境。 王新雅心境提升,气质自然是会发生变化。 在家二人有了沐出雪这个女儿,王新雅身上的气质,越发让沐云沉醉。 就在这时,王新雅眉眸睁开,带着几分懵懂,看到沐云盯着自己。 醒了。 沐云笑了笑。 嗯,王新雅起身,可身上裙衫,却是陡然脱落,一些碎片,散落在两侧。 王新雅急忙抓起沙衣,遮掩娇笑身姿。 你这些年来,当真是越发的无耻了,怎么总是喜欢撕扯。 王新雅不由红着脸道。 沐云倒是并不在意。 王新雅无奈,手掌上出现一套崭新的服饰,刚准备穿戴,沐云却是拦下。 阳光明媚,好日子啊。 不要了,王新雅急忙道,雪儿应该快来了,我也很累了,没事,你别动。 沐云说着,扑了上去。 一番鸳鸯交警之后。 王新雅嘴上说着累,可走下床榻之后,衣衫穿戴,却是荣光焕发。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花,男人是泥巴,可是水做的花也离不开泥土的滋养啊。 沐云侧躺在床上,不着衣物,嘿嘿笑道。 都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还这般没个正形。 王新雅来到床边,收拾床榻,道,快起来了,你女儿马上就来了。 沐云抓住王新雅好万,笑道,再来呗。 你想得美。 王新雅体内气息运转,却是轻松震开沐云手掌。 以利欺人。 沐云坐了起来,不禁笑道,而今你也是盗问四象镜了,不过可别得意,我可能很快超越你的。 沐云最初流落苍州内,王新雅寻来。 之间千年时间被折磨的生不如死,而后破而后立,又花费三千年时间,再见王新雅,她已经是盗问神镜。 如今又过了百十年,王新雅再踏出一步,成为四象镜级别的强者。 沐云现在,也是到达稻海六重。 二人之间,却有差距。 王新雅却是笑道,以利欺人,那说的是你,不是我。 举出床榻上凌乱的服饰,伺候沐云更衣,王新雅当即道,你何时动身回平州? 第五千一百八十六章不能再被我压着了。 若非是舍不得夫人,我三年前就直接回平州了。 沐云笑道,总是觉得夫人如今修行遇到瓶颈,我该留下来帮帮夫人,突破瓶颈,这才留了三年。 帮我。 王新雅美好气道,我看你是让自己快活吧。 胡说。 沐云一脸肃然道,那是我一个人快活吗? 无耻得很。 而就在这时,房间外,声音响起。 爹。 紧接着,一道身影冲入房间,直扑沐云。 雪儿。 沐云一把抱住女儿,哈哈笑道,想爹了。 当然了。 沐出雪颇为认真的点头,目光一瞥,却是看到床榻上那凌乱破碎的群衫。 王新雅急忙站到其身前,挡住其视线,道,着急什么,头发都跑乱了。 沐出雪撇撇嘴。 还当她是小孩子呢? 她只是长得小罢了。 年纪可大了。 爹。 我给你吹笛子听。 好啊。 妇女二人,离开房间,来到外面山谷草地上。 王新雅看着满床狼藉,笑脸微红。 这三年来,沐云并未离开苍州,只是在天凤宗内居住下来,也并不外出。 平日里陪陪女儿,以及经常和王新雅一起研究人体奥妙。 她之精华,对夫人们有着极其玄妙的作用。 这三年,沐云也试过不止是注入体内,更是有外夫,不过,外夫没啥用。 至于自身这一点奇怪之处,沐云也是没法解释。 但是这三年,确实是使得王新雅得到极大的好处,修行音术者,并非和一般人一样,一个劲的苦修。 需要的是对天地大道的领悟,对音律的感应。 王新雅如今也是道问四项境级别,实力在苍州也算是数一数二了。 同时,沐云也是让王新雅和温明城多多走动,温明城是天凤宗老一辈人物了,在天凤宗内,人脉很广。 如今成了沐云控制的人,沐云自然是要利用温明城身份,帮助王新雅,在天凤宗内地位更加稳固。 如今的天凤宗内 宗主商云运,地位独一无二 据说商云运是道问四项境,可是王新雅却觉得不止。 除此之外,便是上东方和西青燕两大副宗主,都是道问三财境的强者巨头。 王新雅则是属于这几千年来,在天凤宗内一军突起的一位副宗主,根基浅薄。 按照王新雅的心思,她是想直接拿下天凤宗,日后,沐云在平州建立根基稳定,天凤宗作为平州云阁的后方。 两大势力,相互扶持。 只是这事,没那么简单。 商云运威严颇高,王新雅在天凤宗内的威严,是远远不如的。 这件事情,沐云也并不着急。 她重心还是放在平州。 云阁发展壮大,是当务之急。 这三年内,她也是到达道海六重境界,同时开始着手研究陨星术。 既然五卷都是已经到手。 那她自然还是从第一卷开始修炼。 三年时间,对第一阵也算是有了很熟悉的掌控。 她这才明白,为何当年星堂能够崛起。 此数,确实是霸道强大。 包含了对盗柱的凝聚,盗台搭建,盗海扩展,以及盗问之境的前行,等等。 这些颇为精妙的介绍和引导。 同时,还有着对应的招式爆发。 最核心的便是陨星术,是以吞纳天地星辰之力,融入道力内,继而爆发出道爵威能。 这天生便是比寻常道爵更夸张。 可在沐云眼里这么霸道的道爵,在那黑衣青年口中,也就勉强及格。 她可是清楚的记得,黑衣青年所说,此觉不俗,同一等级五觉分为九品的话,此觉,只能说六品。 实难想象,对于天伐阁的顶尖人物们来说,到底什么样的道爵,才是九品完美的。 不过,管她六品还是极品,现在对于沐云来说,此觉威能,足以让她在苍云境内,独步风云了。 每日礼修行,陪着女儿,陪着夫人,这种日子,让沐云很是舒畅。 只是待了三年,沐云也是准备返回平州了。 眼下苍州局势暂且算是安稳。 三大霸主之间的争斗,并未爆发开来,而是局限于道柱神境,道台神境级别。 道海,以及道问,并不出场。 这也算是三大霸主各自默许,这样的争斗厮杀,可以很大程度的磨练自家宗门子弟。 至于各大禁地,三大霸主这次是怕了,不敢去了。 几位道府天军没死,而且不知道都去了哪里,再去招惹禁地,万一再弄出来几个道府天军,那他们三大霸主是真的没好日子过了。 这一天,夜晚时分。 山谷内,溪流边。 沐云穿戴好衣服,看着坐在池边,身姿优雅的王新雅,就这么看着她,不禁笑道,舍不得我。 没有。 王新雅只是笑道,你注意安全。 嗯。 沐云笑道,你也是,有麻烦。 随时找我,毕竟,目前,我还算是有靠山的。 王新雅确实笑道,下次再见,你可要加把劲了。 不能再被我压着了。 听到这话,沐云哈哈一笑道,明明都是我压着你一头好吧。 又没个正型了。 沐云衣服穿戴完毕,摆摆手道,走了。 她已经准备返回平州。 此番大有所获,回到云阁,是要好好提升提升云阁的整体实力,凝聚人心。 如今到达道海神境,往返平州和苍州,所花费的时间便是没有那么多了。 不消几日,沐云身影出现在平州。 从上空看去,一条长长的江河,贯通大地。 中江城。 也是尔金的云城,就这般坐落在江边。 沐云不再以张学新身份,而是化作了陆云的模样,出现在云城外。 站在城楼前,看着那楼上大旗,迎风招展,沐云微微一笑。 云阁标致。 一赶大旗之上,白色打底,袖刻着几抹青云。 城楼上,十几位云阁弟子,稳稳站定。 沐云入了城,直接来到云阁大本营。 这里是之前中江城城主府,归英炫海的,而今沐云改造成了云阁总阁所在。 以这里为核心,辐射方圆五十万里大地,其他六座大城,以及上百中等级别城池和诸多重镇。 而今的云阁,算是出具规模,有模有样。 唉。 当沐云进入云阁内,一道身影恰巧碰到,惊喜道,阁主回来了。 第5187章 组建牧神军 应悦 沐云看着眼前青年,微微一笑。 应悦乃是应炫海城主之子,当初收服中江城,沐云对此子很有印象。 此子也是倒台九重级别,天赋不俗。 云阁现今着重抓取的便是各大城池内,颇有天赋的年轻人,悉心培养。 他们才是云阁的未来。 阁主,您这次一走,可是三年多时间了呀。 沐云笑了笑道,阁内一切可安好。 好着呢。 沐云随即道,成,你去通知大家,让诸位城主,到云城一室。 是。 应悦立刻去办。 沐云则是回到自己居住大殿。 很快,沈木归和赵文婷皆是赶来。 臭小子,总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外面了。 哈哈笑声响起。 沐云闻言,微微一愣。 可下一刻,沐云更是傻眼。 沈木归 沐云看着眼前熟悉的沈木归。 整个人错愕道,你他们,道问了。 沐云一时之间,目瞪口呆。 是真的彻底傻眼了。 沈木归,居然就这么到达道问神境了。 三年前,沈木归道海九重。 只是三年时间,对于道境武者动辄千万年寿元来说,算个锤子。 可沈木归就到达道问了。 一旁,赵文婷无奈道,这家伙期间昏死了一次,就,醒来就到问了。 沐云直接道,你闭嘴。 你好意思说他。 赵文婷愣了愣道,我咋了。 你,到达道海九重了呀。 沐云是真的看不懂了。 他的境界提升,真的很快了。 最初到平州,他连道海都没到。 只是过了不到两百年,就到达道海六重境界。 这份速度,说大了天也是很快了。 可沈木归和赵文婷,更夸张。 非人一般。 赵文婷挠了挠头道,我算是搞清楚了自身问题了。 怎么讲? 赵文婷这才道,我也不是什么赵王转世,也不是赵王后人。 一次次在私我避前修行,我逐渐窥探到了自我。 赵王是死了,我不是他的后人,只是,机缘巧合,赵王死前,留下了自身道统,很巧合的传到了我身上,这或许就是老沈说的,我是个有气运在身的人。 道统。 这种说法很玄妙,你可以理解为,一位道王,不甘自己就什么都没留下就死了,在死前凝聚自身一身道统,流落虚空,好巧不巧,不知道哪天到了我身上。 沐云惊愕道,这么说,你可以保持这等速度,到达道王神境。 当然不是。 赵文婷当即道,怎么可能,一位道王道统,可能也就是驻我在道海,道问级别,进步比常人更快,到达道王那是万万不可能。 想要成为道王,得需要我自己修炼。 沐云有些明白。 可,就算如此,也足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老沈如今到达道问神境,那我云阁内,就拥有四位道问神境了。 沐云笑了笑道。 沈穆归。 奉铮。 镜中花。 江庸。 四位道问一元境。 云阁内拥有道问神境,才真的能站稳脚跟。 自然还是比不得原始宗、十族、赤羽门、四寿门、临族这五大霸主,可总归几位道问在,让门人弟子也有所归属,心中安定。 是五位。 沈穆归却是孝道,西江城城主王浩英,如今也是道问一元境了。 哦! 这倒是沐云没想到的。 五位道问一元境人物,云阁在这方圆五十万里,总算是成了气候。 日落西天。 各大城池城主,一一道来。 许江南、行业、王浩英、英炫海、静忠人、傅还者、江庸七人,带着几位心腹,出现在阁主义石大殿。 时隔三年,沐云又有了消息,大家也是安下心来。 这七位,是沐云而今生死暗印控制的核心七位。 看来三年时间过去,大家都有一些增长。 应炫海和傅还者本是道海神境八重,可而今也是到达道海神境九重。 七人心中却是明镜式的。 这都是生死暗印的奇效。 否则,他们这么些年来,几乎境界停滞不前,三年时间,怎么可能就突破了。 召集大家来,也是有要事商议。 沐云笑了笑道,我此番前去苍州,颇有所获,价值不菲,应该足够我云阁发展所需。 沐云手掌一挥,一颗颗道丹,一本本道爵以及一颗颗星园时,纷纷闪烁而过。 就是沈木龟和赵文婷,也是看花了眼。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沐云这是打劫去了吗? 这些东西,进阶入库,归我云阁发展所用。 沐云随即道,其次,我们云阁内,道海神境级别舞者,也有一千多位,我准备精选一部分人,组成云阁核心卫队。 这一批人,第一点自然是忠心耿耿,第二,则是天赋要足够。 这批人我会亲自带,传授给他们一门道爵,允兴术。 允兴术? 沈木龟恶然道,兴唐允兴术。 嗯? 沈木龟精恶道,阁主,你从哪得到的? 当年,兴唐可是凭借允兴术,门人弟子,实力夸张得很。 抢来的。 沐云哈哈一笑道,会对,暂时定为三百人吧,忠心且有天赋。 取名为,牧神军。 同时,在挑选一些道柱,道台神境级别的子弟,年轻人,也传授给他们允兴术。 沐云想了想到,牧神军,就由凤唐和镜中花二位,作为统领。 至于道柱道台弟子级别的玉备军,赵文婷。 你来负责。 是。 是。 牧云再次道,此番所得,你们七位城主,可以找沈木龟领取一些,培养各城云阁子弟。 这时,赵文婷不禁道,这些人,怎么挑选比较好? 牧云随即道,简单。 长安城向北,便是聚邻邦地狱,以我们云阁如今实力,对付聚邻邦并不困难。 我准备抽掉各城云阁子弟,灭了聚邻邦。 西城大地,位于平州西方,北面就是聚邻邦,岳家,燕家三方通知的百万里区域大地。 而南方则是原始宗地狱。 云阁扩张,自然不可能是朝着原始宗去,所以目标自然是西北边的三大势力。 沈木龟不禁黑黑笑道,当年咱们哥仨在天江城之时,可是被燕家、岳家、聚邻邦给小看了,而今,倒是可以倒杀回去了。 第5188章 攻打聚邻邦 沐云继续道,灭聚邻邦,燕家,岳家三方,我们云阁的弟子,谁表现突出,出力够多,谁就能够得到更好的资源。 诸位,资源,我陆云现在可是不缺。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传达我的命令,告诉大家。 沐云认真道,所谓出力,不只是战场杀敌,还有对情报,对打下来的地狱安排等等。 论功行赏,赏罚分明。 七大城主,一个个脸上满是喜色。 沐云又是道,几位道问,可领取一件四品道器。 听到这话,奉铲,镜中花,江庸,王浩英皆是神色一喜。 沐云则是笑道,你们其他几人,可得加把劲了。 沈慕归哈哈一笑道,我看是你得加把劲。 生死暗隐能够让这几位随着沐云提升,打破自身质固。 沐云境界若是到达道问,这几位恐怕都得突破。 现在的云阁内,道问是五位。 百年后呢? 五百年后呢? 沐云笑了笑道,好了,诸位且去准备吧。 一位位高层,尽数离去。 沐云也是离开云城,前往巨猿山脉。 再次来到天鸾白元族所在之地,鸾白京,鸾修,鸾青烟三人,纷纷出现。 沐云也是见到了宋阴丹师。 自从归顺云队,宋队就大多数时间都在天鸾白元族所在之地,悉心呵护那些药材。 打过招呼,沐云便是随着三位统领大人,进入天鸾山内。 你这几年去了何处? 鸾青烟开口问道。 去苍州随便看了看。 沐云看向三位统领,笑道,我这次来,有失所托。 什么? 我准备带领云阁弟子,朝北攻打巨灵帮,担心云阁内空虚,有萧小之辈出手。 所以,希望三位,能够照拂云阁。 鸾白京随即道,这你放心好了。 嗯? 这些年来,天鸾白元族和云阁之间,关系紧密。 这些族人的日子,也是好过起来。 甚至时不时,还能够在沈暮规,赵文庭带领下,离开此地,到云阁掌控之地内溜达溜达。 沐云是打算,让天鸾白元族彻底融入云阁内。 不过,凡事都得一步一步来。 很快,沐云来到私我壁前。 盘坐在私我壁前,沐云便是开始修行。 对自身道海的扩展。 对允星术的掌控。 这都需要时间。 一晃三个月时间过去。 云阁七城大地,舞者集结完毕。 到海出动一千人,到台出动三千人,直接朝着北方的聚灵帮杀去,没什么废话。 就是直接开干。 聚灵帮? 坐落于聚灵城。 而聚灵城距离七城大地最北面的上安城,也不过数万里。 当浩浩荡荡的云阁大军,出现在聚灵城外,聚灵帮舞者,直接傻眼。 什么意思? 这是要干嘛? 沐云立于云阁舞者前方,看着偌大的聚灵城,笑了笑道,云阁陆云,前来拜见聚灵帮三位帮主。 很快,城墙之上,三道身影,纷纷出现。 大帮主洪长风。 二帮主山一飞。 三帮主袁九祥。 三大帮主,悉数在列。 洪长风,如今乃是倒海七重境界。 西年,初入平州,倒海七重对沐云来说,是强者,是能够直接碾死他的大人物。 可是现在,倒海神境于他而言,真不算什么。 实际上,聚灵帮,岳家,燕家三大势力,明面上最强级别就是倒海六重,七重级别。 而三大势力之所以占据地域百万里,比七成大帝还多,就是因为这三方很稳。 七成大帝,就是乱。 无法治理。 但是沐云拥有生死暗印此等神奇手段,却恰恰能够应付七成大帝的乱。 七成大帝,一成之综合实力,可能比不得聚灵帮。 可七成联合起来。 十个聚灵帮也不够打。 这就如同,七个铁钉,是肯定打不过一个木棍。 可七个铁钉凝成一鼓,打造成一柄剑,那十个木棍也不够消。 红长风看着领头的云阁阁主,一袭墨衣,身披披风,长发竖起,以表堂堂,心神一惊。 他早就知道,七成大帝出现一个云阁,收服各大城主。 可在他眼里,七成大帝就是烂摊子,云阁早晚解散。 结果谁知道,还真成了。 那位陆云阁主,据说不是道问,却能够让道海巅峰人物都臣服。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而今,居然带人直接打到了聚灵帮来。 红长风毕竟是一帮之主,随即朗声道,陆云阁主,我聚灵帮和你云阁井水不犯河水,你这是何意? 我这不是河水来犯你井水了吗? 沐云却是笑呵呵道,云阁意欲扩大,南边是原始宗,地盘不够。 所以,我就朝北方来了。 聚灵帮,岳家,燕家三方,我云阁都要了。 你好大的口气。 山亦菲帮主冷哼道。 口气大不大,我不知道,只是觉得,灭了聚灵帮,我云阁还是有这份实力的。 沐云继而道,眼下摆在三位帮主,两条路,第一条,开城投降,聚灵帮纳入云阁,第二条,死。 洪长风脸色一沉。 这家伙,摆明了是奔着吞并聚灵帮而来。 洪长风随即道,陆阁主。 我聚灵帮内,也有青年才俊,岳家,燕家都有青年才俊,他们或是拜入原始宗,若是进入赤羽门修炼。 你可考虑清楚了。 沐云并未开口。 沈暮龟却是笑道,放心,我们知道,你们那些子职辈的青年才俊,败入各大势力,也就是道台,道海初期级别。 难不成,我云阁灭了你们,他们那些人,就能让原始宗,赤羽门这般大宗门,为你们复仇,来覆灭我云阁。 听到这话,洪长风脸色一沉。 云阁发展区区百余年,怎么能走到这一步的? 洪帮主。 沐云再次道,你选好了吗? 想让我们投降,那你怕是痴心妄想了。 洪长风冷笑道,灭我巨灵帮,那你云阁也得伤筋动骨,咱们试试看。 看到三人并无投降的念头,沐云也不再废话。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废话了。 沐云手掌一挥。 道道身影,直接冲杀而出。 大战,一触即发。 第5189章 天家和江家的窘境 云阁弟子们。 纷纷冲杀而出,杀气凛然,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七大城城主们可是说了。 此番进宫,谁表现好,得到奖励不说,还会被阁主收入木神军内,成为云阁核心人物。 木神军。 三百人。 挑选规则,看中心。 而此番进宫巨灵帮,不就是展现自我中心的时刻。 最重要的是,据说,如果进入木神军内,会得到阁主传授的道绝。 七大城城主并未说明是陨星术,可却言语之间透露,是他们都心中极为向往的道绝。 这谁不好好表现。 而且,巨灵帮和云阁比,是真的,没得比。 现在云阁内,上千道海神境强者,道海七重八重九重的也有好几十位。 巨灵帮最强也才道海七重。 他们不投降。 那不是找死是什么? 厮杀很快开始。 可战局却是呈现出一边倒。 偌大的巨灵城内外,处处皆是战场。 沐云根本未曾出手。 实则是,根本没必要。 日上桑干到日落西天。 巨灵城,被沐云直接拿下。 紧接着,七位城主,纷纷下令,派遣云阁武者,朝着巨灵城四周各处城池挺进。 这是一场碾压之战。 红长风,山一飞二人,被直接压了上来。 至于袁九祥,战死了。 沐云看着二人,不禁道,为何不愿投诚? 不喜欢寄人篱下。 红长风哼道,我实在是不明白,你是如何拿下七成大帝的。 就是袁始宗,也没做到。 袁始宗不强大吗? 可七成大帝该乱还是乱。 但是沐云确实办到了。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沐云笑了笑道,想知道为何。 红长风点头。 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投靠我,我告诉你。 红长风脸色一沉,看着四周死去的弟子,没有答话。 我明白了。 沐云摆摆手。 愿意投诚,他可以以生死暗印控制,以后留官,靠谱就留着,不靠谱再杀。 红长风显然是不愿意的。 既然如此,没什么好留的。 红长风,山一飞,进阶被杀。 聚灵帮许多弟子舞者,失去支柱。 一些人奋战倒死,一些人投诚云阁。 速度,很快。 这就是实力的压制。 如果红长风三人都是盗问级别,那手下必然有不少盗海强者,云阁就会很难。 可是,沐云手下五位盗问,再加上他自身媲美盗问实力,都未出手,聚灵帮就败了。 这让沐云觉得很没意思。 奉铲,镜中花。 在。 在。 沐云直接道,你二人带领一队,直接杀象岳家。 二人领命点头。 沐云又是道,王浩英,江庸,你二人带领一队,杀象燕家。 话语落下,沐云笑道,我就在天江城等你们的好消息。 四位盗问领命,立刻去办。 沐云,沈沐云,赵文庭三人,则是带领一批云阁弟子,离开聚灵城,朝着天江城而去。 天江城? 天家,江家两大家族。 这两大家族,族长天静园和族长江自行二人,皆是道海三重境界。 此时,两大家族内,两位族长却是愁眉不展。 天江城,又出麻烦了。 自从上次,沐云,沈沐龟,赵文庭三人离去后,燕家,岳家,聚灵邦三方,因为柳音音那位原始宗天之交女的威严,确实是不敢动天江城。 可是好景不长。 这百余年时间内,三方霸主又变了。 柳音音只是恰巧流落天江城,哪可能时时刻刻关注天江城。 而今,燕家,岳家以及聚灵邦三方,每隔十年,便是对天江城的禁贡提出异议,要求天江城禁贡提升。 要么就是对天江城的禁贡,挑三拣四。 总之,他们并不派出强者来者辱天江城,而是以这种方式,榨干天江城的一切价值。 而这次,快到了禁贡的时日。 岳家、燕家、聚灵邦在之前,已经是让人传话来。 这次禁贡,又增加了。 可天江城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江府内 天静园、江自行、以及江云运和天明城等人,悉数再列。 如今江云运和天明城二人已经成婚,两人也是开始接受两家很多产业,开始打理。 如今,三方逼迫的厉害,二人这才明白,父亲这些年来的不容易。 天静园叹息道,此次禁贡,我们两家,是真的拿不出来了。 这些年为了禁贡,两家内部子弟修炼,几乎都是资源不够用了。 现在,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江自行开口道,再咬牙凑凑吧。 凑不上来了,大殿内,几人都是满脸愁容。 就在这时,江云运开口道,父亲,公爹。 若不然,女儿去七成大帝走一趟。 七成大帝? 江云运开口道,听闻云阁,就是陆云,沈木归,赵文亭三人所创,而今七成大帝,尽归他们三人之手,我们,可以请他们帮忙啊。 听到这话,天静园和江自行皆是眉头一挑。 我听说,云阁内部不稳,七成大帝那是什么地方。 聚灵帮,原始宗都曾对七成大帝出手,结果,都是亏损严重。 他们三个,百年内统一七成大帝,我听聚灵帮的人说,云阁内部一团糟糕,乱得很,江自行也是道,而且据说,那边几位到海顶尖的强者,谋划着反叛,只怕,他们三人日子也不好过呀。 而就在这时,大殿外,慌慌张张的几道身影到来。 组长,组长,不好了,燕家的人来了。 燕家?他们又来做什么?还没到上贡的日子呢?就在这时。 大殿外? 哈哈大笑声响起。 天静园,江自行。 怎么? 不欢迎我燕九天吗? 十几道身影,鱼贯而来。 一眼看去,进阶是道海神境级别人物。 该死。 燕九天? 燕家家主燕九林的弟弟,一位道海六中级别的大人物。 四爷好。 天静园和江自行急忙迎出,江自行拱手道,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四爷莫怪呀。 哈哈哈哈,燕九成哈哈大笑,直接道,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天家和江家这次进贡,我们燕家思前想后,做出决定,免了。 免了。 两位族长一愣。 燕家,又想搞什么鬼? 第五千一百九十章早已经忘了你们。 怎么? 给你们免了,难道不开心吗? 听到这话,江自行急忙道,自然开心,开心,天静园却是拱手道,敢问四爷,是否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天家和江家弥补。 哈哈哈哈,聪明。 燕九天直接道,此次上贡就免了,不过,天家和江家,需要挑选二十位道台神静子弟,借我们燕家用一用。 借用。 听到这话,两位族长,立刻明白。 所谓的借用,根本是借口。 燕家身为大家族,距离最北面的大燕山不远,常年会派遣自家子弟,进入大燕山内探险。 采摘药材,厮杀猛兽,获得兽皮兽骨等来练气。 这是损伤极大的。 燕九天这话意思很明显。 这是要拿他们天家和江家人的命,去为自己家族探路。 天静元急忙道,四爷,我们一定凑出此次上贡之物,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听到天静元这话,燕九天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天静元,你这是什么意思? 燕九天冷漠道,这可是我们燕家做出让步,给你天家和江家好处,你不稀罕。 天静元急忙道,燕四爷,我们天家和江家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您燕家,以及岳家,聚灵邦,三方我们都需要缴纳供奉, 燕九天冷哼道,天静元,你搞清楚,岳家和聚灵邦,可不是我们燕家要你们缴纳供奉的。 听到这话,天静元,江自行等人,心中一阵恼怒。 燕家收取禁贡。 岳家和聚灵邦怎么会落后? 三家都收,可三家都不曾提出要保护天江城。 一味的压榨,现在,连天家和江家最根本的,都要剥夺了。 什么是天家和江家最根本的? 自然是人。 若是族人们被燕家,岳家这般借走,有去无回,那,天江城,迟早会成为历史。 这已经是触及到了天家和江家生死存亡了。 燕九天冷笑道,这么说来,你们是不愿意了。 这时候,场面僵持。 哈哈哈哈,燕九天,你这是做什么呢? 一道哈哈大笑声在这时响起。 又有人到来了。 府邸大门外,一群人在这时纷纷走入。 领头一位男子,气息强横,浑身上下皆是散发着令人心计的恐怖煞气。 月清泽。 燕九天看到来人,眉头一皱。 哈哈哈哈,燕九天,怎么? 又在胁迫天静元和江自行了。 燕九天哼了一声,并不理会。 看到月清泽,天静元和江自行拱了拱手,也是没有多言。 说燕九天胁迫他们。 这月清泽到来,也绝技是没好事的。 月清泽哈哈一笑道,天静元,江自行,我此次前来,是免除你们两家此次进贡。 同时,带你们天家和江家二十人,送他们一场机缘。 此话一出,天静元和江自行二人,脸色一颤。 一旁,燕九天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月清泽和月清泽,你在这里装什么清高? 燕九天痴笑道,我此次前来,也是这个目的。 这下,月清泽倒是一愣。 他还以为燕九天是为了催促天家和江家缴纳供奉。 你们燕家,好灵敏的鼻子。 月清泽哼了哼。 这话,该我说吧。 燕九天痴笑道,我们燕家可是距离大燕山更近。 大燕山? 大燕山发生了何事? 此刻,二人冷眼相识。 只是过了不久,燕九天直接道,天静元,江自行,我且不管你们到底能否凑齐二十人,可是,少一个,休怪我燕家无情。 月清泽也是冷漠道,我月家也要二十人。 两位大人物,一步不肯退让。 欺人太甚。 可,没有实力和底气,就得这般被欺负。 江云运终于看不下去,上前道,两位大人。 昔年柳音音曾说,会庇护我们天江城。 且,如今,陆云,沈穆归,赵文廷三人,一统七成大地,创建云阁。 我天家和江家,也并不是任人拿捏致死的,希望二位,能够有所收敛。 此话一出,天静元和江自行脸色一变。 而燕九天和月清泽二人,却是脸色一冷。 哪有音音来压我们? 燕九天痴笑道,他身为原始宗宗主之女,只怕现在,早已经失望了你们。 至于陆云,七成大地。 云阁 燕九天哈哈笑道,七成大地,是块多难啃的骨头,谁不知道。 凭他们三个,百年多时间,拿下七成大地。 笑死人了。 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云阁估计马上就得崩盘,他们三人,迟早是七成大地乱坟岗上的三具尸体。 月清则也是一脸耻笑。 还指望云阁。 云阁现在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可实际上,绝对会完蛋。 连元始宗都是拿不下七成大地,那三个小子可以。 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月家,燕家,估计马上就完蛋了。 一道声音,在这时响起。 谁? 燕九成,月清则脸色易冷。 我! 云阁阁主陆云。 唰唰唰,就在这时,江府外,四周倒倒身影腾空。 一位位道海神境级别强者,虎视眈眈,围绕着四方。 大门外。 几道身影,踏步而来。 领头一人,一席墨衣,妖术宝袋。 长发竖起,面若刀削斑分明,眼眸深邃。 陆云。 看到那青年,江云运,天明城等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份驾驶。 如百余年前,沐云出现在天江城,简直是翻天覆地。 江族长,天族长,又见面了。 沐云看向两位族长,微微一笑。 天静元和江自行二人,笑了笑,拱拱手。 他们尚且没能习惯沐云现在这副威风八面的气势。 只觉得,恍若隔世。 可明明只是过去了百余年时间而已。 两位族长,也太将我们不当回事了。 赵文廷这时不禁笑道,天江城都被欺负成这样,从未见你们派人去找我们。 先前我们也留下了联络人,二位族长当真是一次也不找我们呢。 天静元颤颤笑道,这个,我,其实,并非是不想找。 只是,无论从每方面得到的消息,云阁,在外人口中,都是随时可能倾倒,随时可能崩塌的存在。 天静元觉得,这三人自顾可能都不暇了,更别提来帮助他们了。 第五千一百九十一章挑剔的老叫花子 沐云看向天静元和江自行,也是笑道,好歹我们三年,西年也是得到天家和江家照顾,现如今二位如此为难,也不曾通知我们,确实是,不太将我们放在心上了。 江自行急忙道,我们,我们也是担心你们,有啥好担心的。 沈沐龟确实笑道,这次,我们云阁到来,就是为了吞并聚灵邦,燕家,岳家的。 听到这话,两位族长木瞪口呆。 而燕九天和月清泽二人,则是神色错恶。 灭了巨灵邦,燕家,岳家。 这家伙,失心疯了吧。 小子,你在说什么胡话? 月清泽当即喝道,灭了我月家,你云阁配,东,只是,月清泽话还没说完。 沈木归一手直接抓出。 月清泽身躯不受控制,倒飞而出,直接被沈木归擒住脖子,呼吸都是不畅起来。 混蛋,月清泽刚开口骂。 啪! 沈木归一个大嘴巴子,直接打出。 月清泽满口碎牙,被鲜血染红。 道,问,一旁,燕九天身躯颤抖。 沈木归,居然到达道问神境。 这,开什么玩笑? 此刻,沈木归笑了笑道,老东西,今夕不同往日,还在这狂呢? 月清泽更是神色惶恐。 怎么会? 道台神境级别的年轻人,百余年时间后,成了道问。 就是天静园和江自行二人,也是傻眼了。 你云阁,哼,月清泽话都没说完。 沈木归直接捏爆其脑袋。 逼逼叨道道话真多。 沈木归转而看向燕九天。 燕九天彻底傻了,慌不择路,立刻顿离。 可还未奔逃出庭院,便是被沈木归直接抓了回来。 你往哪跑? 沈木归黑黑笑道,跑回燕家,燕家也完蛋了。 哼,沈木归直接捏死燕九天。 这位道海六重级别强者,根本无法承受他这位道问一击之力。 这下,随着燕九天和月清泽二人而来的燕家和月家舞者,纷纷脸色煞白,溃逃四方。 可是云阁舞者,纷纷出手,将那些人全部截杀。 足足上百位道海神境强者。 江自行和天静园彻底傻眼。 天江城,两大家族内,道海神境,撑死二十几人,且,最高境界便是他们两位,道海三重。 可而今,沐云三人身边,居然聚集了这么多道海神境强者。 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而且,沐云、沈木归、赵文亭三人,与西年都是很不一样了。 两位组长。 沐云这时笑道,不请我们喝杯茶吗? 喝茶,喝,喝,天静园这才反应过来,急忙令人上茶,请几人入座。 而这时的天江城,因为这群道海神境到来,不少人,心中惶恐。 在这天江城内,一位道海,足以让人为之侧目,更别提上百位,直接齐刷刷出现。 而且那些人,紧接是身着云阁武者标志。 许多人都是不知所以。 云阁,是七城大帝那个云阁吗? 难不成七城大帝真的被彻底收服了? 不会吧,七城大帝谁能收收服啊,那都是不折不扣的狠人,根本管不住啊,那云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咱们天江城可是在聚邻邦北面的。 谁知道啊,道道议论声,不绝于耳。 同时,江府。 天静园,江自行等人,一个个看向暮云,沈暮归,赵文庭三人,简直是想看出花来。 呃,赵文庭耐不住,不禁苦笑道,你们别这么看着我们仨呀,大家聊聊天哪。 天静园等人,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江自行开口道,当年你们三人,带着张大师离去,我们派二十位舞者追随你们,可没想到,一转眼,你们,这么厉害了。 这实在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赵文庭不禁道,我们仨,各有遭遇,走到这一步,还是陆云功劳最大。 陆云? 陆云是云阁阁主。 可是天静园和江自行却是看得出来,陆云是三人境界最低的。 只是,二人也明白。 三人之中,这个陆云为首,担任阁主,绝对不是表面境界那么简单。 几人落座,闲聊起来。 只不过至始至终,天静园和江自行都是放不开。 沐云也是嘱咐道,我云阁已经灭了聚灵邦,且分两批前往岳家和燕家,这些十日,你们天家和江家弟子,就不要外出了,以免有误伤。 最终,两位组长开始去忙活起来。 江云运和天明城二人,则是陪伴着沐云三人,在天江城逛一逛。 你们三个,真的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江云运本身和三人就熟悉,哪怕三人现在实力强大,江云运也并不畏惧。 赵文婷确实道,下次见面,估计你就得说他们两个了,我可能就跟不上了。 你已经很厉害了呀。 江云运不禁感叹道,道海九重境界呀,江云运而今乃是道台七重,比百年前提升一重。 而夫君天明城,如今也是道台八重境。 可是,跟三人提升相比,那简直是不值一提。 是真的不值一提。 这三人进步太恐怖了。 天明城也是道,等管你们三人多厉害,现在来到天江城,我做东,请你们大吃一顿。 成。 等位。 几人当年在一起十几年时间,彼此间关系也是不错。 天明城带着三人,来到一座酒楼前。 这天江城内,绝大多数产业,皆是隶属于天家和江家。 这座酒楼,极为奢华,热闹不凡。 而当众人看到天家少主和江家少主,陪着三人一道来到此地,纷纷目光惊愕。 可就在这时。 九楼门口。 扑通一声。 哎哟,一声痛呼响起,一个全身碧履褂褛的老头,扑通一声,跌倒在几人脚下。 痛死我了,痛死我了,老头一头长发,双手如枯松一般,端着一个破碗,看着几人,哭诉道,几位爷,行行好吧,行行好,给老叫花子一些好吃的吧。 看到这一幕,九楼护卫急忙上前来,便是要拉开老叫花子。 滚滚滚,滚一边去。 天明城看到这一幕,道,给他一些吃食,让他离去吧。 是,少主。 几名护卫立刻命人取出一些食物。 老叫花子看到那些食物,却是一脸嫌弃道,这些糟糠之食,打发叫花子呢。 听到这话,几人顿时乐乐。 第5192章 赤仙薅 赵文婷不禁笑道。 你不本就是叫花子吗? 老叫花子身着破烂,脚踩破鞋,头发凌乱,端着破碗,可不就是叫花子。 老夫可不是叫花子,老夫只是行起,饿极了,老夫有名有姓。 老叫花子嘴硬道。 那你叫什么名字? 赤仙薅。 老叫花子得意道。 赤仙薅。 很怪的名字。 天明城这时上前道,老叫花子,我几位贵客到来,需要好生招待,给你吃食,你就走吧。 赤仙薅确实道,我要跟他们吃一样的。 这话一出,几人都是气笑了。 这老叫花子要求还挺高。 赤仙薅看到几人笑他,却是得意笑道,你们赠我一顿美饭,我赠你们一场造化,如何? 这话一出,大家更是没当回事,纷纷摆手。 造化。 这话若是一味道问,甚至是道府天君人物说出,大家到时会激动不已。 可是一个老叫花子说出来,是在让人难以兴起半点兴趣。 老叫花子,我们没空跟你掰扯。 沈慕归笑道,你自去其他地方匡骗吧。 匡骗? 听到这话,老叫花子顿时恼怒道,老头子最不喜欢骗人了,骗你们我是狗。 说着,老叫花子取出一卷图纸,递到几人身前,道,看仔细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藏宝图,就在平州,就在大燕山内,你们仔细瞧好了。 平州,大燕山? 这是沐云三人从沧州出入平州进入的第一处地方,也是在大燕山内,认识到江云运和天明城他们。 天明城听到这话,促眉道,燕家和岳家前来,问我们天江城要人,似乎也是,为了什么,沐云看着赤仙薅。 笑了笑道,既然如此,那你跟我们一起。 老陆。 沈暮归愕然。 还真信啊。 这老东西,一看就是大骗子啊。 沐云确实笑道,就算是骗子,也就一顿饭,不打紧。 听到沐云都这么说了,沈暮归几人,也不再说什么。 酒楼内。 很快,招牌菜一道一道上来,香气扑鼻,美味十足。 饭桌上,真羞美味,以及一些瘦类肉汤,烤制的肉块等等,令人垂涎欲滴。 赤仙薅看到那些美味,哈辣子都流出来了。 各位,别客气。 赤仙薅一语落下,立刻开吃。 风卷残云一般,猛吃之下,一桌子菜,几人还没冻筷子,赤仙薅解决大半。 其吃饭姿态,实在是毫无遮拦。 天明城无奈,只得让后厨再做一份。 可是没多久,赤仙薅又是吃完一桌。 这下,几人干脆不吃了,就这么看着赤仙薅一个人吃。 大家别客气,快吃啊,味道真不错呀,赤仙薅双手,满嘴流油,急忙道。 吃。 吃个锤子啊。 都被赤仙薅一个人吃光了个球的。 再来一份。 天明城再次道。 他脸色也是不好看起来。 本来是宴请沐云几人,感谢沐云对天江城的帮助。 可谁曾想,半路杀出一个赤仙薅,哥这狠吃起来了。 当第七桌菜上来后,赤仙薅终于是打了个宝阁,心满意足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老叫花子,吃饱喝足,可以走了吧。 沈木龟开口道。 直到现在,他也不信这老叫花子说的是真的。 赤仙薅确实道,我没骗你们,是观众大,你们碰到我,是你们运气好。 赤仙薅喝下一杯鲜美的圣果果汁,笑道,知道平王吧。 平王平凌军。 那是平州大地上,惊艳一个时代的王者。 道府天君,也叫道王神静,可能称王的,绝对是道府天君境界之中最出彩的大人物。 江云运开口道,自然知道,我们平州之名,就是因为平陵君。 赤仙薅哈哈哈哈笑道,平陵君,死于平州,当年强大的平族,就是位于大燕山内。 听到这话,赵文婷确实道,那又如何。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这位生前官爵古今的大人物,死后真的留下什么的话,平州现今五大霸主,岂会放过。 我们这些人,哪里有资格去。 赤仙薅确实急忙道,什么叫就算我说的是真的呀,我说的就是真的。 平陵君此人,天赋绝绝子啊,差一步,超越道府天君极限。 我可告诉你们,当年的平族,就是平州唯一霸主,向十族,原始宗这些势力,给他擦鞋的资格都没有。 赵文婷又是问道,赤仙薅,你自己怎么不去探索,还告诉我们。 我这不是感激你们的盛情吗? 赤仙薅哈哈一笑道,老叫花子我一人,是丹利伯呀,话锋一转。 赤仙薅认真道,我真的没骗你们。 那燕家和岳家,都在大燕山内发现好东西。 而且,四寿门,原始宗,十族,林族,赤羽门,并不知道,现在出手,先到先的呀,等他们察觉到了,那你们是真的一点机会都没了。 赤仙薅很是严肃。 沐云随即笑道,若是真的,我们陪你走一趟。 还真去呀。 沈木归几人看着沐云,一脸错愕。 假的就是白跑一趟,也不吃亏。 赤仙薅随即道,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 既然如此,现在出发吧。 现在。 沈木归和赵文庭一愣。 沐云确实道,你们二人,就在天江城内吧,云阁那边对付燕家和岳家,需要你们坐镇。 如果是假的,我去去就回。 是真的,我便通知你们。 沈木归和赵文庭纷纷点头。 沐云直接随着赤仙薅离去。 天明城,沈木归几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天江城外。 沐云和赤仙薅二人,欲空而行。 赤仙薅黑黑笑道,小兄弟,我看你运气逆天,绝对不是凡人,果然,行事做事,风格不拖泥带水,我没看错。 嗯,又一个拍马屁的。 见到沈木归之时,沈木归这么说。 遇到葫芦老人,葫芦老人也是这么说。 现在碰到这个赤仙薅,还是这么说。 这些家伙,都是一套说辞。 看到沐云不信,赤仙薅急忙道。 真的,你以为我是随便跟人要饭的? 我是看你气运好,才跟你要饭的。 第5193章 这可是绝密 赤仙薅坦然道,而且,平王之地,我也不敢去,带个运气好到报的人随我同行,我才敢去。 沐云无言以对。 你是平州人? 是啊,沐云随即问道,那你知道平州邻族的发展吗? 说道林族,赤仙薅顿时来了精神,不禁道,这些年来,平州崛起的四兽门,与其他四大老牌势力抗衡,隐隐间成为平州第五大霸主。 可实际上,所谓的五大霸主,在我赤仙薅眼中,林族,最不能招惹。 嗯? 最不能招惹? 为何? 沐云问道。 赤仙薅看了看四周,神经兮兮兮道,因为林族,背景不简单。 沐云投去疑问的目光。 赤仙薅也不卖关子,继续道,这平州林族,可能是从其他古老世界迁徙而来的,背后应当是有大人物。 你知道林天阳吗? 沐云脱口而出,问道。 赤仙薅看向沐云,无比亚然道,你居然知道林天阳。 实话告诉你,我就怀疑,林族就是出自这林天阳。 沐云神色一紧。 西年在苍蓝世界,林天阳带领林族强者出现。 当时的林天阳,本身是一位盗问强者,领着不少盗海、盗台,盗柱杀入苍蓝世界。 可是沐云明白。 连四大神帝都是未曾恢复巅峰,这个林天阳,极大可能并非是顶峰层次。 如今时隔数千年之久,林天阳可能早已经不是盗问神境级别。 赤仙薅认真道,这可是绝密。 林族现今族长名为林天焕,盗问神境的大人物,不过据我查询,可以确定,这个林天焕,以前可能只是真正林族内,分支的族长,不知为何,迁徙到平州。 而且,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平州林族一直试图走出苍云境,我觉得就是要和林族本宗联系上。 赤仙薅看向沐云,不禁道,你提及林天阳,他没死。 嗯,听到这话,赤仙薅一脸肃然,取出纸笔,记录下来。 你干嘛? 记录啊? 赤仙薅一脸认真的表情道,我赤仙薅可不是什么江湖骗子,我靠的都是自己的本事。 先前,你以为我是虎你们的,其实不是,我都是有可靠消息的。 你看现在,你告诉我林天阳没死,那我将这条消息记录下来,将来若是碰到平州林族的人,便可直接将消息卖给他们呢。 沐云无言以对。 这家伙居然还打着这个主意。 赤仙薅记录好,收起纸笔。 其实,如果林族联系不到宗族,那我们平州大地,最强的还是十族,十族是真的猛,道问神境,我估计少说上百个。 上百个? 沐云神色一变。 要知道,苍州内。 天凤宗,苍族,逍遥宫三方内,真正的道问,也就是十几人,加起来也不到百人。 可十族一方,就有上百人。 赤仙薅却是理所当然道,当年平陵军深固,平族没落,十族就崛起了,一年一年的积累之下,而今自然是最强存在。 再说了,平州,可是我们苍云境五大州核心之地,实力自然是比其他州更强一些的。 沐云无言以对。 这叫更强一些。 有些夸张啊。 倘若十族去攻打苍州,只怕苍族,天凤宗,逍遥宫三方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吧。 赤仙薅再度道,各大州实力层次不同,表面上的实力看起来,只是表面上的,如今五州能够维持现金局面,那都是有道理的。 你想,十族若是吞并其他州,那林族,原始宗,赤羽门,四兽门四方,会眼睁睁看着十族做大。 说不定连起手来,偷了十族大本营呢。 沐云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赤仙薅,不禁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呃,赤仙薅不禁道,猜的呀,我接触的人太多了,一说什么,他们什么表情,我大概就猜测出来了。 呵呵。 二人继续赶路,很快。 便是到达大燕山。 看着前方无尽山岳,连绵起伏,沐云也是心生感慨。 当初,他,沈木龟,赵文亭三人,就是从这里,进入平州内。 如今一晃,不足两百年时间,三人与当初,早已经是截然不同。 位置在哪里? 沐云直接问道。 赤仙薅有模有样取出地图,看着四面八方,最终拍板道,从左手四十五度方向进入。 说着,赤仙薅在前带着沐云。 约么半个时辰,二人已经进入山林深处。 突然,前方传来打斗声。 令人惊激的波动,隔着数十里,便是能够清楚感觉到。 沐云和赤仙薅悄悄摸上去。 很快,二人便是看到,前方山林大地间,有着数十人交手。 都是到海神境级别。 一方大概三十多人。 另一方只有十几人。 可是眼下,却是十几人在杀三十几人。 赤仙薅看到这一幕,眉头一挑道,十足的人,玩独自了呀,十足的人。 赤仙薅随即道,领头那个青年,叫十利人,可是十足绝顶天骄,年纪轻轻,到海七重境界。 沐云也是看向另一批人。 三十几人,仔细看去,沐云这才发现。 那是燕家的人啊。 这三十多个燕家人,只怕还不知道,自己家族,即将被云阁踏平。 不过看这情形,这三十多人,显然是活不成了。 三十多位到海神境,如果死在这里,那云阁进攻燕家,也会减少许多死伤。 沐云和赤仙薅并不打算插手,只是隔着一段距离,看着双方交战。 那十利人出手很辣,而且修行的道诀,使得自己肌肤宛若铁石一般,呈现出石灰色,一拳下去,直接就能垂爆一位到海三重。 双方人数差距很大。 可是十足的武者,实力普遍很强。 交战一展查时间。 十足三十几人,根本跑都跑不掉,纷纷被震杀。 最终留下两个活口。 叫什么名字? 十利人一身挥衣,副手而立,身前十足武者,压着两个活口,皆是被断了筋骨。 那其中一人,劈头散发,怒吼道,老子燕九成。 燕九成? 沐云听到这一声怒吼,眉头一挑。 第五千一百九十四章 再遇葫芦老人 燕家燕九成? 可是燕九天的六弟? 看来,燕家真的是在大燕山发现什么? 否则,不可能让燕九成亲自带队。 这家伙到海五重境界,也算很强了。 可是和十足这些人相比,真是不算什么。 来大燕山做什么? 十利人胆了胆身上灰尘,淡然问道。 燕九成默然不语。 立刻,两位十足舞者,直接动手。 凄惨哀嚎声响起。 燕九成忍着剧痛,一言不发。 可是其身侧青年却是受不住,当即喊道,我们发现了一记,准备探寻,特地来此。 哦! 十利人看向青年,笑道,什么一记? 那青年刚要开口,一旁燕九成却是喝道,燕剑,你个混蛋。 十利人瞥了一眼燕九成,直接上前,一脚踩下。 哼,燕九成整个人脑袋直接被踩在地上,哀呼不已。 那青年急忙道,我们发现了一些平族的踪迹,可能就在大燕山内,可是不确定,就来探寻。 十利人听到这话,不禁笑了起来。 带路 立刻,十足人等,压着二人,离开此地。 木云和赤仙薅二人只是远远看着。 没过一会。 一道身影,突然从旁边一棵古树内走出。 一头花白长发,一身凌乱衣衫,腰间别着一个玉葫芦。 那道身影出现在此地,便是朝着地上尸体摸索而去。 好半天。 一无所获。 老者骂骂咧咧道,十足的人也这么抠门,真抠,啥都捞走了。 老者一脸怨恨的表情。 葫芦老头。 一道声音在这时响起。 谁? 谁? 我! 木云带着赤仙薅,在这时走出。 你,你是谁呀? 葫芦老人看向木云,一脸错愕。 木云笑了笑。 其身材气质,在这时发生改变。 转眼成了张学新的模样。 卧槽,木老弟。 葫芦老人顿时乐得不行。 木老弟。 这不是陆云吗? 一旁,赤仙薅一愣。 哎呀呀,是你呀,可想死我了。 想。 想个锤子啊。 木云不禁道,你不是在苍州吗? 怎么来到平州了? 嗨,别提了,苍州没法玩了呀。 葫芦老人抱怨道,那些个未死的道府天君人物,都活过来了呀,他们的坟墓挖不得了,我这不就到平州碰碰运气。 葫芦老人说着,看着一副乞丐打扮的赤仙薅,不禁道,这老东西是谁? 也是个盗墓贼吗? 你才是盗墓贼? 赤仙薅吼吹胡子瞪眼。 呀,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葫芦老人一脸惊愕。 木云看到这一幕,不禁笑了起来。 这两个家伙,真是两个老活宝啊。 木云发现,自己最近倒是缺少碰到美女的机会,竟是碰到糟老头子了。 而且一个比一个邪乎。 木老弟,你来这里干嘛? 葫芦老人开口道。 我本就是云阁阁主陆云,如今云阁进攻岳家,燕家,聚灵邦,我当然在了。 好家伙,好家伙,葫芦老人看向木云,一脸惊愕道,原来云阁阁主陆云就是你,厉害呀。 你小子,是准备把平州西北大地都拿下来。 听到这话,木云却是不禁道,这哪跟哪呀,就算拿下这三家,云阁也就是占据方圆一两百万里区域而已,在五大霸主眼中,屁都不是。 整个平州,地域万万里。 百万里,算什么? 向元始宗,赤羽门这般霸主,那都是占据着方圆一万万里大地区域,下辖城池,较大的,也有上千个。 木云所创建的云阁,跟他们比,确实是不值一提。 而且,平州大地,除却五大霸主,还有一些次一流宗门家族,这些势力内,也有道问坐镇,不过数量较少。 可这些次一等势力,夹杂在五大霸主之间,也是有不少,而且每一个占据地域都有几百万里区域。 云阁内,如今五位道问不假,可都是一元镜。 这一点,着实示弱了很多。 云阁创建百余年而已,不着急,不着急,葫芦老人黑黑笑道,这次,咱们哥俩看来有的赚了。 葫芦老人可是知道木云在苍州的收获,绝对能够让云阁发展壮大。 再给木云几百年上千年时间,云阁比不得五大霸主,可绝对能够成为平州次一流势力。 我可是带着陆云老弟来的。 赤仙薅这时急忙道,你凭什么转? 葫芦老人瞥了一眼赤仙薅,痴笑道,你算老鸡。 我跟木老弟,那可是在苍州共患难,同生死的,你是谁? 凭什么信你? 赤仙薅怒急。 我不带陆云老弟来,他都不会出现在这里。 歇。 二人针锋相对。 木云却是笑道,好了好了,我们三人一起便是。 葫芦老人,来历不明。 赤仙薅,同样是来历不明。 对这二人,木云也是十分好奇。 木云看向前方,道,实力人带人已经赶去,若是真的,我们可就晚了一步。 说着,木云也不再以陆云容貌,张学新容貌展现。 很快,木云幻化成了陆清风的模样,看向二人,笑道,从现在开始,我叫谢清。 两个老家伙立刻明白。 木云毕竟是云阁之主,若是在这次纠纷之中,杀了其他霸主子弟,哪会给云阁带来灭顶之灾? 这样的伪装,也是必要的。 出发。 木云笑了笑。 三人一道,立刻离去。 眼下三人,两老一青年,组队起来,确实是有些古怪。 这时,赤仙薅为了跟葫芦老人较劲,在前带路,不多时,便是追赶上了实力人等一群十足舞者。 有点本事啊。 葫芦老人笑了笑。 切。 三人远远的追着实力人等人。 木云有诸天图遮掩气息,根本不会被发现。 而葫芦老人和赤仙薅,各自也是有各自的办法,隐匿自身,并未被发现。 如此这般,在群山之间穿梭半日时间,实力人等停顿在一片山脉前。 前方山脉,山头都是被削去,似乎天然如此。 而那燕家青年,指了指前方,道,就是这里了,我们家族子弟无意间发现,有盗器被山红冲击而出,后来发现了一些古迹。 第5195章 两个老混蛋 燕界继续道,那些古迹,时间太久了,几乎都要腐化了,可是顺藤摸瓜,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些还存在着的封禁。 实力人说道,带我们去吧。 众人进入一座座平头山之间。 很快,便是来到一座山岳下。 燕九城这时,只剩一口气吊着,看着燕界,眼神凶狠,恨不得直接宰了燕界。 山岳下,有着一片平坦大地。 大地上,东倒西歪着一个个残破的雕塑。 很多雕塑,破损严重,几乎是分辨不出原本模样。 实力人命人前去探寻。 很快,一人拱手道,少爷,很可能是当年平族所在之地。 哦! 实力人眉头一挑。 这些雕塑,虽然破损严重,可依稀可以判断出,与平族当年赫赫有名的平天卫有关系。 平天卫 实力人知道。 昔年平族诞生出平王这等级别人物,很快便是壮大,成为平州唯一霸主。 平族令人闻风丧胆的平天卫,也是在那时组建。 平天卫挑选的进阶是平族内最出色的天骄,他们只听命于平王。 实力人走上前去。 少爷您看,这些雕塑的纹理。 刻痕,都和古籍记载的平天卫,颇有关联。 实力人点点头。 搜寻四周,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有用的。 是。 立刻,十几人纷纷散开,围绕着山岳探寻。 实力人这时候来到燕九城和燕界深前。 你们燕家,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通道? 入口之类的。 燕界急忙道,是是是,这山体内部,有一些禁服,我们这次到来发现的,正准备回去,通知族内,派遣到镇师前来。 带路。 是是是。 燕界急忙上前,来到山脚一处位置,不断轰击。 很快,山石崩塌,出现一条坑洞。 实力人召集属下,随着燕界,压着燕九城,进入坑洞内。 昏暗的坑洞内,几颗叶明石闪烁着柔和光芒。 实力人本身到海七重镜,此番随从十几人,都是到海四重到六重级别的强者,且有一位道问仆人跟随。 这般阵容,哪怕是面对平王一计,他也敢闯一闯。 如果真的有大发现,通知族内,那也是大功一箭。 山岳外 沐云,赤仙蒿,葫芦老人三人,站在一棵古树之上,看着实力人带着属下进入其中。 燕家的人还真是走了狗屎运,居然能发现这里。 赤仙蒿撇撇嘴 沐云确实问道,这里就是你说的地方吗? 赤仙蒿急忙道,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另一处,不过,平王包括平族谷地,那就算是被埋在大烟山内,肯定也不只是一处入口。 赤仙蒿又是一脸老神棍表情,看着四周,最终道,走,咱们从另一处进去,这位置不安全,另一个入口安全。 说着,三人一道离开此地。 很快,十几里外,三道身影停格在一座高山山脚下。 赤仙蒿嘿嘿笑道,就是这里了。 说着,赤仙蒿在山脚位置,开始凿了起来。 约满十几丈深度,突然,凿开了一条通道。 赤仙蒿一脸自豪道,走。 等等。 葫芦老人不禁拦下,开口道,你确定,这是安全通道? 当然。 被葫芦老人怀疑,赤仙蒿哼了哼道,你若不信,大可不来。 说着,赤仙蒿直接走入通道内。 赤仙蒿看向沐云,问道,谢老弟,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沐云却是反问道,你素日里不是对这些天山地势研究很是通透吗? 你觉得呢? 我,我也不知道。 二人有些没底。 可赤仙蒿如此自信,二人也着实是对这瓶王一记好奇,想要一探究竟,最终还是进入其中。 通道蔓延开来,很快,行进十几里深处,三人紧张感也是减弱不少。 赤仙蒿得意道,我没说错吧? 我选的道路,肯定是很安全的。 只是,当赤仙蒿话语落下。 一股冷力的气息,从前方奔袭而来。 刹那。 三人皆是看到,昏暗的通道内,一道爪子,直接朝着三人拍下。 轰,陡然,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开来。 三道身影,纷纷倒退,滚落在地,狼狈不堪。 啥玩意? 赤仙蒿目光看去,整个人顿时傻了。 吞云天虎。 赤仙蒿身躯抖了抖,急忙来到沐云身边。 葫芦老人更快,双手抓着沐云胳膊。 你不是说没危险吗? 刚才不就是很安全吗? 谁知道蹦打出来一只荒兽。 吞云天虎,最差也是道海级别实力,甚至可成长为道问级别。 眼前这只大家伙,给三人极大的压迫感。 应该是道问。 谢老弟,全靠你了。 葫芦老人急忙道,你知道的,我只擅长挖掘寻宝,不擅长战斗。 赤仙蒿也是道,我就是个带路的,不会战斗。 曹。 沐云心中暗骂。 这两个老东西,绝对实力不差,可现在一个比一个怂。 太岁天剑在手,沐云手掌一翻,一剑杀出。 看到沐云杀来,那吞云天虎眼神轻蔑,十丈高大身躯微微一动,爪子拍出。 坑,一人一虎,硬碰硬之下。 轰隆,沐云整个人身躯倒退,滚落到山壁一旁,砸入其中,一口鲜血喷出。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变。 谢老弟,你咋样? 葫芦老人急忙来到沐云身前。 这家伙,不止道问初期那么简单。 沐云吞下一颗道单,抚平体内滚动气血。 这只吞云天虎,太强了,至少是道问四象径级别了。 这绝非是他能够对付的。 这可如何是好? 是啊是啊,葫芦老人和赤仙蒿纷纷脸色难看到。 你们两个老东西,就不能出手吗? 沐云骂道,装什么孙子,有什么本事就施展出来。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看了彼此一眼,再看沐云,一言不发。 曹! 两个老砸碎。 走! 沐云二话不说,立刻沿着通道返回。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看到沐云撤走,速度更快,直接将沐云甩在身后。 我曹你大爷。 沐云开口骂道。 这两个老货,打架不出力,跑得倒是贼快。 比他都快。 葫芦老人一边跑一边喊道,这时候,不用跑过吞云天虎,能跑过你们两个任何一人,我就安全些。 赤仙蒿也是点头。 第5196章散布消息 而很快,吞云天虎追击而来,与沐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轰,不得已,沐云再次出剑。 不出意外,又一次被狼狈击溃。 若非有袁龙古甲衣庇护,这处生一爪子,便是能将他拍成重伤。 且战且退之间,葫芦老人和赤仙蒿二人,早就看不到影子了。 不多时,两道身影,出现在山洞外。 赤仙蒿大口大口喘气,不禁道,陆云阁主呢? 我哪知道。 葫芦老人拍了拍胸口,气喘吁吁。 你这老东西,推步仗义了。 赤仙蒿骂道,一口一个老弟老弟的,关键时刻把人家给甩了。 葫芦老人切了一声,骂道,那你跑得不是比我还快。 我又打不过那大老虎。 我也打不过呀。 二人你一言我一嘴,互相推诿。 喷,而就在这时,洞口,一道身影,狼狈滚落而出,直接被甩出去十几里远,砸入到对面一座高山石壁内。 老弟。 陆云阁主。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皆是脸色一变。 待得二人来到山壁前,将沐云给硬拽了出来。 此刻沐云全身鲜血淋淋,整个人气喘吁吁。 快拿道当给他疗伤。 赤仙蒿开口道。 你怎么不拿? 我没有啊。 二人又是争吵起来。 就在这时,沐云手指颤抖,取出一颗丹药,塞入嘴中,稳定气息。 不多时,沐云坐起身来,吊膝打坐。 谢老弟,你没事吧? 陆云阁主,你怎么样? 两张老脸,盯着沐云。 两酒。 吞云天虎并未追击出来。 沐云吊膝稳定,起身就走。 葫芦老人和赤仙蒿四目相对,皆是一愣。 老弟,你,滚。 沐云一转身,怒骂道,滚蛋,有多远滚多远。 赤仙蒿不禁道,陆云阁,你也滚,你俩一块滚。 沐云直接喝道。 说着,沐云跨步离去。 可赤仙蒿和葫芦老人却是在后面缓缓跟随。 都怪你。 赤仙蒿哼道,见死不救,害得陆云阁主被揍了一顿。 老东西,你怎么不说你自己? 葫芦老人哼道,你怎么不救? 我不是说了,我斗不过吗? 我也是啊,两个老头子,隔着十丈距离,跟随着沐云。 滚开。 沐云停下脚步,再次喝道,再跟着我,我便不客气了。 两个老头子纷纷停下脚步。 这次沐云是真被他们气到了。 见到二人没再追上来,沐云朝着先前十丽人一群人前去的山岳下。 刚到达山岳前。 沐云便是看到,一群人狼狈的从通道内退出。 那燕九城和燕界二人,已经不见。 十丽人此刻自身也是受了伤,那味道问老婆,同样受伤不轻。 原本十几人,眼下只出来七八人。 沐云折服起来,并未妄动。 看来他们也遭遇到危机了。 我们刚才走的通道,还安全些呢? 是的是的,左右,两道声音突然响起。 不知何时,赤仙薅和葫芦老人趴在沐云左右。 看到二人再次出现,沐云眼神冷漠得可怕。 两张狗皮高摇。 如果你们跟我一起,那就得听我的。 沐云沉声道。 好。 好。 出人意料的,赤仙薅和葫芦老人立刻答应。 此番但凡有所收获,我先选。 二人相视一眼,纷纷点头。 这时,山月下。 实力人脸色无比难看。 以我们的实力,根本连大门都找不到,可能就得全军覆没。 实力人开口道,撤。 同时,向族内发出消息,派遣到问级别人物前来,一看究竟。 是。 实力人等,很快离去。 沐云这时,看着山月下通道,沉吟片刻,道,走。 好。 嗯。 啥。 葫芦老人一愣,急忙道,平王一计不要了。 去你个大头鬼。 沐云喝道,你和赤仙薅就是废物,不出手,我们靠什么进去? 回去。 沐云随即道,十足之人既然已经发现此地,那我们就将消息彻底散不开。 让原始宗,让赤羽门,让林族,四兽门都来。 此地危险至极,不亚于苍州几大禁地,让那些大人物们,在前开道,我们浑水摸鱼。 葫芦老人拍手道,可以可以。 他们三人,力量太小。 可消息传开,那整个平州都知道的话,到时候就是一场大乱。 沐云看向二人,道。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没问题。 好。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纷纷眼神一亮。 这可是大消息,交给他们传递出去,这其中还能赚取不少的道元石的。 三人商议完毕,很快离去。 沐云返回天江城。 云阁对燕家和岳家,展开攻势,几乎是摧枯拉朽,拿下两大家族。 如此这般,三大势力,掌控百万里大地,开始被云阁接管。 当然,覆灭三方,只是开始。 真正困难的是在于,如何治理这一片区域。 西城之地和三方势力地域加起来,近乎方圆两百万里。 这也算是沐云的根基之地。 而接下来,沐云则是并不打算扩张,而是安心发展云阁。 至少将三方地域,彻底掌控。 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接下来两三个月时间,沐云就在天江城内,处理各种事宜。 赵文廷和沈木归二人,也是忙碌的脚步粘地。 同时,沐云也是彻底开始着手创建牧神军的事情。 而在这段时间内, 平州大帝,却是因为一则消息,彻底沸腾。 平王,平陵军。 这是一个洪荒时期,称霸平州的无敌人物。 西年的平族,也是平州第一大族,无人可及。 而今,平王,平族古地,在大燕山内的消息,彻底传开。 所有人都疯了。 五大霸主,这些十日,开始调遣道问神境,道海神境级别的强者高手,前往大燕山。 各方势力,进进出出,都在做着准备。 平州极北之地的大燕山,彻底热闹起来。 这一天,沐云在江府内处理事务,却有属下来报。 有人要见我。 沐云颇为好奇。 赤鲜蒿。 还是葫芦老人。 第五千一百九十七章 贵客来临。 待得沐云来到江府外,才看到来人。 是你。 沐云惊讶不已。 陆云阁主。 眼前站定着一位翘生生的女子。 正是柳音音。 原始踪踪逐柳元初之女。 而柳音音身侧,则是其兄长柳文仁。 柳文仁,被称为平州七节之一,自身实力强大,而且是原始宗的核心弟子。 昔年所见柳音音,她上市道海三重镜。 而今却是已经到达道海五重。 柳音音名谋好指,灵动活泼,看到沐云,上下打亮起来,围着沐云走了两圈。 听闻云阁阁主陆云,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且如今已是道海六重高手,我还觉得自己听错了。 柳音音不禁笑道,行啊你,陆云,你这百余年时间,不得了啊。 之前见到沐云,沐云才不过是倒台神境,而今一月,比他更加恐怖。 一旁,柳文仁对沐云也是颇为好奇。 二位贵客来临,请。 沐云却是拱了拱手,请二人入府。 如今,岳家、殿家、聚灵帮三方,紧接被云阁拿下。 天江城,自然也是归顺云阁。 只不过沐云念着西年的交情,天江城一切都是和以前一样,他并没有强迫天家和江家融入云阁内。 进入府邸内,很快有人便是端上茶果。 柳文仁,柳音音二人,纷纷落座。 沐云笑道,我们兄弟三个能有今日,还是多亏了文仁兄。 西年巨石城令牌,让我们有了正当理由,在那里发展。 柳音音喝了口茶,听到这话,确实笑道,你少自签了,我哥那令牌,根本没什么实际作用。 是你们三个够厉害。 柳音音不禁道,如此天赋,胆识,手段,陆云阁主,有没有兴趣进入我原始宗? 我原始宗内,可是有不少私品盗器,盗爵,盗丹,盗问级别人物指导指导你,说不得你很快便能够进入盗问,成为平州真正的强者。 听闻这话,沐云心头一紧,可表面依旧笑道,我这小打小闹,赏不得台面。 你这可不是小打小闹。 柳音音眸子带着几分审查的目光。 如果沐云三人是花费数千年甚至万年时间,打造云阁,成了而今气候,那也了得,可绝不会让人这么惊愕。 可而今,沐云是花费百余年时间,便是将云阁打造成这般气候。 这可极为了不起。 柳文人在一旁,也是一直观察着沐云。 他当初随手给的令牌,确实是没什么实际效果。 可谁也没想到,这三人,如今发展成了这般气候。 不过,云阁如今虽说占据百万里大地,可在元始宗眼中,确实是算不得什么。 当年对七成之地动手,元始宗是想收服,但是没能成功。 可如果元始宗是想覆灭七成,那还是很简单的。 所以,沐云而今看起来,云阁发展壮大,欣欣向荣,但是和元始宗比较,差得远了。 单单道问这一级别,元始宗内少说几十位,而且肯定有三材镜,四项镜,甚至五行镜,六合镜级别的。 云阁内,加起来就五位道问,还都是一元镜。 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和平州其他次一级势力相比,都不够看。 柳音音笑道,好了,你别紧张了。 西成大帝,你拿下来,也是好事,至少在我们元始宗北面,不会有恶人作祟,让我们元始宗也是有些头疼。 沐云当即道,这一点,元始宗且放心,我们云阁必定约束弟子,如果元始宗需要我们云阁上供,云阁也是很恶意的。 这话说出来,柳文仁和柳音音皆是没答话。 上供。 如果云阁给元始宗上供,那就等同于元始宗下属。 元始宗可是要对云阁有所庇护的。 这件事,可不是他们兄妹二人能做主的。 不过眼下沐云主动说出这番话来,倒是让兄妹二人很是惊讶。 但是细细想来,也是对的。 云阁虽小,可也是一方势力,难免其他势力不会对云阁有所觊觎。 沐云想着给自己找个靠山,很合理。 柳文仁徐徐道,平州大帝,帝广人多,也不只是我们元始宗,赤羽门,十足, 林族,四兽门这几方,各大势力,彼此之间,统治着各个区域,层层递进,不是说出现新势力,我们就想着覆灭或者收服的,你无需担心什么。 沐云点点头。 实际上他心中也是明了。 说到底,还是云阁弱小,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 倘若云阁接下来,出现十几位甚至二十几位道问,哪怕都是一元净,这也能让元始宗等各大势力觉得不安。 到了那时候,只怕他们就不会做事不管了。 这件事情,沐云自有打算。 哦对了,你们二人来天江城做什么? 柳音音随即道,你不知道吗? 什么? 大燕山之事啊? 柳音音诧异道,你真不知道? 哦,沐云忽然大悟道,此事我也听闻了,据说消息沸沸扬扬,不过这段时间来,云阁这边事情太多,我没能分出心思去过问。 而且,话到此处,沐云笑了笑道,我们云阁,这次扩张,打下巨灵帮,燕家,岳家三家地狱很轻松,可是管理起来,就太难了了,这些时日,处处都有跑走的三家舞者闹事。 这些事情,已经是让我很头大了。 柳音音也是点头。 成立一方势力,并且要发展稳定,没那么简单的。 如原始终,成为今天这一步,那是多少代人的努力。 柳音音继而道,确定了,大燕山内,确实有平王和平族古迹留下。 现在,各方道问都赶过去了,同时也有道海,道台级别,都前去探寻了。 柳音音话到此处,笑了笑道,陆云,你也可以去。 我就算了,沐云摇头道,云阁内,实在是乱糟糟的,我和沈穆归,赵文庭这几个月来,脚步粘地,是真的盲昏了头。 万一我带着云阁和新前去,那三家之地的不死心之人闹事,麻烦可就大了。 听到这话,柳音音也是觉得很有道理,点点头。 第5198章出发 兄妹二人,和沐云聊了不少消息,最终则是告辞离开。 他们本来就是要直接赶往大燕山的,路过天江城,看到云阁标志,这才下来看一看。 天江城上空,一只只庞大的神兽,背负着原始宗之人离去。 沐云微微呼了口气。 沈穆归和赵文庭这时也是赶来。 沈穆归看着一行人离去,不禁道,有麻烦? 没有。 沐云直接道,云阁雷声大,余点小,咱们这点实力,在人家眼里,算什么? 确实如此。 云阁内,道海神净千余位,可大都是一重到三重。 而且,看起来数量挺多,比天凤宗道海还多,实际上,差得远了。 天凤宗内,道海级别,便可担任长老了。 道台境界为直视。 道柱境界为最优秀的弟子。 可,这只是天凤宗内部。 实际上,天凤宗掌控着苍州三分之一地域,每一座城池派遣出去的城主,那都得是道海神境。 这些人加起来,才是天凤宗真正实力。 道海级别,举宗之力来说。 至少好几千吧。 而元始宗可能比天凤宗更强。 而且,人家宗门内的道海,那七重到九重也有不少。 云阁内的道海,七重到九重就那几十号人,差距太大。 再者,道问才是各大势力的核心。 一百位道海,也比不得一个道问。 云阁内,五位道问都是一元净,短时间内,除了沈慕归可能提升很快,其他人都没这个可能。 所以,元始宗根本就不会将云阁放在眼里。 而等到每一天,元始宗真的将云阁当回事,那才叫危险。 沈慕归笑道,你上次回来带回的那些宝贝,简直丰厚到不像话,咱们云阁发展,接下来,只需要时间。 嗯? 沐云随即道,此番将聚灵邦,岳家,燕家三方拿下,地狱方面,就不扩张了,守护而今的地盘。 接下来的时间,便是开始认真的发展,培养道海,道问。 嗯? 大燕山 一直位于平州最北面,素日里,除却一些次一级势力以及小点势力会有武者进入大燕山内试炼外,很少有人来。 大燕山位于平州最北面,朝着西面延伸一些距离,而朝着东面,便是平天山脉。 平天山脉位于平州东北方向,可谓是整个平州第一大山脉,完全不是大燕山可以比拟的。 如今的平天山脉,坐落着一方大势力,四兽门。 这次,大燕山关于平族和平王的消息传开,使得素日里看起来颇为寂寥的山脉,在这时,热闹非凡。 来自平州五大霸主的道问神境,道海神境,道台神境级别武者,以及整个平州大地内,各个散修武者等等,悉数到来。 这一点,甚至是比在苍州几大禁地时更热闹。 原始宗、十族、赤羽门、林族、四兽门的强者们,纷纷到来。 许多人看到五大霸主的武者,都是纷纷避让,不敢得罪。 这几方,可是平州的真正王者。 而随着五方霸主内的大人物们到来,许多人也是暗暗期待起来。 这边,大燕山内,热闹非凡。 距离大燕山十几万里的西北区域,也就是云阁而今地域。 七城之地加上三方地域连接到一起,近乎方圆两百万里地域,近阶属于云阁掌控。 而今的云阁,距离大燕山,并不算远。 可是,阁主有令,各大城内,云阁舞者,不得私自前往大燕山。 初步打下各大城池,需要管理。 这一天。 天江城内,沐云居住房间内,两位不速之客到来。 正是葫芦老人和赤仙薅。 这两个老东西,这几个月时间可是忙活得很,到处传播消息,甚至还从中捞了一笔。 老弟,咱们也可以出发了。 葫芦老人跃跃欲试道。 平王,平足,这太让人激动了。 如果能跟上次一样,和沐云一起再捞一笔,那简直爽死了。 赤仙薅黑黑笑道,这次,各大霸主内的盗问神经级别人物都出动了,咱们在后盘跟着,肯定能赚一大笔。 两个老东西,活脱脱就是两个老狐狸。 沐云这时,体态特征,发生变化。 陆清风的容颜 谢清的名字 看着两个老狐狸,沐云笑了笑道,出发。 是夜,沐云,赤仙薅,葫芦老人三人组,离开天江城,趁着夜色,踏入大烟山内。 这下,真个大烟山内,当真是热闹极了。 沿途过不了多久,便是碰到一队人马。 许多人看到三人,都是面带不善。 要知道,现在平州内很多人聚集在大烟山,这其中当然是不乏一些杀人越货的狠人,以及一些跟沐云三人保持着同样想法的舞者。 只是,不少人在看到沐云之后,在看其身边两位老者,虽然拉里拉他,可都觉得,沐云身份不凡,两个老仆跟随,肯定不是一般人。 一路上,倒是没人招惹他们。 三人朝着先前位置赶去。 走到一半位置。 轰,天地之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来。 前方,夜色之下,倒立光芒涌出,令人心计。 有人交手。 这等诸多豪强来到大烟山内的盛事场景,肯定会出事。 三人悄悄摸了上去。 只看到两拨人马,正在狠斗。 这两方人马,看起来差不多人数,不过一方倒是占据着优势。 唉,是赤羽门的弟子,赤仙薅黑黑笑道,谁这么大胆,敢对赤羽门弟子动手。 说着,两拨人马之中,另一方人马,一位舞者,突然肌肉隆起,全身涌荡出兽毛,发出类似野兽般的嘶吼。 哦吼! 葫芦老人开口道,看来是四兽门的人。 四兽门,也就是平州近些年崛起的势力,乃是平天山脉内。 各方兽族联合组建的一方霸主势力。 四兽门,主要是四大兽族联合。 七尾天狐。 泰坦巨猿。 火焰玄鱼鸟。 大地暴雄。 这四大族,可是有说法的。 曾经洪荒时期,乾坤大世界内,有着十大神族一说。 十大神兽种族。 九尾天狐族,便是其一。 可是恶元灾难爆发,九尾天狐一族,近乎于覆灭。 这七尾天狐,据说祖上便是九尾天狐族。 第5199章 平州七节的交锋。 也有人说,天狐一族,一尾到九尾,都是一脉相承。 天狐一族可以进化,一尾生长出两尾,便是生命层次的一次蜕变。 所以,这七尾天狐一族,如果诞生出九尾的天狐,那说不得可以重塑祖上九尾天狐族的霸气。 据说西年,洪荒时期,九尾天狐族是所有狐族的鼻祖,领导者。 皇室子弟出生,自带九尾。 当然,九尔本身便是九尾天狐,可似乎九尔并非是出自皇室,但却也是九尾。 对于九尔的身份,穆云所知道的只是九尔魂魄魄内,有着历代九尾天狐老祖宗们的魂魄碎片。 这一点,父亲可能知道,他和九尔,一直不明所以。 而泰坦巨猿族,据说是祖上猿族与泰坦族通婚,诞生出这一族群来。 他们身材高大,力拔山西,很有泰坦一族的风范。 火焰玄鱼鸟族,据说和火凤颇有关联,有人说是和九幽朱雀神族有关联。 对于新世界内的兽族,有人喜欢称呼为神兽,有人喜欢称呼荒兽。 一些神兽是群居,也会创建势力,大多数时间以人形态展现在世间。 而一些神兽,喜欢单独居住,也不喜欢呈现出人形态,甚至都不愿意和人族交流。 反正各不相同。 此刻,那交战另一方,一位青年,双臂生出毛发,气势惊人。 大帝暴雄。 赤仙薅黑黑笑道,原来是四兽门大帝暴雄一族,难怪敢和赤羽门的人刚起来。 大帝暴雄,同样力气很大,且脾气暴躁。 这等特性,也是自血脉内传承下来的,想改都很难改。 以前的平天山脉内,这些族群一直是一盘散沙。 也不知道近些年到底怎么回事,四大族牵头,竟是组合成了四兽门。 最初,赤羽门,原始宗,十族,林族四方,是很不乐意的,甚至出手瓦解过。 可没成功。 这才让四兽门做大做强了。 所以,四兽门历来和原始宗,赤羽门,十族,林族四方,关系很差。 这两拨人火拼起来,他们看看也就罢了。 哄,那雄化青年,始终缠着赤羽门一位领头青年。 二人看起来都是道海九重境界,爆发可谓惊天动地。 圣振兴 雄化青年哼道,今天,碰到我雄十七,算你倒霉。 圣振兴全身上下,火色倒立涌动,冷漠道,算我倒霉。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歇。 雄十七怒急。 昔年我四兽门出剑,你们这群狗东西,到处拆台,小十九就是被你圣振兴所杀,这次,我雄十七就为小十九报仇。 二人显然谁也不服谁。 一般而言,同境界的兽族比人族更强。 可这位成振兴,显然不是一般人。 赤羡蒿又是道,圣振兴,平周七节之一啊。 这个熊十七,也是个了不得的,大地暴熊族内的天骄。 赤羡蒿对平周较为了解,听到二人名字,便是直接讲了起来。 一旁,葫芦老人却是双眼放光。 尤其是赤羡蒿介绍二人后,他更是跃跃欲试。 赤羡蒿不禁道,你个混蛋,那么激动做什么? 啊? 有吗? 葫芦老人纳闷。 沐云却是不理会二人。 葫芦老人对至宝有着近乎于疯狂的执着追求。 就是一颗道圆石落在地上,估计葫芦老人都不肯放过。 这家伙身上的好东西,只怕都堆积成山了。 说实话,沐云都想打劫他。 只是,葫芦老人看似未未缩缩的,可到底实力如何,沐云一点瞧不出来。 反正这两个老东西,一个比一个让人捉摸不透。 前方一队人,还在厮杀。 圣振兴和熊十七两人,出手皆是狠辣,将附近数十里山岳都是打得崩溃。 而这般交战,也终于是引来其他大人物的关注。 住手 隔空数十里,一道呵声,便是响彻开来。 那声音响起,数十里外,一道百丈高大的晴天剧长,直接朝着交战之中的熊十七抓去。 可恶 熊十七暗骂一声 这等强横的压迫 是道问神经人物 呵呵,李长风,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一道冷笑声在这时响起 黑夜之间,只看到一个拳头,从天而降,直接砸向剧长。 轰,天地之间,道力翻滚,光芒照亮夜空。 这时,熊十七和圣振兴二人,也是分隔。 而两边,皆有几道身影,在此时赶来。 立于圣振兴身旁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长发飘渺,气质随和。 熊十七身边,这时也是出现一位身着皮衣,体格足足近乎一丈高的壮硕男子。 卧槽 赤仙薅缩了缩脖子,急忙道,赤羽门的四门主李长风。 大帝暴雄族长暴泰。 这两位,可都是道问四象镜的大人物。 道问四象镜? 沐云愕然。 要知道,苍州内,天凤宗,逍遥宫,苍族三大霸主的宗主公主族长,据说也就是道问四象镜。 这李长风也好,暴泰也罢,肯定不会是赤羽门,四兽门最强的存在。 如此说来,平州各大霸主顶尖级别,很大可能是道问五行镜,甚至是道问六合镜级别了。 道问神镜,可是和道海,道台,道柱三大镜完全不一样的。 道问十镜,一镜差距,足以抵得上道海三个小镜界差距,甚至远远不止。 沐云上次斩杀道问,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以造化神印为本。 倘若两次造化神印不能击杀,他自己就得撬辫子了。 李长风此刻看向圣振兴,发现圣振兴并未受伤,转而看向暴泰。 四兽门的畜生,脾气还真是大。 李长风冷漠道。 圣振兴乃是平州七节之一,是赤羽门将来的扛顶人物,接班人。 若是在这里出了什么问题,那对赤羽门可是绝大的打击。 暴泰听闻此言,却是冷笑道,总比你们畜生不如的强。 两大道问四象镜大人物言语交锋之间,恐怖的气息爆发开来。 隐隐间,就是熊十七和圣振兴二人,都难以抵抗。 这就是道问四象镜。 恐怖的不像话。 沐云面对道问一元镜,就像是自己在道海一众,面对道海五重六重级别人物一样。 可现在,面对这道问四象镜,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道柱一众,面对道海顶众。 这太不可思议了。 第五千二百张真的都来了。 葫芦老人这时道,平州整体实力比苍州强不少,一点不假。 一元。 两仪。 三才。 四象。 这才是四象镜,就已经这么夸张了,那道问五行镜,道问六合镜,道问七星镜,以及道问八卦镜,道问九弓镜和道问十方镜,又是何等恐怖。 比道问更强大的道府天君呢。 道镜所走的天地大道,和主宰镜所走的天地主宰道,真的是两个层次。 两大道问四象镜超级人物,这时眼看要交上手。 突然,距离此地百里外,一道华光,升天而起。 紧接着,便是看到,华光腾空,有着几道身影,拔地而起,连连打出道道印诀。 卧槽。 赤仙薅惊恶道,好像是十足足掌十无界。 十足足掌十无界。 平州大帝,公认最强的存在。 据说,是一位道问七星镜的超级人物。 整个平州大帝,能够和十无界相提并论的,唯有林族足掌林天焕。 听说,林天焕也是一位道问七星镜的超级强者,可……没人见过。 反正林天焕目前展现在外人面前的实力,只是道问陆何镜。 还有林天焕组长,柳元初宗主,是寻天门主。 那边,平州五大霸主顶尖存在,似乎在联合起来做着什么事。 李长风看到这一幕,冷哼道:"抱态,平族古迹现世,咱们有的斗,古迹内,你别落在我手中。 说着,李长风大手一挥,圣振兴在内的赤羽门弟子,都被其带走。 老子怕你。 抱态哼了哼,大手一挥,熊十七被其拉到身边。 臭小子。 抱态骂道:"圣振兴都杀不死,丢人。 熊十七哼道:"下次,我定能杀他。 行。 抱态看着远处,道:"看来是魅清然,奥天丧,薛斩黎他们都来了。 熊十七愕然道:"另外三位族长大人也来了。 你以为呢?" 魅清然,七位天湖一族族长,也是四寿门门主,算是代表四寿门的领带人物。 而奥天丧乃是泰坦巨猿族族长。 薛斩黎则是火焰玄鱼鸟一族族长。 抱态哼道:"这次,元始宗,赤羽门,十族,林族,哪个不是清朝而出。 你小子若是运气好,趁着这次机会,成为道问强者,狗屁的青州七杰,都被你踩在脚下。 我一定会成为道问神境强者。 闻,走。 两方人马,很快离去。 葫芦老人看到这一幕,一脸哀怨。 圣振兴和熊十七打起来,肯定得有一方玩独子。 可惜,抱态和李长风出现,阻拦两大天骄的碰撞。 否则,他肯定能熬一笔啊。 可惜可惜。 赤羡蒿却是不在意这些。 走走走,他们肯定在打开平足鼓气尽致,咱们赶紧去瞧瞧。 三人直接出发。 不多时,便是来到先前所在。 此刻,夜色之下,一颗颗叶明石被投到高空,将方圆百里照射得明亮如白昼。 而三人先前所发现的山岳下,直接被炸开了。 甚至地面上都是出现一座十几里宽的坑洞。 真狠啊。 赤羡蒿嘀咕道,直接给炸开了。 先前他们遇到的荒兽,是真打不过。 可这次,这么多道问级别人物在,几只蓝鹿荒兽算个屁。 而这时候,一位为道问强者,凌空而立,提表有着无尽神圣光芒笼罩。 这些人此刻聚集在一起,当真是让人觉得威能盖天。 十足,十无界,十无侠。 原始宗,柳元初,孔孟宇。 四寿门,四族族长都在。 林族林天患,林可哲。 还有赤羽门门主赤群天,以及大门主,二门主,三门主等,赤仙蒿嘖嘖称其道,真的都来了。 话到此处,葫芦老人却是倒了倒赤仙蒿,不禁问道,你老小子叫赤仙蒿,赤羽门门主赤群天,跟你什么关系? 是你儿子。 赤仙蒿顿时骂道,是我儿子,老子还跟你在这躲躲藏藏。 蠢蛋,葫芦老人自讨没趣,兴兴闭嘴。 眼下,真的是平州顶尖级别存在,都出现在此地了。 原本消息散出去,各方霸主根本不信。 可经过几个月查探验证,他们可以确定,这里确实是平族古迹。 平族,新年平州霸主。 而今覆灭,古迹之地,谁不动心。 洪荒时期,世界崩塌。 而今新世界重组,大地之上,古老的遗迹,实在是太多太不可思议了。 眼下,这五方势力,五位顶尖强者,凌空而立,各自持着道气,气息滚滚,令人无法直视。 十无界,柳元初,林天焕,赤寻天,魅清然,平州五方的五位代表大人物。 赤仙薅感叹道:"谢老弟啊,你的云阁,跟人家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呢。 葫芦老人当即反驳道:"你懂个屁。 带我谢老弟展翅高飞,这些家伙,都得跪服。 赤仙薅文言,撇了撇嘴。 葫芦老人却是看向沐云,黑黑笑道:"谢老弟,别理他。 等你以后成了平州老大,到时候可得给我几个七位天狐族的美女,好好服侍我。 狐族向来是,男子英俊非凡,女子貌美如花。 高空之中,那妹清然族长,一袭长裙,身姿窈窕修长,可惜面带白沙,看不真切容颜。 可即便如此,周身散发出的妩媚气息,让两个老家伙也不敢多看几眼。 狐族魅惑天成,这水顶得住。 沐云对此,感悟深切。 面对九儿之时,她比面对其他几位夫人,更加卖力,更加没有抵抗力。 这倒不是偏爱,而是狐族本身的特性。 就算明明身体被炸干,可思想还是在告诉身体,不,你不累,你还行。 此刻,五位至强者,带领十几位道问四项镜,五行镜的强者,在联合破咒。 那大地之上,山月直接被炸碎,深坑内,出现一道圆形门户,古老沧桑,有着无尽繁荣复杂的符印,烙印齐上。 哪怕是过去了那么多年,依旧是如此坚定的存在。 可是,五大霸主,强者进出,这符咒,拦不住他们。 轰,突然一刻,一道震天动地的轰鸣声,响彻天地之间。 第5201章 平足古迹 古老沧桑的门户,在这一刻,被彻底轰碎。 而紧接着,大地之下,门户之中,有着冲天氯气,拔地而起。 毒气! 时无界英姿勃发,长发无风自古,双手接连打出道道印痕。 道道氯气,冲击上高空,没有在四周扩散开来。 而在这时,所有人皆是看到,那些氯气,直冲高空,灯时将天空染成了黑褐色。 有着不开眼的飞禽路过,直接化作碎骨,死于非命。 我去! 赤仙薅惊悚道,这么危险。 这才刚打开古迹大门,竟然就有如此毒气爆发。 好在他们当初没有贸然冲进去,不然直接隔屁了。 古迹虽令人神亡,可也得有命去闯。 还好事实无界,林天焕这些道问巨头人物在场。 否则刚才那些毒气扩散开来,只怕就得死一大半人。 这时,实无界看向四方天地。 来到此地的人,不知有多少了。 实无界冷淡道:"诸位,平王,平陵军大能,我想大家都有所耳闻,平族古迹虽好,可是,境界太低,进入其中,只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到海之下,还是不要进入了。 可是现在,所有人都是看着那被打开的缺口,哪有人去管实无界在说什么?" 平族古迹。 五大霸主吃肉,他们喝点汤也是好的呀。 至于死人,什么古迹出事不会死人。 看到四方诸多武者热切的目光,林天焕未居高空,淡然一笑道:"实兄,看来,说了也是白说。 实无界叹了口气道:"总归还是提醒一些比较好,免得他们平白送死。 若是因为一处古迹,导致平洲武者死伤太多,那也是平洲整体实力的下跌。 此刻,实无界看着大地缺口,不禁道:"那位平王前辈,一生无敌,真不知道,在这平族古迹内,能够见到他留下的什么东西。 柳元出宗主笑呵呵道:"不知无垢雷弓,是否传承下来呢?" 无垢雷弓四字一出,在场众多道问,都是脸色异动。 无垢雷弓,平王绝学。 葫芦老人这时低声道:"无垢雷弓,平王一生绝学,了不得呀。 可能比允兴术更厉害。 葫芦老人可是知道,允兴术五卷,都被沐云给捞走了。 这几年,也不知道沐云修炼得怎么样了。 这家伙还是云阁阁主,把此术传给云阁弟子,那云阁武者整体实力,绝对强大的一批。 无垢雷弓,沐云也是点点头。 实际上,他这次倒不是奔着这些高端道爵道气道丹而来。 他自身如今修行允兴术,实力强横。 道气,有三品道气太岁天剑,足够他使用。 而等他到达道问神境,也勉强可以催动不动冥王剑那尊王品道气了。 至于提升的道丹,他速来提升靠的是杀人吞噬进化之后,稳步提升自己。 而且,不动冥王剑以及元龙古甲一,等他到达道府天军境界,方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威力。 允兴术,也是能够支撑他修行道道府天军境。 要说缺,那就是缺一门剑术。 不过允兴术内,也有关乎于剑术的招式。 他也不是非常缺。 而今,发展云阁,缺的是一品到三品级别的单道,道绝,道气。 这些才是他最渴望的。 哪怕上次得到了许多星元石,以及各种道绝,道气,可这东西,根本不嫌多。 资源砸的越多,属下们提升的就越快,而且归属感也会越强。 身为阁主,将属下们所需要的资源赚取来,那云阁的强大,就是看时间的积累了。 很快,石族,林族,四寿门,元始宗,士羽门的舞者们,纷纷涌入阙口内。 紧接着便是各大次一等势力们。 然后更多散修舞者,纷纷进入。 其中,不乏一些道问一元境,两一境,三才境,甚至是四象境的散修大人物。 沐云,葫芦老人,赤仙蒿三人,也是混迹于人群之中,进入阙口内。 一阵时空的流转。 三道身影,脚踏大地。 唉! 赤仙蒿亚然道,开辟出的一片稳定空间啊。 这可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就算是道府天军人物,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平王不愧是王。 称王者,皆是道府天军级别中最顶峰的存在了。 而到达这一步的人,在整个乾坤大世界,都是一只脚迈入天地强者范畴内。 而在现今新世界内,那更是少见。 虽说洪荒时期,许多大人物可能没死。 但是而今,各种各样的大人物们复苏,有许多,都是不复巅峰,而是在追逐早日恢复巅。 葫芦老人取出小金铲子,开始挖地。 这片空间世界,打造的很是坚固。 葫芦老人认真道:"保存至今,肯定有好东西。 对于葫芦老人来说,探寻古迹若不是为了至宝,那将毫无意义。 这个时代,是适合葫芦老人的时代。 因为从洪荒时期留下来的古迹,都埋在这片天地之间,简直不要太多。 沐云随即道:"寻宝你是一把好手,开始你的表演。 葫芦老人点点头。 其手掌一握,出现一个桃罐子。 桃罐子打开风口,嗡嗡嗡的声音响起。 小蜜蜂。 赤鲜薄不由挠了挠自己胡须,嘿嘿笑道:"原来你喜欢喝蜂蜜啊。 喝你个脑瓜棒棒锤。 葫芦老人切了一声。 这沙雕玩意。 懒得跟他计较。 葫芦老人随即道:"闻道风,这可是一种风。 荒兽,体格很小,对天才地宝有着很敏锐的感知。 葫芦老人贼兮兮的看着沐云,道:"谢老弟,咱先说好,挖到至宝,我得有一份。 先前二人坑了沐云一把,也是心里过意不去。 可是现在,进入这神秘空间世界内,肯定有好东西,葫芦老人可舍不得都被沐云拿了去。 明白。 随即,葫芦老人释放出闻道风。 这老东西,身上稀奇古怪的玩意,简直是层出不穷,沐云早就习惯了。 只是没一盏茶时间。 哎! 我们运气真好。 葫芦老人黑黑笑道:"跟我来,跟我来。 葫芦老人立刻带着沐云和赤仙蒿,沿着大地,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不过一会时间,前方大地,一片废墟,充满了古老沧桑的气息,出现在三人视野之中。 第5202章 平周七杰林语成 乖乖,厉害厉害。 赤仙蒿不禁笑道:"老葫芦,有点本事啊。 切,那是自然。 三人立于废墟之间。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崩塌的阁楼,宫穴,瓦片散落一地。 可惜啊,碎裂得太狠了。 葫芦老人嘴上这么说着,已经是撅着屁股开始搜寻起来了。 沐云也是在各处废墟之间,查找起来。 并不一定奔着找到什么质保而去,主要是搜寻到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好的。 而且那闻道风来到此地,显然不是平白无故的。 赤仙蒿也是有样学样,扒拉着废墟,开始寻找起来。 过了好半天时间。 一无所获。 但是充满着对质保的无比渴望, 葫芦老人依旧是保持着耐心,搜寻废墟。 赤仙蒿却是跌坐在一旁,喝了口酒,叹息道,马得,找到啥时候是个头。 我说,咱们出入此地,这瓶足古迹内,肯定有完好的,干嘛盯着这片废墟啊。 葫芦老人切了一声,脑瓜棒棒锤的东西,知道个屁。 另一边,沐云道,任何古迹之地内,哪怕是废墟,可能也有质保,当然,可能性更低。 但是,若有一些古老的记录什么的,流传下来,可以帮我们会更快了解此地。 沐云认真道,西年平王,如何死的? 平族为何覆灭了? 按道理说,平王死了,平族也不至于就这么灭了。 平族内,定然不只是一个平王在道府天军境界吧。 其他道府天军人物呢? 赤仙薅觉得有理,点了点头。 葫芦老人切了一声道,谢老弟,你跟他废话什么? 这老东西,我看就是来凑数的,咱们俩一起合作多好啊。 上次在苍州,那个,对吧? 干脆把他踢出局。 听到这话,赤仙薅顿时不乐意了。 葫芦老头,你少看不起人,老夫可厉害着呢,你们肯定需要老夫的。 沐云不由觉得脑袋有些猛。 这两个老家伙,当真是一说话,就要吵架。 这若是两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也就罢了,可是两个糟老头子,一大把年纪了,也不嫌累。 而就在这时,远处,大地之上,有着四道身影,连妹而来。 四人身影,呆得快靠近废墟之地,纷纷停顿下来,立于十几丈高度,俯瞰下方三人。 你们是何人? 领头一位青年,直接问道。 其身姿挺拔,意气风发,且身着服饰,带有明显的标志。 林族? 葫芦老人不吭声。 赤仙薅也是不搭理。 沐云看着四人,笑道,在下谢青,一介散修而已。 谢青? 那青年猝眉道,没听过。 我且问你们,可在此地,发现什么? 沐云随即摇了摇头。 青年莫然道,问你话,回答就是,摇什么头? 沐云不禁一愣。 摇头代表没有,难道你不明白吗? 沐云笑道。 那青年更是一愣。 你不知道我是林族之人吗? 你是林族之人又怎么了? 沐云只觉得好笑。 好好好,有意思,碰到不怕死的了。 那青年话语落下,手掌一招,便是直接朝着沐云抓去。 这就出手了。 沐云也是有些愕然。 其体内倒立滚滚而出,同样一掌拍出。 霸道之气,浑然凝聚一体。 紧接着,沐云体内,倒立似乎蕴含着星辰之气般。 浓郁的杀气,滚滚而出。 陨星掌。 掌队掌。 虚空碰撞。 轰鸣炸裂。 那青年在这时,心中一惊,身躯倒退几步,目光惊愕地看着下方的沐云。 雨晨哥,你没事吧? 其余三人,也是愕然。 雨晨哥,居然吃亏了。 林雨晨目光看着身前的这个谢青,眼中错愕。 是林族林雨晨。 赤仙蒿顿时喊道,谢老弟,此人乃是平周七节之一的林族林雨晨,你小心点。 一语落下,赤仙蒿急忙飞迟出数十里外,生怕被波及。 你个老东西,除了会跑,还会干吗? 葫芦老人骂骂咧咧间,寄出一尊古铜盾牌,抵挡在自己身前。 林雨晨看向沐云,冷笑道,难怪这么傲气,原来是有底气的。 傲气? 沐云是真的被逗笑了。 对林族之人,他本就没好感。 可这家伙前来问询,他也是好好回答。 只不过,这林雨晨问他们有何发现,他摇了摇头,就被林雨晨觉得是不尊重他了。 不知道,到底是谁傲气? 谢青。 区区一个散修而已,死来。 林雨晨一怒之下,手掌一握,再次朝着沐云抓去。 本就对林族充满敌意的沐云,这时也不让着。 刚好,拿你来验证我的允星术,威能如何? 沐云身躯腾空,体内倒立滚滚,蕴含着纯净且强大的星辰之力。 允星术的奥妙,便是牵扯到对诸天星辰之力的融合和掌控,与倒立匹配,相得一张。 沐云这几年在苍州天凤宗内待着,可不是每日里和王新雅讨论人体奥妙,欣赏女儿的敌因。 他一直不分昼夜的对允星术进行推演,修炼。 而今,拿林雨晨来磨练磨练,刚好。 平州七节之一 稻海九重顶峰。 他就算是稻海六重,可也不怕。 当时,二人交战。 赤仙薅此刻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而葫芦老人手持盾牌,也不怕另外三人攻击他。 沐云和林雨晨二人,就这般互相攻伐。 允星掌。 再次一掌拍出,沐云体内,汹涌澎湃的倒立和星辰之气结合,喷搏而出。 林雨晨毕竟是平州七节之一,道海巅峰,硬抗道问,都不是问题。 可是眼下,碰到沐云,却是始终被沐云压制着。 一切攻击,都是被沐云抵挡下来。 这让林雨晨越发愤怒。 他之所以傲气,那是有傲气的资本。 可眼下,区区一个不知名散修,居然让他无法丢人现眼。 该杀。 无子杀绝。 命无。 林雨晨屈指一弹,虚空之间,倒立蜂拥聚集,化作一道漩涡,隐隐间有着吞噬一切的可怕力量,似要将沐云囊括其中。 吃我一拳。 允星拳。 沐云手掌紧握,体内更是排山倒海的恐怖倒立和星辰之气结合,轰杀而出。 第5203章告诉他该怎么干活。 刹那。 恐怖的倒立,自二人体内迸发开来,继而撞击到一起,撕裂这一片天地虚空,将下方本就是废墟之地,撞击得更是彻底瓦解。 哎哟。 葫芦老人看到这一幕,一声哀叹,小心着点啊,这可能藏有惊天大秘密呢。 而废墟被再一次摧毁,赤仙薅的身影,也是被刮了出来。 卧槽,这么凶残。 赤仙薅抱头鼠窜,急忙来到葫芦老人身前。 老哥,一起一起。 滚犊子,谁是你老哥,脑瓜棒棒锤的东西。 沐云每一掌,每一拳,进阶式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气势,若是换成一般倒海九重,早就被拍死了。 身为平周七节之一的林雨成,确实是实力不俗。 可,那又如何? 陡然间,沐云手掌一握,体内气息,滚滚而出。 斩! 一剑斩出,太岁天剑光芒凝聚,无尽剑气呼啸,直接将林雨成身躯包裹。 轰,低沉轰鸣声,彻底爆裂。 一道身影,倒退飞出。 正是林雨成。 只是此刻的林雨成,全身上下,被鲜血覆盖,模样凄惨无比。 还未待其倒退出去多远,沐云身影,已经是跟上。 过来吧。 沐云手掌一抓,林雨成身躯不由自主的朝着沐云靠近。 紧握一拳,沐云直接砸出。 扑,林雨成脸颊肿起,一口鲜血喷出。 你是林族的人,就了不起了吗? 跟我面前装模作样的。 我摇头怎么了? 能回答你问题,就不错了。 砰砰砰,沐云一拳一拳砸出,林雨成早就没了动静。 而其他三人,更是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跑了。 直到最终。 沐云将宛若死于一般的林雨成,直接丢在地上。 厉害厉害。 谢老弟无敌。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这时方才走出。 赤仙薅踢了踢地上的林雨成,不禁笑道,谢老弟,可以啊,平州七杰,可都是平州年轻一代顶峰人物,这林雨成,被你三下五除二搞定了。 葫芦老人撇撇嘴。 这家伙,除了吹捧,还会干吗? 沐云这时,一把揪起林雨成,手掌一抓,林雨成身影消失不见。 诸天图世界内。 简良杰在盘古灵的监督下,奋力开垦诸天图地狱。 林雨成身影,从天而降。 一道声音响起,道,盘古灵,让这家伙,也一快干活。 是。 打坐之中的盘古灵起身,直接拉起半死不活的林雨成。 而这时,简良杰看到林雨成,目瞪口呆,惊悚道,林,林雨成。 林族天骄林雨成。 平州七杰之一的天之骄子。 居然也被沐云给抓了。 盘古灵却是并不在意,直接道,告诉他该怎么干活。 简良杰急忙点头。 在这里,逃不掉,反抗不了。 唯有埋头干活,或者是死。 可是简良杰身为赤羽门天才,不想死。 他在等待机会。 这里肯定是沐云法宝世界,只要沐云死,总有一天,他能逃出去的。 林雨成,林雨成,你怎么样? 简良杰不断拍打林雨成脸颊。 徐徐,林雨成苏醒。 看着自己身处的天地,眼神茫然。 这是哪里? 林雨成眉头促起,可旋即,看到简良杰之际,林雨成更是一愣。 简良杰,你,你没死。 简良杰叹了口气道,这是那沐云的法宝世界内,我们被囚禁了。 沐云。 林雨成更是愕然。 那个谢卿呢? 谢卿? 什么谢卿? 林雨成愣了愣。 废墟之地。 沐云,赤仙薅,葫芦老人,并肩而立,看着眼前一片荒芜。 本来就是废墟,这下好了,彻底无了。 赤仙薅嘀咕道。 谁说的? 葫芦老人这时却是撇撇嘴道,有意思的事情,你没发现而已,脑瓜棒棒锤的东西。 说着,葫芦老人来到废墟之间,一片凹陷下去的地面。 凹陷之地内,地面裂开,其中有着若隐若现的血光,时亮时暗。 这是什么? 葫芦老人眉头一挑。 沐云和赤仙薅这时也是走了过来。 三人盯着裂痕下的光芒,相视一眼,便是立刻开始动手。 沐云一剑斩出,地面裂痕崩开,本就是凹陷的大地,在这时更加逐渐下沉。 血色光芒,也是明亮起来。 看到这一幕,三人都是纷纷神色一正。 有意思啊。 当地面崩塌,碎土落下,大地之下,一片血色光芒笼罩。 看不清楚光景。 去吗? 赤仙薅问道。 不入虎穴烟的胡子。 走。 沐云纵身一跃。 可就在这时,赤仙薅和葫芦老人二人,却是安安稳稳站在坑他的地面边缘,并未下去。 沐云一人,落入血芒之中,顿时只觉得周身气血翻滚。 这些血芒,隐隐间有着贯穿心脉的力量,引动自身体内气血折腾起来。 周身道立弥漫,化作道道无形屏障,庇护自身。 可是,没用。 沐云继而凝聚圆龙骨甲衣,庇护自身,这才觉得好受一些。 其身躯不断下沉。 不过百丈高度,便是脚掌踏地。 此刻,方才看到四周,是一片地下宫阙。 只是这些宫阙,无意不是被斩去了中间位置以上高度,只剩下根基。 头顶上方,血雾营绕不散。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并未进来。 这两个老损祸。 沐云低骂一声。 很显然,两个老东西,是担心危险,他们并未第一时间跳下来。 而就在这时。 谢老弟,安全吗? 葫芦老人的声音响起。 谢老弟,你还活着吗? 赤仙薅也是开口道。 两人声音明亮,可沐云抬头看去,却是懒得搭理。 行走在宫阙根基之间,沐云时不时看到,这些宫阙,上方虽然被消去,可是根基一人多高位置,一些阁楼宫殿内,却是保存着一些东西。 有的锦盒,堆积在某座宫殿角落。 也有不少稻器,被符文封禁着。 这里,可能是西年平族某一处藏宝阁。 不过里面大多都是一品稻器,稻单,稻爵等,价值不大。 而且,很多阁楼定是有二层三层,可都是被消去,无影无踪。 不过即便如此,沐云也是零零总总收取了几百件稻器,稻单,稻爵等。 哪怕是一品,对现金云阁也是很有用的。 而就在这时,两道破空声响起。 第5204章一副龙骨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总归是忍不住,还是下来了。 谢老弟,你没事啊。 那我们喊你,你怎么不回话呀。 二人看着沐云,一脸责备。 沐云却是懒得搭理两个老混球。 谢老弟,有什么发现吗? 葫芦老人搓了搓手,嘿嘿笑道。 沐云摇头。 没有。 葫芦老人一脸狐疑的表情。 肯定不可能没有。 于是乎,葫芦老人立刻开始搜寻起来。 很快,葫芦老人也是发现一些盗器、单盗、盗爵等,几乎都是一品级别。 可葫芦老人向来不挑剔,全部收入其中。 沐云也是开始寻找。 赤仙蒿倒是跟着二人,一副室外高人的样子。 葫芦老头,人家谢老弟是阁主,唯一阁发展,这些一品盗器盗绝盗丹,人家都用得着。 你这个老东西,少说是盗海神境,一品盗绝盗丹盗器,你还这么渴望。 葫芦老人却是呸了一口骂道,你懂个屁,不要就别避避。 三人这般一路搜寻,一路朝着深处而去。 直到最终,后方那些阁楼宫阙,除了一些家具之外,没什么好东西了。 三人就在这地下,沿着这片被斩去一半的宫阁阁楼,继续深入,平族,当年也是第一大族,怎么就覆灭了呢? 葫芦老人叹息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活着的道府天军人物。 你闭嘴! 沐云确实骂道,不怕死了。 苍州之地 各大禁地,古迹之中,如兴唐,天照剑派,苍天宗,都有活着的道府天军。 万一这瓶亡谷记内也有,那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 沐云不觉得自己运气每次都能那么好。 真要是被道府天军人物盯上,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葫芦老人看向赤仙蒿,问道,你不是平州人吗? 说道说道,这平州平族,西年除了平陵军,还有什么大人物? 赤仙蒿嘀咕道,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谁知道啊? 没用的东西。 你,赤仙蒿哼哼道,我倒是知道一些。 如平族内,平王了不得,其几位兄弟姐妹,也都是道府天军大人物。 什么平凌峰,平浩天,平文青,平建青,平云霄,这几位也是平族支柱人物。 葫芦老人笑道,那平族怎么覆灭的? 当然是十八神帝大战了呀。 赤仙蒿理所当然道,一年之前,十八神帝大战,厄园灾难开始,哪一方能幸免于难啊? 凡是道府天军,都得参战。 哎,赤仙蒿叹息道,那一战,真的是,什么叫神帝之下,皆为蝼蚁,那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沐云和葫芦老人纷纷点头。 厄园灾难,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乾坤大世界,各大神帝的世界,纷纷崩塌。 一亿年之久。 新世界方才重新凝聚一体。 各大神帝,无天者,以及无天境无法境的绝顶大能门,死的死,伤的伤,哪怕是现在,各大神帝,也并非巅峰之境。 可是,新世界的生灵,无意不是心中在猜测,在设想,倘若,新世界,新天帝之下。 十八神帝,恢复巅峰。 那,第二次十八神帝大战会开启吗? 到了那时候,他们,又是将会沦为蝼蚁一般,生死根本由不得自己。 许多事情,不是我们说的算。 赤仙薅笑道,管他日月崩塌,伤和轻负,至少现在还活着,那就得想着崛起,强大。 唯有如此,再有大战爆发,活下来的可能性才更大。 葫芦老人黑黑笑道,你就算了吧,毫无斗志。 就你有斗志,就有你。 二人几句话和不来,那就立刻会争吵起来。 别吵了。 突然,沐云开口道,你们听。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纷纷停下。 前方,无尽空旷的阁楼宫阙根基之间,隐隐间,有着若有若无的乌叶声传递开来。 这是什么声音? 不知道,像是风声。 三人小心翼翼,朝着前方而去。 不过十几里地,一片宫阙后方,出现一道深坑。 而在深坑内,盘握着一条神龙。 只是,那神龙只剩下了骨架。 纵然如此,盘握在深坑内的骨架,看起来也有千丈长。 龙手此刻,搭在坑洞边缘,足有百丈高。 死去的神龙。 葫芦老人看着龙骨,整个人激动的差弹跳了起来。 身为古老洪荒的十大神族之一,神龙族西年,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神龙族? 分支成千上万。 散世满天星,巨石一团火。 葫芦老人靠近龙骨,小心翼翼,刮下来一些粉末。 又是取出一些小玩意,鼓道半天,葫芦老人一脸惊叹道,这是一尊实力到达到问十方境巅峰的神龙,应该是太古阎龙一脉。 太古阎龙? 沐云一愣。 撒了。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都是好奇的看着沐云。 沐云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西年苍蓝世界内。 龙族在龙界,也有数百分之。 最为强大的,十大龙族。 七彩天龙,五爪金龙,太虚明龙,九幽阴龙,汉海神龙,太初古龙,血化魔龙,太古阎龙,炼狱神龙以及深渊明龙。 这其中,就有太古阎龙。 而当时的沐云只觉得,十大龙族已经是极为强大且恐怖的存在了。 而今眼界不同,理解也不一样。 苍蓝世界,更像是李苍蓝搞出来的一个缩小版乾坤大世界。 当时苍蓝大战。 如龙族,凤凰族,太坦族等个大族族人,进阶式被新世界那些真正的神族接引离去。 他们在苍蓝世界内,奠定了自身天赋,那些族人离开苍蓝,到了新世界天地,绝对会成为极为恐怖的存在。 十大龙族内,有他不少故人。 谢青,采薇薇,这二人无疑是对他最为重要。 如今一晃,数千年时间过去,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如何了。 在新世界内,是否习惯,适应了。 太古阎龙一族,在洪荒时期,那也是一顶一的厉害呢,在神龙族各卖,算是极为强大的了。 赤先薅这时笑道,这是盗问十方境巅峰级别的一头太古阎龙,咱们仨,分了。 第5205章我只需要消息。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立刻不乐意了。 凭什么给你分了? 葫芦老人直接道,要分,也是我和谢老弟分了,你干了什么事。 赤先薅却是哼道,咱们组队,我虽然还没出力,可是接下来,你们肯定需要我出力的。 我可去你的吧。 葫芦老人看向沐云,道,谢老弟,咱俩分了。 听到这话,沐云却是上前,摸了摸那龙骨。 不知这只太古阎龙死了多少年。 可是看骨骼保存度,依旧是极有神效。 用来打造倒气,绝对能够炼制出不少四品倒气。 来之前,咱们三人说好了,我说的算。 沐云直接道,这龙骨,归我了。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和赤先毫二人,脸色难看。 谢老弟,分我一半。 不。 沐云直接拒绝。 葫芦老人一脸肉疼。 他真的舍不得。 这可是一味道问巅峰级别的太古阎龙龙骨,保存还挺完好,这么给沐云,太亏了。 沐云看像葫芦老人一脸肉疼的样子,旋即笑道:"你很想要?" 当然。 沐云这话说出,葫芦老人立刻明白。 肯定能商量。 你想要也不是不能给你。 沐云笑道:"我知道你身上倒气倒绝倒丹以及倒原石很多。 这一副龙骨,至少价值十几件四品顶尖倒气吧。 你身上的三百万星元石,都给我,再加一千饼倒气,一千门倒绝,一百种倒单一万颗,我便将这龙骨,完整的都给你。 葫芦老人听到这话,当即道:"谢老弟,你这是喝血呀?" 沐云却是笑道:"不喝你的血,喝谁的血?" 三百万星元石,等价于三个亿倒原石。 三亿倒原石,足够购买十饼四品顶尖倒气了。 再加沐云所说的其他至宝,那更是价值不菲。 一副龙骨,换这些。 葫芦老人面露蓝色。 换不换吧? 沐云直接倒。 换。 一咬牙,葫芦老人直接取出一颗颗星元石,交给沐云。 同时,一品倒三品的倒气,倒绝,倒丹,也是纷纷交给沐云。 一旁,赤鲜蒿都看傻了。 葫芦老人这,简直是一栋的藏宝阁。 这老东西身上,到底有多少好东西? 简直是多得吓人。 此刻,沐云收了葫芦老人取出的星元石,倒气倒丹倒绝等,仔细查验。 这副龙骨,属于你的。 葫芦老人立刻眼睛都直了。 一副龙骨,倒问巅峰境界的神龙,说不得可以打造出王道之气。 此物,太珍贵了。 等一等,等一等。 赤鲜蒿不干了。 咱们三人组队,凭什么你们两个分了? 葫芦老人骂道:"老东西,你不愿意,那就散火,你想去哪就去哪。 你,我怎么了?" 葫芦老人哼道。 赤鲜蒿这时抓住沐云手臂,道:"谢老弟,可是我带你来的。 沐云随即道:"我只是拿了我要的,不跟他争了,你若是想跟他争,我又不会管。 此话一出,赤鲜蒿眼神一亮。 好。 赤鲜蒿立刻追赶葫芦老人,哼道:"老东西,这龙骨,见面分一半。 曹。 葫芦老人怒骂。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二人很快拉扯到一起。 沐云则是并不关心。 这龙骨价值珍贵不假,可他若是取走,售卖出去也是麻烦,炼制盗气,更难。 还不如从葫芦老人身上套取现成的。 星元石,盗气,盗丹,盗绝,这才是他现在最需要的。 赤鲜蒿。 葫芦老人喝骂道:"这一副完整的龙骨,若是拆解开,那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你到底想干嘛? 你要什么,我给你换。 赤鲜蒿听到这话,顿时道:"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要,盗气,盗丹,盗绝,我都不需要,我只需要消息。 消息? 你要什么消息?" 赤鲜蒿一脸肃然道:"当然是震惊天地的大秘密,大消息了。 在这个世界,你知道的消息越多,了解越多,那有时候越是能够发挥出神效。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立刻眼神明亮起来。 我这里有一则绝对能够震撼整个天罚古界的绝世消息。 赤鲜蒿立刻来了精神。 快说快说。 葫芦老人随即道:"我与谢老弟,几年前在苍州,星唐一记盖天海内,发现一位大人物。 谁,是谁是谁?" 赤鲜蒿已经迫不及待了。 葫芦老人肃然道:"此人,天罚阁,玄武护法,人称黑衣小天罚,秦令宇。 秦令宇。 听到这三个字,赤鲜蒿当即如遭雷击一般,呆至当场。 这位,可是天罚阁核心层次的人物。 秦令宇没死。 何止没死,我看和西年巅峰一样,强大的不可思议。 葫芦老人严肃道:"这消息绝对真实,星唐两位星主,星墨横和星飞音二人,以及谢老弟,我们当时都看到了。 赤鲜蒿急忙取出纸笔,开始记录起来。 那只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笔也是沧桑古老。 显然,都不是凡物。 赤鲜蒿记载下来,坐到一边,神色错愕万分。 葫芦老人这时急忙开始收取偌大的龙骨。 沐云也是来到赤鲜蒿身侧,不禁道:"你对天才地宝并不在意,反倒是喜欢收集这些消息。 赤鲜蒿黑黑笑道:"重要的消息,有时候能够发挥出无可匹敌的效果来。 有意思。 葫芦老人,对天才地宝有着近乎于偏执的追求。 而赤鲜蒿对这些不甚在意,却是喜欢收集消息。 沐云问道:"那你可知道沐清语和叶语师夫妇。 沐清语。 叶语师。 赤鲜蒿挠头道:"谁呀? 很厉害的大人物吗? 你跟我说道说道,我记录下来。 沐云摇了摇头。 父亲和母亲的明慧,在这新世界大地,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人知道。 叶云兰,你该知道吧。 沐云问道。 赤鲜蒿收起执笔,黑黑笑道:"十大无天者之一的叶云兰,这谁不知道。 我专注于收集消息,这些都不知道的话,那白活了。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何处?" 这个倒是不知道。 赤鲜蒿摇头道:"十大无天者,个个都是人精,他们和十八神地差的也就是那一层,这十位,每一位都是比普通的无法境,无天境人物,强大很多很多。 第5206章我是你的护卫了。 沐云随即道:"那你知道,十大无天者,已经死了一个了吗?" 这话说出,赤鲜蒿惊乐无比。 谁? 谁死了? 沐云随即笑道:"我告诉你,我有什么好处。 赤鲜蒿顿时道:"以后我有什么重要消息,你若是想知道的,我可以告诉你,免费的。 沐云不禁笑道:"你这是想做新世界的白小生。 赤鲜蒿挠了挠头。 白小生。 他可不配。 对洪荒时期和现今时代的各种人物,各大种族,想要了解清楚,那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 沐云随即道:"那记住你自己说的话。 十大无天者之一的武清梦,已经死了。 此言落下。 赤鲜蒿一把抓住沐云手掌,严肃道:"你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 虽说现在,沐云仔细想来,父亲和母亲可能并未死去。 但是,斩杀武清梦,父亲和母亲可是付出极大的代价。 若是做了这么多,并未杀死武清梦,那并不符合父亲的性子。 实际上这些年来,沐云一直在回忆当年在苍蓝内的点点滴滴。 他总觉得:"父亲母亲如果真的没死的话,那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为了斩杀一位无天者。 毕竟,西年。 十八神帝和十大无天者,皆是属于矗立于乾坤大世界巅峰的存在。 想杀一个,都无比艰难。 而今,新世界,新时代。 神帝们未曾恢复巅峰,可毫无疑问,肯定还是最强大的。 而十大无天者们,也是不弱。 杀一个,也是难于登天。 但若是父亲和母亲所计划的,那似乎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 赤仙薅惊愕道:"据传,十八神帝之一的天元神帝林天元已经确定死了,他确实是死了。 沐云再次道:"这则消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赤仙薅呆了呆,急忙又是取出纸笔,记录起来。 林天元死了,武清梦也死了,这是要乱套了呀。 赤仙薅整个人,显然是被震惊到了。 而这时候的葫芦老人,才不管什么神帝,无天者。 跟他有关系吗? 这些大人物们,死绝了才好。 尤其是神帝们。 死绝了,就省得再次开启大战,闹得世界崩溃,生灵涂炭。 一切,都没有眼前这妇龙骨好。 可是…… 眼看着葫芦老人取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宝贝,将那妇龙骨缓缓收入,即将完成之时。 远处,却是有着道道破空声响起。 道道身影,在这时赶来。 玩独自了。 葫芦老人脸色一变。 那道道身影,纷纷停下,在看到葫芦老人举动之际,一个个目光聚集,眼中几乎是冒出火来。 龙骨。 诸多身影,一一亥然。 赤仙薅和沐云这时站在一起。 赤仙薅看着那些身影,也是幸灾乐祸道,嘿嘿,好玩了。 那十几道身影,并非是来自同一方。 其中一方八人,身着赤羽门弟子服饰。 另一方,则是来自十足。 而且,沐云在其中还看到了一个熟悉面孔。 十利人。 此刻,两方十六人,为首两位青年,体内流淌而出的气息,皆是让人心计。 都是道海巅峰级别人物。 十足,十利命。 赤羽门,赤雄心。 赤仙薅黑黑笑道,这二人,可也是平周七节之中的天之骄子。 平周七节,乃是十足,林足,赤羽门,原始宗四方霸主内,最接触的七位天之骄子。 四兽门内,并不存在。 毕竟,四兽门建立时间并不长。 十利命和赤雄心二人,皆是道海九重巅峰级别,可谓是整个平周大地内,道海级别最强的存在。 葫芦老人看到这两群人,对自己的龙骨露出贪婪目光,立刻变了脸色。 谢老弟。 赤老头。 快帮我。 赤仙薅却是黑黑笑道,关我屁事。 沐云也是道,与我何关? 葫芦老人脸色难看到,别闹了,咱们三人组队呀。 沐云和赤仙薅却是并不搭理葫芦老人。 这时,一身赤红长衫的赤雄心哈哈大笑道,龙骨,此地居然有龙骨存在。 十利命,这龙骨,你我二人是要争一争,还是我们二人平分? 十利命身姿修长,在其身侧,十利人则是一脸热切道,大哥,赤雄心。 十利命开口道,龙骨,一人一半。 好。 二人显然并未将葫芦老人放在眼中。 葫芦老人脸色难看到,谢老弟,快帮我呀。 我凭什么帮你? 沐云不禁笑道,咱俩之间的交易,做完了。 葫芦老人已经是将整个龙身都完整的收了起来。 就差龙头了。 可现在放弃龙头跑了,也能行。 但是,不是完整的龙骨躯体,那就价值大打折扣了呀。 一咬牙,葫芦老人喝道,你帮我,我给你一千万道元石。 听到这话,沐云笑道,一千万。 两个道海九重。 那不够。 两千万,两千万道元石。 葫芦老人是真的急了。 三千万,少一颗,都不行。 沐云笑道。 好好好,三千万。 沐云心中,无比畅快。 先前这葫芦老人和赤仙薅两个老神棍,可是坑了他。 现在,总算是找回场子。 沐云身影一展,来到葫芦老人身边,手掌一伸。 先给钱,后干活。 葫芦老人心疼得老脸抽动。 三千万道元石啊。 这是白亏的。 给你给你。 葫芦老人长袖一甩,一颗颗道元石,滚滚流向沐云。 沐云笑了笑道,谢了,大爷,现在开始,我是你的护卫了。 话语落下,沐云持剑走出,看向石立命和赤雄心二人。 两位,这龙骨,我家老爷看中了,老家二位,不要抢了。 听到这话,赤雄心和石立命都是一愣。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赤雄心不禁愕然。 知道吗? 沐云笑道,平周七节,赤雄心,石立命。 知道你还这般。 石立命也是差然道,你,不想活命了。 沐云却是握了握太岁天剑,不禁笑道,上一个像你们两个这般自以为是的平周七节,现在,已经开始哭了。 第5207章你们当我是谁? 刷,当沐云话语落下之际,已经是直接杀出。 其手中太岁天剑,释放出道道剑光,令人心惊。 同时,允兴术,运转开来。 天地道立和星辰之气,不断运转,为沐云所用。 允兴术,最霸道的地方便是在于,勾连上天星辰,引星辰之气,可以和道立相辅相成。 这也是为何沐云位于道海六重境界,就算是面对道海九重巅峰的天之骄子,也根本不惧。 赤雄心和实力命二人,更是难以置信。 这家伙,区区道海六重境界,怎敢直接对他们二人出手的。 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狗东西。 赤雄心冷哼一声,体内倒立,灼灼滚动,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炙热气息。 通天神拳。 一拳杀出,滚滚拳进,呼啸而起。 道立,呼啸。 铺天盖地的道立,荡针如海一般咆哮,滚滚而出之际,化作无尽波涛,充满了炙热的杀伤力。 轰轰轰,灯时,天地之间,进阶式道立的碰撞,撕裂空间,搅杀到一起。 沐云每一世杀出,都是道立和星辰之力的凝聚。 允星术的强大,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刻,葫芦老人也是满脸惊愕,兴奋。 厉害呀! 他对沐云,还是有些了解的。 先前,沐云到海五重境界,便可斩杀到问一元境了。 而今,沐云到达到海六重,且修行了允星术,那实力绝对是爆发更强数倍。 很快,沐云每一招每一式的攻击,进阶式让赤雄心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实力命,你就只会看热闹吗? 终于,赤雄心感觉到吃力,怒吼道。 一旁,实力命听到这话,面带微笑,脚步跨出。 隔空一拳。 顿时有着黄沙凝聚,化作一只百丈高大的拳头,朝着沐云,直接砸下。 允星拳。 沐云却是不躲不避,直接一拳,悍然迎上。 轰,空间被撕裂,恐怖的倒立,滚滚席卷散开。 这一刻,实力命和赤雄心二人走到一起。 此子,确实是不简单。 实力命冷冷道。 他们二人合起手来,斩杀道问一元净,都不在话下。 哪怕分开,二人也都能够单独对付道问一元净级别强者。 看到两人合作起来,沐云冷然一笑。 平周期节。 眼下已经抓了一个林雨成,再抓两个给自己挖矿正好。 轰,低沉爆裂,不断弥漫。 沐云这一刻,以一敌二,攻杀迅猛。 允星术,确实是很霸道。 这门使得星堂崛起的道诀,充满了无上玄妙。 而即便如此,也只是被黑衣小天伐秦令语评价为六品级别,勉强合格。 沐云更是好奇,真正的每一层次圆满的道诀,到底是什么样子。 轰轰轰,接二连三的碰撞下,沐云体内的气势,越来越强横,霸道。 而赤雄心和石立命二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不可敌。 石立命陡然喝道,撤。 二人施展浑身解数,可面对沐云,始终是有一种无法抗衡的压迫。 这让人实在是无法接受。 眼下,撤退才是最明智的。 此番不管是石族还是赤羽门,都是派遣了道问强者出动。 这个谢卿,必死无疑。 想抢就抢,想撤就撤。 沐云却是冷哼一声,直接一步跨出,太碎天剑,星光弥漫,恐怖一剑,当空斩下。 你们当我是谁? 轰,恐怖的剑气,爆裂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在这时骤然爆开。 那巨大剑芒,当空斩下。使得石立命和赤羽心二人,身形亮枪,不断闪避。 快来帮忙啊。 石立命沉喝一声。 其余人等,哪敢当个,纷纷一一杀上前来。 可是,但凡触及剑芒者,皆是被剑气斩碎身躯,根本无法抵挡剑气风锐。 该死。 石立命看着越来越近的剑光,一咬牙,周身倒立化作土黄光芒,凝聚出道道坚韧防御。 赤羽心也是通体如火烧一般,倒立滚滚灼热,双拳齐出。 二人知道,跑不掉。 必须要誓死一击,尝试能否抗衡沐云。 剑。 站出。 轰,请客间,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彻天地之间。 两久。 沐云从沸腾的天地尘埃之间走出。 齐双手,提着两道身躯,丢在地上。 正是石立命和赤羽心。 二人身上,鲜血淋淋,气息萎靡不振。 追随二人而来的十几人,也是被沐云斩杀七八个,剩余几人早就逃走了。 谢卿。 石立命冷哼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沐云痴笑道:"还在这嘴硬呢?" 砰。 一拳挥下,直接将石立命凿的口鼻喷血,脑袋眩晕。 一旁,赤羽心张张嘴,却是什么话都没敢说。 被生擒,已经很丢人了。 谢卿,你想做什么? 沐云痴笑道:"留着你们的狗命有用。 说着,沐云直接将二人丢入诸天图内。 盘古灵这时在盘西坐地,监视着林语成和简良杰,看到又有两人被丢进来,表情一正。 赤羽门,赤羽心。 十足,石立命。 沐云直接道:"好好教教他们,怎么给我做苦力?" 是。 盘古灵拱手。 赤羽心。 就在这时,作为沐云第一矿工的简良杰,看到赤羽心,神色呆滞。 简良杰。 赤羽心更是愕然。 简良杰虽然是道海四重境界,可是在赤羽门内,也是属于比较出名的天才,消失许久,一直没有消息。 赤羽心也是没想到,居然是在这里碰到了简良杰。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你,你,二人相视一眼,神色茫然。 平周七杰,三个被沐云给抓了。 此刻,坑洞边,葫芦老人收起了龙骨,心中美滋滋,乐呵呵。 这实在是天降之喜啊。 可是一想到被沐浴敲诈了三千万道元时,葫芦老人又是肉疼,恨死了赤羽心和石利命二人。 但是眼下,也只能认了。 还是谢老弟厉害呀。 赤羽蒿这时竖起大拇指,赞叹道,狗屁的平周七杰,在谢老弟到海六重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啊。 呵呵,拍马屁倒是有一手。 葫芦老人不屑。 怎么? 老葫芦,你觉得我在胡扯。 赤羽蒿立刻抓住葫芦老人的话柄,看向沐云道:"谢老弟,这老东西,根本不领情,你刚才就不该帮他。 沐云只是笑了笑,看向葫芦老人,道:"刚才收取龙骨,可有什么发现?" 第5208章 道海七重 葫芦老人愣了愣,看向坑洞内,道:"确实是有古怪,你小子,刚才交手,还有心思看这些。 发现了什么,说说看。 你们跟我来。 说着,葫芦老人带着沐云和赤仙蒿,来到偌大的坑洞内。 只见在坑洞深处,有着一道洞穴。 洞穴约么一人多宽,下方乌漆漠黑,什么都看不清楚。 你说,这是什么? 葫芦老人好奇问道。 沐云低头看去,摇了摇头。 下去看看才知道。 葫芦老人深以为然地点点头道:"我觉得也是。 于是虎,三人相视一眼。 葫芦老人和赤仙蒿皆是左顾右盼。 沐云笑道:"既然二位不愿意下去,那我下去看看。 好。 可…… 几乎同时,赤仙蒿和葫芦老人开口。 看到二人如此急切的样子,沐云呵呵一笑。 两人却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颇为尴尬。 既然如此,若有发现,可是归我了。 沐云说着,周身气息弥漫,身影一跃,进入下方。 坑洞约有百丈深度,一眼看去,给人的感觉,很是迷幻。 当沐云身影落到底部,只觉得脚下硬邦邦的,圆滚滚的。 低头一看,沐云神色一正。 一颗颗龙蛋,静静地躺在这下方窝穴内。 除此之外,这里四周十丈范围,都是坑地,铺满了许多奇特的石块。 那些石块,本身已经是没有任何光芒,暗淡无光,没有一丝灵性。 一共四颗龙蛋,表面烙印着深深的火焰纹路。 沐云取了四颗龙蛋,直接离开升空而起。 洞穴门口,看到沐云归来,赤仙薅和葫芦老人立刻围上前来。 怎样怎样?可发现了什么? 沐云手掌一番,四颗龙蛋,悬浮身前。 龙蛋! 卧槽! 葫芦老人当即口水直流。 沐云,居然捡到龙蛋了。 早知道,我下去了,葫芦老人叹息道。 没危险。 白捡四颗龙蛋。 葫芦老人伸手碰触四颗龙蛋,随即惊异道,没有生命惊气了。 死蛋啊! 赤仙薅一脸异性阑珊的表情。 沐云确实笑道,确实是没有生命惊气了,可是,龙蛋内蕴含的神威,确实还在。 接下来,我准备寻找一处地方,炼化这四颗龙蛋。 看着赤仙薅和葫芦老人,沐云道,你们若想离去,便可离去。 探寻古迹,本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许多禁致。 可能要花费一月甚至两月时间去破解,反正沐云是不着急。 说着,沐云离开此地。 在这广袤天地空间内,寻找到一处安静的山脉,沐云开凿洞府,设下道阵,便是准备修炼。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也是跟来。 看到沐云真打算长久闭关,葫芦老人挠了挠头,道:"这样,谢老弟,你修炼,我们出去转转。 如果发现什么好地方,我们留下记号,到时候回来找你,咱们一块去看看。 也行。 葫芦老人点点头,随即离开。 赤仙薅也是挠了挠头,道:"那我也四处看看。 这空间世界,极为广袤,很多地方,都值得去一探究竟。 沐云安坐洞内,心神平静。 随着沈慕归到达道问,以及赵文婷到达道海九重,他本身也是感觉到极大的压力。 实际上这些年来,他的提升并不算慢。 可是身边人有时总是比他更快。 这当然也有他自身很大的原因。 不管是在仙界,人界,还是在苍蓝世界,以及在这偌大浩瀚的新世界。 许多次,他都是被迫修为提升暂停,平白少了几千年,上万年时间,寸步不前。 而这种情况,又是很难避免。 如此番,进入新世界,他自身天命和九命天子抗衡,使得自己遭受千年折磨,更是花费三千年时间,才稳定了天命。 这些时间,都足够他提升许多了。 对此,沐云也并不着急。 着急也没意义。 他必须要一步一步提升自我,相比于境界快速提升,他更需要的是境界的扎实。 刺客龙弹,确实是没了生命精气,可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刺客 沐云双手紧握两颗龙弹,其体表,逐渐有着明晃晃的金色龙鳞,闪烁着光芒,覆盖全身。 其额头,甚至是生长出金色的犄角。 画龙之态 沐云已经是许久未曾施展画龙之态来战斗。 以身画龙,实力必然强大数倍,可也很容易暴露自己。 而今,画龙之态展现,沐云直接大口张开,将两颗龙弹,吞入腹中。 随即,又是两颗,直接吞了下去。 龙弹,不管是表壳还是内部,都是蕴含着极为强大的精气神。 随即,沐云运转体内气息,将那四股恐怖的力量,统统融入自己身躯血肉内。 紧接着,那些力量,散意开来,汇聚到脑海,化作魂魄之力。 轰,低沉轰鸣,在这时响彻。 沐云脑海内。 浑海如同一片汪洋大海,而四颗龙弹的力量,涌入其中,如同江河入海,立刻掀起滔天巨浪。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沐云则是静起凝神,将那些力量缓慢梳理,融入自己身躯内。 如此这般,转眼之间,一跃时间过去。 沐云浑海之中,滚滚倒立翻腾。 其九根倒住,九座倒台,在这时,朝着脑海无尽黑暗之处,再度扩散数倍。 那等来自体内滚滚倒立的爆发,让沐云深切体会到。 他,迈入倒海七重了。 龙弹虽无生命力,可实打实的蕴含能量,却是被沐云彻底吞食。 倒海七重。 沐云心中舒畅。 距离道问,又进一步。 修行,只靠苦修,果然还是慢呢。 先前他可是在云阁内整日修炼,可百年内,也不过是到达倒海五重。 而去了一趟苍州,到达倒海六重。 如今得到四颗龙弹的辅助,到达七重。 从古至今,大家都是对古老的遗迹,古迹,充满了探索欲,实在是机遇太多了,哪怕危险很大,可面对终日苦修不得提升,这等危险,也值得去冒。 谢老弟,救命啊。 可是,当沐云刚准备再度进修,稳定自身境界之际,一道呼喊声,响彻山谷内外。 赤仙薅。 这老东西,怎么了? 第5209章 再战道问 沐云愣了愣,起身离开洞穴。 站在洞口,只看到赤仙薅在这时狼狈到来,滚落在地。 谢老弟,你出关了,太好了太好了。 赤仙薅直接抓住沐云,急忙道:"救命啊,救命,这群人,太不讲理了。 看着赤仙薅气喘吁吁的样子,沐云不由道:"发生什么了?" 我背,老东西,哪里跑? 赤仙薅话没说完,一声清喝,响彻山脉内外。 紧接着,四道身影,直接腾空而起,出现在二人摆杖外,目光灼灼的盯着二人。 嗯? 是你? 那领头一人,看到沐云,神色一领。 沐云也是目光看去。 眼前,是一位女子,长发极腰,身姿绰约,容貌动人。 女子看到沐云,似乎格外惊喜。 赤仙薅出现在沐云身边,气喘吁吁道:"差点完蛋了。 一把抓住沐云,赤仙薅当即道:"林祖,林雨莹,平周七劫之一。 听到这话,沐云脸色古怪。 我知道你跟林祖有恩怨,故意把她引来给你杀的。 赤仙薅又是道:"不过这女人,已经是到达道问一元净了,不好杀,你得费些劲。 故意引来。 看着赤仙薅老脸苍白的样子,沐云无言以对。 你确定是故意。 林雨莹双眸直勾勾盯着沐云,似乎要将沐云全身上下看个通透。 是你杀了林雨成。 之前秦拿了林雨成,实力命二人,二人身边也有几人跑了。 看来,林雨莹是得到消息了。 我没杀她。 沐云直接道:"只是抓起来,帮我干活罢了。 人在何处?" 交出来。 林雨莹冷漠道:"你该知道,在平州,得罪我林族是什么下场。 抱歉,我不想交。 沐云手掌一番,太遂天剑出现在掌心。 平州气劫,在我眼里,实在是有些不堪一击,多抓一个你,也没什么。 听到沐云这般狂傲的话,林雨莹心中怒急。 在平州,敢招惹林族的,唯有其他几个霸主势力内的人,这个自称为谢卿的人,显然并不是来自其他霸主势力。 而且,如此堂而皇之地露出自己明慧,很明显是一个亡命图。 林雨莹不动声色地朝着身侧一人,使了个眼色。 那人立刻离去,显然是去通风报信。 而另外两人,则是一左一右,立于林雨莹身侧。 赤先薅这时知道,要打起来了,她毫不犹豫,倒退数十里,藏了起来。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傲气,敢直面倒问的我。 林雨莹一语落下,体内倒立,滚滚而出。 刹那间,方圆数十里大地,近阶是笼罩上一层恐怖的压迫力。 这一刻,沐云也是眉头一挑。 她斩杀过道问。 天凤松的京云。 只是,面对这林雨莹,却是比面对京云感觉到的压力更大。 当然,沐云心中并不畏惧。 林雨莹纵然是比京云更强,可是她,也比之前更强了呢。 轰,灯时,沐云体内气势爆发。 唉。 隔着远远的,赤先薅一愣,惊讶道,谢老弟到达道海西重了,厉害厉害。 四颗没了生命力的龙弹,居然就帮助沐云晋升七重了。 这下,赤先薅彻底放下心来。 林雨莹身影展出,道立铺天盖地而出,释放出令人惊计的煞气。 五方天元剑。 一剑杀出,道立汇聚之间,化作汹涌且澎湃的剑气,凝聚五方,汇聚上天,轰然冲下。 这一刻,仿佛是一尊剑衫,从天而降,直接要将沐云压个稀巴烂一般。 抬手间,沐云掌中,剑气呼啸。 太岁天剑,三品倒气。 如今,到达七重的沐云,能够让此剑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杀伤力。 云星剑。 太岁天剑斩出,无尽道立,呼呼而出,恐怖的煞气,在这时迎天而上。 轰,剑与剑,彻底碰撞。 半空,爆发出一道剑气凝聚碰撞的蘑菇一般,撕裂天地的力量,彻底爆开。 这,太过恐怖了。 该死。 林雨盈目急。 可是此刻的沐云,却是眼神灼灼。 从六重到七重的提升,完全比五重到六重提升大了数倍。 这着实是让沐云感觉到,强大力量的好处。 云星剑。 再次,沐云一剑杀出。 可是剑招,已经是不同之前。 云星术内第三卷,记载的剑术,招式颇有玄妙,且变化极多。 只是,对这些招式,唯有一个命名——云星剑。 所以,沐云每一次的云星剑仪式,都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也带给了林雨盈极大的压力。 它也是修行剑术的,可是面对沐云的剑,却总有一种无法琢磨其深度和变化的感觉。 这种感觉,使得林雨盈心中更是恼怒。 从道海九重突破到达道问一圆境,她深切感觉到自己实力的变化。 踏入道问,道力的强度和在道柱,倒台,道海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可就算如此,却是无法压制沐云。 这种感觉,很是憋屈。 一件又一件的碰撞之下,林雨盈身躯逐渐落入下风。 该死。 一声喝骂,林雨盈冷漠道,你少得意,道海七重。 比之我这道问一圆境只强不弱,可是想杀我,你还不够。 林雨盈无比庆幸,她并没有小觑沐云,而是提前让人去寻找援手。 只要坚持下来,援手到达,就不会有危险了。 你以为,我放任你的人离去,是凭什么? 沐云在这时,突然发难,身躯四周,滚滚雷霆,呼啸而出。 天雷帝电海。 这门被沐云掌控可谓极致的盗绝,再度爆发。 同时之间。 血灵龙。 闯天龙。 两式攻击,更是迸发而出。 到达盗海七重的沐云,施展这些攻击,那恐怖的爆发力,是之前五重,六重境界,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平周七节。 并不若击。 可是他沐云,却是更强。 轰轰轰,一朝一世的攻杀之下,林雨盈逐渐坚持不住,身躯倒退,全身上下,力量处处被压制。 道问被稻海压制。 这船出去,简直是没人信。 你们走。 林雨盈喝道,死子,轰,林雨盈声音还未说完,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在这时响彻开来。 一道龙手,血色双眸,死死的盯着他。 而在那血色双眸之上,沐云手中长剑,缓缓落下。 第5210章真的不是人。 厉害厉害。 赤仙薅这时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拍手欢快道,谢老弟,你太牛了。 平周七节,干翻四个了呀。 赤仙薅可是明白,所谓的平周七节,实力天赋多强。 但是在沐云手中,确实一点展现都没有。 这就是沐云厉害呀。 沐云一把提起林雨盈,直接丢入诸天图内。 如简良杰,林雨成,赤雄心,石立命以及林雨盈这几人,天赋也不弱,可也没有很强。 杀了,吞噬气血,确实是能够帮助沐云提升一些。 但是,远不如让他们在诸天图内开辟世界价值大。 沐云心中,已有计较。 普通武者,杀了,吞噬气血,提高实力。 天才武者,抓了,开辟诸天图世界。 而那真正的妖孽,天骄,能够助他冲破自身天命的,可遇不可求。 林雨盈被抓,塞进诸天图世界内,又是和林雨成几人见到面。 盘古灵看着,诸天图世界是他的主场,这几人想翻天。 除非他死了。 你怎么被他们追上了? 沐云开口问道。 赤仙薅急忙道,先前你杀了林雨成,没有杀完林族人,他们知道了你。 我,葫芦老头,你,我们三个,被林族都记恨上了。 沐云怂怂肩道,我无所谓呀,谢清这个身份,以后我不用就是了。 赤仙薅确实道,你可不能不管我呀,不然我揭穿你身份。 去就是了。 沐云确实不在意道,那你也得让林族的人信你。 沐云看了看四周,道,走吧,此地不能呆了。 嗯? 二人一道离开,在这平族古迹空间世界内,继续查看。 不得不说,这片世界,很是宽广,粗略估计,至少有方圆百万里。 而且,沐云和赤仙薅一起度过三四个月,发现很多古迹,不管是在山脉内,森林内,还是湖泊地,这些古迹都是分散开来的。 这种古怪的感觉,就好像是这片空间世界,如同一片湖泊。 而平族,按道理说,所有建筑,古迹,就是湖泊内的一座岛屿。 可是这座岛屿,现在却是被打伞的西八岁,分散在湖泊内各个位置。 三四个月时间来,没有葫芦老热的存在,沐云和赤仙薅都是睁眼瞎,到处碰运气,翻古迹。 这一天,二人位于一片树林内,大地被炸开,出现几座宫楼的顶。 两人进入,翻找一翻,只是找到一些盗气,盗丹等,再无其他所获。 两道身影,在这时脚步跨出。 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 真是奇了怪了。 赤仙薅纳问道,咋都是小打小闹呢,都没见到过四品盗气,更别提王道之气了。 偌大的平族,连这点都没有吗? 沐云也是无奈道,葫芦老人好歹有些用,探宝是一流的,你这老东西,屁用没有。 赤仙薅颤颤道,我,我是主公消息的,那消息也没见你知道多少。 赤仙薅愤愤不平道,之前欠你人情,你又救了我一次,你说吧,你想知道什么,我一定给你查到。 沐云坐在地上,吞下一颗丹药,恢复气血。 这些古迹内,进阵是真的多,他一路走来,花费了不少力气。 沐云听到赤仙薅这话,想了想。 那你帮我打听打听这几个人的消息。 陆清风,谢清,孟子墨,秦孟瑶,叶雪奇,萧允儿,九儿或者是沐陵云,妙仙宇,明月新,碧清玉。 听着沐云一连串说出这些名字,赤仙薅呆了呆。 我欠你两次人情,你这一口气这么多人,我也不指望你能帮我找到。 沐云平静道。 一个沐云静,便有沐洲,平洲五大洲,地域广袤,比苍蓝九大天界夸张不知多少倍。 沐云静只是天法古界一镜而已。 整个天法古界,又是多么浩瀚。 而且,乾坤大世界,最初分为九份。 九大古老的世界。 后来,又有诸位神帝诞生。 偌大的乾坤大世界,分成了十八个古老的世界。 而今新世界汇聚一体,十八个古老世界,分分合一,再度成为当年的乾坤大世界。 这新世界,地域到底多广袤? 到底有多少个沐云静那么大? 赤仙薅说是打探消息为生,可能走出沐云静就不错不错了。 他也只是随口说说罢了。 赤仙薅这时一笔一话记下来,看向沐云,道。 放心,我一定会偿还欠你的人情。 沐云笑了笑,没说什么。 二人继续启程。 以这空间世界的广袤,实际上他们两人,不出十日就能够绕一圈。 可寻找古迹内的存在,却是得一步一步前行。 这几个月来,二人也是碰到了其他零零散散的舞者,大家都是这般寻找。 沐云越发觉得,葫芦老人的重要性了。 那老家伙虽然遇到危险,立刻跑路,可是寻宝确实是有一手的。 而就在沐云思索着葫芦老人之际。 突然,隐约听到什么声音。 谢老弟! 救我呀! 一道熟悉的声音,微弱的响起。 可逐渐,声音越发响亮。 赤仙薅挠挠了挠头道,我怎么感觉听到了葫芦老头的声音,而逐渐,天际之边,一道身影,在这时狂奔而来。 离得近了,二人才发现,就是葫芦老人。 可是旋即,两人却是脸色诡辩。 葫芦老人身后,灵灵总总跟随着上百道身影,各持神兵,满脸杀气,追逐着葫芦老人。 卧槽! 跑了! 几乎瞬间,二人朝着反方向逃跑。 谢老弟,救我呀! 葫芦老人一路狂奔道。 沐云和赤仙薅却是脚底抹油,迅速开溜。 开什么玩笑? 上百武者追着葫芦老人跑。 沐云一眼看去,便是感觉到,有好几个道问。 二人也是撒鸭子直接跑。 赤仙薅骂道:"葫芦老人,你他们绝了人家祖坟吗?这么多人要杀你?" 葫芦老人哀嚎道:"这群家伙,就是寄予我得到的宝贝,非要杀我。 沐云骂道:"你们两个狗东西,是真的不是人。 赤仙薅遇到危险,直接跑来找他。 现在,葫芦老人更牛,直接得罪了这么多人,一起追杀他。 狗东西,你怎么把这些人引过来的。 沐云刚才还觉得,葫芦老人在身边,寻找这些古迹内的至宝,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可现在见到葫芦老人,恨不得宰了他。 第5211章我快跑不动了。 葫芦老人气喘吁吁道:"我在你身上留下印记了,你到哪,我都能找到你呀。 曹。 沐云呵骂道:"那你他们的三四个月都不来找我。 到底挖了多少好东西。 这家伙,这几个月绝对在这里大有收获。 可是眼下,遇到危险了,想到他了。 你比赤仙薅还坑爹。 沐云骂道:"就是。 赤仙薅附和。 可随即,赤仙薅确实道:"谢老弟,你这不是连我一起骂了吗?" 三人逃窜。 身后百人,穷追不舍。 原本,沐云和赤仙薅是一道的。 可是不多时,葫芦老人便是追了上来。 这老东西,跑路是真的快。 很快,赤仙薅将沐云甩下一截距离。 接着,葫芦老人也是将沐云甩下一截距离。 两个王八蛋! 这一幕,何曾相似? 当初被吞云天虎追,这两个老家伙,就是这样的。 谢老弟,不是我无耻,是我真的打不过他们啊。 葫芦老人哀嚎道:"您老不是道阵师吗?" 不各阵,拦下他们哪。 我不你娘西匹。 沐云骂道:"权力奔腾之下,想不斩道阵,哪那么简单。 他又不是提前预警道了。 三级道阵,和一级道阵,二级道阵,可是完全不同了。 快想想办法呀。 赤仙薅气喘吁吁道:"我快跑不动了。 你他们跑得最快,你说你跑不动了。 三人飞驰而过。 赤仙薅第一。 后半百丈距离便是葫芦老人。 沐云则是在二人三百丈距离后。 那些追杀而来的沐云,则是零零散散,距离沐云最近的,不过百丈距离了。 王八蛋,受死。 一位道问三才净的巨头人物,在这时怒骂一声,手掌直接朝着沐云抓去。 不管了。 沐云一咬牙,圆龙骨甲一爆发,同时,其身躯表面,朱天图更是化作苍皇神衣。 偶然,沐云速度加快数倍,一跃超过了葫芦老人和赤仙薅。 卧槽,好帅。 赤仙薅惊道。 沐云那一身苍青金黄相间的袍服,穿起来像个皇帝似的,真的帅气。 葫芦老人更是眼睛看直了,不禁道,这玩意,比圆龙骨甲一更牛逼啊。 沐云懒得搭理两个老东西。 没一个是好货。 轰轰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不断响彻。 令人惊惊记的气息,源源不断的爆发。 身后,几位道问,距离越来越近了。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那也是拼了老命。 咱们就这么耗着。 沐云哼道,葫芦老人,反正他们是奔着你来的,要死也是你先死。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一脸无辜表情。 他也知道,这次人太多了。 沐云也干不死这些人的。 跟我来。 葫芦老人开口道,先前我发现一处绝迹,就在距离此地不远的一片山剑下。 那地方绝对有重宝,只不过我想着你们两个,没有自己去,准备跟你们一块去的,有才大家一起,别默契了,带路。 沐云直接打断道。 什么有才大家一起。 那都是扯淡。 就是太危险,葫芦老人不敢自己去罢了。 行。 很快,葫芦老人转变方向。 一行人,逃命的逃命,追杀的追杀,就这么吊着。 不多时,道道身影,便是出现在一片山岳之间。 葫芦老人几个穿梭之间,带着沐云,赤仙蒿,来到一片绝壁前。 跳下去。 葫芦老人一马当先,直接跳跃落入下方山剑内。 后方那些人,已经是追杀而来。 沐云和赤仙蒿也不停留,直接跳下。 呼呼风声响起。 三人耳边,利风呼啸,阴冷之气,切割面庞。 这一落。 足足万丈之身。 眼看到达山剑底部,沐云一掌拍出,借助于反阵力,降低自己的速度。 哎呦! 一声惨叫响起。 砰! 葫芦老人在沐云前,被沐云这一掌直接加速度拍到了崖底。 当沐云和赤仙蒿落地。 葫芦老人从地面上一个深深的大字深坑内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葫芦老人满脸泥垢,忍不住骂道:"谢老弟,你想杀我呀?" 沐云平静道:"不好意思,忘了你在我面前。 赤仙蒿这时打量着四周,不禁缩了缩脖子,道:"好冷,这下,他们不敢贸然追上来了吧。 可是,当赤仙蒿话语落下。 上方,破空声响起。 沐云抬头看去,脸色一冷。 沐云老人,你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让他们这般不要命的追杀你。 沐云老人撇撇嘴,却是一言不发。 沐云抬头看去,道:"咱们在前,他们在后,万一被什么封禁抵挡,跑都跑不掉。 那怎么办?" 赤仙薅急了。 沐云老人还是一言不发。 沐云再次道:"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一下他们?" 沐云老人当即道:"没有。 放屁。 沐云喝道:"有就拿出来,不然一起死。 沐云老人一脸不情愿,在自己腰间葫芦内,妈撒好一会,取出一块蒲玉。 这是雀玉,内部客隐有一座阵法,应该能拦住他们一会。 不早拿出来,赤仙薅嘀咕道。 沐云老人立刻炸了毛的攻击一般,喝道:"你一点屁用没有,给我闭嘴吧。 你有用。 你别引来这些人坑我们哪。 别吵了。 沐云手握雀玉,立刻感觉道:" 狱内刻印着令人心计的气息和力量。 骑掌心内,道文凝聚,紧接着,道阵便是呼之欲出。 这至少是五级道阵大师才能刻印其中的道阵。 赤仙薅煞煞有见识道:"葫芦老头,你身上好东西倒是不少。 葫芦老人不应声,看着被沐云引动的雀玉,却是一脸肉疼的模样。 走吧。 三人一道,朝着深处而去。 不多时,后方便是传出轰隆隆的阵响。 显然,大阵显危了。 葫芦老人,赤仙薅,沐云三人,却是并未有任何大意。 葫芦老头,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先前为何不敢进入? 赤仙薅问道。 葫芦老人煞有见识道:"我有七成把握,此地,应该是平凌峰当年居住的地方。 平凌峰。 此话一出,沐云和赤仙薅皆是眼神一亮。 第5212章 石剑阵 平凌峰。 虽不如平王那么出名,可也绝对是一位道府天军人物。 平族内,除却平王自身外,其他五位,那都是公骨之人。 平凌峰就是其一。 赤仙薅顿时道:"平凌峰,乃是当年平周极为强大的一位剑客,领悟剑道之心意境的超级剑客。 这则消息,葫芦老人和沐云肯定不知道。 可葫芦老人和沐云听后,却是没什么感觉。 赤仙薅愣了愣。 他是领悟了剑道之心的剑客:"你们,不惊讶吗?" 就在这时,沐云抬手一剑,轻轻斩出。 一股玄之又玄的意境,爆发开来。 剑道之心。 赤仙薅愕然。 剑道之心和剑道之心也不一样的,赤仙薅嘀咕道。 葫芦老人这时懒得搭理这家伙。 屁用没有。 葫芦老人在前,翻腾出一剑剑宝贝,在四周到处寻找。 三人眼下是在山越地步的山剑内,四周昏暗,阴森恐怖。 后方那座大阵,阻拦那群人一时片刻没问题,可要是想彻底拦住,那是太难了。 葫芦老人继续探路,带着二人,很快便是出现在一道石门前。 葫芦老人立刻来了精神,道:"我推演的没错,从这里进入,咱们肯定能遇到平凌峰留下的东西。 谢老弟,你是领悟剑道之心的剑客,绝对能得到天大的机缘。 我信你个鬼。 遭老头子坏得很。 三人站在石门前,认真摸索起来。 眼下,先不管什么机缘,他们也得想着办法跑路。 这不是封禁,沐云猝眉道,而是一种以剑术凝聚出的阵。 阵法。 那你赶紧破。 沐云可是三级道阵师,牛得不行。 破个锤子。 沐云骂道:"是剑术凝聚的阵,不是阵法,得以剑术去破。 这需要时间。 沐云看向葫芦老人,道:"还有其他路吗?" 我担心,我还没来得及破解完成,他们就杀上来了。 葫芦老人摇了摇头。 局面僵住了。 不多时,葫芦老人道:"你专心破这个什么老十字剑术之阵,我挡住那群。 别独自。 说着,葫芦老人沿着原路返回。 赤仙薅一脸肃然道:"我在这里,守护你安全。 沐云懒得搭理这老东西。 其双手缓缓凝聚剑气,一缕缕剑气融入到石门内。 而紧接着,其整个人站定原地,一动不动,可魂魄却是融合石门内的空间之中。 下一刻,四周天地,漫天剑气呼啸,如雷霆,如闪电,如一火,如山峰,如海浪,各式各样的剑气,围绕在沐云身躯四周。 看到这一幕的沐云,神色戒备。 偶然,其心神一动,太碎天剑,出现在其手中。 这不是真剑。 而是魂魄所凝聚的。 可此处的剑气,也不是真实的。 沐云一步步走出,神色凛然。 手掌一握,掌心内,恐怖的气浪,滚滚而出。 倒立化剑气。 剑气斩四方。 要想破了这剑术之阵,就得以剑气来化解。 轰隆隆,沐云每一剑杀出,便是携带着剑道之心的意境,释放出极为恐怖的力量。 很快,四周剑山剑海,在沐云的剑气斩杀下,逐渐崩塌。 而沐云也是一步步走出。 突然一刻。 前方! 出现十座恐怖森然的剑山。 沐云不知道该称呼剑山,还是山剑。 那十座山,每一座进阶是一柄神剑的模样,四山四剑。 沐云身影来到第一座剑山下。 长剑通天,剑刃笔直朝下。 这种感觉,让人心悸。 当沐云走到剑尖之下,剑尖未至,突然凝聚出一道剑气,如山月崩塌,顺势落下,刺向沐云。 破! 沐云心中一喝。 坑,恐怖的力量,震荡着沐云魂破体。 石门前的沐云,右身一颤,口角鲜血流出。 这一剑,过于汹涌澎湃,他有些抵挡不住。 可接下来,还有…… 沐云心思平静,冷静下来,太碎天剑,光芒闪烁。 来到第二剑之下。 他手掌一挥。 苍生斩。 他曾领悟三式剑招,脱胎于自己内心对剑道的体验。 苍生斩。 乾坤斩。 万灵斩。 这三式剑招,他许久未曾施展。 因为他的境界提升过快,使得对这三式剑招的挽伤,并没有追上来。 可是眼下,沐云确实觉得,自己就是该施展出这三式,来抗衡这十座剑山压迫。 坑,苍生斩杀出。 剑山落地。 沐云一步跨出,体内气势,滚滚而出。 挡住了。 沐云神色惊愕。 而紧接着,他整个人,连带着太碎天剑,连带着刚才斩出的苍生斩仪式,都在产生一种莫名的感悟,蜕变。 这剑山,不是考验。 是蕴含着施展者的领悟在其中。 沐云心中一喜,抬手一剑,再次杀出。 苍生斩。 乾坤斩。 万灵斩。 三剑不断斩出,从那坠落的神剑内,沐云自身虽然受到创伤,可是对此三世,对自身,却是产生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升华感。 直到最终,沐云来到第十座剑山下。 剑,并未落下。 沐云安然走过。 跨过剑山,前方有着雾蒙蒙的气息。 在那里,沐云看到一道身影,覆手而立,立于一面山崖前。 沐云走上前去。 那人回身看来。 其双眼似剑一般,带着令人心悸的气息和光芒。 恐怖的气息,几乎在这一刻让沐云感觉到身心都是受到压制。 平凌风。 沐云脱口而出。 那人身姿一愣,眼中有着柔和光芒出现。 你能破了我的石剑阵,想来,也是沉浸剑道之路多年,沐云却是道,我没破了,最后一剑,并未落下。 那人又是道,最后一剑,如果落下,你必死,没落下,反而说明你得到我生前的认可。 沐云没说什么。 男子笑道,你掌控剑心之镜,颇为不凡。 剑心? 剑道之心吗? 西年时纪上沐云走过剑心,剑魂等剑术之道。 现在突然听到男子将剑道之心说成剑心,倒是颇为不适应。 剑心时镜,你到哪一镜? 这话说出,沐云倒是好奇道,剑道之心,还有所谓镜划分。 自然了。 男子看向沐云,手掌一挥,一缕剑气,穿过沐云身躯,继而生腾而起。 第5213张封之极剑绝 紧接着,沐云便是看到,虚空凝聚而出一柄剑。 剑分十段。 光芒到达第二段。 剑心二镜。 男子点头道,很不错,道海神镜,剑心二镜,你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剑客,剑心二镜,沐云嘀咕道,剑道之路,太漫长了,从最初剑意起步。 到现在剑道之心,男子却是哈哈一笑道,漫长才是好的呀。 倘若剑道,走道剑体便是结束了,那再道海神镜,只是剑体一镜增幅,是不可能让剑客威能强大的。 五道境界提升,剑客对剑的一镜领悟,也是需要提升蜕变,否则,剑术之威,便不可能如此强大。 沐云点了点头。 剑心实镜。 他在二镜级别。 这么说,差得远啊。 如何提升剑心? 沐云问道。 男子笑道,自然是修剑,你以前如何领悟剑意,剑势,剑魂,剑体等,便如何去领悟你掌控的剑道之心? 剑术的极限追求,对人和剑的极限融合,以及对控制自身的极道把控。 沐云点点头。 石剑阵解除,你若是能够得到我所留下的一门剑术,或许对你的剑道之心,有所增幅。 男子话语落下,四周天地,进阶褪色。 沐云魂破体,归于本位。 谢老弟,你没事吧? 赤仙薅一脸关切道。 闻。 沐云看着眼前石门,手掌推动。 石门缓缓打开。 走。 沐云开口道。 赤仙薅却是道,不等葫芦老头了。 等他个锤子。 沐云一步跨入其中。 赤仙薅一咬牙,也是跟着沐云,进入石门内。 很快,葫芦老人位于通道内,设下道道封禁,那追杀而来的人,越来越近。 即便葫芦老人留下各种坑给他们跳,他们也跳进去。 就是为了杀葫芦老人。 你们好了没? 突然一刻,葫芦老人折身而回,看到打开的石门,消失的沐云和赤仙薅,脸色一变。 曹。 葫芦老人二话不说,立刻奔入其中。 很快,他便是找到沐云和赤仙薅。 我在前面,累死累活的抵挡追兵,你们进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 葫芦老人怒气冲冲骂道,没良心的东西。 别吭声。 沐云这时却是开口道,我发现了封禁,肯定有好东西。 石门打开口,是一片宫缺,此刻沐云和赤仙薅二人就在宫缺内一座高大的宫楼内。 他是寻着一股灵力的剑气,来到此地的。 大殿内,中央一尊青铜顶内,散发着灵力的气息。 沐云这时正在全力以赴的破除青铜顶内的封禁。 很快,道文差解开来。 沐云也是松了口气。 这些时日,竟是顾着破禁制,破阵法,倒是让自己在阵法一道,进步大了很多。 谷顶内,光芒一闪。 一道玉剑,腾空而起。 沐云掩急手快,一把抓住玉剑。 而半空,一只手僵硬在那里。 正是葫芦老人。 葫芦老人收回手掌,尴尬一笑。 沐云看着玉剑,神色一领。 风之急剑决。 葫芦老人凑近,看着玉剑名字,不禁道,是一门剑术啊,还是私品的。 沐云拿着玉剑,走向大殿深处。 葫芦老人屁颠屁颠跟上来。 没完了是吧? 沐云猝眉道,你这老东西,自己跑出去三四个月都不回来找我,被人追杀得满世界跑,想到了我。 想要这剑决。 葫芦老人点点头。 三千万道元石,少一颗,没商量。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切了一声,双手抱胸,走到一边。 太黑心了。 一门四品道绝剑法而已,三千万道元石,真黑。 沐云仔细打开玉剑,看着旗上记载。 从运剑,到剑气凝聚,再到剑和剑气的融合,剑气的爆发。 一眼看下来,沐云心中一震。 这门剑术,虽然只是四品,可是与允星术第四卷,几乎可以相提并论。 平凌峰倒是没骗他。 有了此觉,呆得自己到达道问神境,便不缺剑法了。 允星术内,有对应拳法、掌法、剑法,可毕竟,允星术更多的是对道境前五大境界修炼星辰之力为核心。 可这风之极剑决,却是纯粹的剑决。 而且,此剑决,很偏执。 风之极剑决。 讲究的核心是剑气的凝聚。 剑气杀出,携带风之刃。 一道剑气,引动一道锋刃。 而能够做到百道剑气,附带百道锋刃,便算是入门。 唯有入门,才能将此觉剑招施展出来。 入门之后,可施展三招剑势。 风之银。 风之怒。 风之暴。 如果无法做到,剑气带锋刃,是无法修成这三式。 而这,还只是入门。 此三式,适合道问一元净,两一净,三才净级别武者修行,且发挥的威力会是极大。 而且。 领悟剑道之心者,施展这三式,会有成倍的威能叠加。 沐云小心翼翼收起风之级剑决。 如今他已经是道海七重境界。 道达道问,不会远了。 而且,道达道问神境,对应的。 元龙古甲依这剑王道之气护甲,他也可以施展出几分更强的防御威能。 甚至,他或许可以动用不动名王剑。 这两剑王道之气,价值珍贵无比。 沐云可是时时刻刻惦记着,发挥出这两剑王道之气的威能。 你们快来。 就在这时,赤仙薅似有发现,急忙喊道。 沐云和葫芦老人靠近。 大垫一角,地面上放着一块牌匾。 牌匾上刻印着四个大字。 一剑凌风。 这四个大字,比尽沧桑,令人观之惊叹。 有剑心之意的刻印。 沐云不禁道。 如此说来,平凌风这位剑客,剑道之心,定然不弱。 他剑心二净,是绝对做不到这个程度的。 而且,从这牌匾上,能够感觉到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 道府天君级别的渐心渐客。 沐云暗暗握了握拳。 他日,若是到达道府天君,他定然也能够做到这一步。 赤仙薅这时候却是道,不是看牌匾哪,是牌匾下面。 沐云和葫芦老人目光看去。 这牌匾下,地面是坚硬的石木,有着不同其他地方的奇特。 葫芦老人二话不说,扛起牌匾,收了起来。 这是一位剑心剑客大能客印,许多剑客都会争相求着要。 反正留着没坏处。 沐云蹲下,打开地板,一条通道出现在眼前。 而就在这时,大殿外,有着道道强横霸道的气息出现。 第5214 张元天神禁欲 都小心查探,那老东西肯定就在这里面,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一道沉喝,响彻宫阙楼阁内外。 轰轰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爆发开来。 那老家伙手段很多,都打起精神。 一见王道之气,绝对不能让他给吞了。 没错。 怒吼声不断响起。 店内,沐云,葫芦老人,赤仙薅三人,打开地板,直接进入下方通道,落入宫殿下的密室。 听到上面这些声音,赤仙薅和沐云,一脸惊恶的看着葫芦老人。 他们的,难怪那些人像是被你杀了爹娘一般,非要宰你。 赤仙薅骂道,一见王道之气,你他们,葫芦老人老脸一红。 沐云呵呵一笑道,葫芦老人,好歹你把我们两个牵扯进来,至少给我们点补偿吧。 葫芦老人急忙道,为了得到那件王道之气,我可是付出极大的代价,你付出代价,你好歹得到王道之气,我们啥都没干,跟你一起被追杀。 赤仙薅愤愤愤不平。 别吵了,别吵了,葫芦老人急忙低声道,上面有人来了,藏好了,别暴露了。 上百位强者。 还有十几位道问一元净,两一净,三才净。 真要找到他们,他们可是必死无疑。 就在这里躲着吗? 那口子很容易会被发现的。 赤仙薅无奈道。 沐云也不再管。 这宫廷下的密室,四四方方,且有着厚重的铁石包裹,从上面很难探查到这里面有什么波动。 沐云打量着四周,四四方方的密室,并无什么奇特之处。 很快,沐云坐在地上,闭目修行。 赤仙薅,葫芦老人也是没办法,只得纷纷找个地方坐下来。 赤仙薅不禁问道:"葫芦老头,你到底得到什么王道之气?"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一脸谨慎道:"你想干嘛?" 对于至宝,葫芦老人那是有着近乎于疯狂的执着和珍视。 旁人问一句,他都觉得是要抢。 赤仙薅懒得搭理这家伙。 问一问而已,至于吗? 就在这时,外界似有声音响起。 好像是这些人在此地发现什么,打了起来。 不过这座密室隔音确实是极好,三人听得很模糊。 咱们要不要先出去看看。 赤仙薅提议道:"葫芦老人觉得可以。 可沐云这时却是一动不动。 谢老弟!"二人都是看向沐云。 突然,沐云双眼睁开,看着密室某一面墙壁,走到前方,停了下来。 谢老弟,咋了? 葫芦老人立刻谨慎起来。 他看得出来,沐云似乎有什么发现。 挖一挖试试看。 葫芦老人二话不说,取出耙子,敲等,开始凿墙。 干这个,葫芦老人是专业的。 随着葫芦老人不断敲击,很快,墙壁开始脱落。 逐渐,墙壁内侧,有着道道霞光折射而出。 很快,霞光越来越清晰。 壁面凿开,内部则是一整块葫芦。 葫芦高有十丈,宽也有十几丈。 通体无瑕。 可是,在葫芦内,却是有着一道身影。 是一位女子。 静静躺在葫芦内,仿佛睡着了一般。 其双臂展开,一身大红色长裙,衬托出傲人身姿。 女子的脸蛋,格外的精致,且有着一丝无瑕的动人气质,肌肤似吹唐可破,令人心神摇曳。 好漂亮的女子。 赤仙薅不禁道。 好漂亮的玉。 葫芦老人也是道。 一人看向女子,一人看向葫芦。 葫芦老人惊喜连连道,这葫芦,是具有封禁效果的元天神禁欲。 元天神禁欲。 赤仙薅急忙道,卧槽,卧槽,我知道,元天神禁欲,据传闻是出自修罗古界内的一处神仙之地。 这么大一块,我乐个去。 二人看着葫芦,皆是心神颤抖。 葫芦老人对任何宝贝,都有着近乎于疯癫一般的执着。 这般扑芦,她自然是不想放弃。 赤仙薅则是更奇怪,出自修罗古界内的扑芦,这么大一块,怎么会出现在此地。 而沐云,麻木了。 她是真的妈了。 苍州内的黑衣小天伐琴另语。 平州,天鸾山内,天鸾白元族内那封禁的白衣白发男子。 还有苍州各大禁地内,西年霸主,存活到现在的道府天君人物。 她是真的,没有任何惊讶的心情了。 沐云甚至觉得,而今的新世界大地,那就是一块巨大无比的坟场。 在这广袤无垠的坟场内,鬼知道,到底埋了多少洪荒时期死去的大能无敌人物,以及未死去的大能无敌人物。 二位。 沐云不禁开口道,我们不是更应该关注,这个女子,死没死吗? 此话一出,葫芦老人和赤仙薅皆是一愣。 咔! 差敢忘了。 这女人要是活着的,她们三人,万一把这女人引活了,那都得死。 赤仙薅立刻道,慎重起见,我觉得,我们还是溜之大吉比较好。 我赞成。 沐云也是道。 他是真有些耸了。 近些年来见到的大佬太多了点。 葫芦老人也怕,可是又舍不得这元天神禁欲。 这玩意,真的罕见。 妙用无穷。 走。 葫芦老人一步跨出,头也不回离去。 不能再看了。 再看他真的觉得,自己就算不要命了,也会开始挖玉。 三道身影,来到通道阶梯。 可就在这时。 阶梯上,光芒照射下来。 闻。 一道惊一声响起。 是你。 一张脑袋叹下来。 看到葫芦老人,立刻认出。 老东西,交出王道之气。 那人立刻冲杀下来,倒立聚集,一掌拍出。 随着那道身影下来,紧接着又有几人,急忙道来。 最后一人,刚想杀出,其身前一位道问强者喝道,守住入口,封住气息和声音,不要让人知道。 明白。 很快,一共六人,其中一人立于入口位置,急忙寄出道道符咒,封住出口。 另外五人,则是落入密室内。 两位道问一圆境。 三位道海后期。 五人目光灼灼,盯着葫芦老人。 赤仙薅大感事情不妙,急忙道:"几位大人,我们和这老头不认识的。 葫芦老人骂道:"你个不要脸的。 我可去你的。 赤仙薅更是怒急道:"要不是你,我们可以堂而皇之探寻这些地方,你还说我不要脸。 第五千二百一十五章 现在想跑。 二人那是三言两语不合,就会直接吵起来。 沐云对此已经是习惯了。 眼看二人要吵得不可开交。 领头两位道问强者,其中一人怒喝道:"别吵了。 王道之气不交出来,你休想离开此地。 这话一出,葫芦老人和赤仙薅纷纷退后到沐云身边。 二人很有默契的,知道得靠沐云。 那两位道问看到这一幕,眉头一挑。 沐云开口道:"二位,这浦玉内封存着一位不知名的女子,很可能身份不简单。 倘若我们在此地交战,只怕会引得这女子苏醒,到了那时候,大家只怕都得死。 那两位道问强者,目光看向无暇玉璧内的女子,神色一伶。 既然如此,你让这老东西交出王道之气,我保证,放你们离去。 其中一人再次道:"我王纯,在这平州,还是有一些名誉的。 沐云眉头促起。 既然如此,没得谈了。 沐云瘫瘫手道:"不怕死,那咱们就在这里打。 年轻人,口气倒是不小。 另一尊道问人物,痴笑道:"你也配说跟我们打一场。 两名道问在这里,这三人,跑都没得跑。 先杀了你再说。 另一人直接出手。 杜鹰,你这可太明显了。 王纯在这时,也是直接出手,杀向沐云。 沐云一步跨出,体内倒立,滚滚而出。 道海七重境界,爆发开来,其声势浩瀚,一时间,在这密室内,居然隐隐间形成三道力量对质。 其余几人皆是惊愕的发现。 沐云这家伙,一人气势爆发,居然是和另外两位道问一般强横。 这小子,这家伙是什么人? 王纯和杜鹰两位道问,脸色微变。 他们二人皆是道问一元镜巅峰人物,此次冒险前来,也是想寻求机遇,蜕变,到达道问两一镜。 但是眼下,沐云这个区区道海七重,却是带给他们极大的压迫感。 轰,三道身影,立刻交战。 可是这密室狭小,滚滚倒立爆发,其他人却是惨了。 随着王纯和杜鹰二人而来的几位道海,拼尽全力,抵挡鱼波。 而葫芦老人,举起一把伞撑开来,站在伞下,一切攻击,都无法伤及其分毫。 赤尖蒿则是很不要脸的凑近葫芦老人,嘿嘿一笑。 轰轰轰,密室内,王纯和杜鹰两位道问一元镜,施展出各自绝学,攻杀沐云。 可沐云并不慌乱。 如今道海七重境界,面对道问一元镜,他并无任何压力。 强横的道立。 在家霸道的允星术。 以及血玲珑和闯天龙二世结合。 同时还有天雷帝电海这等超强的三品道绝。 而今沐云配合起来,爆发比道问一元镜更强。 密室内不断爆发出轰鸣声,倒立的碰撞,一次次撕裂空间。 葫芦老人这时取出一个九葫芦,拧了一口,笑道,谢老弟到达道海七重,更牛逼了。 现在能干道问一元镜,到达道海九重,少说能杀道问两一镜,甚至是三才镜。 赤仙薅伸出手,拿过九葫芦,喝了一口。 葫芦老人脸色一怒,一把夺过九葫芦。 赤仙薅切了一声,继而道:"要是这么说的话,谢老弟到达道问一元镜,直接撸道问四项镜。 那谁说得准。 二人热烈讨论。 其他几位道海,根本没空管他们。 那几位道海,自己都顾不住自己安危了。 轰,低沉轰鸣声,不断爆发。 很快,沐云以一己之力,压制住两位道问。 王纯和杜鹰二人,心中骇然惊恐。 道问对道海,是绝对的压制。 如果是那些天之骄子,在道海巅峰,能不被他们压制也就罢了。 可现在蹦打出来一个道海七重,却是将他们压制了。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撤! 王纯怒急。 再不跑,就跑不掉了。 现在想跑。 晚了。 沐云抬手握剑。 太遂天剑,光芒爆发。 剑芒之中,有着无尽利风,呼啸而出,直接杀到王纯身前。 苍生斩。 一剑斩出,撕裂密室内空间,直接落到王纯身前。 砰,王纯扛不住这一剑,胸膛被切割开,鲜血流出。 杜鹰更是脸色苍白。 砰! 其身躯跪地,看向沐云,惊恐道:"别杀我,别杀我,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沐云这时,眉头一挑。 把王纯压过来。 杜鹰急忙一手提起王纯,跪倒在沐云身前。 两位道问一元镜巅峰人物。 杀了,确实是可惜。 可以收服。 沐云随即道:"你二人沉浮于我,可是,沐云话还未说完。 咔咔咔。 身后,原天神禁欲,在这时爆发出一道道咔咔咔的声音来。 葫芦老人和赤仙蒿也是脸色一变。 几人目光,纷纷看去。 玉璧,要破碎了。 玩独自了。 赤仙蒿一声嘀喃。 咔! 玉璧破碎。 葫芦老人老脸惨白,喃喃道:"我的原天神禁欲呀,直到现在,老家伙还心痛破碎的神域。 可是,玉璧破碎。 一股恐怖的压迫,骤然降临。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在伞下。 那伞骨架直接扭曲,被压碎。 葫芦老人不敢当个,急忙寄出一件又一件神兵,格挡在自己身前。 而沐云哪里还管收服这两个道问? 朱天图化作仓皇神医,覆盖体表。 同时,拼尽全力,催动元龙骨甲医,庇护自己身躯。 甚至在自己体表下,凝聚出一道道龙林。 那等压迫,他瞬间感觉到,太恐怖了。 砰砰砰,而陡然。 密室内。 王纯,杜鹰,以及一位未到海,身躯在强大的压迫下,直接爆碎。 葫芦老人,赤仙蒿,沐云三人,死死抵挡着。 压迫,太强了。 三人几乎都是将自己压箱底的保命手段祭出。 玉璧破碎。 有着无尽光芒散开,照射着三人睁不开眼。 但是…… 逐渐…… 沐云感受到那强大的压迫之间,有着淡淡的心香,围绕在自己鼻息之间。 沐云摄取其中一部分力量,却是觉得容纳入体后,整个人极为的畅快通透。 但是强大的压迫力了,又是使得沐云不得不全力以赴抗衡。 于是乎,沐云只能一边奋力抵抗,一边汲取那等力量。 第5216章我叫月希。 可是,突然一刻,沐云觉得,一切压力,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一道身影,却是如鬼魅一般,来到自己身前,一只手轻轻的搭在自己肩膀上。 那股纯洁的力量,几乎瞬间灌入到沐云体内。 而当这神奇的力量进入沐云体内后,沐云整个人魂魄海洋,轰然炸开。 魂海,直接扩大一倍。 盗海七重,直接变为盗海八重。 沐云神色一愣。 他能够清晰的感觉到,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可,从哪来的? 强大的压迫力消失。 而在沐云面前,一张精致的容颜,却是近在咫尺。 两人脸颊,几乎贴到了一起。 一双眉眸,在这时正正出神的看着自己。 二人四目相对。 寂静无声。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两人,此刻也是愣在一边。 这女人,太恐怖了。 准确来说,以她们三人现在的境界,遇到的古老人物,每一个都是恐怖至极。 场面就这么僵持在这里。 可是很快,宫殿地面入口,又有气息到来。 有人。 是那个老东西。 杀了他。 顿时,又有人发现此地,看到葫芦老人,直接不管不顾,杀了进来。 其中还有一人是道问两一镜的强者。 可是,红裙女子听到分杂声,秀眉微微醋了醋,玉手轻轻抬起。 砰砰砰,一道道身躯,直接炸裂成粉末。 看到这一幕的沐云,赤仙薅,葫芦老人,纷纷额头冒着冷汗。 这女人,太凶了。 一身艳红色公裙装,冰冷美妙的脸蛋,就像是多少年没晒过太阳一般苍白。 实际上,也应该是很多年没见过太阳了。 红裙,惨白肌肤,再加上这张看起来很美貌动人的脸蛋,以及那恐怖的气息,让沐云三人,如对冰枯。 这一刻,女子依旧是看着沐云,似乎想要从沐云身上,看出花来一般。 突然,其玉手轻轻探出,抓住沐云手掌。 冰冷刺骨的寒气,让沐云打了个寒颤,脸色瞬间苍白。 太冷了。 冷入骨髓。 女子轻轻抬起沐云手,放在自己脸上。 沐云只觉得,全身上下,如同碰到了一座冰窟一般。 这女人,要干嘛? 赤鲜蒿和葫芦老人动也不敢动,生怕女子小手一点,她们两个也归西了。 可这副场景,实在是诡异。 沐云觉得自己快要被冻死了。 姑娘,沐云颤颤一笑道:"我,好冷,"女子愣了愣,随即轻轻放开沐云手掌。 可刚放下一半,女子却是直接锁定沐云手掌,将沐云胳膊衣服拉起,而后玉唇张开,耗白牙齿,直接咬中沐云胳膊。 卧槽。 属狗的。 可下一刻,沐云却是心神疑症。 没事。 但是,紧接着,沐云觉得,自己意识开始模糊,连带着身体都是软绵绵的。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看到这一幕,彻底吓傻了。 过了好一会,女子身上的冰寒,逐渐消散,其苍白的脸蛋,看起来红彤彤的,整个人给人一种月中仙子的圣洁和浩瀚之感。 这很奇特。 当女子松开沐云手臂。 沐云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女子嘴角,还有着淡淡的血痕,其桥蛇轻轻舔出,妖翼且鬼魅,将那流出血迹,吞了下去。 谢老弟。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再也忍不住,急忙上前来,搀扶起沐云。 沐云只觉得天旋地转,摇头道:"我,我没事,扯淡,还没事呢,你看看自己。 葫芦老人取出一面镜子。 镜子内的沐云,脸颊苍白无血,整个人好似常年混迹于烟花柳绿之地的浪荡肾须公子一般。 看到这一幕,沐云神色一变。 再看自己手臂,沐云才发现,手臂位置,出现两排牙齿硬痕。 这女人,喝自己的血。 直到此时此刻,女子来到一边,坐在台阶上。 她到现在,仿佛才想到什么,神情时而寂寞,时而微笑,时而愤怒,葫芦老人这时候赶紧给沐云扶下几颗道单,助沐云恢复气血。 三人坐在密室另一边,也不敢动。 怕死。 这女人,跟她们不是一个档次的。 就这么耗着。 不知过了多久。 女子突然看向沐云,道:"你叫什么?" 沐云开口道:"谢青,平周人!" 女子眼神打亮着沐云。 其玉手轻轻一弹,有着无尽月华光芒笼罩沐云身躯。 而紧接着,沐云提表气息的一切伪装,被迫逆转,四方末时似乎感觉到可怖的力量,退缩了。 沐云,展现出本身容貌,魂魄气息。 真名。 女子徐徐道:"沐云。 哦,女子不再开口。 又是过了好一会,女子开口道:"我叫月希。 你叫月希。 赤仙薅这时,神色夸张,目瞪口呆。 女子,沐云,葫芦老人,皆是看向赤仙薅。 女子差然道:"你认识我吗?" 赤仙薅挠挠了挠头道:"我,不认识,女子,沐云,葫芦老人,三脸猛逼。 不认识你激动个什么劲。 可就在这时,赤仙薅取出纸笔,记录下来。 相比于葫芦老人对至宝的强大的渴望心理,赤仙薅,那真是行走的记录本。 女子随即道:"你父亲叫什么? 你母亲呢?" 这一问。 沐云愣了愣。 自己的魂魄本源都改变了呀。 为何,这些个人,依旧能够一眼看穿自己的不对劲。 天栏山下,那封禁的白衣白发男子如此。 眼前这位自称为月曦的女子,也是如此。 这些,到底都是什么家伙? 沐云认真道:"我父亲叫沐清宇,母亲叫叶语师。 她才不会说自己母亲是叶云蓝转世的叶语师。 月曦难难道:"那你父亲和沐霄天是什么关系?" 可嗨,这一问,沐云立刻咳咳不止。 她真有一种被人给曝光了看的感觉。 如果现今自己,魂魄本源气息都改变了,还能被人发现秘密。 那将来,如何面对神帝们? 手眼通天的神帝们,岂不是一眼就能知道她就是沐云,知道她没死。 我不知道。 沐云坦言道:"她真不知道。 在苍蓝世界之时,大家都说,父亲沐清宇,以及她沐云,都是沐霄天的后人。 月曦这时却是道:"你应该是沐霄天的后人,这话一出,葫芦老人呆坐在地。 赤仙薅滔脸惊恐,随即急忙记录下来。 沐云:"这么猛?" 第5217章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你父亲,在哪里? 还有你母亲? 月曦姑娘再次问道:"我不知道,沐云随即道:" 我当年亲眼看到我父亲母亲被杀了。 月曦闻言,却是秀眉促起。 其玉手再次探出,似乎要将沐云检查个底朝天。 他们没死,"月曦坦言道:"没死。 先前白衣白发男子,说的是父亲和母亲不可能会死,那是推测。 可是这个月曦姑娘,却是质地有生的肯定。 你如何知道?" 沐云反问道:"她一直觉得,父亲和母亲也不会死,毕竟,父亲一直是筹谋有生的。 我错,怎么会就那么死了。 可一想到当初是四大神帝出现,再加两位无天者。 而父亲是以自己的命,换了一位无天者的命。 他便觉得,父亲可能,死了。 但是他不愿相信。 从苍蓝世界出生,到父亲带着自己在人界内,以及身为人界牧族太子生死,开始历劫,再到成为仙界先王沐云,再到自己生死,回归仙界,回到人界,回到苍蓝世界。 这一路上走来。 可谓一切都在父亲的筹谋之中。 父亲岂是那么容易死了? 可一想到对手的强大,沐云便是心中没底。 你又是谁? 怎知道我父亲,母亲未死。 沐云再度道:"我叫月曦。 沐云不禁道:"我是问你如何知道的?" 月曦醋眉,再次道:"我有些想不起来了。 这,葫芦老人和赤仙蒿也是神色一正。 月曦继而道:"你的血,很美味,对我而言,比任何天才地宝都有用。 以后,你不准离开我。 哈! 给你当血库。 沐云觉得,有些羞耻。 你若是这般吞噬我的鲜血,恐怕没几次,我就得死了。 沐云再次道:"我可只是道海。 月曦姑娘闻言,觉得有几分道理。 那你尽快到达道问神境便是。 沐云无语。 这是说道就到的吗? 没有时间积累,天才地宝帮助,我如何晋升。 时间,我也不是天天需要,天才地宝,"月曦看了一眼沐云身侧的葫芦老人,道:"他身上不全都是吗?" 说着,月曦姑娘手掌一抓,葫芦老人腰间葫芦被摄取。 月曦姑娘手掌打开葫芦,倾倒出一道道光芒。 道园时,星园时,各种道器,道丹,还有许许多多的锦盒,很快堆积成小山。 你怎么不收取? 月曦姑娘有些奇怪道。 沐云见到这一幕,哪还有二话,直接一股脑收起来,都来不及查看。 啊! 葫芦老人一声哀嚎,急忙道:"月曦大人,月曦大人,不要啊,不要啊,葫芦老人只是跪地磕头哀嚎着,却不敢动手。 月曦不禁好奇道:"她不是你的朋友吗?" 你的朋友需要帮助,你不应该施以援手吗? 葫芦老人心中委屈。 这哪是沐云需要帮助,这是月曦需要啊。 而且,月曦姑娘面露疑惑道:"我这拿出的,是你这葫芦内百分之一的积蓄都不到。 听到这话,赤仙薅和沐云都是猛了。百分之一都不到。 曹!这老东西,到底存储了多少至宝? 这两个老不死的。 一个是行走的纪事本。 一个是行走的藏宝阁。 月曦姑娘继续倾倒。 葫芦老人终于承受不住,直接晕死过去。 拿她的至宝,简直是比杀了她更难受。 终于,月曦停手,将葫芦还给葫芦老人,道:"我只娶了一半,算是我借你。 欠你人情,以后还你。 葫芦老人这时看起来,面无血色,如丧考比,整个人比沐云看起来还惨。 而此刻的沐云,突然觉得。 做个血库,也没什么不好啊。 月曦姑娘起身,问道:"而今,这是在哪里?" 赤仙薅当即道:"苍云镜,平州,大燕山内,平族古迹之地。 月曦闻言,秀眉促起,似乎在搜索自己记忆之中对苍云镜,对平州的印象。 可好半天,她似乎并无印象。 我们是在天伐世界内。 天伐世界。 月曦随即道:"云明昭的世界之地。 嗯,听到这话,赤仙薅急忙记录下来。 他们这些人,提及神帝,那都是什么浮屠神帝,修罗神帝。 对于天伐神帝,他们哪会直言什么云明昭。 神帝本名,没多少人敢直接喊出来的。 可是这个月曦,却是如此自然的喊出来了。 这说明啥? 这女子肯定不简单啊,说不得以前是无法境,无天境的大人物,甚至能够和神帝有交集的。 果真如此的话,那得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月曦姑娘随即道:"出去看看吧。 起脚步跨出,看向沐云,道:"你不要跑,否则我会杀了你。 是是是,知道知道了,沐云这是,急忙去搀扶起葫芦老人。 你没事吧。 葫芦老人看起来比沐云还虚弱,低声道:"我不管,那些东西,你得还给我。 沐云确实道:"你傻呀,这个月曦姑娘如此强大,欠你人情,保你无恙,区区身外之物算什么。 葫芦老人一想,也有道理,可看向沐云,却是再度道:"那你也得还我。 这老东西,是真的,钻前眼里了。 沐云看向前方,开口道:"月曦姑娘,葫芦老头说:"这时,葫芦老人急忙捂住沐云嘴吧。 闻。 前面,月曦姑娘回头看来。 葫芦老人急忙道:"老夫感谢月曦大人的恩情,牢记在心,谢谢您,谢谢您,哦。 月曦姑娘走出密室,走出大殿,看着四周。 平足古迹内。 这片宫雀。 眼下倒是没什么动静。 月曦姑娘看向沐云,道:"你想去哪里?" 沐云顿时笑道:"这般好地方,我还想着继续看看,月曦看了一眼四方,不由道:"这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说着,她脚步跨出,带着沐云三人,离开此地。 沐云心中无言以对。 感情你问我。 等于白问。 无奈,沐云看了看那宫雀连绵,只得跟随月曦离开此地。 走出山间,再次回到地面。 广袤大地,一望无际。 月曦姑娘道:"出去吧。 哈! 此话一出,沐云,葫芦老人,赤仙薅三人,都有些不乐意了。 第5218章是那三个家伙。 这平族古迹,他们还没探寻什么呢? 不。 是沐云和赤仙薅二人,还没探寻到什么。 葫芦老人倒是溜达了几个月,大有收获。 此刻,月曦姑娘看出三人不满,不由道:"此地又没什么值得你们逗留的,除了几件破损的王道之器,以及一些私品道器。 道单,道绝等,也没什么了。 卧槽! 听到这话,三人顿时猛了。 王道之器。 几件! 哪怕是破损的,那也是价值连城,比私品道器珍贵数倍呀。 而且,还有一些私品道器,道单,道绝。 别别别,听到这话,葫芦老人哪里还愿意离开。 来到月曦身前,葫芦老人急忙道:"月曦姑娘,那个,你可能有些误解。 你看哪,你呢,可能是一位无法静,无天静,你看待那些私品道器呀,王道之器呀,就觉得,像是看到路边的铁耙子似的,捡都懒得捡了。 可你眼中的铁耙子,对我们来说,却是真正的金子啊,"月曦秀眉促起,看着葫芦老人,沐云,赤仙蒿。 这三人,似乎不像是说谎。 那你们去寻找吧,我在此地,四处看看。 月曦话语落下,整个人消失不见。 一阵微风吹过,三人面面相去。 曹,你个蠢货。 赤仙蒿骂道:"你,你怎么让他走了?" 有他在,咱们撒那不是横行霸道,想干嘛就干嘛了。 葫芦老人顿时怒了,骂道:"曹,是我让他走的。 你能留住他?" 原本是想着狐假虎威一把的,可人家压根不在乎。 仔细想想也是,如月曦这般强大的人物,站定的位置高度不同,所思所想自然不同。 可,就这么走了,三人真的是很不甘心。 葫芦老人很快整理情绪,道:"王道之气,私品道气,还有什么老十字道单道觉得,他不稀罕,我稀罕,咱们仨,继续找。 三道身影,立刻出发。 葫芦老人再次拿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开始探寻。 这次,葫芦老人显然是更上心了。 从嘴里吐出去的那些天才地宝,沐云是肯定不会吐给他的。 那月曦姑娘把沐云当成了血库,她得罪不起沐云。 只能想着,从这次平足谷记内,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了。 而另一边,月曦身姿轻盈,一袭红裙,衬托出其吹唐可破的肌肤,美轮美奂。 其身影出现在平足谷记内,一片幽静的山谷之地。 山谷四周,环境宜人。 月曦身影跨入,玉手挥出,朦胧月光,将得四方天地尽数遮掩,好似此地凝聚出浓雾,让人踏入其中,便是会迷失方向。 山谷内,一座平平无奇的水潭,鼓鼓冒着热气。 月曦来到潭边,玉手轻轻撩动水面。 不多时,其红裙退去,露出一副完美无瑕,令人垂涎的身躯,玉族轻轻踏入水中。 嗯哼,一声英宁,徐徐响起。 坐在潭边的月曦,美眸闪动着几分晶莹水滴,躺在水池边,看着天空。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呢,月曦呢喃道,很多人,都不在了吧,很多事,也都改变了吧,其缓缓闭上双眼,呼吸逐渐平稳,一晃,又是三个月时间过去。 沐云,葫芦老人,赤仙薅三人,在这三个月时间内,在平足古迹内,可谓是大有收获。 葫芦老人寻宝是一把好手。 再加上沐云现在到达道海八重境界,与先前完全不同。 三人行,哪怕是遇到道问两仪境级别的人物,也不是很怕。 这一天,古迹之地,一片的宫内,沐云,葫芦老人,赤仙薅三人,又是捞了一笔道诀道丹道气,心满意足,离开地宫。 只是,刚出地宫,扑面而来,便是有着几道强横的气息。 而当几人,看到沐云三人,也是充满谨慎。 葫芦老人看到那几人,立刻低声道,走,一行六人,看到沐云三人离去,并未阻拦。 可是过了一会。 其中一人,突然取出一幅画卷,愕然道,是那三个家伙。 这下,六人立刻反应过来,急忙去追。 另一边,赤仙薅好奇道,老葫芦,你咋了? 谢老弟现在道海巴众,捏死道问一元净简简单单,怕个锤子。 那是石族的石通轩,平州七杰之一。 听到这话,赤仙薅不以为意道,石通轩。 平州七杰之一。 谢老弟都把石立命,林语成,林语盈,赤雄心这几个平州天才抓了,还怕这个。 这家伙不一样。 葫芦老人却是道,石通轩,是石族族长之子,跟柳文人一样,石无界是将石通轩当成接班人来培养,谁敢动他,那准备玩独子吧。 听到这话,赤仙薅更是不服道,林语成,林语盈,那不也是林族接班人。 该抓照抓。 而就在这时,沐云不禁道,看来,躲不掉了。 后方,六道身影,已经追来。 站住。 一人沉喝一声,杀气腾腾,滚滚倒立,铺天盖地压迫而来。 道海九重。 沐云三人,并未离去。 六道身影,在这时将三人围绕起来。 果然是的。 其中一人开口道,通轩哥,就是他们三个。 六人之中,一名青年,玉树临风,眼眸深沉如大海,在这时看向三人。 石立命呢? 开门见山,丝毫不拖泥带水。 葫芦老人无奈。 沐云笑道,被我杀了。 此话一出,其余五人看向沐云,紧接杀气腾腾。 你知道得罪我十足的下场吗? 石通轩冷漠道。 下场是什么? 死啊! 那你也能杀了我再说。 平州内势力,整体实力是比苍州更强的。 石族内,石无界组长,道问七星境。 而石无界的左膀右臂,石无侠,也是道问陆河境。 这等实力境界,在苍州,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可是,石族很强,又不是石通轩很强。 沐云还真不怕。 尤其是现在,他是以陆清风的面容,谢清的名字做事,就更无所畏惧。 石通轩没想到,眼前这个青年如此桀骜不驯,当即大怒,直接出手。 第5219章 我觉得,我恋爱了。 交战,立刻爆发。 石通轩道问一元镜实力,体内道力,不只是蜂拥如海,更是爆发出无可匹敌的煞气。 一元,是太极之元。 对道力的运转,相比于道海神镜,更加细腻,因此爆发威能,那是更强的。 可沐云本在道海七重,已经足够碾压到问一元镜,而今成为巴仲也有三个月时间了。 天地雷电海。 云星术。 血玲珑。 闯天龙。 配合起来,相得一张。 再加其太岁天剑威能释放,以及剑心二镜加持。 石通轩很快发现,自己的任何攻击,对沐云来说,都是那么,微弱。 此子实力,强大的有些过分了。 只是石通轩好歹是平周七节之一,再加上如今到达道问一元镜,并非是杜鹰,王纯那般散修。 即便是被沐云压制,可也是勉强支撑。 苍生斩。 陡然,剑心二镜与太岁天剑以及沐云自身,融合一体,一剑杀出。 剑斩天穷,撕裂虚空。 在那一剑之下,石通轩整个人脸色煞白,身躯倒退,口吐鲜血不止。 沐云身躯,眨眼便智。 轰,恐怖的轰鸣,在这时爆发开来。 一拳砸下。 石通轩整个人口吐鲜血不止,砸的大地都是崩碎。 其他五人看到这一幕,立刻没了命的逃走。 沐云直接出手,将五人震杀。 他可是倒海扒中了,这几个倒海七重八重九重想跑。 那完全是做梦。 你,石通轩看到沐云出手如此狠辣,恼怒不已。 你什么你? 挖矿去吧。 沐云直接一把将石通轩丢入朱天图世界内。 此刻,朱天图世界内,盘古灵作为一个合格的监工,看着身前几位天才,面露凶香。 最近,墓主倒是勤快不少。 这几个人在此地挖矿,倒是极好。 开辟朱天图世界,沐云拥有的世界之力便是更广更多。 且,这方世界内能诞生的万元之力就更加恐怖。 这对于沐云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初在苍蓝大战之时,他献祭了整个朱天图世界,所得到的恐怖力量,可谓是翻天覆地的。 朱天图,与轮回天门一般,都是他现在最重要的至宝。 甚至圆龙古甲一,不动鸣王剑,与这两剑相比,根本是不值一提的。 爽!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又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阵恭维。 沐云也早就了解透了这两个老东西。 一打起来,二人必跑。 继续找。 嗯? 短暂的插曲,三人并未在意。 反正现在,除非是碰到道问三才净,四项净以及以上的强大人物,他们得逃命。 道问三才净以下,不管是谁,他们都不怕。 只是十族,林族等五大霸主,道问三才净及以上十例的人物,哪有那么多? 要是月曦姑娘在身边,那就是见了十无界,临天换几个顶尖人物,也敢指着他们鼻子骂。 三人正准备离去。 前方大地,一座土坡上,却是站着几道身影。 那其中领头二人,一男一女。 男子身穿白衣,一尘不染。 女子一身白裙,皎洁如月。 二人看起来,约么二十余岁年纪外貌。 一眼看去,便是让人沉沦。 男子很英俊,很帅气,面带微笑,让人心动。 女子更是很美丽动人,妖魅如魔,一颦一笑,都牵动人心弦。 赤仙薅忍不住喃喃道:"我觉得,我恋爱了。 你恋爱个棒棒锤。 葫芦老人一把敲在赤仙薅脑袋上,骂道:"看清楚了。 赤仙薅微微一愣,目光看去。 七尾天狐族的人。 卧曹!难怪这么魅。 狐族历来是最妖魅的,这是普天公认的。 当然,这一点,沐云是深有体会。 她九位夫人,各有千秋。 可论极魅,久而无敌。 而且,狐族的魅,是令人惊心动魄,觉得不可玷污的,而不是骚。 魅! 骚! 这可完全是两个意思。 此刻,青年男女目光看向三人。 石族的石通轩,可是石无界爱子,你也敢动。 男子声音富有雌性,听着就让人陶醉。 赤仙薅不禁道:"你要是个女子,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青年微微一正。 沐云却是笑道:"怎么? 你还打算去告密?" 青年笑吟吟道:"我四兽门和石族,林族,赤羽门,原始宗,向来不和,告密。 没意思。 沐云看了看青年男女,便欲带着赤仙薅和葫芦老人离去。 等一等。 可就在这时,那明媚动人,貌美无比的女子开口道。 啊! 赤仙薅听到声音,身躯一颤,老脸一红道:"我觉得,我恋爱了。 沐云和葫芦老人一脸无语表情。 这老东西,太夸张了。 那女子看向赤仙薅,秀眉促起。 其美眸目光落在沐云身上,不禁笑道:"有没有兴趣合作?" 沐云却是笑道:"你们是四寿门的人,本身也是道问级别,门内还有道问两一镜,三材镜,四象镜甚至五行镜级别强者,找我合作。 女子笑了笑道:"族中长辈,自有他们的事去做,年轻人该做什么,总归靠自己才好。 看你抓了石通轩,只怕和石族不合。 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且彼此并无仇恨,合作,可试试看吧。 女子声音带着几分酥麻,令人心动。 可别对我用你那狐媚之术。 沐云声音清朗道:"没用。 和久儿在一起那么久,狐族的媚术,是天生的,她领教过很多次了。 有些时候,她甚至是都不愿意下床。 只是,久儿魂魄之海内,有着古老的九尾天狐历代仙族老祖们的魂魄碎片,虽非九尾天狐一族皇室,可久儿的独特,却是比皇室更夸张。 这小小的七尾天狐一族,是出自九尾天狐族的分支,这女子想媚术引她,还不够。 比妹。 你有我夫人媚吗? 女子微微一愣。 你,与我族之人接触过? 沐云不语。 葫芦老人这时确实道:"你们两个,说合作,合作什么?" 说来听听。 要是找茬的,葫芦老人可不乐意。 但是寻宝,那葫芦老人可来劲了。 慢着。 可就在这时,沐云却是脚步跨出,开口道:"既然合作,大家彼此坦诚一些比较好。 第五千二百二十章他们是谁?" 你们二人,是四寿门什么人? 听到此问,二人道也不搪塞。 在下,四寿门,七尾天狐族,白英才。 小女子,四寿门,七尾天狐族,苏巧儿。 两人大胆方方道。 沐云又是道:"合作,怎么个合作法?" 苏巧儿笑吟吟道:"三位可以跟我们来。 说着,其身姿转过,扭动着小蛮腰,轻盈离去。 赤仙薅看到这一幕,双眼通红,口水差点流出来了。 他们的,丢人。 葫芦老人骂道:"狗东西,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好色。 赤仙薅确实道:"我这不是好色,是这女人,太隐人了,老头子遭不住啊,若是违背自己本心,那岂不会是道心受损。 道心受损? 这话也说得出来。 你他们被这群狐妹子给勾了魂,稀干了你的精气,到时候命都没了,还道心受损。 听到葫芦老人这话,赤仙薅立刻反驳道:"老葫芦,你这话就不对了,七伟天狐族,是九伟天狐族脱离而出。 乾坤大世界,十大神族,九伟天狐位列其一,什么狐妹子,稀干精气,难道十大神族之一的九伟天狐族,就靠这个成为万界最强的十大神族之一的?" 赤仙薅有板有眼,说得头头是道。 葫芦老人切了一声,这是七伟天狐族,又不是九伟天狐族。 赤仙薅懒懒得搭理。 三人随着白英才,苏巧儿,一道离去。 实际上,沐云也并不担心是陷阱。 毕竟,真要是遇到生死危机,那月曦姑娘,应该不会置之不理。 毕竟,她还是充当着月曦姑娘的血库功用。 不出一个时辰,几道身影,停格在一片巍峨高山前。 此时,一座山岳山脚下,已有十几人等待。 而在其中,沐云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柳文仁!这家伙,怎么也在这里。 苏巧儿身影落下,看向柳文仁,笑道,柳公子当真是一言九鼎。 柳文仁身侧,柳音音也在。 而今,柳文仁也是跨入道问神境。 且柳音音竟是到达了道海七重境界,让沐云很意外。 这位原始宗宗竹柳元初之女,也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是谁? 柳文仁看向沐云三人,开口问道。 苏巧儿想介绍,却是看着三人。 她确实是不知道三人姓名。 沐云走出,道,在下谢卿,这位是葫芦老人,以及这位赤仙薅。 柳文仁,柳音音带着有七八人,看了看三人,没说什么。 沐云现在可不是陆云的外貌和气息,二人自然是认不出他来。 虽说那些道府天君人物,能够看出他的伪装,可迄今为止,碰到的道问,道海,还是都看不出来的。 且,沐云觉得,自己境界提升的话,与四方末时融合更好,或许,道府天君人物,也看不出自己的伪装。 白英才,苏巧儿也是带着有七八人。 再加沐云三人。 二十几人聚集在此地。 沐云想了想,不由道,苏姑娘,四寿门和原始终关系并不好,你们却是私下合作。 苏巧儿不由笑道,谢公子何意? 既然大家是合作,自然,首先需要有一定的信任,你们两方,是真的合作吗? 这时,柳文人直接道,这位谢公子想错了,四寿门崛起于平天山脉,位于平州西北位置。 十足坐镇平州中央大地,林族坐镇平州西部,而平州最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大燕山。 四寿门的崛起,对我原始终,以及赤羽门,并无威胁,可十足和林族却是有些无法容忍的,平天山脉,是整个平州最浩瀚的山脉。 以往十足和林族之人,都是前往平天山脉,猎杀荒兽,采取天才地宝。 四寿门的崛起,使得他们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两方,对四寿门,是怀有怨对的。 可原始终和赤羽门,却是相对平淡一些。 而且 因为四寿门的存在,平天山脉内不少兽族联合加入,他们也是要发展修炼的。 所以,四寿门统合那些荒兽族群,做事有章法制度,反而原始终和赤羽门能与他们好好打交道。 要知道,以往平州内的许多药材,稀罕物,荒兽尸骨等,都是十足和林族占据大头。 而今,赤羽门和原始终,反而是得到些好处。 沐云心中恍然。 各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呀。 沐云看向苏巧儿,再度道:"现在可以说说看,是什么发现了吧?" 苏巧儿笑了笑道,可能是西年平王的一处行宫。 行宫? 苏巧儿不禁道:"平族,西年乃是平州第一族,无人可比,平王,平陵军前辈,本人也是一位风流人物,有着好几位夫人。 所谓行宫,也是他几位夫人之中一位所居住的地方。 沐云点点头。 这座行宫到底是哪位夫人,我们还未确定,不过,已经得到一些诡计查询,现在碰到了一些问题。 进阵。 嗯,沐云随即道:"带我去看看,在何处?" 听到这话,苏巧儿,白英才,都是深色一喜。 如此说来,这谢卿,还是一位道阵师了。 封禁,是每一处古迹内,最让人头疼的。 西年那些大实力,都有较强的护宗大阵,禁阵等等,而一些阵法,历经多年都不会损坏。 若非是禁阵当个,他们已经进入那行宫内了。 此时,白英才,苏巧儿带露,沐云等人,进入山脉内。 兜兜转转之下。 停革在一座万丈高山之前。 山体被凿开百丈高大的壁面,露出一座门户。 这门户高达十丈,青铜白金之光闪烁。 门上确实是有着一道道封禁。 沐云也不废话,上前查看。 可以破解,给我一些时间。 沐云话语落下,便是开始破阵。 自从得到道阵守闸,沐云可是一只在研究阵术。 而且这段时间来,在此地处处游走,沐云破的阵阵,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了。 可是收获很小。 也就这几个月跟葫芦老人,赤仙蒿一起,才使得沐云大有收获。 不过这么些收获加起来,还顶不得月曦姑娘从葫芦老人葫芦内掏出来的多。 第5221章有把握吗? 看到沐云沉浸在破晋之中,葫芦老人和赤仙蒿纷纷上前,小心翼翼防备其他人耍诈。 白英才,苏巧儿二人,相视一眼,皆是惊讶无比。 而柳文仁和柳音音兄妹二人,也是颇为恶然。 三级道阵师。 这可不多见。 苏巧儿也没想到,这个谢卿,居然会是一位三级道阵师。 这实在是出乎预料。 古门之上,沐云不断凝聚道文,勾连,组合,凝聚,分解,对于白英才,柳文仁等来说,这般对道文繁荣且复杂的掌控,实在是让人觉得复杂且繁琐。 沐云也是沉浸其中。 过了半日时间,沐云突然呼了口气。 如何? 几人纷纷目光看来。 我需要时间,也并无实权把握,可能需要半月。 好。 苏巧儿道,半个月时间,我们还是等得起的。 接下来,白英才和苏巧儿,以及柳文仁,柳音音四人,组织各自的人,在附近设下暗哨,防止出现什么意外。 葫芦老人凑近沐云,道,谢老弟,有把握吗? 差不多吧。 行。 葫芦老人黑黑笑道,你放心迫近,安全问题,我和赤老头在,你别担心。 文。 沐云点点头,可心中却是颇为无语。 安全问题。 这俩老头,也就是当危险降临,能把他喊醒罢了。 这俩货色,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角色。 不再想其他的,沐云站在谷门前,身躯四周,道文弥漫。 三级道阵师。 道文所能够凝聚的极限为一万道。 当然,这一万道道文,比之界文,可以说恐怖数百倍数千倍不止。 任何层次的阵文,本质上都是对天地之力的文理疏导,刻印,使其能够爆发出截然不同的力量来。 而今沐云道文凝聚已有八千余道。 所能够凝聚的道阵,足以阵杀道海七重一下任何人。 道文真正到达一万道,才是可以称得上为三级顶尖道阵师。 至于四级道阵。 那又是完全不同的层次。 道文神境,共有十境。 四级道阵,也是充满变化。 一万道文为基础,到达两万,四万,六万,八万,十万五个级别,都是完全不同的。 而四级道阵师,十万道文,又是一道坎。 五道有着很明确的等级,单道,阵道,气道,同样如此。 对于道阵一道的研究和升华,沐云皆是得益于道阵守闸内的记载。 而今道阵守闸,沐云是传给了王云江,让他可以安心修炼阵法。 此刻,立于古门前,沐云却是有着新的发现。 以他而今道阵造译,这禁制,实际上并不需要半月时间,他便是能够破解。 可刚刚,在破禁之时,他却是发现了其他的。 这禁制,蕴含着布斩者对于道文道阵的特殊见解在其中。 而沐云从中,看到了许多在道阵守闸内都未曾记载的。 对此,沐云心中是极为的震撼。 所以,他准备花费时间,将这些特殊见解融合,来增强自己的道文凝聚。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一晃半月时间过去。 古门未至。 突然有着轰鸣声响彻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之间,令人心悸的气息也是传递而出。 古门,轰然开启。 白英才,苏巧儿,柳文仁,柳音音等人,纷纷聚集而来。 开了。 几人皆是满脸雀跃。 对眼前这个谢清的阵法造诣,更是大感赞叹。 沐云起身,道:"风尽破解,可是这行宫内,估计危险不少,大家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嗯? 明白。 几人都不是凡俗之辈,自然明白。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这时也是靠近沐云。 小子,你这半月,阵数有所增长啊。 葫芦老人眼尖,发现沐云体内不同的气质。 确实,道文逼近万道了。 沐云低声道:"这世间万物,自有其道,每一位道阵师的理解,都是极为不凡,当真是让人受益匪浅。 葫芦老人竖起拇指道:"厉害厉害,你这小子,将来肯定前途无量。 沐云的学习力很强。 先前破除石门,剑道之路,有很不同的变化。 而今破除谷门,阵道之路,也是极为通透。 前前后后看起来,沐云时时刻刻都是在进步,且抓住任何机会,都不曾放弃自己的进步。 大家准备妥当,纷纷跨入谷门内。 一入门户内。 入眼处,烟雾缭绕。 道立浓郁的化作云雾了。 赤仙薅深吸一口气,惊奇道:"了不得呀。 这座行宫,很不简单啊。 一共二十多人,此刻都是小心翼翼。 毕竟,平族古迹,本就不凡,这里牵扯到平陵军的一位夫人。 以平陵军平王之姿,其夫人定然也是一位道府天君人物吧。 谁知道此地会出现什么古怪。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那是一左一右,紧贴沐云,生怕跟沐云分开了。 柳文人,柳音音,带着八人,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白英才和苏巧儿也是带着八人,去另一个方向。 沐云三人,则是选择一个方向而去。 大家很默契的分开,以免在一起,遇到什么好东西,发生争执。 葫芦老头,看你的了。 沐云笑道。 这老东西探宝有一手的。 虽说,有时候探出来的不是宝,而是人。 不过,这平族古迹内,出现一个月曦,总不能,还有更恐怖的人吧。 葫芦老人立刻开始寄出一些各式各样的法宝。 看到自己那些法宝,葫芦老人便是暗自伤神。 月曦姑娘可是从她葫芦里面抢了很多,都给了沐云。 不多时,只看到葫芦老人取出一颗颗金豆子。 金豆子洒落在地,立刻长出腿,一溜烟的散开,消失不见。 沐云和赤仙薅也不问。 毕竟,葫芦老人的能耐,他们已经见到过很多次了。 有了,跟我来。 说着,葫芦老人把腿就好。 三人兜兜转转,在这云雾之间,来到一座山峰之上。 山峰百丈高,山巅位置,有着一座座古老的木屋,腐朽残破,似乎随时可能崩塌。 这…… 赤仙薅一脸惊愕。 这可有点不像啊。 怎么…… 怀疑老夫的吃饭绝活。 葫芦老人哼哼道,等着瞧吧,这里绝对有好东西。 第5222章 无相数 说着,三人来到一座座古木屋前。 木屋外,几棵古树,看起来都要枯死了。 葫芦老人凑到古树前,亚然道,这是……无相数。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都是惊讶无比。 无相数? 是啊。 葫芦老人愕然道,这无相数,据我所知,洪荒时期,只有天伐阁内栽种的有。 据说是当年天伐神帝做下两大尊者,打造天伐阁之时,从一处无银进地内取出。 你看,这树叶形似手掌,树干纹理,蕴含天地大道之树。 此树,可是神树啊。 赤仙薅这时也是道,别看这是西年天伐阁内作为警官的神树,但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就是神物。 可惜了,葫芦老人摇头道,快死了,咱们要了也没用。 为何? 沐云好奇。 葫芦老人随即道,此树价值珍贵无比,坐在无相树下修道,能让自身的道境之路,充满洗涤之力,圣洁之气,但是这树培养起来,可是十分艰难的。 这平足古迹内,居然有无相数,我怀疑平王西年巅峰,不只是道府天君极限那么简单。 沐云看着无相数,却是心中哑然。 三棵无相数,能让人修行更加的沉静。 赤仙薅这时又是道,除非洪荒时期,天地几两,世界之术,不然什么灵业神耀,都救不活这无相数。 世界之术? 对呀。 赤仙薅一脸自得。 总算是展现出他的能耐了。 世界之术,自天地初开,便是诞生于虚无混沌之间,是世界天地几两,支柱。 当年乾坤大世界为何崩塌? 就是因为世界之术被打碎了。 要不然,就算是十八神帝大战,最多是把乾坤大世界上的生灵都给震死,绝对不可能把整个大世界打得稀巴碎。 而古老洪荒时期,生灵存活下来的有很多,世界却崩塌了,就是因为这世界之术被打碎了。 沐云开口道:"那现在呢?" 现在。 赤仙薅笑道:"世界之术被打崩,但是蕴含着世界之术树新的支干,还是能够重新培养出世界之术的。 不过近些年来,从未听闻,有人得到过世界之术树新的支干。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骂道:"你知道个屁。 谢老弟,别听他瞎扯。 葫芦老人随即道:"世界之术,被炸碎,确实,蕴含树新的支干,能够重新茁壮成长,在外界培养下,成为新的世界之术。 但是我估计,肯定有人已经得到了蕴含树新的支干,并且偷偷摸摸培养起来了。 但是那都是各大顶尖巨大势力家族,才能做到的事情。 葫芦老人认真道:"就算他们有,肯定也是自己开创一片空间世界,就像这瓶族古迹世界,将世界之术带进这样的世界内栽培,才能不被人发掘。 赤仙薅看向葫芦老人,惊讶道:"你这么说也有道理,我要是得到蕴含树新的世界之术树干,我也藏起来偷偷培养。 等有一天,世界之术茁壮成长,那我不就可以驾驭神术,成为世界脊梁,俯瞰天地了。 葫芦老人又是骂道:"你算个鸡。逃你个葫芦娃,说话客气点,你又算什么东西,瞧不起老子。 葫芦老人喝骂道:"你他们说谁是葫芦娃呢?就说你,咋的。 赤仙薅哼哼道:"你知道个屁啊,当年乾坤大世界,洪荒十七初七,连李苍兰都没开始修炼,世界之术诞生世界之力,是武者修行力量的源头。 李苍兰当年就是从世界之术上得到启发,开始修炼的。 赤仙薅昊然是被葫芦老人轻视,急了眼,说出这些秘心。 这一点,沐云还真不知道。 葫芦老人显然也不知道。 沐云缓缓道:"据我所知,第一个踏入修行之道的,是浮屠神帝穆浮屠吧。 穆浮屠就是个大傻子。 赤仙薅比一道,他踏入修炼最早,可是成名却比李苍兰更晚。 李苍兰还是厉害的,不然怎么还能带出九个神帝。 葫芦老人听到这话,立刻不满道:"别扯淡了,李苍兰那叫抓住时机,你以为神帝是靠培养的。 就是没有李苍兰,如天一玄,地一训,商公羽,苍鸣眼等,人家也能成为神帝的。 李苍兰不过是窥探天机,提前交好罢了,说是指引者,也不过是让那几位神帝,少走些弯路。 赤仙薅呦呸了一声,反驳道:"要真是如此,那后时代九大神帝,怎么对李苍兰那么尊敬爱戴。 他们如果靠自己真的能成为神帝,哪怕是在李苍兰帮助下成为神帝后,也没必要为李苍兰去拼命。 天元神帝林天元都死了。 你胡扯。 林天元怎么可能死,神帝是不死不灭的。 葫芦老人喝骂。 我才没有胡扯。 赤仙薅一把抓住沐云,再次道:"你问谢老弟。 谢老弟母亲沐清宇,阿呸,赤仙薅几眼道:"谢老弟父亲沐清宇,月妻姑娘不是说了,跟沐霄天有关,沐霄天是谁。 沐十九,十八神帝之下第一人,季子元,叶云兰,杜义之辈,都得暂居其后。 谢老弟身为沐十九后人,说的肯定是真的。 葫芦老人也是看向沐云,惊恶道:"你怎知道林天元死了?" 沐云醋眉,徐徐道:"四大神帝说的。 四大神帝。 哪四大神帝? 浮屠神帝木浮屠。 修罗神帝玉修罗。 浮天神帝无浮天。 婆陀神帝古婆陀。 沐云声音冷淡道:"这四大神帝,他会记着的。 葫芦老人这时表情呆滞,愕然道:"我还没听说有神帝死了,据说现在各大神帝复苏,只有天与神帝商公羽,天元神帝林天元,以及实法神帝神玄灵,天伐神帝云明昭这四位,一点消息都没有,还有苍蓝神帝李苍蓝,也没消息,李苍蓝肯定没死,谁死了,他都不会死。 葫芦老人喃喃道:"天元神帝,死了,假的吧?" 第5223章你没事吧? 先前沐云和赤仙薅讲述这些,葫芦老人并不在。 而今,葫芦老人听到这些话,神色充满震撼。 赤仙薅哼哼哼道:"林天元死了,十大无天者之一的武清梦,也死了。 葫芦老人听到这话,更是蹦了起来,长发竖起,猛然道:"不可能,十大无天者,就比神帝诧一丢丢,怎么会死?" 葫芦老人说着这话,却是看向沐云。 沐云开口道:"新年我亲眼所见,武清梦死了,话到此处。 沐云也是有些心里犯嘀咕。 他们的! 看葫芦老人这表情,难以置信,他心中突然有些不妙的预感。 十八神帝 十大无天 林天元,武清梦,真的死了。 曹! 他突然觉得对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都不敢相信了。 之前在苍蓝大战之际,死伤很多人。 那时候,沐云只是看到十大无天者之中的武清梦,服无限二人。 那两位,当时只是道王之上实力,具体什么级别,沐云不知道。 现在自己到达道海巴众,沐云才真切感觉到,十大无天者。 不单单是称号那么简单。 是真的恐怖。 实力越强,对那些顶尖强者的感觉,越恐怖。 草了! 到底死没死? 林天元,沐云不确定。 可武清梦必死了吧。 不然父亲搞出那么大阵仗,就为了杀一个假的武清梦。 三人这时,因为无像术,吵了半天。 沐云冷静下来,看向葫芦老人,道:"你刚才说,还有谁?" 十大无天者,杜亦。 对呀,葫芦老人依旧有些震惊于林天元,武清梦的死,有些心不在焉。 杜亦,古杜亦,沐云深刻的记着。 当年,在苍帝宫内。 苍帝一脉,十一位弟子。 那七弟子古川,是一位帝阵师。 而古川之子古杜亦,没死。 后来,他在苍蓝世界也见过古杜亦。 此人因为觉得自己害死了父亲,害死了苍帝一脉,心中懊恼,自责,生不如死。 可后来,此人没了消息。 十大无天者之一,杜亦。 苍帝之徒古川,古川之子古杜亦。 小和吗? 沐云不知道。 母亲是十大无天者之一的叶云蓝转世,转世成了叶逍遥的女儿叶语师。 而第二天弟弟轩号,是十大无天者之一的纪紫园转世,转世成了帝明的儿子。 这些人,和叶逍遥,和帝明,和沧帝,都是有着极大的关系。 而沧帝,帝明,叶逍遥,那都是苍蓝世界内的绝世人物。 可以说,这几人,若非是因为苍蓝世界被李苍蓝封禁,定然早就是到境级别的大人物了。 这是巧合。 还是有意? 谁的意? 李苍蓝? 古杜亦,应该不是杜亦转世吧。 可整个苍帝宫一脉的人都死了,古杜亦还活着,苍帝,古川等人,为何只让这个人活下来了? 古杜亦跑哪去了? 父亲也没提及过此人呢。 沐云想着想着,感觉头皮发麻。 李苍蓝,又是李苍蓝。 这家伙,这一年时间内,难道就守在小小的苍蓝世界内,看着那些小人物们勾心斗角吗? 洪荒世界崩塌。 李苍蓝弄了个苍蓝世界出来,苍蓝世界完全就是缩小版的乾坤大世界。 龙族,凤族,泰坦神族等等,在苍蓝世界内顶尖神族,在古老的乾坤大世界也是十大神族。 这是偶然。 碰巧! 傻子他们才信。 李苍蓝这个,老银币。 沐云觉得,很多事情,根本禁不住推敲。 杜亦,如果真的是十大无天者之一,古杜亦,沐云低声自言自语。 赤仙蒿这时已经是取出执笔,靠近沐云,急忙问道:"沐老弟,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 沐云很想一巴掌拍死赤仙蒿。 滚犊子。 别问我。 我自己都晕了。 我爹跟沐霄天什么关系? 我娘是叶云蓝转世,死没死。 我身边这些人,都他们是什么魔鬼呀? 沐云以前觉得,自己九命天子,牛得不行。 天选之子。 未免之子。 都是扯淡。 到了现在,沐云才是真的看清了。 他所有的光环,跟许多人比,不值一提。 父亲如果真的是沐霄天后人,那沐十九的后人,也就比神帝的子女差点意思吧。 而母亲是十大无天者转世。 他是这二位的儿子。 仅此而已。 可是其他人呢,帝轩浩,古杜亦,还有,沈沐龟,这家伙,又是什么鬼。 现在沐云觉得,脑子里有些混乱。 他想到了自己身边的许多人。 大师兄呢? 是不是无天者转世? 谢青,嗯,谢青应该不是,跟自己差不多,二傻子一个。 谢青肯定不是。 夫人呢,孟子墨,秦孟瑶,叶雪奇,萧云儿,王新雅,九儿,妙仙宇,宁月新,碧青玉。 秦孟瑶,不提也罢,自己的瑶儿一直那么猛。 如萧云儿,一体双魂,西年苍蓝世界内,苍蓝榜第一的萧问天。 这位问天帝,也是姓萧。 据说也是出自萧族。 一体双魂,很诡异。 难道另一个魂魄是无天者转世的? 没转干净。 王新雅的音术,以前也没发现王新雅在音术一道,有着卓越天赋啊。 九儿,是九尾天狐一族后裔,九尾天狐,十大神族之一,覆灭了,但是九儿脑海内,却拥有着无尽残魂。 当初和九儿探讨人体奥秘之时,沐云也曾试图去观摩那些残魂,可结果差点没被镇死。 得亏了九儿当时人工吐纳,才将自己弄醒。 还有毕清玉,这位乖巧的夫人,从不争风吃醋,没有怨言。 毕清玉性格便是与世无争。 因此,在九位夫人之中,存在感最低。 太阴血脉。 嗯,沐云只是了解太阴血脉,可并不知道毕清玉太阴血脉有何玄妙。 可这位,是西年在人界内慕族,父亲就为他定下的一位夫人。 这位,应该不是无天者转世吧。 十大无天者。 沐潇天,叶云兰,继紫园,杜毅,武清梦,福无羡,这就已经六个了。 没那么夸张。 而这时的葫芦老人和赤仙薅二人,却是瞠目结舌的看着沐云。 谢老弟咋了。 从刚才到现在,整个人的脸色,变换的简直是像人的一生变换一样。 赤仙薅手握古书古笔,呆呆的看着沐云,道:"谢老弟,你,你没事吧?" 第5224章秘密就在这墙面上。 现在的沐云,看起来有点神经了呀。 怎么回事? 两个老头子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没事。 这时,沐云心中一切想法,统统被塞进脑子最深处。 想这些,没意义。 去他们的。 爱咋咋地。 沐云看向葫芦老人和赤仙薅,不禁问道:"刚才你们说,世界之术,是洪荒时期,乾坤大世界几粮,支柱,那几粮支柱没了,而今新世界,是怎么撑起来的?" 这就很有问题了。 葫芦老人嘀咕道:"我不知道,赤仙薅咳了咳道:"天下万物,和久必分,分久必和,这是规律规则,世界崩塌,何并是早晚的事,至于这个支柱,我也不是很清楚。 哦,沐云拉了个长音,笑吟吟道:"两位,一个在苍州多年,一个在平州多年,看来,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的不少吗?" 苍州,平州,不过是苍云镜一周之地,苍云镜不过是天罚世界一境之地,相比于浩瀚的天罚世界,不值一提。 而天罚世界只是十八世界之一,整个新世界,连绵不绝亿万万里,你们两个,知道的不少吗?"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皆是咳了咳,看向四周。 不说拉倒。 沐云随即来到三棵无相树前,道:"这三棵古树,我要了。你要就给你。 葫芦老人这次倒是很大度,道:"反正这树基本上枯死了,赤仙薅也没说什么。 他对天才地宝完全没感觉。他只在乎自己的笔和自己的书。在乎的是那些,消息。虽然也不知道,这些消息能够带给他什么好处。 沐云将三棵无相树连根拔起,收了起来。 诸天图 世界范围内 林语成、赤雄心等几位矿工,在盘古灵的严格坚持下,尽职尽责的开垦新的空间。 沐云将三树无相树带了进来。 其一缕魂魄凝聚成体,出现在此地。 牧主 盘古灵恭敬道。 无相树,颇为不凡,在世界之树滋养下,应该能够起死回生。 三株三丈高大的无相树,落入诸天图世界地面,当即扎根。 而紧接着,世界之树,树干之中,有着滚滚而出的世界之力,灌输到三株古树之上。 古树之鸭,在这时焕发出一丝丝光彩。 树干表面,甚至都是开始脱落,重新凝聚。 立竿见影的效果。 牧云随即道,世界之树,是此方世界的根本。 看来,需要更多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绝宝以及天地之真,才能让这方世界,逐渐演化成一方真正的世界。 盘古灵也是点头。 山巅 古屋前 看到牧云将三棵无相树收起,赤仙薅和葫芦老人,也没说什么。 牧云继而看向几座木屋,道:"去看看。 三人一一进入木屋内,仔细查找起来。 找了一圈。 没什么发现。 赤仙薅不由道:"葫芦娃,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他们在喊我葫芦娃试试看。 老夫宰了你。 切,牧云也是道:"是不是不对?" 不可能,肯定是我们忽略了什么。 听到这话,牧云也是仔细查看起来。 忽略了什么呢? 三人再次寻找一番。 找到了。 葫芦老人惊喜的声音响起。 二人急忙来到一座木屋内。 只看到葫芦老人站在木屋的客厅位置,正正出神的看着墙面。 光秃秃的木墙面,没什么特点。 啥玩意? 葫芦老人却是道:"秘密就在这墙面上。 他一步上前,手掌取出几个玉瓶,滴出鲜血。 鲜血染红墙面,木墙面很快出现道道破损。 脱落的木屑下,是一面翠玉般的玉壁。 玉壁上,有着一道道古老的字符,闪烁着光芒。 三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古老的字符。 写的是什么?" 赤仙薅率先问道。 葫芦老人也是脸色几番变幻。 不多时,他取出几本古籍,对照自己,可一无所获。 木云却是开口道:"简师蕴。 简师蕴。 简师蕴。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一愣。 赤仙薅随即反应过来,道:"简师蕴,是平凌军的夫人。 而且据说是最疼爱的一位夫人。 木云随即道:"这玉壁上的字,记述的是简师蕴和平凌军的相遇,相识,相爱,此地名为灵运宫,是平凌军为简师蕴打造的一座行宫。 葫芦老人嘀咕道:"不是宝贝呀,生平世纪。 还写下来,搞毛线,大师所望。 木云看着玉壁上的记载。 赤仙薅这时却是取出纸笔,在木云两个字下面,又添上一行字,死子,能识的古文。 待得看完玉壁,木云不禁道:"确实是记录着简师蕴和平凌军二人的一生。 平凌军,真的死了。 这话一出,赤仙薅和葫芦老人都是愕然。 木云又是道:"平凌军巅峰时期,乃是道府天军极致,可后来被征召参战。 恶原灾难之际,突破道府天军极致,但是战死了。 这简师蕴等待多年,未曾等到平凌军归来,只是等到平凌军战死的消息。 再后来,简师蕴在这座行宫内作画了。 哦! 这句话说出,葫芦老人当即道:"这位简师蕴没有参战,就在这陵运宫内作画。 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这女人是道府天军镜吗?" 可能吧,上年没说。 听到木云这回答,赤仙薅随即道:"能够承受一位道府天军巅峰人物的撞击,这女人八成也是道府天军。 此话一出,木云和葫芦老人都是一愣。 马德! 人才! 赤仙薅不禁道:"这么看着我坐肾。 这猜测,很合理呀。 葫芦老人轻蔑道:"无耻,恶心,让我作呕,对待前辈高人,怎能这般龌龊心思。 赤仙薅顿时诈了,骂道:"你高尚,你了不起,你他们别挖人祖坟呐,整天瞅着人家坟墓谷的去挖,你是什么好鸟。 二人一言不合,立刻开骂。 木云已经习惯了。 两人争吵之际,木云看着玉璧。 玉璧上记载着的就是简师蕴和平凌军二人的《相遇相知相爱》。 可是,木云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一层玉璧下,那些空白处,似乎,凹凸不平。 木云上前去,轻轻撕裂。 第五千二百二十五章你怎么那么怕? 滋滋滋的声音响起。 玉璧在这时被撕裂开来。 立刻,有着漫天金光,照射在三人身上。 玉璧表面的一层被撕开,露出真容。 这是一整块散发着黄金光芒的壁面。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纷纷停下。 这是啥玩意? 三人都是一愣。 金色光芒,熠熠生辉。 不多时,金色光芒如同如动的水流一般,朝着四方照射而去。 三人很快来到房间外。 那光芒,竟是不走直线,而是扭扭曲曲,像是水流一般,顺着山峰流淌下去。 三人一路跟着光芒而去。 直到最终,出现在这云雾缭绕的宫廷一方。 恐怖的气息,爆发开来。 前方宫廷内,主宫位置,突有光芒,升腾万里。 在那光芒内,整座宫殿似乎都是渲染上了一层金碧辉煌的气息。 三人相视一眼,各持道气,小心翼翼,跨入宫殿内。 而后,宫殿外,金光如同一面照子一般,将四方封进。 偌大的宫殿内。 三道身影站定。 很快,一缕缕金色光芒,升腾而起。 那些金色光芒,化作道道丝线,汇聚到大殿壁面上。 壁面在这时逐渐裂开。 从其中,升腾出一方石块。 玉石块? 还是原天神禁玉。 葫芦老人惊奇不已,黑黑笑道:"老天爷果然不曾亏待我呀。 你他们眼瞎了。 赤仙薅确实骂道:"走走走,赶紧走。 这时候,葫芦老人也是发现不对劲的了。 三丈直径的玉石块内,此刻竟然也是封进了一道身影。 一位女子。 看起来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一身浅青色裙衫,十分灵动,闭着双眼躺在那里,好像睡着了一般。 又见原天神禁玉,又见被封禁的女子。 葫芦老人这时也是没有任何的心思在想着老天爷不亏待他了。 这哪是不亏待? 这不坑人吗? 三道身影,一溜烟转身就跑。 有了红裙月息的经历,三人现在是真的耸了。 可,当三道身影飞迟到大殿外,却是发现,大殿殿门被直接封上了。 道道经文,弥漫天地,如同金钟罩一般,将整座殿羽封住。 快破了,快破了。 葫芦老人立刻嗷嗷喊道,谢老弟,破晋,快破晋。 真是毙了狗。 破个锤子。 沐云确实是在破晋,近万道文,蜂拥而出。 可是这些封禁,金色光芒,格外强横。 他的道文,根本不值一提。 怎么会这样? 而就在这时,大殿内,一股恐怖的吸引力,直接爆发而出。 三道身躯,被无形大手,直接隔空抓去。 喷喷喷。 当得三道身影被抓回到大殿内。 殿宇四周,殿门喷喷关上。 很快。 大殿内,景色变幻。 空荡的殿宇内,唯有那三丈高大的四方圆天神禁域,以及里面封禁的少女。 可是徐徐之间。 殿内。 有着烟雾生腾。 继而,道道滑光,从天而降,令人心悸的气息,亦是腾空而起。 在那云雾缭绕,滑光声腾之间,只看到一道身影,款款跨步而来。 那是一位女子,看起来三十余岁年纪模样。 身着宫装,体态新长,给人感觉更是很成熟,很有风韵。 女子面容和煦,眼眸很亮。 气质更是显现出几分温婉。 请坐。 女子看向三人,微微一笑,玉手轻轻一挥。 三人被动坐下。 屁股下已经是出现椅子,身前也是出现桌子。 桌子上还有许多的真羞美味。 别吃,是幻觉。 沐云开口道。 赤仙薅和葫芦老人纷纷僵硬地坐在椅子上。 可是三人身前。 貌美女子,却是拿起桌子上的一枚真果,一口咬下。 鲜美果汁,顺着女子嘴角留下。 再配上女子那明眸动人的姿态。 三人一时间都是愣了。 这是,干嘛? 好像是,真的。 三位不必害怕。 女子笑了笑道,这些只是略表心意。 赤仙薅看着桌上的美味,倒是心有意动。 那果子,她可是看出来了。 名为九元天稻果,一颗果子,颜年益寿,而且对自身稻住,倒台,倒海都是有着无可取代的增益。 桌子上的真果,可不止这一种。 太引人了。 可看到沐云和葫芦老人都没动,赤仙薅也没动手。 女子笑吟吟道,在下,便是简师韵了。 简师韵? 亭陵君爱人之一。 沐云拱手道,前辈,我们三人只是来探秘,并未做出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来。 简师韵眼嘴轻笑道,你怎么那么怕? 怕? 不怕才怪了。 原天神禁狱内的少女是什么人? 先前在原天神禁狱内,碰到了月曦姑娘,沐云差点没被西干。 这又碰到一个。 这着实是太吓人了。 沐云现在心中只想着,赶紧离开此地。 他现在也不缺什么了,离开此地,安心发展云阁。 你无需害怕什么。 简师韵笑了笑道,我并不会害你。 相反,我需要你的帮助。 帮助? 沐云急忙道,我的血被抽干了,你抽他们两个的吧。 嗯? 什么血? 简师韵也是被沐云搞萌了。 你不是需要血吗? 沐云反问道。 当然不是。 简师韵看了看沐云,这才道,我需要你帮忙。 这原天神禁狱内,封禁的,是我和平凌军的女儿,平仙仙。 当年,平凌军在厄园灾难生死之前,是回到了平州的,他将自身一身道筒,进阶封存在女儿体内。 后来,我也上了战场,自知天地大乱,我也很难活下来,于是将我女儿封禁。 简师韵苦笑道,实际上以我道府天君之境,根本没这个能力,多亏了这原天神禁欲。 简师韵没有多说这个,而是看向沐云,认真道,而今,我和夫君,皆是申故,女儿被封禁多年,你触发了封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照顾好我和平凌军的女儿平仙仙。 托姑啊! 沐云长长的松了口气。 你愿意吗? 简师韵看着沐云,眼神带着蜥蜴。 沐云却是试探道,愿意了,会如何? 不愿意,又会如何?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沐云仔细回想起来。 碰到巨猿山脉,天鸾山内的鸾百宇,那老东西,也是托姑给他。 不过,鸾百宇托的是一族族人的命运。 而这简师韵就是真正的托姑。 第五千二百二十六章托姑 简师韵笑了笑道,你若是答应,这桌上的真羞美味,你进接拿去,且我这里有三件王道之器,全部给你。 简师韵看着桌上真羞美味,道,这里的果子,灵酿,价值连城,我想你能看出来。 三件王道之器,都是完好无损的。 我答应。 当简师韵话语落下,沐云没开口,赤仙薅没开口。 葫芦老人立刻蹦起来,当即道,我被修饰,当时胸怀天下,平陵君大人是我一生敬仰的大人物,他的女儿,我,你不行。 简师韵却是直接道,我只看中了他。 听到这话,葫芦老人立刻跳起来,道,简师韵大人,您别因为我老,就觉得我不行啊。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葫芦老人据理力争道,我老,可我有经验,带孩子,我在行。 一旁,赤仙薅嘀咕道,是挖坟你在行吧,你他们闭嘴。 葫芦老人吹胡子瞪眼道。 三剑王道之气啊。 这让葫芦老人几乎发狂。 这无异于是在一位好色之徒面前,放上三个不着一物,身材窑窍,貌美不凡的女子。 葫芦老人这次是真急眼了。 赤仙薅兴兴闭嘴。 简师韵看向沐云,认真道,我选中了你。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你们三人,都会死。 简师韵依旧笑道,我知道,你们发现了那位被封禁的女子,她很厉害,可是,现在,在这里,我要杀你们,或许,她也发现不了。 三人顿时觉得一阵恶寒。 这女人,好凶。 沐云却是再次道,我答应,你将三剑王道之气给我,我将你女儿带出去,我再杀了她就是了。 简师韵闻言,玉手一番。 一颗珠子,出现在其掌心。 此为同命天元珠。 我女儿体内也有一颗,你吞下此珠,便是会和我女儿同命相连。 她死,你也得死。 当然,你死,她也会死。 简师韵认真道,不过,你若是境界到达到府天君之上到新黄境,此同命天元珠,自会破解。 亦或者,你与我女儿,相差一个大境界,此珠也是会破解。 真会玩。 沐云心中无语。 这他们,手段和鸾白羽如出一辙呀。 你为什么非要选我? 沐云不解。 鸾白羽选中了她,简师韵也选中了她。 这让沐云觉得,二人所说的什么暗中考核过了,都是瞎扯淡。 简师韵听闻此话,却未回答,而是看向赤仙蒿和葫芦老人二人,再看沐云,方才道,我之所以选择你,和他们二人选择你,是一个原因。 哈! 这算什么回答? 沐云不禁看向赤仙蒿和葫芦老人。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却是一人看向一边,不曾开口。 行吧。 沐云随即道,反正我也跑不掉了。 你女儿,我照顾,也就是说,带我到达到釜天军之上的,到新黄境。 便不用我负责了。 嗯? 行。 沐云接过珠子,直接吞下。 简师韵被沐云如此果决的手段惊恶到了。 其美眸看向沐云,带着几分赞许。 这桌子上的每位真修,而今进入此地的那些人,所在势力,也根本拿不出来,足足三十六种,至于适合功效,简师韵与只轻轻一点沐云眉心。 很快,沐云脑海内,便是浮现出三十六种真果,灵量的功效和奇特。 而接着,三张桌子上的每位真修,进阶消失。 葫芦老人和赤仙薅看到这一幕,暗暗咽了咽口水。 这些珍宝,价值可比三剑王道之气都不差。 此为三剑王道之气。 简师韵将三道锦盒,直接交给沐云。 同时,关于三剑王道之气的介绍,也是涌入沐云脑海。 看到这一幕,葫芦老人羡慕的眼睛通红。 真好啊。 多像是丈母娘给女婿发自己女儿的嫁状啊。 沐云简直是走了狗屎运啊。 当沐云将三剑王道之气和三十六种真修灵量全部收取。 简师韵这才走到那玉石前,玉手轻轻碰出玉石,脸颊贴着玉石,看着玉石内沉睡的少女。 鲜鲜,希望你能够活下去。 逐渐,简师韵身躯消散。 大殿内一切,消失不见,好似一切都是幻觉。 沐云急忙检查自己魂海,发现三剑王道之气和三十六种珍贵的至宝都还在,大呼一口气。 可不能被坑了。 玉石,在这时霹里啪啦碎裂。 石块内的少女,一步一步走出。 其身姿纤细,面容甜静,有着迷人的大眼睛,看起来十六七岁的样子。 让人很是惊讶。 沐云一时之间,也是看得出神。 她倒不是想着这样的女子,陪伴自己多好。 而是想着,如果陈儿在身边,现在也该是十六七岁样子。 这般小仙女般的人,给自己做儿媳妇,挺好啊。 嗯,不行。 还得考察考察。 自己以后是要成神帝的,儿媳妇,那得是天纵之姿,才配得上自己儿子。 平仙仙。 沐云上前,看着身姿纤细,天真清纯的少女,出口道。 少女此刻,美眸看了看沐云,一步跨出。 紧接着,其整个人身姿,软绵绵跌倒在地,扑通一声响起。 大殿内。 沐云,葫芦老人,赤仙蒿,三脸猛逼。 卧槽。 沐云急忙上前,江平仙仙搀扶起来,惊恐道:"你别死啊,你死了我也得完蛋,你好歹等我到达那什么道新黄境,你再死啊。 快快快。 沐云看向赤仙蒿和葫芦老人,道:"快救救他。 葫芦老人上前来,查看半天,随即道:"给我一件王道之气。 你他们,沐云忍住骂,道:"你能救活他吗?" 葫芦老人咳了咳,才道:"你给我一件王道之气,我试试看。 滚犊子。 赤仙蒿也是看向平仙仙,仔细检查好半天,眉头紧皱。 看出什么问题了。 赤仙蒿摇摇头。 沐云,你他们什么都没看出来,哥那思索个屁。 沐云刚想开口。 可就在这时,平仙仙突然苏醒,看着沐云,直接抓住沐云臂膀。 掀开沐云长袖,一口咬了下去。 第5227章经常让我咬。 平仙仙速度极快,似乎极为渴望,直接牙齿咬到沐云胳背上。 这一刻。 沐云,赤仙蒿,葫芦老人,再次三脸猛逼。 别别别。 沐云急忙道:"别喝我血了,我已经被人预定了,专属血库,你……。 可是很快。 沐云便是发现不对劲。 平仙仙,并不是喝自己的血。 而是在,吸取自己体内力量。 准确来说,这少女,是在吸取她体内的诸天图之中,世界之术诞生的世界之力。 过了好一会。 平仙仙松开沐云手臂。 其俏脸在这时看起来,颇为红润,且整个人体内,有股隐隐间极为强横的力量。 道问三才净。 道问神净,共有十净。 第三净,三才净,立天命,立地命,立为人之命。 到达这一境界的人,不加掩饰的话,浑身上下给人一种超然物外的气质。 而今,这瓶仙仙,便是这等气息。 这小女子,道问三才净。 沐云突然觉得,自己多年苦修,都喂了狗。 葫芦老人随即道,这瓶仙仙,是得道平陵军道统,一味道新皇境的道统之力,而且还是父亲传递给女儿,简直让人想死。 羡慕的想死。 沐云也知道,道统,类似于传承之力,她的命数在身,是无法接受道统传承的。 平仙仙这时候看向沐云,不禁道,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沐云缩了缩脖子。 我只是按照和你母亲的约定,照顾你,你可别爱上了我。 一旁,葫芦老人和赤仙薅心中皆是暗骂,真不要脸。 我有一个儿子,估计都和你差不多样子,沐云心中嘀咕。 这要是再找一个。 十娘。 且不说九位夫人能不能接受,只怕几个孩子都要把她挤两骨戳穿了。 再说,王欣雅就在苍州,她还没那么饥渴。 平仙仙好奇的看着沐云,道,你身体里的东西,能给我吗? 不可能。 沐云直接拒绝。 世界之术,这可是她培养至今,怎能送出去。 可是,你不给我,我会死。 平仙仙随即道,除非,你经常让我咬。 经常让我咬。 这句话,可太有奇异了。 小姑娘,话不能乱说。 你需要那股力量。 沐云诧异道。 嗯,这让沐云更惊讶了。 这位平仙仙,怎么看,都不对劲。 平陵君和简师韵的女儿。 那以后你跟在我身边,别乱跑,需要了找我就行。 好。 平仙仙看起来十几岁样子,可实际年龄肯定不止。 当然,被封禁的这些年倒是不算,那也说不得是几万年古灵,甚至十几万年古灵。 咱们先出去吧。 沐云开口道。 嗯。 这下,葫芦老人,赤鲜薅,是心中也有些怕了。 这地方,太邪门了。 不。 准确来说,是现在的新世界,都很邪门。 苍州。 平州。 古迹之地,挖出来的可能不是至宝,而是活人。 当年厄园灾难,十八神帝大战,是真的太恐怖了。 这哪是挖宝。 这是在挖人。 四人一道离去,准备去寻找月曦姑娘,然后离开。 沐云这次,是真的大赚一笔,回去之后,安心闭关修炼,壮大云阁,再好不过。 四人刚准备离开此地。 便是碰到了白英才和苏巧儿。 此刻二人看起来红光满面,显然有所收获。 你们准备离去了。 苏巧儿问道。 嗯? 沐云随即道,你们小心一些,平足古迹,颇为危险,道问神境,也不能大意。 随即,几人告辞。 而看到几人离去,苏巧儿,白英才,也是不解。 此处,他们确实是有所发现,三品盗器,盗爵等,都找到不少。 甚至还有四品的。 显然此地还未探索完。 这几人就要走了。 可是突然。 白英才脸色诡异起来,神色颤抖。 怎么了? 苏巧儿好奇道。 白英才颤颤巍巍,指着四人离去的方向,不禁道,他们,他们进来的时候,不是,不是三个人吗? 此话一出。 苏巧儿更是翘脸一遍。 是啊。 沐云,赤仙蒿,葫芦老人,一个青年两个老头。 怎么走的时候,多出一位少女。 二人傻在原地,目光呆滞。 可是,当得沐云四人离开灵运宫之际。 整个灵运宫古地。 在这时逐渐颤抖。 天空开始出现裂痕。 大地也是逐渐颤抖起来。 古宫,要他了。 柳文仁,柳音音,以及白英才和苏巧儿,急忙带人飞驰而出。 当众人出现在古宫大门外。 整个古宫空间,彻底崩塌,山岳也是随之坍塌。 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一般。 四人面面相去。 怎会如此? 柳文仁亥然。 苏巧儿随即道:"那个谢卿,她从这里,带走了一个活人,是一个少女。 活人? 少女? 几人又是心中一愣。 另一边。 沐云,赤仙蒿,葫芦老人,带着平仙仙,离开古宫。 柳文仁所在区域。 月曦姑娘在哪里? 不知道啊,那怎么找? 三人大眼瞪小眼。 沐云随即道:"不找她了,她那么厉害,肯定能够找到我们。 行。 这下,葫芦老人和赤仙蒿也是同意。 尤其是葫芦老人。 这次平足古迹内,她前几个月,和沐云分开后,大捞一笔。 可是结果,被月曦姑娘直接把自己裤衩都扒下来了。 多少年珍宝被分给沐云,葫芦老人感觉亏大了。 这次简师运托姑,点名道姓说要沐云。 她屁点好处没拿到。 此行,完全是亏本。 赶紧走,赶紧走。 血妈亏。 再不走,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 可就在这时,平仙仙却是脚步停下。 仙仙,怎么了? 沐云好奇道:"我感受到了父亲以前所用的一件盗器的气息,被人挖掘出来了。 平仙仙认真道:"应该距离我们大概两百里距离,在那边,平仙仙玉手指向西南方。 听到这话,沐云思考片刻,道:"不管了,走。 就是,肯定是那几方霸主争斗,咱们不要。 葫芦老人难得的,居然忍心放弃了。 平仙仙随即道:"那是我父亲在道府天军巅峰境界时候,所使用的一件王道之气,平天鼎。 当平仙仙此话落下之际。 葫芦老人立刻道:"我觉得,既然咱们都来了那么久,最后去看个热闹,也挺好。 沐云正色道:"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赤仙毫无语的看着二人。 平仙仙也是大眼睛带着几分不解。 这二人好奇怪。 刚才还斩钉截铁的要走,突然就改变自己的主意了。 第5228章 平天鼎和平天中 沐云看向平仙仙,问道:"仙仙,在哪里? 那边。 走。 立刻,沐云和葫芦老人,干尽十足。 虽然决定离开。 可一听到王道之气,那是真走不动道了。 王道之气。 道府天君人物所用。 沐云身上,本就有不动名王剑和元龙古甲衣这两件王道之气。 再加上平仙仙母亲所赠送的三件。 五件。 还有神秘诡异的四方末石。 还有那演化出血玲龙、闯天龙两世的诡异血玉石。 实际上沐云身上的宝贝。 不少了。 可,谁会嫌少? 平王所用的王道之气,平天鼎。 这可是太让人感兴趣了。 四道身影,离开此地,一路随着平仙仙指路,来到了一片山林之地。 山林之地外围,一座座高山化作碎石,一株株树木化作坟墨。 此地,显然是经过极为恐怖的大战。 而同时,山林深处,不时有着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彻开来。 交战,还没结束。 沐云和葫芦老人相视一眼,兴趣盎然。 赤仙蒿倒是没什么在意。 这两个憋孙。 之前一次次说着,死地危险,嚷嚷着走走走的。 可一听到王道之气,那是都挪不动脚步了。 当真是应了那句,人为才死,鸟为食亡。 四人小心翼翼,朝着前方山林深处而去。 很快,山林内,一方战场,出现在四人面前。 赤仙蒿目光看去,倒倒身影,交战不止,爆发出的气息,恐怖的可怕。 四兽门,原始宗,林族,十族。 赤仙蒿立马讲解起来。 他本就是平州人,对几大霸主势力内的强者,比较了解。 这时,可以看到,战场很混乱,绵延数十里。 而且上空,还有几位盗问大人物交手。 十无界,十无侠。 林天焕,林可哲。 赤仙蒿目光聚集在其中四人身上。 十无界和林天焕这两位组长,可谓是整个平州大地最强级别,都是盗问七星镜级别。 而且十无侠和林可哲,是这两位组长的左手右臂,本身也是盗问陆和镜级别。 原始宗,柳元初宗主,孔孟宇长老。 四兽门,四大族组长。 这下,倒是热闹了。 柳元初盗问六和镜,孔孟宇也是盗问陆和镜。 而四兽门的四大族组长,魅清然,奥天丧,薛斩黎三人都是盗问五行镜,抱态是盗问四项镜。 眼下,原始宗和四兽门联合,与十族,林族的人交手。 至于赤羽门的人,倒是没见到。 四大霸主,顶尖盗问神镜强者,厮杀起来,当真是恐怖。 那几位在高空交战的大人物们,举手投足之间,便可撕裂虚空,交织出无比恐怖的倒立冲击波。 而下方,交战也是很凶猛。 四大霸主内一位为盗海神镜,以及盗问神镜,纷纷杀红了眼。 平天顶,在里面。 平仙仙指了指山脉深处。 很显然,这些人,都是因为平天顶才厮杀起来。 不过,原始宗的人,居然和四寿门的人联手,这倒是沐云所没想到的。 这咋过去? 葫芦老人愕然。 平仙仙所指山处,已经是乱成一团了,四大霸主势力内的盗问一元镜,两一镜,三才镜甚至四象镜级别人物,带着不少道海神镜,厮杀成一片。 谁敢靠近山处,谁就成为众矢之地。 根本过不去。 过去了,也是会被荡成筛子被宰了。 而在这时,平仙仙却是道,那是我父亲的平天顶,我可以感应到他,将他带来。 这话一出,沐云,葫芦老人,目光一变。 还能这么玩? 需要我带过来吗? 平仙仙天真的问道。 需要? 需要? 几乎同时,沐云和葫芦老人开口。 说着,平仙仙便是盘膝坐地。 等等,等等。 赤仙蒲脑子都吓傻了,急忙道:"他们的,我先跑,你们把平天顶引来吧。 找死吧。 赤仙蒲都猛了。 把平天顶引过来。 那可是王道之气。 平仙仙引过来了,那么大动静,四人都得死。 这,沐云也是眉头一挑。 可就在这时,葫芦老人一咬牙,道:"我有办法,我们可以逃离此地。 但是,你小子,得答应我,这平天顶归我。 听到这话,沐云顿时道:"归你我费那么大劲干嘛。 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反正平仙仙将顶带过来,那些各道问,也会宰了我们,你觉得你能跑得掉吗?" 这下,二人隐隐间有些针锋相对起来。 不只是平天顶在呀。 平仙仙这时又是道,还有一件平天钟,也是我父亲先前所用的王道之气,品级比平天顶更胜一筹。 这话一出,葫芦老人不淡定了。 谢老弟,一人一箭,事先薅对这些不在意,咱俩分了,我保证带你安全离开。 我要平天钟。 你要平天顶。 沐云刚想说什么? 葫芦老人继续道:"愿意就干,不愿意就不干。 成。 沐云一咬牙,也是答应下来。 葫芦老人立刻道:"好好好。 平仙仙,你先别引动那两件王道之气,等等我。 说着,葫芦老人也是盘膝坐地。 其手掌一挥。 掌心内,凝聚出屡屡道文。 一共十道道文。 只是,这十道道文看起来,并不如沐云所凝聚的道文一般。 道文一出,便是有着无比沧桑且古老的气息,弥漫散开。 这是什么道文? 沐云神色一领。 这道文,不似文印,简直像是真正的神兵一般。 那种一往无前,高高在上的恐怖气息,让人很清楚的便能够感觉到。 葫芦老人咧嘴一笑道:"没见识的样子,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小仙仙,开始吧。 闻。 平仙仙在这时,纤细双指,微微一颤。 紧接着,虚空内,似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联系,朝着前方勾连而去,不过几个呼吸之间。 抓到了。 平仙仙显得很开心,玉手回收。 嗡,若然间,嗡鸣声响彻天地。 所有人皆是看到。 在那山脉深处,大地坑中,一尊顶和一尊中,腾空而起,朝着数十里外飞驰而去。 第5229章 宝花玉录 当平天顶和平天中飞驰而起,离开交战核心范围时候,来自各大霸主势力级别的道问神境强者们,纷纷身躯腾空,眼中蕴含杀气。 拦下! 快拦住! 两大王道之气,这是平州霸主们都无法保持冷静的绝世神兵。 可是眼下,居然有人,在他们眼皮底下,想要偷走这两大绝世神兵。 这简直是找死。 来了来了来了,赤仙蒿看到两尊王道之气,快速到来,激动不已。 太他们刺激了。 在四大霸主眼皮底下,偷盗王道之气,这要是被抓到了,估计能把他们四个扒成傻子吧。 可是,好刺激啊。 快溜了溜了,赤仙蒿嗷嗷嗷叫着,看到那群追来的道问神境强者们,哈哈笑道,一群傻貌,哈哈哈哈,可是很快。 赤仙蒿脸上的笑容,便是僵硬了。 快走啊,葫芦娃,你搞毛啊。 赤仙蒿急了。 那些道问强者来的多快。 搁着魔机,那不是找死吗? 是在走啊。 葫芦老人一抬头,整个人傻眼了。 马德。 没动。 四个人,怎么还在原地? 不可能啊。 他得到的那十道空间道文,可是出自皇道镇师之手,能够将他们立刻传送至万里之外,离开此地。 这些道问,根本拦不住。 别说这些道问,就是道王,也拦不住。 可是眼下,四人,居然还在原地。 斜了门了。 但是,当葫芦老人起身,只看到四周,一位位来自林族,十族,原始宗,四寿门的道问,道海强者,里三层外三层将他们围在一起。 呃,葫芦老人看了看这些人。 再看那平天顶和平天中,就在四人中间。 平仙仙一脸单纯的看着这些人。 沐云和赤仙蒿二人,目光死死的瞪着葫芦老人。 被你害惨了。 我要疯了。 二人恨不得宰了葫芦老人。 葫芦老人颤颤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啊? 不可能有问题的呀。 这是他从一处古迹内得到。 是一位黄道阵师留下的古老的空间道闻。 怎么会失笑了? 几只蝼蚁,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身为十族族长,十无界此刻脸色阴冷。 同样,其他几位大人物,也是目光带着杀气。 他们拼死拼活交战,岂能让旁人得了好处。 最重要,居然是几个跳梁小丑。 可就在这时,平仙仙确实道:"我拿走我爹的东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少女单纯的声音,让得在场几位大人物,都是一愣。 这少女,是平凌军的女儿。 怎么可能?可一时之间,几位大人物,都是没有动手。 十无界,林天焕、柳元初,以及魅清染等,纷纷注视着平仙仙。 赤仙薅急忙道:"没错,她就是平凌军在世的女儿,你们可小心点,别胡来。 这话,显然是唬住这几位大人物。 几人纷纷看向平仙仙,更是探寻四周,不敢出手。 可过了好一会。 几人皆是没有感觉到,附近存在什么恐怖的人物。 也就是说,这女子,即便是平凌军的女儿,也没有靠山了。 平族都不在了。 平凌军的女儿,又算什么? 她是平凌军女儿,你们三人不是吧? 林天焕族长冷漠道,儿等鼠辈,也敢钻空子。 找死。 林天焕一声冷哼,直接手掌一拍。 道力如海,却是被压制到一道掌印内,释放着让人心悸且恐惧的力量。 道问七星境。 这等实力,在平周内,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了。 这一掌下来,四人谁也挡不住。 可眼看着掌印杀出,无人阻拦。 下一刻。 噗! 恐怖掌印,如气泡一般,临近四人之时,直接炸裂。 没有任何力量的爆发扩散开来。 黄道阵师凝聚的空间符文。 一道轻盈惊一声响起。 紧接着,沐云四人身边,虚空微微一晃,一道身影,已经出现。 一身红裙,容颜惊艳,气质清雅且灵动的月曦,来了。 看到月曦姑娘出现在这里,葫芦老人和赤仙蒿二人顿时宛若见到亲娘一般激动。 太好了。 不用死了。 月曦姑娘这时却是看着四周十道空间符文,好奇道,老家伙,你从哪里弄来的? 葫芦老人急忙道,一处古迹内挖出来的。 一味道新黄境级别的黄道阵师凝聚的空间符文,放到现在,也是很少见。 月曦姑娘预指点出,道,给我研究研究,说着,月曦姑娘手指收取十道符文。 葫芦老人肉疼的心在滴血。 每次碰到这女人,总是没好事。 自己总是亏。 月曦姑娘说着,预指点出间,十道符文,消失不见。 其美眸看向那平天顶和平天中,不由道,王道之气,有些受损,不过顶内还有宝花玉露。 宝花玉露。 当这四个字出现,在场所有人物,都是神色一颤,甚至忍不住想要直接出手将那平天顶拿到自己手中。 何谓宝花玉露? 此等神叶,是以十种百万年份的神花花蕊为核心药引,在服以百种十万年份的花瓣炼制的。 宝花玉露选用的神花花蕊以及花瓣,出自不同的炼丹大师手中,所用也不一样。 但是每一种宝花玉露,都是药效极其不可思议。 对道柱,道台,道海神境级别,这宝花玉露,可以让这三大境界级别武者,道柱,道台,道海都是得道滋养。 就如同一片黄土,北真叶浇灌,就成为沃土。 宝花玉露,就有此神效。 而对于道问神境级别,宝花玉露更是能够让道问级别人物的时境提升之路,缩短数倍甚至数十倍时间。 此物,至少是超越道王级别的丹师,才能够炼制出来。 那神顶内,有百花玉露。 月曦姑娘的话,可谓是引燃了在场所有人的占据心。 沐云看向月曦,眼神带着一丝古怪。 有就有,您能别说出来吗? 而至于葫芦老人,更是目光呆滞。 平天顶内,有百花玉露。 曹了。 亏了。 裤衩都亏没了。 她和沐云商量的是,她拿平天钟,沐云拿平天顶。 可谁他们能想到,顶内还有好东西呀。 这时,月曦姑娘将平天顶交给沐云,道,你靠着这些百花玉露,到达到问,不是问题,作为我的血库,你现在太弱了。 第五千二百三十章我帮你杀了。 沐云接过平天顶,看着月曦姑娘,道,你就这么给我了,我还怎么活呀。 林族,十族,四寿门,原始宗的诸位道问,都在看着。 月曦姑娘却是笑吟吟道,我召你,你怕什么? 葫芦老人这时也是急忙抓住平天钟,不肯放手。 说好了一人一见的。 就算她没能带着几人跑路,沐云也不能反悔。 她就怕月曦姑娘脑门一热,直接把平天钟也给沐云了。 那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时,月曦姑娘看了一眼葫芦老人,却是没说什么。 似乎拿了葫芦老人的十道符文,她也不好说什么。 月曦姑娘随即道,走吧。 葫芦老人,沐云,事先薅三人,急忙朝着月曦姑娘聚拢。 他们心中也是明了,四周这几方霸主人物,虎视眈眈,想跑,靠他们自己是不可能的。 而且,沐云心中也是明白。 即便现在自己是以陆清风的容颜,谢清的名字,可将来,月曦姑娘和平仙仙都会出现在云阁内。 几大霸主只要不傻,便是该知道,她本身是谁了。 不过沐云也并不是很担心。 至少,月曦在,那就是巨大的震慑。 看到几人居然就打算这么走了,四大霸主的诸位顶尖道问神经强者们,脸色更是冷漠可怕。 就这么走了。 一声冷哼,响彻开来。 十足时无暇,此刻脚步跨出,漠然道,这两尊王道之气,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想这样带走。 听到这话,月曦姑娘却是好奇道,可是,你们到手了吗? 当月曦姑娘此话落下,在场众人,都是神色一变。 不是他们拿到手了吗? 月曦姑娘再度道,所以,归他们,没问题啊。 这话一出,几人都是猛了。 这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 说着,月曦姑娘脚步再度跨出。 不准走。 十足时无暇,林足林可哲,以及四寿门的豹太族长,还有原始宗孔孟宇长老,都是纷纷脚步跨出。 十无界,魅清然,林天焕,柳元出四人,亦是眼神冷漠。 数十位道问级别的存在,将四方封禁的死死的。 沐云这时低声道,他们不会任由我们离去,没事的。 月曦姑娘身姿轻盈,体态恶罗,微微一笑道,想走就走。 说着,其脚步再度跨出。 放肆。 十无暇怒急,直接一步跨出。 而看到十无暇出手,其他人等,亦是纷纷杀出。 平天顶。 平天中。 两大王道之气,就这么被带走,那他们四大霸主威名何在? 嗡,可就在这时。 四周虚空,微微一颤。 道道杀来的身影,在这时纷纷被定格。 一味未道问,道海神境级别的大人物,强者,脸色煞白。 他们,居然动不了了。 这女子,实力如此恐怖。 就在这时,月曦姑娘看向沐云,道:"要都杀了吗?" 沐云一愣。 可以都杀了。 你想杀谁,我帮你杀了。 月曦姑娘开口道,算是喝你一次血,补偿给你的。 闻言,沐云心头一跳。 这等好事,她岂会拒绝。 林族的人。 沐云直接道,林天焕和林可哲打个半死,奄奄一息,带走,其他林族之人,全部杀了。 至于四兽门,十族,原始宗,不用杀,这话一出,月曦姑娘道:"行吧。 说着。 所有被定格的人,皆是看到,那林族舞者,一个接一个,身躯如同水泡一般,砰砰砰的炸开。 一位位道问,一位位道海,化作血色粉末,气息溃散消失。 真杀了。 沐云愣住了。 她没想到,月曦姑娘,说一不二,说杀就杀。 这个月曦,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了? 到王之上。 到新皇境级别。 一位位林族族人,身躯纷纷爆裂。 赤仙薅,葫芦老人,也是脸色惊变。 这,玩独自了呀。 他们两个,留着性命。 月曦看向沐云。 嗯? 沐云急忙补充道:"打个半死,留一口气就行了。 行。 说着,月曦姑娘预手一点。 砰。 林天焕,林可折二人,四肢筋脉骨头暴碎,胸膛也是出现道道血洞。 而在这时,沐云身影冲出,凝聚道道道闻,将二人直接禁锢。 做完这一点,沐云才是真的放下心来。 咱们走吧。 沐云笑呵呵道。 月曦姑娘随即道:"他们,我也可以帮你杀了。 十足,原始宗,四兽门。 沐云急忙摇头道:"别别别。 这三方与他并无什么血海深仇,而且,真要杀了这些人,平周会彻底乱套的。 林族这些人死了,就够了。 行吧。 说着,月曦姑娘转身离去。 沐云挤人,急忙跟上。 当得意行挤人,消失在山林之地尽头,再无一丝痕迹之际,众人方才逐渐从禁锢之中,得以解脱。 看着满地林族强者的尸体,不少人都是心中惊骇万分。 难以平静。 那女子,是谁,时无界组长此刻整个人呆滞地站在原地。 挥手之间,将林族此行尽百位盗问,盗海强者,悉数斩杀。 且,盗问七星径的林天焕,居然毫无反抗,直接被重创。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林族,柳元出此刻,一声呢喃。 林族林天焕和林可这二位,可是扛顶人物,而今被重创带走,那个青年,定然是不会放过这两位大人物吧。 那林族此次损失这么多巅峰强者,族内实力,必定是会大不如前呢。 而与此同时,魅清染却是妖艳且媚人的容颜,带着几分神动。 其玉手一挥,当即带着奥天丧,薛斩黎,抱太几人,离开此地。 看到这一幕的十无界族长,柳元出宗主,亦是想到什么一般,也是带人离去。 平族古迹。 魅清染一袭长裙,明艳动人,此刻却是眼中带着笑意。 从刚才到现在,你都是很开心啊。 在其身侧,火焰玄鱼鸟一族族长薛斩黎,不禁开口道,平天顶和平天中,可是两剑王道之气,都被带走了,你心里就没点不舒服的。 听到这话,魅清染却是反问道,那林族,十族,原始宗得到了吗? 这话一出,薛斩黎无言以对,一旁的傲天丧和抱太两位族长,也是神色一愣。 第5231章回我的大本营。 他们确实是没有得到,可是,我们也没到手啊,你开心什么? 抱太族长挠了挠头。 魅清染无奈。 既然大家都没得到,而且,与我们从来都是水火不容的林族,这次损失惨重,我们四兽门的机会,不就来了。 机会 三大族长,皆是一脸好奇的看着魅清染。 看到三人还是这般不解,魅清染也是颇为无奈。 林天焕和林可这可谓是林族之助,而今这二人生死,且林族内,十几位道问一元镜到五行镜的大人物都被杀死,那林族,岂非是群龙无首。 魅清染笑吟吟道,这不就是我们的机会到了吗? 机会? 这下,奥天丧,薛斩黎,豹太三大族长,立刻明白了。 四兽门成立之初,林族可是最针对他们的。 而今,林族死了这些人,那族内必然是会乱成一团。 四兽门趁此机会,好好好。 奥太立刻哼道,这次,林族活该。 平族古迹外。 大烟山内。 沐云,月曦,平仙仙,赤仙蒿,葫芦老人挤道身影,出现在此地。 总算出来了。 赤仙蒿黑黑一笑道,这些多亏谢老弟了。 客气客气。 沐云笑了笑,随即道,不过,你们也别松口气,那几方势力,对平天顶和平天中,必然是心怀觊觎的,葫芦老人却是道,老夫接下来就要离开平州了,才不会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赤仙蒿也是道,老头子我也去休息休息了。 二人纷纷离去。 沐云身边,月曦倒是一脸打亮的看着平仙仙。 她是谁? 月曦声音平静道。 平陵君和简师韵的女儿,平仙仙。 哦! 月曦却是目光再度看向平仙仙,似乎想说什么,但是终究什么也没说。 接下来,去哪里? 沐云笑道,回我的大本营。 说话间,沐云身影已经变化成陆云的模样。 月曦早有预料,也没说什么。 而平仙仙则是一脸诧异道,你,我本就是云阁阁主陆云,哦,当然,我本名是沐云。 谢卿,陆云,沐云,平仙仙一时惊愕。 到时月曦,没什么表情变化。 沐云随即道,那个,二位,我那妙小,你们两位都是大神仙,所以接下来,暂时有请二位低调些,为何? 月曦姑娘好奇。 我这次得到那么多宝贝,他们不知道谢卿是谁,可是看到你二位在我云阁内出现,肯定就能猜测出来,到时候,沙象云阁,我云阁可就是血流成河了。 月曦姑娘确实道,有我在,你怕什么。 沐云颤颤一笑。 有月曦这般强者在,她当然不怕。 可,鬼知道这女人,哪天就跑了。 这等级别的存在,颇为随性,若是真的哪天说走就走,那她也没任何办法。 沐云带着月曦姑娘,平仙仙二人,一路返回,朝着天江城而去。 一路所过,不少城池,皆是有着云阁旗帜。 沐云也是知道,这些时日,燕家、月家、聚灵帮的地狱,紧接是被云阁拿下。 而今,整个平州最西北区域的两百多万里,都是属于云阁。 当沐云再度回到天江城时,见到了江云运。 你回来了? 江云运看起来精神不错,再见沐云,笑道:"回来就好,我父亲和公爹,以及夫君,都是随着云阁的人出去做事了。 府内就我在。 沐云笑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听到此问,江云运随即道:"我可不是云阁核心人物,这些事情,我倒是不很清楚,不过有人知道。 哦! 谁还在? 很快,江府内,一道身影出现。 凤铷。 沐云看向凤铷,不禁道:"你怎么在这里?" 凤铷拱了拱手,这才道:"阁主安全归来可太好了。 老夫是奉了副阁主的命令,做镇天将成的。 而今云阁大本营还是云城。 天将成是在三大势力中央,这里暂且算是云阁第二个分布城池。 一北一南,调度也方便。 打造势力,可没那么轻松。 这些年来,沐云也是了解这一点。 几人走到江府一处花园梁亭内。 凤铷禁道:"两位副阁主这段时间来,一直带人在三家地狱内走动,人心也是需要安抚的。 好在,燕家、岳家,对其所掌管的城池都是比较苛刻,两位副阁主下令,减去他们不少负担,大多数人还是乐意投诚的。 少部分人心怀恶意,不过沈副阁主如今道问两一镜,道是也能够镇住。 道问两一镜。 沈慕归。 这家伙,实力提升未免太快了点吧。 赵副阁主大人,如今也是到达道问一元镜了。 凤铷再次道:"好家伙。 比他都快。 一切安好。 沐云问道:"安好,也不是很好。 凤铷直接道:"阁主您也知道,咱们云阁成立百年之久,如今根基稳定。 这次将三方灭除,也是引起了他人注意。 哦。 沐云笑道:"说来听听。 凤铷随即道:"整个平州大地,地狱广袤。 西部区域,都是原始宗的地狱,下辖大城池上千座。 东部区域,则是林族,南部区域是赤羽门,中间大地,是石族,而东北区域,则是四寿门。 大体上,可以分为六个区域。 最后一个区域,就是我们云阁所在的西北区域了,这里, 大大小小势力不少,最厉害的,比石族他们当然差距不小,可也有不少道问三才镜,甚至是四象镜的人物。 听到这话,沐云点点头。 凤铷随即道:"西北区域,最强大的四家,就是赤兴宗,暴虎帮以及丰韧堂还有堂家。 这四家内,都有道问级别坐镜,一元镜,两一镜,甚至三才镜,沐云眉头一挑,随即问道:"有人找我们麻烦了?" 嗯? 凤铷开口道:"最近,堂家的人,对我们有所图谋。 堂家。 沐云不禁笑了起来。 云阁才出具规模,眼下就是被人盯上了。 这可真有意思了。 第5232章有时间给你做。 沐云随即笑道:"行了,你在此地坐镇吧,我先返回云城。 是。 具体情况,他再去找沈木归和赵文亭问个清楚。 而今的沐云,可是不怕这些势力了。 除非原始宗、赤羽门、石族、林族、四兽门这等级别的存在对云阁出手。 沐云离开天江城,便是返回云城。 这里,才是云阁大本营。 隔着很远,可以看到,云城几座城门上,皆有云阁旗帜,随风飘荡。 看到偌大的城池,沐云心中,反倒是安定下来。 这里,是他这些年来的心血呀。 平仙仙看着前方城池,大眼睛闪烁着光芒。 月曦姑娘却是簇眉道,这就是你的云阁大本营。 是啊。 沐云笑道,还不错吧。 月曦姑娘看了看沐云,看了看云城,一言不发。 什么都没说。 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沐云不由道,月曦姑娘,您是道问神境之上的大人物,可我只是个道海巴众的小人物,能够建立起这一方势力,可也是花费不少心血的。 抱歉。 月曦姑娘却是道,说我是道问之上,有些侮辱人了。 嗯? 你不觉得你的话更侮辱人吗? 阁主。 刚入城内,云阁内,已有人迎了上来。 许元厅。 许江南之子。 而今在云阁内,也是颇受重视的年轻一辈。 阁主回来了。 许元厅兴奋道,需要通知几位城主大人吗? 沐云点头道,没事的,可以赶回来的,都叫回来吧。 是。 沐云又是道,赵副阁主和沈副阁主呢。 听到这话,许元厅当即道,两位副阁主都在外面,需要叫回来吗? 能叫回来就叫回来吧。 是。 许元厅立刻开始忙碌起来。 沐云则是带着两女,来到云阁内部,自己所在的阁主宫阁内。 偌大的宫阁,沐云独占一座宫楼。 以后,你住东边,你住西边,如何? 平仙仙没意见。 月曦姑娘却是道,我住你住的这间。 最终,沐云老老实实搬走。 月曦姑娘住下之后,在自己所在宫楼内,设下道道禁闻。 这一幕,让沐云都是被震撼到了。 她沉浸阵数多年。 可以说前世,今生,她一直是没有放弃对阵法的研究。 可她能够明显感觉到,月曦姑娘设下的禁闻,就是以道文为根基,就是,挥挥手,禁闻凝聚。 而且,整座宫楼给人的感觉,就是道问巅峰人物,也根本不能损伤其分毫。 沐云不禁道,月曦姑娘,如果实在闲得无聊,帮我云城都打造成固若金汤的城池啊。 月曦姑娘看着偌大的云城,点头道,有时间给你做。 卧曹。 同意了。 沐云心中错愕。 她就是试探的问问而已。 不过,这句话有些奇异啊。 如果是她自己来,给云阁布下一座座三级大阵,彼此连接,贯穿,那都得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多。 想要给整个云城都庇护在大阵之下,那只怕十年都干不完。 可若是月曦姑娘出手,那就很快了。 这女人,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 道王巅峰? 肯定不止。 道新皇者巅峰。 或者,超越道新皇者。 可这么强大,怎么被封禁了? 而且,这女人和天鸾山下那个被封禁的白衣白发青年,孰强孰弱。 和黑衣小天伐秦令语相比,孰强孰弱。 沐云不知道,没办法判别。 不出半日时间。 各大城主,以及沈穆归,赵文廷等人,悉数归来。 许江南,王浩英,行业,英炫海,镜中人,江庸,傅还者这几位城主,看起来,气息又是不同。 得益于沐云的提升,本是道海巴仲的几位城主,到达道海九重。 这其中,王浩英本是道海九重,如今竟也是踏入道问一元境。 云阁道问,再增一人。 这无疑是天大的好事。 阁主! 众人见到沐云,纷纷攻身失礼。 诸位辛苦了。 沐云笑呵呵道,此次外出,我亦有收获。 接下来时间,云阁只需要好好打理聚灵邦,岳家,燕家的地狱,以及七城大地。 哦对了。 说着,沐云手掌一挥,大殿上空,平州地狱,一展而现。 整个平州大地。 各个区域,精卫分明。 而西北大地区域,最北面就是大燕山,占地很广。 最西北角落,就是现在七城大地和聚灵邦燕家岳家地狱。 而今的云阁,占据地狱方圆近乎两百万里。 实际上,还能大一些。 譬如岳家,燕家距离大燕山还有一段地狱,那里也有一些城池重镇,沐云也是了解到,云阁的舞者,也朝着那边进攻了。 不过。 云阁发展壮大,最多也就到达大燕山边缘。 大燕山东边,就是连接平天山脉。 平州最大的一条山脉。 平天山脉,那就是四兽门的地盘了。 而云阁地狱南边,那就是元史宗的掌控范围了。 所以,朝东边发展最多就到大燕山。 朝南边发展,不可能。 敢咬元史宗一口肉,元史宗恐怕直接就来灭云阁了。 只有朝着东南方向了。 如果把平州地狱缩小一些,便可看到。 东边的元史宗,北边大燕山,以及东北边的四兽门,还有中央的十足地狱。 这三者之间,还有一片区域。 而这一片区域,也是存在一些刺一级势力。 赤星宗。 暴虎帮。 锋刃唐。 唐家。 这四方势力内,比云阁更强一些,比霸主势力弱很多。 大家看着地图,一目了然。 云阁,更像是边陲宗门势力,目前有镜中花、奉铮、江庸、王浩英以及沈慕归和赵文廷等几位道问,可是核次一级势力比,底蕴差了不少的。 听闻唐家对我们云阁,很有想法。 听到这话,沈慕归回答道,先前他们派人来,言语之中,想让我们臣服,我推脱了。 不过,唐家也不敢过分,毕竟,真要对我们云阁出手,唐家也得崩碎一口牙,损失大一些,唐家可能会受到赤星宗,暴虎帮,锋刃唐的趁虚而入,沐云点点头。 他们不管我们,我们也不管他们。 沐云笑道,此番我所得,足够让云阁内的道海、道台、道柱们,得到许多提升。 这样吧,接下来时间,安稳住岳家、燕家和聚邻邦地狱领地,安心发展,那些人不来惹我们,我们也不去惹他们。 嗯,明白。 沈慕归点头 第5233章你是那个沐云? 除此之外,可以对外界放出消息,沐云又是道,我们云阁内,也有一位道问三才净的强者。 道问神镜,一镜一重天。 一元镜。 两仪镜。 三才镜。 这每一个境界差距,都如同道海镜至少三重境界差距那么大。 有三才镜坐镇和有两仪镜坐镇,那可完全是两码事。 沈慕归,赵文庭等人,眼神一亮。 这可是好事。 沐云为了展现自己此次所得,直接看向赵文庭,道,赵副阁主,这些修炼物资,交给你管理吧。 说着,他直接敞开自己空间戒指,将从葫芦老人那里剥削而来的质保,悉数都给了赵文庭。 几位城主大人,眼睛都看闪了。 这也,太多了吧。 这些修炼资源,云阁内上千道海神镜,根本就用不完呢。 这就是沐云想要的效果。 大家接下来不必担心什么。 如果唐家等势力前来挑衅,也无需忍着。 沐云笑道:"我请来了一位绝世强者,咱们云阁,也是有靠山的,当然,也不能狂妄,毕竟,月妻姑娘这位靠山,鬼知道哪天跑了。 紧接着,沐云又是和诸位高层商一起关于而金云阁内地狱馆里的问题。 日落下山,沐云方才返回自己居住宫阙内。 可走到门前,一头撞在封禁上,沐云才知道,自己走错了。 他的房间,被月夕占据了。 沐云来到右赶宫楼,开门而入。 进入一间密室内,沐云设下道道文符印,将四周封禁的密不透风。 直到这时,沐云才将林天焕和林可哲二人给放出来。 两位奄奄一息的道问七星镜,六合镜强者,看向沐云,眼中皆是蕴含粪。 年轻人,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这般对我们? 林可哲喝问道。 沐云不杀其他人,却将他林族强者进阶斩杀。 这百明了是针对他们。 沐云看着贪坐在地的二人,不禁模样变化成自己的形态,笑道,在下,苍蓝世界,木族,沐云。 二人又是一愣。 别装了吧。 沐云不禁笑道,西年,林族曾入苍蓝世界杀我的。 林茂,林哲。 林灿,林祥。 沐云看着二人问道,没印象吗? 林天焕和林可哲二人,脸色阴晴不定。 沐云又是道,林天仰人呢。 还有林元。 说着,沐云将这些人的外貌,纷纷勾勒出来,展现在两人面前。 你是那个沐云。 林天焕不可思议道。 哦,沐云笑了笑道,看来,平州林族,果然和杀入苍蓝的林族,有莫大的联系。 说来听听吧,是不是林天仰、林元等人,联系到你们了? 这话让林天焕脸色更是难看。 林茂、林哲、林灿、林响等人,是西年林族宗族内顶尖强者。 当然,沐云对此并不知道。 毕竟,他见到的这几人,当时还只是道台,道海神境罢了。 而林天仰? 确实是西年林族宗族族长。 沐云见到的林天仰,只是道问神境。 可这家伙,巅峰实力,绝对更夸张,道府天君甚至都不指,你们是林族庞系。 沐云开口问道,只是,林族庞系,居然流落到天法谷界内。 林族该是属于四大神帝哪一位的下属家族吧。 林天焕问问道,西年乾坤大世界崩塌,各大地域,也是漂流虚空,所在之地,都是变了不少,沐云看向林天焕,不由道,你这道问七星境,也不可能活过上一年,我又没参与当年大战,我爷爷参与了。 沐云明白了。 这一支林族派系,只是林天阳那宗族的庞系一支。 林天阳联系过你们吗? 听到这话,林天焕和林可哲闭口不言。 不愿意说是吗? 沐云笑道,你们二人被抓,林族十几位道问被杀,实力大减。 我想,四兽们很乐意,对你们林族出手。 此言一出,二人脸色难看。 林园大人联系过我们。 林园? 沐云对此人,印象很深刻。 当年,四大神帝的走狗,林族和雷族。 可他记得,当日林园生死了。 这家伙,没死。 林天阳呢? 沐云呵问道。 林天阳在洪荒时期便是我族族长,我爷爷也只是林族庞系,够不着见这位族长,我哪知道他呀? 林天患苦问道。 说的也是。 沐云坐下来,脑海之中不断思索着。 平州林族,就只是林族的分支,而且是过了一年时间,延续下来的一道分支罢了。 如此说来,整个新世界,定然其他地方也存在着林族分支。 而他们,会被林族宗族逐渐聚拢,恢复西年巅峰林族的样子。 林天阳,数千年前,已经是道问。 而今,只怕是道王,甚至是更强。 毕竟,如沐云这般,是修炼提升。 可林天阳,雷天方这等级别,是恢复。 恢复境界实力,可比提升要快上很多很多倍。 林族西年,追随哪一神帝? 我族古籍记载,西年是在福天世界内。 福天世界? 那就是儿今的福天古界,福天神帝无福天的下属家族。 沐云又是道,你们林族如何和林园联系? 是林园大人与我们联系的。 林可折开口道,他说了,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打通空间,到时候带我们离开平州。 沐云好奇道,以他们的实力,不难吧。 不难是不难,可是这里是天伐古界,毕竟是西年天伐神帝的地狱。 天伐神帝复苏了。 沐云好奇。 没听说,林天幻急忙道,但是天伐阁,据说有大人物出现,开始重组天伐阁了。 西年的天伐阁,本就是天伐世界第一超级势力,无人可以媲美,据说天伐神帝速来也是极少管理天伐阁,而是其坐下两大尊者负责。 沐云顿时道,天伐神帝作下两大尊者复苏了。 这一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毕竟,身为天伐神帝作下最受器重的尊者,至少也是吴天靖,虽已不得十大吴天者,可也绝非寻常吴天靖能够媲美的。 道问和吴天靖,那差距海了去了。 他们身在平州,哪能知道那么多呀。 第五千二百三十四章三百目神军 沐云继而道,苍云靖,终究还是太小了,林天幻和林可哲眉答话。 沐云 林天幻开口道,其实我们虽然身为林族分支,可对林族宗族归属感已经没了,代代相传到现在,我们也并不想回去。 所以,要杀你的不是我们,是宗族。 是吗? 沐云痴笑道,林园既然和你们取得联系,她肯定是告诉过你们,让你们留心,有没有一个叫沐云的人吧。 哦,可能不止,还会调查王心雅,碧青玉等等,林天幻和林可哲一愣。 沐云又是道,我从你们身上搜一搜,应该能搜到林园给你们的讯息吧。 二人脸色微变。 沐云也不客气,直接将二人身上的空间储物至宝剥离。 空间戒指封禁,沐云这实力,还破不开。 自己破。 沐云直接道。 两人本是不愿。 可在沐云一番亲切的上手之后,二人还是屈服了。 空间戒指内,存储着不少道器,道诀,道单。 而沐云也果真是发现了一些御检。 御检打开,关于他,秦梦瑶,碧青玉等人的讯息,一览无余。 看来,四大神帝还是觉得他沐云未死。 他们未曾放弃搜寻他的下落。 不过,这也并不是坏事。至少可以看出,四大神帝,并未恢复巅峰。 否则,他在天罚世界内,以四大神帝巅峰实力的通天手段,肯定能立刻找到他。 沐云,我们真的无心害你。 林天焕开口道,这只是宗主派遣下来的任务。 而且,我们也希望重组的天罚阁,能够拦住宗族那些人,不让他们进入天罚世界,带走我们,我们只想在平州内安然生活下去。 是吗? 沐云痴笑道,你说这些,我就信了。 你们二位被抓,十几位林族道问被杀,我想四兽门肯定坐不住,到时候,十族,赤羽门,以及原始宗,定然也会出手。 到了那时,你林族到底有没有准备回归宗族,一看就知道了。 听到这话,二人也是明白。 沐云是不打算放过他们了。 沐云再度将二人扔进朱天图世界内,交给旁古灵看管。 并且牢牢嘱咐,二人一旦有所恢复,立刻斩了四肢。 诸天图内的林语成,林语盈,看到自家组长和二把手被沐云抓进来,人都傻了。 组长可是道问七星静。 怎么会被沐云重创到这个地步,且被抓了? 完了。 他们想逃离这不见终点的时空,不可能了。 从林天焕和林可折口中,沐云确实是了解不到太多的消息。 归根结底,苍云竟太小了。 沐云心中已有决定。 他需要尽快到达道问神境,将整个平州拿下,继而一统苍云境。 唯有到达道问,他才有走出苍云境的资格。 否则,出了苍云境,屁都不是一个。 一晃,半年时间过去。 平州,果真乱了。 四兽门,对林族宣战。 林族本身就是位于平州东方大地,占据上千座大城池。 而四兽门位于平州东北大地,主要根据地便是平天山脉。 最初,四兽门成立,林族是打击四兽门最凶狠的。 而今,林族十几位道问被杀,族长林天焕以及第二强者林可折生死不知。 四兽门岂能不抓住这个机会? 交战没多久。 十足也是参战了。 十足打着帮助林族的名义,可实际上,没见十足派遣多少强者帮助林族,反倒是派遣了很多人,占据了林族所统侠的城池地狱。 看到这一幕,赤羽门和元始终也是坐不住了。 而同时,不止这三大霸主坐不住,其他次一级势力,也是想奋一杯羹。 平州,有些乱套。 千亿发动全身。 如果只是林族十几位道问强者被杀,几大霸主也不会造刺。 可这次,林天焕和林可折二人都不知下落,大概率死了,再加上有四兽门牵头,三大霸主插足,大家哪里还坐得住。 林族占据可是近乎六分之一的平州地狱。 赐一级势力,就算吃不上肉,喝点汤,也是没问题的。 于是虎,战斗掀起。 接下来数年时间,整个平州,交战不止。 最初,四兽门和林族为主。 后来,十足和四兽门也打起来。 再后来,原始宗,赤羽门,十足,四兽门,以此间,攻伐厮杀不止。 而林族,真的可怜的沦为了阶下囚一般。 没有顶尖强者坐镇,就是这般痛苦。 一晃,十年时间过去。 这十年间,平州大地,乱成一团。 可四大霸主,虽然厮杀,却没有爆发到问强者级别的交战。 大家都把握着分寸。 而云阁,在这十年内,却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 本来对云阁有一些想法的唐家,因为忙于林族那边,也忽略了云阁。 十年时间。 云阁安心发展。 沐云也是安心修炼。 并且,如愿以偿,到达了道海九重境界。 距离道问,只差一步。 同时,这十年时间内,月曦姑娘言而有信,给云阁设下了护城大阵。 并且,月曦姑娘有言,道问不可破。 这让沐云,彻底放下心来。 实际上,实在是月曦姑娘这十年来,闲得发慌。 除了每隔一段时间吞噬沐云仙血,她没其他事干了。 而这十年内,沐云不仅成为月曦姑娘的血库,也成了平仙仙的世界之力补充点。 平仙仙需要吞噬她体内的世界之力,借此使得自身稳定。 这一点很奇怪,沐云不明白。 而月曦姑娘似乎看出什么,可并不告诉沐云。 这一天。 沐云来到云阁大本营西北角。 此处,是云阁一处秘密之地。 进入封禁的公园之中,只看到此地打造的颇为独特。 而且,偌大的五场,此刻有着道道身影立定。 三百人。 皆是道海五重、六重、七重、八重、九重境界不等的人物。 这便是沐云这些年来,费尽心机打造的沐神军。 当沐云第一次带着月曦姑娘,看到这三百位沐神军之际,很热切地邀请月曦姑娘评价一下。 而月曦姑娘只是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却又是什么都说了。 对此,沐云也不在意。 随便。 反正月曦啥都瞧不上。 她也习惯了。 此刻,三百人前,一道身材火爆的身影站定。 正是鸾青烟。 这位到问神境级别的天鸾白元族统领,也是被沐云叫来,教导训练这三百沐神军。 第五千二百三十五章 过招 对于月曦这般人物来说,沐神军根本不值一提,他一个响指,可能就将这些人弹指尖飞灰灭了。 可对于沐云来说,这是他的新起点。 三百道海神境的沐神军,是他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亲卫第一步。 将来,会有更多的沐神军,更强的沐神军。 看到沐云出现,一位为沐神军纷纷神色肃然,攻身失礼。 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沐云摆摆手。 就在这时,凤琛、江庸、靖中花、王浩英几人也是走来。 这几位,如今都是道问神境,也是沐云着重培养之辈。 不管如何。 现在在平州,道问才是决定一方势力覆灭和强大的关键。 林族这十年来,几乎被几方霸主啃食灭族了,正是因为缺少林天幻这等巅峰人物,以及缺少十几位道问引起的连锁反应。 此刻,沐云看向四人,不禁笑道,许久未曾动手,跟几位过过招。 此言一出,四人脸色古怪。 阁主,算了吧,江庸有些不情愿。 他如今凭借沐云到达道海九重,已经是踏入道问两一径了。 在整个云阁内,也仅次于沈暮归了。 可,不想跟沐云打。 真不想。 这些年来,几位道问都和沐云交过手,可都是败了。 一对一。 多对一。 都败。 这让云阁内的道海神境强者们,觉得他们几位道问很是拉胯。 可实际上,道问碾压道海,简单至极。 只能说,沐云这个道海九重,是怪胎。 不然,我来跟你过过招。 一道声音响起。 鸾青烟跨步而来。 凤琛几人看到鸾青烟,皆是拱拱手。 这位鸾青烟大人,实力斐然,至少该是道海四象境级别了。 而且,鸾青烟在训练木神军之际,确实是手段独特,令人忌惮。 来。 沐云微微一笑道。 二人这时来到五场内。 偌大的五场,长宽足有数百丈。 此刻,五场四周,升起道道进阵。 这也是月曦姑娘帮忙打造的。 沐云如今三级道阵师级别,道问级别交战,三级进阵是防不住的。 此刻,五场四周,也是聚集了一位又一位木神军。 大家都知道,阁主如今道海九重境界,实力斐然,面对几位道问,根本不拒。 可大家更知道,鸾青烟乃是真正的道问四象境级别强者。 这二人切磋,他们看看,也是会有莫大好处。 开始吧。 鸾青烟开口道,我会暂时压制到道问两一径级别与你交手,如果不低,我便会施展出道问三才净实力。 行。 沐云主要是为了试试自己的实力。 两人站定。 沐云体内,恐怖的气息,顿时爆发。 道海九重。 道柱,道台,道海三者可以说是完美的贯通一体。 而今的沐云,和道海七重,八重境界级别的沐云,完全又是另一回事了。 看到沐云准备妥当,鸾青烟一步跨出。 其玉手探出,道力虚无缥缈,可却是蕴含着极为独到的轨迹和力量变化。 道问神境,十大境界,每一大境界,都是对道力的变化追求。 此等变化,会使得道问级别的道力,从爆发,到攻杀,都比道海神境更强。 这就好像是从水化作兵一般。 是一种极致的蜕变。 也是因此,道柱,道台,道海三境,被称为道境基石境界。 可到达道问神境后,就不一样了。 道力蜕变,道问时境每一步的提升,差距那么大,也就是源自于这一大境界的每一层次不同自我改变。 接招。 鸾青烟一语落下,玉手蕴含的道力,爆发骤然扩增数倍。 一道俱全之影,凝聚而出,直接杀到沐云身前。 沐云体内,气血滚滚,天雷地电,爆发出一道交错的雷电之网,扑射而出。 轰,低沉轰鸣,骤然爆发。 轰隆隆的声音响彻天地。 沐云整个人,身躯轰然倒退,砸落在后方封禁上。 道问两一径。 鸾青烟爆发的还只是道问两一径实力,可是眼下,沐云便是无法抵抗。 天雷地电海虽然霸道,用来抵抗道问一元径足够,但是面对道问两一径,确实是不太够看了。 沐云心中有所领悟。 这并非是他实力问题,而是天雷地电海这门三品道诀,微能道头,也就是能和道问一元径碰一碰。 道问两一径级别存在,以此绝攻杀,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沐云很快,身影落地,再度出击。 血玲珑。 闯天龙。 这两招从血玉石变幻图案上领悟的杀势,同时爆发开来。 两道龙影,横跨而出,直逼鸾青烟。 鸾青烟俏脸平静,手掌再度一握,虚空之间,倒立凝聚,竟是引动时空有些塌陷。 煞时间。 两道龙蛆与鸾青烟倒立碰撞,撕裂四周空气。 沐云却是再度杀出。 允星术。 允星拳。 允星掌。 允星指。 一道道星辰光芒聚集,化作拳头,化作掌印,化作纸痕,撕裂而出。 血玲珑和闯天龙结合,再配合强大的允星术,此时,沐云的攻击,迅猛而霸道。 逐渐,鸾青烟并不能再压迫沐云。 可他施展出道绝,意识不慌不忙,始终是能够抵挡住沐云的任何攻击。 是我一剑。 太岁天剑赫然出手。 沐云一剑杀出。 恐怖剑威,弥漫不止。 轰隆隆的声音,在这时响彻天地。 允星一剑。 一剑杀出,剑气呼啸,排山倒海。 这时配合沐云剑心二镜之威,彻底爆发。 轰轰轰。 低沉轰鸣,彻底响彻天地。 沐云全身上下,力量纵横交错。 鸾青烟感受到此剑威能,笑脸一变,体内气息,悦然浮动。 道问三才镜。 这一刻,鸾青烟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沐云这一剑,虽然杀不死两一镜的他,可绝对会带给他极大的威胁。 而今,唯有释放道问三才镜实力,才能保证自己无恙。 可四周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瞪大了双眼。 阁主居然逼迫的鸾大人施展出道问三才镜实力了。 道海九重战道问三才。 阁主这么猛。 一味为牧神军,彻底被惊到了。 接下来,你可要小心了。 既然已经是爆发出道问三才镜实力,鸾青烟也是再度攻杀而出。 第5236章有誓直说。 两道身影,在无场内再次缠斗起来。 沐云每一剑杀出,都是带有极其强横霸道的气势。 陨星一剑,并不只是一招。 只是沐云懒得取名,每次杀出的都是陨星一剑,可每次的剑势,都是不同的。 而且,这还只是陨星术第三卷内的剑势。 如果沐云到达道问神境,修炼第四卷,那陨星掌,陨星拳,陨星指,以及陨星一剑等,威能都是破天荒的提升。 可即便如此,而今沐云也是能够抗衡鸾青烟几番压迫。 去! 陨星一剑,陨星烟手掌一转,倒立凝聚成形,化作一道巨猿身姿,朝着沐云直接扑去。 看到这一幕,沐云眼神一冷。 这一招,陨星烟看来是打出怒气了呀。 既然如此,沐云手掌一翻。 太遂天剑,剑芒陡然一变。 杀! 剑气爆发! 可当道道立刃般的剑气杀出之际,四周虚空,居然是凝聚出一道道锋刃,呼啸之间,与剑气融合一体。 百道剑气和百道锋刃,相辅相成,立刻杀出。 轰,撕裂天地的威能,彻底爆发。 整个无场内,一片轰鸣不止,唯有恐怖的道立肆虐而过。 所有人都是被震到了。 阁主最后一剑,是什么招式? 两九。 封进撤去。 沐云和鸾青烟二人,纷纷走出。 不错。 鸾青烟赞叹道。 沐云脸色有些苍白,无奈道,道海就重面对道问三才净,还是有些难,鸾青烟眼皮颤了颤。 他觉得沐云在装逼,可是他又说不出什么。 道海九重,能够战胜道问一元净,就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 更别提,逼迫的他不得不施展出道问三才净实力。 这家伙还不满意。 搞笑呢吧。 鸾青烟再次道,你所修炼的剑术,是四品道绝吧。 嗯,这几年琢磨透了,最近刚算入门吧。 这门剑术,如果你到达道问神境,可能威力更强。 嗯? 这时候,一位卫目神军,纷纷走来,拍手鼓掌。 鸾青烟横眉冷指道,都看什么。 不需要训练了。 不需要修炼了。 你们阁主给你们那么多修炼资源,什么事情都不需要你们操心,就是让你们提升自我的。 一个个在道海神境,不想着突破道问,早晚会被你们阁主淘汰。 听到这话,道道身影,急忙散开。 鸾青烟本身实力就很强,而且威严塑造很高。 此时,沐云竖起大拇指。 鸾青烟确实道,木神军,你想打造成你的亲卫,这些人,根本不行。 沐云笑道,慢慢来吧,一步步挑选,而且,我需要的亲卫君,将来,说不定最低门槛也得是无法境,无天境呢。 多谢你了。 不需要。 鸾青烟认真道,反倒是我,该谢谢你,上次带回来的那些珍宝,有几种神酿神果,让老族长寿元得到延长,谢谢你。 你帮我教导木神军,不就是在谢我吗? 鸾青烟点点头。 沐云在这时离去。 沐云这边,他确实是经常过来,也会依靠自己的修炼之路,和这些人聊一聊,互相切磋。 不过云阁内,事情颇多。 当沐云返回到阁主大殿内。 赵文庭找了过来。 现在真是全乱了。 赵文庭直接道,十足和元始宗,赤羽门和十足,赤羽门和四兽门,彼此间都打了起来。 林族,算是要彻底完蛋了。 沐云不禁笑道,没有那十几位道问,林族能撑到现在,也不简单了。 那我们呢? 赵文庭兴趣盎然道,实际上,大家都想着,要不扩张一下。 扩张? 云阁而今,战力确实是有所提升。 这得益于沐云带回来的无尽天才地宝。 可是,缺少的还是道问核心。 沈慕归,赵文庭,凤琛,静中花,江庸,王浩英这几位道问,足够镇住云阁现在的领地。 可扩张,差点意思。 当然,加上天鸾白元族的话,那肯定没问题。 再容我想想吧。 沐云随即道,告诉下面的人,隔岸观火就好,反正人家也懒得瞧我们一眼。 行吧。 云阁事情要处理,你自己修行也别落下了。 沐云无奈道,沈慕归都道问三才净了,你还是道问一元净。 赵文庭却是道,你不也才是道海九重? 哎哟,不服。 练一练。 滚滚滚,我走了。 练一练。 沈慕归才不想挨打。 每次和沐云练一练,都是挨揍。 道海八重的沐云,她都打不过。 道海九重的沐云,她更不是对手了。 处理一些事物后,沐云找上了月曦姑娘。 月曦确实是很悠闲,住在阁楼内,每日里不知道鼓道什么。 月曦姑娘,沐云站在大门外,喊了一声。 干嘛? 声音响起,带着几分不耐烦。 看您闷不闷啊,跟您聊聊天。 沐云有着身为血库的修养。 面对月曦,她还是比较尊敬。 毕竟,这尊佛祖,可以吊打一切。 有事直说。 月曦姑娘直接道。 呃,沐云取出不动明王剑,笑道,这柄不动明王剑,乃是王道之气,我即将踏入道问,可用此剑,还是勉强,所以想请您给我设下几道封禁,让我能够使用此剑。 当年,得到不动明王剑,沐云乐疯了。 而今,总算勉强能够施展此剑神威了。 很快,宫楼内,一道光芒闪烁,沐云手中的剑,消失不见。 而没过一会,不动明王剑回到沐云手中。 好了。 呃。 好了。 这就好了。 待你到达道问神境,便可驱使此剑,你境界提升,就能触动此剑封禁解开,直到最终,你成为道府天君,可以掌控此剑。 谢谢您了。 滚吧。 好嘞。 身为专属血库,沐云还是有些特权的。 哦对了。 沐云随即道,我打算离开平州一些时日,前往苍州,去看看我的夫人和女儿,如果云阁这边有什么应急状态,希望您帮忙照料一下。 知道了。 实际上,云阁很难发生应急事态。 整个云城,打造的铁通一般,道问根本供不进来。 于是乎,沐云放心离去。 阁楼内。 月曦姑娘站在窗边,看着窗外。 夫人。 女儿。 月曦姑娘好奇道,这家伙还有夫人,好奇心一旦诞生,便是无法驱灭了。 月曦姑娘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第5237章 会得真多 同时,沐云告知沈沐云几人,自己将要离开云城。 沈沐云自然是明白为何,告诉沐云一切放心。 随即,沐云离开云城。 穿梭空间,身影不断朝着沧州而去。 当的沐云身影出现在沧州大地,只觉得,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当年深受自身天命和九命天子命数纠缠,导致自己数千年白费,还只是区区道住。 可一转眼,自己即将到达道问。 这种感觉,颇为玄妙。 沐云再度来到了和王新雅约定的商谷内。 谷内凉亭,依旧如故。 轻轻摇动铃铛,沐云盘膝坐地,安心等待。 只是这次,沐云却是没那么冲动。 过了两日时间,山谷内,一道倩影,身影徐徐落地。 沐云感觉到有人到来,此次却是睁开双眼,仔仔细细看去,待得确定是王新雅之后,这才扑上前来。 王新雅看清沐云,不由道,你这家伙,这次怎滴不猴急了。 呃,也猴急啊。 沐云总不能说,上次太猴急,都没确定人,直接就扑上去,出了大球。 急什么急? 王新雅却是瞅怒道,这几年,又不是没见过,一日不见,如隔三载。 就你会说,那当然,嗯,山谷内,逐渐声音低落下去,谷内水池,微微荡漾,紧接着涟漪快速散开,直到最终,涟漪停止。 不过,这等水波荡漾,从慢到快,再到停止,过了好几次,直到最终,才真的停下。 而山谷外? 一道倩影,安然坐在一棵古树之上,目光看向谷内场景。 似乎那层层道文封进,并不能遮挡其目光。 哈! 古树上一席红裙的月曦姑娘,美眸颤了颤。 说好来见夫人和女儿,这是来见。 月曦姑娘自言自语之间,不禁目光看向四周,可没一会,其目光再度被山谷内所吸引,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过了几日时间。 山谷内? 王新雅整个人看起来,纯洁空灵的气质,多了几分女子的魅意,脸色也是颇为红润起来。 俗话说得好,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水和泥,可以蕴养出茁壮大树。 沐云悠然的躺在坛边,不禁笑道,不过,没有泥,也体现不出水的清澈呀。 王新雅一席薄纱群衫,披盖在身上,胸前衣衫却是敞开,不禁笑道,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齐梳理着自己长发,看向沐云,道,云阁如何了? 一切安好,再说,有月曦那位大人物,还算安全吧。 沐云不禁道,就怕她每天跑了,所以我也不敢依靠她做太过分的事情。 过分? 王新雅一愣。 你想什么呢? 沐云却是哈哈笑道,我是指,她这尊佛陀,我也不敢过度使用,万一每天她跑了,那我就完蛋了。 此刻,王新雅来到沐云身后,玉狗般的双臂,轻轻环抱沐云脖子,胸膛贴在沐云后背,不禁道,可我看她,对你可是没那么珍惜,沐云双臂,牙齿血痕,清晰可见。 一左一右,都有。 一边来自月曦。 一边来自平仙仙。 这十年多来,她没少被咬。 当然,和王新雅咬的地方不一样罢了。 女人哪? 终归是自家夫人好。 沐云轻笑道,平州乱套,五大霸主以后就四大霸主了,估计重新洗牌,我也在积蓄力量。 不过,确实是需要时间,王新雅点点头,随即道,沐州,也不对了,逍遥宫,苍族,天凤宗的纷争,愈演愈烈,我预计,可能会出现大战。 哦! 听到这话,沐云倒是若有所思。 行了,我先回去了。 王新雅起身,道,宗门内许多事情,我离开两三日没问题,多几日就不好了。 再留一天。 沐云一把抓住王新雅,道,就一天。 你,不容王新雅说什么,沐云又是恶狼扑石,如此这般,又过了三日,王新雅才得以离开。 你不走吗? 听到这话,沐云笑道,我准备在这里,突破到达道问神境。 听到这话,王新雅微微一愣,可随即却是笑道,那你加油。 看到王新雅离开,再看谷内,处处皆是二人留下的痕迹,沐云呼了口气。 这次,她真的打算突破到达道问神境。 而于此,山谷外,隐秘的谷树上,月曦姑娘伸了身揽腰。 接连看了几日,她对沐云也是有了深刻的认知。 只能说,这个男人,会得真多。 只是,沐云接下来闭关,月曦却是并未停留在此地。 既然来到苍州,也该看看,苍州是什么样子的。 以她的实力,偌大的苍州,虽然广袤,可她想去哪里,便是去哪里。 月曦姑娘在这漫无目的的行走,逐渐,来到了一处地狱。 乱云剑 月曦姑娘这些时日,打听道,这乱云剑是苍州禁地之一,她对这样的地方,倒是好奇不少。 乱云剑,位于苍州南方。 此地,处处皆是山剑,环境阴森,和七云洞差不多样子。 当月曦进入此地,便是感觉道。 这里,有活人。 其身影一闪,出现在乱云剑最深处,一片阴森宫殿外。 谁? 月曦姑娘直接开口喝道。 可无人应答。 月曦姑娘再次道,滚出来。 宫殿内,陡然有着金色光芒,轰然杀出。 只是,月曦手掌一挥,金色光芒溃散。 其玉手轻轻探出,却似乎有着晴天距离一般,直接将宫殿拍碎。 吼。 下一刻,一道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响彻天地之间。 月曦秀眉促起。 金翼神骄。 月曦不由道,你个小畜生,装神弄鬼做什么。 金翼神骄,也是荒兽一种。 此等荒兽,身如蛟龙,身上生长着鳞甲,背后生出一对金色羽翼。 月曦哼道,还不滚下来。 那金翼神骄,体长万丈,双翅挥舞,双眼带着金光,虎视眈眈,盯着月曦。 我让你滚下来,你还瞪我。 月曦怒了。 后果很严重。 其玉手一探,恐怖的空间禁锢力。 直接将金翼神骄束缚。 噼里啪啦的鼓猎声,响彻不止,伴随着金翼神骄的惨叫,令人心颤。 第5238章你担任我的坐骑吧。 撒手撒手,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金翼神骄在这时嗷嗷叫道。 滚下来。 月曦停手。 那金翼神骄扑通一声坠地。 紧接着,月曦一步步走上前去。 娇俏身姿在庞大的金翼神骄身前,简直是蝼蚁一般。 可这时候,金翼神骄却是身躯颤抖,大气不敢喘。 这女人,端得是恐怖无比。 可她也没招惹这女人呢。 金翼神骄,修炼到达道府天君级别,也不容易,月曦姑娘开口道,刚好我需要一只坐骑,你担任我的坐骑吧。 啊?啊什么呀? 月曦姑娘却是再次道,不愿意吗? 愿意愿意,我愿意。 金翼神骄此刻匍匐在地,脸色悲痛。 月曦姑娘却是道,那么大个处在我身边干嘛? 这一刻,金翼神骄急忙化作人形,跪倒在月曦姑娘身前。 月曦姑娘这才道,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住在这阴森森的地方? 男子看起来身形魁梧,裹字脸,一身金袍,恭恭敬敬道。 在下沈湘妍,乃是西年,苍州大帝,天交盟的盟主。 天交盟? 没听过,沈湘妍听到这话,急忙道,天交盟是西年苍州八大霸主之一,哦。 月曦不禁回想起前几日,沐云和王欣雅在山谷内以拟,好像当时,二人一起聊天时候说过。 王欣雅就是出自天奉宗,也是苍州八大霸主势力之一。 不过如今,苍州只有三大势力。 而且整体和平州有些差距的。 都怪拿木云。 跟自己夫人在一起几日时间,天天就是两人付距离,她也没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倒是听到许多污秽之词。 你跟我说道说道,月曦直接开口。 沈湘妍看到这一席红裙的女子,心中苦闷至极。 西年厄园灾难,她好不容易存活下来,苟活至今,隐匿在这乱云界内。 粉滴就这么倒霉,碰上了这么一尊女菩萨。 好歹是道府天君人物啊。 在苍州横着走。 可这女人,三下五除二就能将她压制。 单单是这一点,她就知道,这女人拥有着轻而易举就能将她扒了皮熬汤喝。 可是苍州,怎么会出现这等恐怖的人物? 当下,沈湘妍将自己所知之事,尽数讲述出来。 西云洞西年是血雾门之地,也活着两人,名叫血冷轩和血灵花,乃是当年血雾门门主和副门主,都是道府天君人物。 还有盖天海,星唐古地,星唐的二星主星墨横和四星主星飞音两人活着,还有一只风暴神龙,天照剑派,就在月牙河谷禁地内,那位三剑主赵青轩,也活着。 还有苍天宗的苍王,神志不清了,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沈湘妍对一切都很了解,道,苍王苍天宇,赵青轩,还有星墨横以及星飞音,这几位,都离开禁地内,不知在何处,听到这里,月曦姑娘也是明白了。 如你所说,血雾门古迹距离此地不算远,带我去吧。 月曦姑娘直接道。 沈湘妍好奇道,女王大人要做什么? 我却两个随从,那两人应该凑合。 啊? 啊什么呀,走。 月曦屈指一点,沈湘妍妍立刻化作金翼神骄模样,三丈高大的身躯,双翅展开,看起来威风凛凛。 月曦不由道,丑是丑了点,沈湘妍无言以对。 将你天骄蒙西年所存下来的修行资源都带着,我那个血库需要。 月曦再次道。 哈? 怎么? 不愿意。 不不不,愿意愿意。 沈湘妍心中苦涩。 血库? 啥玩意呀? 一人一跤,很快来到七云洞禁地。 月曦立于半空,略微感应,不禁道,还真是,直接冲进去。 是。 沈湘妍身影俯冲而下。 按照月曦的指引,很快来到地下伸数千丈位置。 一座血宫前。 一人一跤停下。 血冷轩。 血灵花。 沈湘妍直接开口。 血弓,大门缓缓开启。 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响彻,颇有高人风范道:"沈湘妍,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话,沈湘妍刚要回答,月曦却是醋眉道,装神弄鬼的,出来答话。 其玉手隔空一抓。 砰! 砰! 两道低沉的暴鸣声,响彻天地。 大地抖三抖。 一男一女两人,狼狈摔在月曦和沈湘妍身前。 正是西年血雾门门主血冷轩,以及副门主之一的血灵花。 此刻,二人脸色苍白,看向沈湘妍,怒喝道:"沈湘妍,你这是何意?" 沈湘妍抬头看天,不予理会。 月曦却是道:"她现在开始,是我的坐骑,你们两个,就做我的,仆人吧!" 坐骑? 仆人? 这女人,疯了吗? 她们三人,可都是道府天君人物,西年更是苍州顶尖霸主势力的领头者。 居然让他们三个,做她的坐骑,仆人。 怎滴? 不愿意。 月曦也不废话,手掌一抬。 血冷轩,血灵花二人,身躯直接被甩上去,丢下来。 接连折腾了几十次,二人早就是摔得七荤八素,不知东南西北。 我愿意。 当又一次坠落在地,血冷轩急忙道:"我愿意,愿意。 早点如此,不就好了。 月曦随即道:"你们两个,不要穿红衣服了,跟我相冲,月曦自从出现,便一直是一身红裙打扮。 红裙衬托着她的肌肤,更加雪白,衬托她的气质,颇为高冷。 随即,月曦道:"你们随我,在苍州转一转。 哦对了,你血无门的存货,都带着,我得给我的血库用,她用得着。 哈! 血库! 是啥玩意? 四人再度出发。 一路上,血冷轩和血灵花二人,看向沈湘妍,都恨不得宰了她。 这女人,就是沈湘妍带来的。 这个王八蛋! 没安好心。 沈湘妍却也是一脸无奈。 她也没想吭血冷轩的,可是,没办法呀。 这女人,得罪不起。 到了她们这个境界,苟到这个地步,谁也不想死啊。 而且新世界出定,她们也想拼一把机缘,看看自己能不能冲击更高的境界。 可现在,被月曦收下当坐骑,当仆人,这算什么事? 第5239章跨入道问 只是月曦却是根本不搭理三人。 道府天君? 太弱了。 她也就是闲着无聊,逮着这三人,让自己了解了解苍州,了解了解现在的新世界。 一年前。 洪荒时期。 乾坤大世界。 已经成了过去。 新时代,新世界,一切和以前都不一样了。 月曦也不知道,这天法谷界内,她西年的故郊,还有多少人活着的,而她活下来了,也是很稀奇古怪的事情。 是谁封禁了她。 或者说,是谁救了她。 当年那一战,她,实际上也是必死无疑的。 这一切,无人能够解答。 可是,遇到沐云,确实让她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息环绕。 其父母,沐清宇,叶宇师。 跟十大无天者之中的沐霄天,叶云兰,或者说和琉璃神帝叶琉璃,有什么关系吗? 会是什么关系呢? 按道理说,如果是这样,沐云不该委身于这小小的沧云境才对呀。 月曦不明白,毕竟,已经过去一亿年时间了,她被封禁那么久时间,许多事情,她都不知道,被需要她一点一点开眼看世界。 一晃,三年时间过去。 平州那边,这三年来,林族,彻底灭亡。 可纷争,并未停止。 原始宗,赤羽门,四兽门,十足四大势力,为了争夺林族的地狱,可谓是厮杀争斗不断。 而许多次一级势力,也是加入其中。 平州东域范围,真的是乱糟糟的。 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后天你我一起打别人。 可谓于平州西北区域,云阁这三年来,还是老老实实的。 且 云阁内,到达到海级别的人物,逐渐增多,但是大多数都是并未展现出来。 低调发展。 这也是沐云的意思。 毕竟,现在平州内各方争霸,云阁要是趁机大肆发展,高调起来,那很容易让人忌惮。 闷声发大财。 沈默瑰和赵文亭二人在,云阁内也没麻烦。 毕竟,除非是盗问四项镜级别,对云阁出手,否则,云阁根本不怕。 可是,平州内,顶尖霸主势力级别,最强位盗问七星镜。 但是,盗问七星镜,盗问六合镜,盗问五行镜,这三大境界,本来就很少。 盗问四项镜,也就几大霸主内,以及最顶级的几个次一级势力内才存在。 盗问一元镜,两一镜,三才镜,平州内可能有一些。 可在之上的存在,那就很少很少了。 七星镜,明面上就两位。 十五界。 林天焕 可而今,林族都灭了,林天焕不知所踪,八成是死了,那时无界这味道问七星镜,就是唯一最强了。 这一点,所有人都是看得明白。 四大霸主对林族的瓜分,赐一级势力喝点汤,再小一些的势力,则是还要在夹缝之中生存。 对于这些,沐云没有任何想法。 让他们斗就是了。 早晚,都是我的。 而一晃三年时间。 沐云,终于,从道海九重境界,跨入道道问神境。 他将林可折杀了,吞噬了这位道问六合境气血,闭关三年,从九重境界,突破到达道问。 道问一元境。 一元为太极,太极成一元,也是一元。 从道海神境到达道问神境第一步,便是凝聚一元,体内道立,为天地所引,与天地所容,这一步,实际上是道立的疯狂成长。 这一刻,沐云若大的魂海内,九座道柱,九座倒台,以及广袤的道海,逐渐演化,隐隐间有着太极旋转的趋势。 而其道立,几乎全部在沸腾,在升华。 这种强大,是道海神境远远不能相比的。 这一刻,沐云紧握了我双拳。 他现在体内蕴含的道立,和先前,简直完全不同。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从一片汪洋湖泊之水,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海啸。 完全的蜕变,让沐云心中,也是兴奋起来。 道问。 终究是走到了这一步。 这种感觉,难以言明。 沐云第一时间,想到了王心雅。 此时此刻,唯有和最亲近的人分享才好。 摇动山谷内铃铛,沐云接下来,耐心等待起来。 同时,也是梳理自己如今站立。 首先。 允兴术第四卷,可以开始着手修行。 同时,风之极剑绝,也可以真正的迈入门槛。 而且,对于血玉时凝聚的血玲珑和闯天龙两世。 以道问一元净实力爆发,和以道海九重境界爆发,那可是完全天上地下两个概念了。 除此之外,便是自己凝聚的那三招。 苍生斩。 乾坤斩。 万灵斩。 这三式,或许,自己又可以以更强的威能爆发出来。 而且,最令人期待的便是不动名王剑。 这剑王道之气,他终于可以用了。 元龙骨甲一,他也是可以能够爆发出更强防御。 至于轮回天门演化的十二咒诀,以及自身九命天子命术所凝聚的造化神印。 那就是沐云自己的底牌。 这一次,到达道问神境,沐云才真的是彻底自信心爆满。 或许,一统苍云境之路,而今,可以开始了。 接下来时间,沐云一直在演化允星术第四卷,道问卷,以及领悟风之级剑诀。 而且,沐云惊愕的发现,自己到达道问神境后。 自身天命,居然增幅了百分之一。 虽然现在,自身天命只是可怜的百分之十一。 可是,总归是迈出了一步。 而沐云也是深刻明白。 自身天命的提升,需要吞噬别人天赋,可必须是那种从天才之中万里挑一的角色。 否则,根本没有帮助。 而这样的人,有吗? 当然有。 新世界融合一体,各大神帝,各大无天者,十大神族,各大超级势力,超级宗门家族内,肯定有这样的存在。 只不过,他在沧云境内,碰不到罢了。 可,一统沧云境后,一定要走出沧云境,和那些绝顶的天之骄子们碰一碰。 只是,在山谷内接连等待一个月时间,沐云都没等到王新雅到来。 终于,完成了对自身实力初步的掌控后,沐云起身,决定前往天凤宗,去找王新雅。 如今的王新雅,实力也是极为强大。 沐云此番决定,返回平州后,便是着手云阁开始吞没临近的次一级实力,使得云阁成为第五大霸主。 没到达道问神境,沐云觉得很难。 可到达道问后,沐云觉得,可以搏一搏。 怀着心喜,沐云前往天凤宗。 第五千二百四十章 合谋 而今,沐洲境内,已经也不平静。 实际上从上次盖天海之行结束后,沐洲境内,三大霸主,以及各大次一级势力,便是动荡不安起来。 逍遥宫 沐族 天凤宗 这三大霸主之间,产生隔阂。 今日,天凤宗内,采齐招展,来来往往的弟子、长老,皆是神色振奋。 原因无他。 这些年来,平州争斗,沐洲也在争斗。 沐族,逍遥宫,天凤宗三大霸主,互相讨伐,死伤不少,可门下子弟长老,也提升不少。 先前,沐云在天凤宗内之时,天凤宗长居住的长老,到海神境级别,不过几百人。 可现在,却是有好几千。 当然,这并非是这百年多来,天凤宗增长的。 实际上,本来天凤宗内,到海神境就有好几千位。 只不过绝大部分,都是被外派到了天凤宗统侠的各大城池,担任要职。 这些外派的长老执事等,常年在外,只需要定时回到宗门内禀告,上脚供奉即可。 不过今日,倒是有不少返回天凤宗内。 今天,是逍遥宫的人,前来拜访的日子。 这些年来,三大霸主互相攻伐,彼此都有不小的损失。 而现在,逍遥宫公公主流文校,亦与带领门下一些长老弟子,前来天凤宗内,与天凤宗进行商讨。 逍遥宫和天凤宗,准备联合,共同对付仓族。 两大霸主合力,覆灭仓族。 如此一来,逍遥宫和天凤宗东西划分而至,三大霸主成为两大霸主。 所以,天凤宗今日格外重视。 来来往往的弟子、执事、长老们,纷纷喜形于色。 天凤宗和逍遥宫一旦联合。 那仓族必定覆灭。 到了那时候,偌大的仓州内,唯有天凤宗、逍遥宫两大霸主,毫无疑问,两大宗门都会得到一个巨大的跨度提升。 山门外,热闹非凡。 日上三杆。 天凤宗山门外,一只只飞行神兽,纷纷落下。 身为天凤宗副宗主,且资历最老的上东方,负责接待。 此刻,从为首一只飞兽身上,道道身影落下。 为首一人,气宇轩昂,身姿挺拔,体内气息内敛,确实让人很难忽视。 这位便是逍遥公公主柳文轩。 而同时,柳文轩身边,跟随着的便是二公主柳文轩。 至于三公主蒲万里和四公主柳文征,皆是殒命。 不过而今,逍遥公也是提拔了新的三公主和四公主。 为首十几位,近阶是道问神境级别大人物,每一人所散发出的气度,皆是强大无比。 山门内外,负责接待的天凤宗弟子们,一个个脸色欣喜惊奇。 道问神境 苍州顶峰人物 很多弟子都是道柱神境、道台神境、道海神境级别,和这些未道问神境巨头人物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素日里,天凤宗内的道问神境大人物,他们见到一面,那也是紧张的不行。 而今的天凤宗内 宗主商云运 第一副宗主上东方,资历最老,道问三才境。 第二副宗主西青烟,资历也很老,如今也是道问三才境。 而原本的第三副宗主经凡,第四副宗主吴文谦,也是死了。 第五副宗主王新雅,如今反而是第三副宗主。 只是,王新雅如今已经是道问四象境实力比前两位更强,且深得宗主商云运的器重。 所以,王新雅在天凤宗内地位,反而是极高。 上东方负责接待,看到柳文孝,柳文轩等人到来,急忙上前,拱手笑道,天凤宗,欢迎柳公主到来。 上兄客气了。 柳文孝笑笑了笑道,说实话,我也很多年未曾来过天凤宗,今次到来,倒是有一种恍若格式的感觉。 哈哈哈哈,上东方哈哈笑道,快请进,快请进,同时间。 天凤宗内 公主大殿前,五场已经是布置得完好。 搭建的亭格,酒宴等,样样俱备,一位为天凤宗内身姿绰约,貌美如花的女弟子,纷纷忙碌着。 宫殿台接上。 商云运一席宫装,体态风鱼,看起来四十岁模样上下,充满了成熟油然女人的风韵。 其面容更是带着几分上位者的威严,以及身为女子的柔美气质。 在其身侧,风华绝代的王新雅,也是陪同着。 王新雅看着身前忙碌的场景,不禁道,宗主,柳文孝此次与我们天凤宗联合,会不会有诈。 仓族? 逍遥宫? 天凤宗? 这百年多时间来,争斗不小。 说到底还是自从焚神山脉苍天宗一记出世,一记月牙河谷天照剑派一记探寻,还有盖天海星堂一记探寻。 三方都派遣了顶尖强者,可都是死了不少人。 也是如此,产生了矛盾。 这种矛盾,随着时间演化,逐渐放大,直到今日这一步。 三大宗彼此间,现今,都想出动到问神境级别,参与战斗了。 而一旦如此,那只怕就是不死不灭的结局。 而在这时,逍遥宫主动提出联合。 如果天凤宗和逍遥宫联合,那确实是,仓族必定会败。 可若是耍诈,天凤宗反而可能会成为被集火的一方。 商云云笑了笑道,此番柳文孝亲自带人前来,便是展现出诚意的,如果柳文孝真的是和仓族联合,来天凤宗耍诈,他这次来天凤宗,那就是自寻死路。 而且,商云云随即道,我知道,不入虎穴烟的胡子的道理,柳文孝可能也是耍诈,但是,这次,他可不只是自己亲临彰显诚意,同时,还带着自己一双儿女,让他一双儿女留在我们天凤宗,借此彰显他的诚意,听到这话,王欣雅点点头。 很快,逍遥公众人便是到来。 柳公主! 商宗主! 两位苍州最强大的人物相见,在这时刻起寒暄。 不一会,大家纷纷落座。 柳文孝指了指自己身侧两人。 一男一女,看起来都是二十余岁样子。 柳明征! 柳明音! 柳文孝笑道,快快见过商宗主! 那一男一女起身,拜见商云运。 只是那柳明征目光看向商云运之后,眼神却是被商云运身边的王欣雅所吸引。 好美帝女子! 柳明征心中一正。 这位应该就是天凤宗的第三副宗主王欣雅吧。 传闻,此女容颜精适,其容貌挑不出什么毛病,最重要的是那种,给人一种欲聚海盈,娇羞可人,细腻柔嫩的感觉。 身为天凤宗父宗主之一,王欣雅自然不可能是这般娇羞之人,雷霆手段,也是很多。 可单单看容颜,看气质,给人感觉,就是如此。 第五千二百四十一章你怎么在这里? 商云运目光看向柳明征,柳明音兄妹二人,点点头道,柳公主这一双儿女确实是不凡之辈,如今都是道海七重,六重境界,将来逍遥宫定是会更上一层楼。 柳文笑哈哈一笑道,你可别夸他们,不然这两个小辈,可是要尾巴瞧上天了。 酒席场上,热闹非凡。 天凤宗和逍遥宫众人,也是谈笑风生。 很快,酒至半憨。 柳文轩起身道,天凤宗的美酒,味道憨甜,不过,我们这些大老爷们,更喜欢烈酒。 说着,柳文轩取出一坛子一坛子烈酒,放置场中。 其手掌一挥,打开风泥,倒出一杯,一饮而尽。 这是我逍遥宫的天阳蛟龙酒,酒是烈酒,若是天凤宗的朋友们喜欢,大可随意畅饮。 一些天凤宗长老,只是,心有一动,可宗主没发话,大家却是不敢擅自动手。 柳文轩不禁笑了笑,打开一个个酒坛子,给自己属下倒出一杯杯美酒。 逍遥宫众人,纷纷引下。 柳文轩随即道,我逍遥宫寻求合作,可是诚心而来,难道诸位觉得这酒会有问题? 上东方大长老哈哈笑道,总会总会,只是老夫这一大把年纪,确实是喝不得太烈的酒,不过是文轩公主好意,老夫今日也来尝尝。 随即,不少天凤宗之人,纷纷上前来。 逍遥宫的人喝了都是没事,再说,逍遥宫众人前来,可是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并未心存怀疑。 大家既然是要合作,那就互相展现出诚意。 如此这般,酒宴过去一个时辰。 众人畅谈聊天。 商云云则是带着王欣雅。 柳文笑则是带着柳文轩。 四人进入宫殿内。 此时,柳文笑取出一张地图,笑道:"接下来,我们便可以开始动手了。 这么快。 商云云一愣。 柳文笑确实道:"今日我等来到天凤宗,估计过不了几日,仓族就会知道,有所防备。 所以此番,已早不宜迟。 三日后,我带着逍遥宫之人,从焚神山脉以西,你带人从焚神山脉以东,朝北前行,"柳文笑指着地图,不断讲述。 一旁,柳文轩则是目光时不时看向王欣雅,一言不发。 大殿外,也是热闹非凡。 宫愁交错,好不热闹。 而天凤宗,另一边。 一座山谷内。 沐出雪此刻端着小脸,仰望天空,一脸无趣的表情。 而姬云轩和姬子嫣姐妹二人,在其身边。 这二人也算是王欣雅的贴身心腹。 姐姐…… 沐出雪而今看起来有十岁左右样子,长发疏散开,凝眸好齿,小脸可人,与王欣雅极为相似,不过眉宇之间,倒是颇有沐云的一些神采模样。 《逍遥宫和我们天凤宗联合,我为什么不能去看看呢?》 沐出雪问问道:"好没意思啊,我都好多年没有离开天凤宗了。 姬云轩宽慰道:"现在外面不安全,王大人没时间照看你的安危,你如果被坏人抓住,王大人怎么办? 还有,你父亲若是来看你,见不到你,怎么办?" 听到这话,沐出雪无奈道:"我爹很久没来了呀,"提及沐云,姬云轩心中有些异样。 上次他代替王欣雅去那山谷面见沐云,结果那家伙,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他心中惶恐不安。 每每回想起来,姬云轩心中都是小鹿乱撞。 而且,一想到,他最为敬仰,且实力高强,做事果断的王大人,每次和那个沐云见面,都是要发生一些只能脑补的男女场面,姬云轩就更觉得,心中有些乱。 这无疑是有损王大人在其心底高高在上的形象,可回想起当日沐云的样子,他就忍不住总是去想:"姐姐,我什么时候也能够独当一面呢?" 沐出雪不由问道:"而且,我好想长大呀,我都出生千年多了,还看起来就是十岁样子,太小了,我也想像娘,像姐姐一样,长大成人。 姬云轩不由笑道:"放心吧,会的。就在这时,山谷外,几道身影,却是结伴而来。 姬云轩,姬子嫣姐妹二人,神色易锦。 柳明征。 姬云轩看到为首的青年,不由道:"你怎么在这里? 这里是天凤宗内部,而且是王副宗主的居住之地范围内,就是其他两位副宗主到来也得打招呼,更别提天凤宗内的弟子长老等,不得召见,擅自进入,那是会受到责罚的。 可柳明征乃是柳文孝之子,按道理说,进不来这里。 除非,有人带路。 柳明征拱拱手笑道:"多喝了些酒,有些闷,就让天凤宗的长老带我四处看看,来到此地了。 其目光看相机云轩和姬子嫣姐妹二人,眼中有着几分贪婪。 一直听闻,柳明征乃是柳文孝之子,深受柳文孝宠溺,所以性子骄傲。 而且,这家伙,好女色。 而今,看到柳明征目光,姬云轩,姬子嫣皆是打心底里厌烦。 姬云轩再度道:"此处为王父宗主所在,外人不得进入,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柳明征目光看相姬云轩白腻肌肤,冷翘容颜,不禁笑道:"姑娘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来者是客,姑娘是天凤宗弟子,尽尽地主之意岂不好。 姬云轩秀眉促起,你喝多了,你们将自家公子带走吧。 只是,那几位随着柳明征而来的逍遥公武者,却是站在谷口两侧,并未动弹。 柳明征嘿嘿笑道:"过了今日,天凤宗就不在了,你们姐妹两个,不如投怀送抱本公子,本公子将来是要成为逍遥公公主的,必定不会亏待你们。 此话一出,姬子烟笑脸声寒,怒哼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胡说八道。 柳明征嘿嘿凝笑道:"你们以为,今日真的是和天凤宗来谈合作的。 今日,是灭了你们天凤宗的日子。 这话一出,姬云轩和姬子烟二人脸色皆是一变。 立刻通知副宗主。 姬子烟闻言,身影腾空。 下来吧你。 那柳明征却是手掌一抓,直接将姬子烟囚禁。 仅仅只是倒台神境的姬子烟,如何会是倒海七重的柳明征对手。 第五千二百四十二章动手吧。 子烟! 看到妹妹被抓,姬云轩翘脸一变,手掌一握,掌心内,立刻有着倒力蜂拥而出。 呵! 倒海三重。 柳明征吃笑一声,手掌一握,直接一掌甩出。 轰,滚滚倒力爆发。 姬云轩翘脸一白,身躯滚落在地。 三重和七重,差距极大,她根本不是柳明征对手。 住手! 可就在这时,沐出雪当即喝道,不准伤害轩姐姐和燕姐姐。 小丫头片子,关你屁事。 柳明征冷笑。 沐出雪急忙道,我已经传信给我母亲了,她马上就会赶到。 母亲! 柳明征愕然道,你就是王新雅的女儿。 这一刻,柳明征心中更是惊喜不已,嘿嘿笑道,那抓了你,应该足以让王新雅俯首铁耳听我的话了。 这一刻,柳明征甚至脑海中勾勒出王新雅躺在床上,被她认一把玩的场景。 捏住王新雅女儿的命,那女人就算再强,敢不听话。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王新雅确实是收到了女儿慕出雪的传讯。 嗯? 大殿内,王新雅秀眉促起。 旋即,起脚步迈开,准备离去。 王副宗主这是准备去哪里? 柳文轩此刻却是拦在王新雅身前,笑吟吟道,此番合作大计,王副宗主可也是主力呢,计划可不能落下。 王新雅促眉道,你逍遥宫的人,在我天奉宗闹事。 说着,王新雅脚步再度跨出,看到柳文轩并不让开,王新雅冷漠道,滚开。 事关女儿,她自然着急。 柳文轩却是笑道,王副宗主,这等事情,吩咐属下去做就是了。 说着,柳文轩正要对门外开口,王新雅却是冷漠道,再拦我,我杀了你。 沐初雪不只是她王新雅的女儿,也是沐云的女儿。 沐云每次见到沐初雪,都是恨不得溶到自己身体里。 先前沐初雪已经是出现过意外,而今,绝不能再出现。 我若不让呢。 柳文轩笑吟吟着。 而就在这时。 轰,大殿内。 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开来,整个殿雨,顷刻间爆裂。 王新雅,柳文轩,身躯皆是倒退开去。 怎么了? 王新雅叫脸色变。 而下一刻。 轰鸣响彻,大殿内,柳文笑这位道问神经强者,悍然出手。 居然是直接贯穿伤云运胸膛。 道问五行径。 这一刻,那恐怖的气息,弥漫天地。 可伤云运体内气势,同样爆发,拉开和柳文笑距离。 残破的大殿。 两道身影,相隔十几丈。 四目相对,杀气凌然。 而这一刻,柳文笑一声令下,动手吧。 轰轰轰,一位位逍遥公武者,纷纷出手。 天凤宗众人,当即毫无防备,被斩杀数十人。 而其他人反应过来,运转倒立,却只觉得经脉剧痛。 中毒。 酒有问题。 该死。 逍遥公的人想干嘛? 在场的诸多天凤宗长老、执事们,一部分人喝了酒,也有一部分没喝。 可是眼下,逍遥公众人骤然出手,不少天凤宗强者身死,或是被中创。 商云运此刻,胸膛鲜血滴答滴答流出。 与其隔着十几丈距离的柳文笑,手掌染血,凛然冷笑。 柳文笑。 这一刻,王欣雅身影出现在商云运身前。 商云运却是目视柳文笑,冷漠道:"你和苍族联手了?" 没错。 柳文笑点头道:"你天凤宗被靠大青山,这些年来,发展越发强大,和你合作,灭了苍族,那恐怕我逍遥公也难以支撑。 哼。 商云运一声冷哼,吞下一颗道丹。 可当其运转道立之际,却是身躯骤然一颤。 别费劲了。 柳文笑随即道:"你我皆是道问五行径,瞬间出手,商你不深,可是,我逍遥攻魂天锁,可是四品道气之中的佼佼者。 魂天锁。 商云运脸色微变。 难怪,他体内道立,无法运转。 而此刻,五场四周,厮杀声响彻。 逍遥公和天凤宗武者已经是杀到一起。 且,天凤宗护宗大阵被人开启。 外界,仓族之人,也杀来了。 整个天凤宗,顿时大乱。 王欣雅看着四周混乱,心中却是担心自己女儿。 可一旦她离去,商云运只怕会死。 再者,柳文笑,柳文轩几人,根本不可能让她离去。 此时,柳文笑看向王欣雅,认真道:"王副宗主,你若是弃暗投明,我保证,你可以担任我逍遥公副公主。 不必。 王欣雅冷淡道。 今日,熟胜熟败,尤未可知。 王欣雅冷哼一声,一张古琴,赫然浮现。 墨云九元琴。 真正的王道之气。 这是西年,墨云搜寻道,而苍天宇给了她一门琴谱。 墨元谱。 这些年来,王欣雅可是一直在修行此琴谱。 你非要自寻死路。 柳文笑哼道。 王欣雅痴笑道:"柳文笑,你觉得,你能赢我?" 王欣雅体内气息,浑滚而动。 道问五行镜。 柳文笑脸色顿时变了。 一直以来,外界都是说,天凤宗副宗主王欣雅,乃是一位罕见的殷术修行者。 其天赋很是独特,在殷术一道,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成长速度。 而天凤宗内传出消息,王欣雅是道问四项镜。 如今,竟是跨入道道问五行镜了。 这已经和商云运,和她柳文笑,和苍虹一般了。 王欣雅,纵然你是道问五行镜,也难以改变今日天凤宗被灭的局面。 柳文笑,柳文轩,以及其他诸位逍遥宫道问一元镜,两一镜,三才镜级别的道问巨头,纷纷逼近。 王欣雅并未将眼前几位逍遥宫道问强者放在眼中,她更担心的是女儿暮出血。 可这些人不杀了,显然,她是无法离开的。 哼。 一声冷哼,王欣雅掀细食指,抚琴而奏。 琴声悠扬,婉转曲折。 那屡屡琴音,在这时如水波一般荡漾开来。 砰砰砰,场中,一位位道海神静舞者,身躯暴裂。 柳文笑立刻喝道,堵住耳朵,不要听。 听到这话,王欣雅更是嗤笑连连。 音术舞者的攻击,若是堵住耳朵,旁人便可不受影响,那还羞什么音术。 这不只是声波攻击,更是心魂攻击。 第5243章 说什么胡话呢? 一位位道海神静,在王欣雅出手的第一时间,便是被震碎心脉,震裂魂破,死于非命。 体表看起来完整,可是五脏六腑却已经粉碎。 杀了她。 柳文笑怒急。 到达五行镜级别的她,倒立蜕变,是蕴含着天地五行之本的。 柳文笑一步跨出,体内煞气,滚滚而动。 一拳轰出,百丈拳影,压碎虚空,直击王欣雅面门。 可王欣雅手指一弹,秦音缠绕如丝线,化作一张巨网,凭空凝聚,冲刺而出。 砰!掌印爆开,巨网完好。 柳文笑脸色一沉。 这王欣雅,不只是境界到达道问五行镜,对秦术极为擅长。 而音术舞者,向来是诡异莫测的。 她的攻击,突出玄妙莫测。 单打独斗,柳文笑也并无实权把握,击败王欣雅。 苍红组长,难不成看着我等两败俱伤?柳文笑冷哼。 哈哈哈哈,来了来了。 上空大阵被撕裂。 道道身影,踊跃而来。 那为首一道身影,赫然正是苍族组长苍红,道问五行镜。 而同时。 在其身侧,苍民、苍祸这两位道问四项镜,赫然而立。 此女道问五行镜,难以对付,你我最好小心点,莫要因沟里翻船。 嗯? 苍红目光看向王欣雅,也是极为惊讶。 没想到这个近些年来声明确起的天凤宗副宗主王欣雅,竟是如此不容小觑。 柳文轩,苍民、苍祸,你们与我二人一起,先杀这王欣雅。 两位道问五行镜。 三位道问四项镜。 杀了王欣雅,天凤宗自然而然崩溃。 商云运失去战斗力,那上东方和西青烟两位副宗主,西青烟,已经暗地里投靠仓足了。 此刻,上东方被西青烟创伤,两位天凤宗副宗主,正在厮杀。 商云运不断运转道立,试图冲破魂天锁的束缚,可短时间内根本做不到。 这时,整个天凤宗内外,处处皆是喊杀声,混战。 王欣雅所在的山谷内。 姬云轩,姬子烟,此刻身躯坠地,脸色惨白。 面对柳明征这位道海西虫,姐妹二人,根本不是对手。 柳明征听着外面的动静,不由黑黑笑道,看来,已经开始动手了。 姬云轩,姬子烟,脸色难看。 动手? 还不明白吗? 柳明征再度道:"不是我们逍遥宫和你天凤宗联手,而是我逍遥宫和苍族联手,就在今日,灭了你天凤宗。 此言一出,姐妹二人,脸色更是惨淡。 而这时,慕出雪却是在姬云轩和姬子烟中间,看着柳明征凝笑的模样,哼道:"我娘是很厉害的音术舞者,你们肯定会输的。 你娘,柳明征想到王欣雅那动人的体态,容颜,心中一阵火热。 哪怕王欣雅以为人妇,生下一女,可那种娇羞细腻的样子,却让人更加发狂。 这次,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 柳明征手掌一握,那姬云轩身躯被其直接抓住。 王欣雅是吧? 老子一定会睡了她,先拿你谢谢火。 柳明征一把将姬云轩推到旁边一块青石上。 跟随着柳明征到来的几位逍遥公武者,早已经是见怪不怪。 柳明征身为柳文孝之子,天赋很好,就是好色,逍遥宫内不少女弟子,都是被柳明征祸害过。 大家都是习惯了。 姐姐! 轩姐姐! 此刻,姬子嫣和暮出雪脸色难看。 你该死! 暮出雪脸色愤怒得长红,双手一握,一道玉符出现。 这玉符乃是当初沐云在苍天宗内所得,只要触发,便是可以释放出到海神境后期一击。 沐出雪眼看着姬云轩要被柳明征侮辱,毫不犹豫,触发玉符。 轰,凌厉一击,灯石爆发。 惊天动地的轰鸣,响彻山谷。 姬子嫣看到这一幕,也是整个人呆了呆。 沐出雪更是错愕道,爹爹真没骗我。 可就在这时,山谷谷口位置,乌烟缭绕,焦黑遍地。 姬云轩身躯从一旁爬起来。 而那柳明征,却是从焦黑地面上站起来,满身漆黑。 小丫头,你找死。 柳明征怒急。 她从没想到,这么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居然差点让自己没命了。 出雪,快跑。 姬云轩和姬子嫣同时道。 沐出雪也是小脸变色,急忙转身奔驰而去。 跑。 柳明征身躯腾空,一两个呼吸之间,便是已经一把抓住沐出雪后背,直接甩在地上。 哼,沐出雪身躯坠地,身上护身道气,光芒一闪,可其五脏六腑,却依旧是遭受一些创伤,小脸一白,嘴角鲜血流出。 柳明征看到这一幕,更是愤怒不已。 臭丫头,看来王欣雅倒是很在乎你,可是这些护甲倒气,你一个小丫头能发挥出几分威能。 柳明征站定半空,冷漠道:"我现在改变主意了,留你性命没意义,杀了你,才能解恨。 好端端的兴致被打扰了。 柳明征已经无心玩弄姬云轩和姬紫燕,此刻只想杀了沐出雪。 其身躯俯冲而下,双手成爪,朝着沐出雪抓去。 姬云轩,姬紫燕看到这一幕,脸色煞白。 可二人根本无力阻拦。 沐出雪身躯不断倒退,可哪里能够比得上柳明征这位倒海七重强者的速度。 那双爪凝聚的倒立压迫气息,定是能够撕碎他的小身板。 沐出雪心中惊惧,退到山谷石壁旁,再无退路。 这一刻,他心中闪现出爹娘的身影。 谁能救救他? 谁? 我不要死。 沐出雪喝道,爹,我要死了呀。 你的雪儿要死了。 沐出雪闭着双眼,心中惊惧的拼命嘶喊。 可是,过了好一会,沐出雪却是发现,他并没有死。 一根手指,轻轻敲打自己脑门。 说什么胡话呢? 宠溺的声音响起道。 沐出雪不可置信的睁开双眼,看着眼前蹲下的身影。 那张俊俏而喊着儒雅秀气的面容,让他一时间呆了呆。 爹。 嗯? 吓死我了。 呜呜,沐出雪扑进沐云怀中,嚎啕大哭起来。 感受着女儿颤抖的小身板,沐云心中更是心疼不已。 过了好一会,沐出雪停止哭泣,擦了擦眼泪,双手捧着沐云脸颊,不由道:"爹,你怎么来了?" 第5244章 他是我爹。 沐云微微一笑道:"爹隔着老远老远,就感觉到我的小公主在召唤我,然后莫名其妙的,我就被召唤到你面前了。 真的?" 当然。 听到这话,沐出雪却是撇撇嘴道:"别骗我了,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了。 呀,坏了呀。 沐出雪脸色担忧道:"这个坏人,带着好多坏人来的,娘有危险了。 爹,你快去英雄救美吧。 沐云揉了揉沐出雪精致的脸蛋,不由笑道:"你可真是爹的贴心小棉袄啊,不过,你娘那么厉害,肯定没事。 你快去快去吗?" 沐云笑道:"好。 不过,去之前,得先将这几个人宰了。 沐云轻轻牵起沐出雪小手,站起身来,回身看向柳明征几人。 这一刻,柳明征还是傻傻的。 他刚才的攻击呢? 怎么突然感觉到自己身前好像是出现一面山,然后整个人就动弹不得了。 直到现在。 他才恢复自由。 柳明征退后几步,愕然道:"你是谁?" 他是我爹。 沐出雪抢先道:"你完蛋了,你敢打我,我爹要杀了你。 柳明征愣了愣。 沐出雪的父亲:"你是,当年那个沐云?" 柳明征恍惚片刻,立刻认出沐云。 这次,沐云是以本来面貌展现的。 每次见女儿,她都是展现出自己本来容颜。 柳明征知道沐云。 苍天宗一记之时,沐云是最大受益者。 而且和苍王苍天宇有着莫大的联系。 此子销声匿迹多年了。 而今居然出现在天凤宗内。 沐云看向柳明征,脚步跨出。 你真是自寻死路啊,居然还敢回来。 柳明征不禁冷笑道:"而今天凤宗必要覆灭,你沐云,也一快死吧。 可沐云未曾开口,只是一步步走到柳明征身前。 柳明征脸色一寒,直接一巴掌甩出。 恐怖的气浪,呼啸而至。 可下一刻,沐云手掌一抬。 砰,柳明征那甩出的手掌,碰触到沐云胳背,顿时爆发出砰响声。 其整只手掌,立刻吸碎。 啊……啊呀……柳明征弯着腰,捂着自己手掌,整个人惨叫连连。 怎么回事? 沐云的身子骨,简直像是铜墙铁壁一般。 而其他几人看到这副场景,急忙杀向沐云。 沐云手掌一挥。 砰砰砰,一位位道海神境级别高手,身躯纷纷炸裂。 姬云轩,姬子嫣姐妹二人,这时神色骇然。 沐云,到达到问神境了。 此刻,沐云一把将柳明征提起,默然道:"动我女儿,我不揍你!" 其手掌一甩。 轰! 柳明征整个人直接被甩到山崖石壁上,口吐鲜血,脸色煞白。 而就在这时,山谷骨口,十几道身影赶来。 住手! 一声娇喝,响彻山谷内外。 柳明阴来了。 看到柳明征被摔得七荤八素,柳明阴翘脸声寒,哼道:"你在做什么?" 天凤宗今日覆灭,时去的话,我时你娘。 沐云手掌一握,隔空力量爆发。 砰砰砰,一道道身躯,直接爆裂成碎片。 柳明阴之感觉到自己身边十几人,在炸裂,在哀嚎,那血沫都是建设在其身上。 这个人,是道问。此人是谁? 沐云看向姬云轩和姬子嫣,问道:"柳明阴。 姬云轩当即道:"这个柳明征是其兄长,二人是柳文啸的子女。 哦!"沐云一把将柳明征和柳明阴提起,笑道:"既然如此,去会会柳文啸公主吧。 我也要去。 沐出雪此时急忙跟上。 天凤宗内。 山谷无常。 四周早已经是一片狼藉,诸多身影,横七竖八的倒着。 而一座座山巅,数道身影站定。 王欣亚截然一身,体态心肠,其身前,墨云九元琴,光芒四射。 在其四周。 苍红组长,柳文啸公主,以及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位道问四项敬强者,纷纷拼尽全力,誓要将其震杀。 这个女人,苍民此刻脸色铁青,心中怒骂。 因数五者,居然这么可怕吗? 王欣亚道问五行径,且拥有王道知气加持,五人根本奈何不得他。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苍红组长怒喝道。 五位最顶尖的强者,被王欣亚一人缠住。 哪怕苍族和逍遥公子战胜了,可能也会是惨胜。 柳文笑神色一冷。 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柳文笑冷哼一声,指尖倒立翻滚。 而就在这时,王欣亚却是突然发力了。 破! 一声轻吟,响彻天地。 王欣亚体内,倒倒划光,直送上空,凝聚出五道恐怖的光束。 四利剑,四刀锋。 音律化锋芒。 直接杀向五人。 轰轰轰,刹那间,天地在这一刻颤抖,所有人皆是感觉到了恐怖的力量,斩天灭地般席卷而来。 扑! 当时,苍民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胸膛被丝线洞穿。 而同时,苍祸,柳文轩二人,亦是脸色煞白,倒退数百丈,砸落大地,引动整个天凤宗颤抖不止。 柳文轩和苍红二人,亦是脚步后退,康康稳住身影。 五人围攻王欣亚一人,居然无法制服王欣亚。 这着实是不可思议。 该死的! 苍红和柳文笑脸色皆是阴沉可怕。 这样下去,就不是残胜了,可能失败了。 如果他们五人败了,那王欣亚一人,足以逆转局势。 领头大人物身死,其他众人心念崩塌,一切都将土崩瓦解。 可突然,柳文笑却是神色一正。 其目光看向苍红,再度道:"一起!" 嗯! 当时,两位盗问五行径强者,再度杀向王欣亚。 王欣亚神色冷漠,举手投足之间,人和琴,合为一体。 轰! 剧烈轰鸣,响彻天地。 其周身诞生的道道琴音,肉眼可见,化作无尽风锐丝线,缠绕着虚空扭曲。 苍红和柳文笑合力攻击落下,却是根本无法逼近王欣亚。 可就在这时,天地之间,倒立纵横,似凝聚出无尽璀璨光芒,继而化作滔天一掌,如滚滚山岳海啸,镇压落下。 随着那恐怖的气势爆发而出,一道身影,也是从天而降,静止加入战局。 第5245章 柳洞天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呆了呆。 是谁? 那巨掌晴天,轰然降临。 一掌落下。 直接朝着王欣亚身后拍去。 恐怖光芒,波动不止。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得王欣亚整个人的防御,出现漏洞。 柳文笑和苍红二人,立刻抓住空挡,施展平生绝学,不计一切,朝着王欣亚轰击而去。 轰轰轰,道道轰鸣,响彻天地。 一座座山峰倒塌,一道道山谷沟壑,直接崩塌开来。 不少天凤宗舞者看到这一幕,脸色难看。 王副宗主可以说是天凤宗的希望。 可一旦王副宗主落败的话,那,天凤宗也将会是结束。 滚滚倒立,肆虐开来。 两久。 尘埃散尽。 大地之上,王欣亚身躯微微的颤抖,嘴角溢出血迹,莫云九元琴释放出道道滑光,也是有些暗淡。 其美眸目光看向一座高山之巅。 在那里,一道黑衣身影,傲然而立。 黑衣男子,看起来六七十岁模样,年纪偏大,可一身气息,却是格外恐怖。 柳洞天。 此刻,坐在一处山边,升起道道滑光,庇护自身的伤云韵,脸色微变。 他一身实力被魂天所所求,短时间内,难以爆发。 此刻看着黑衣老者,脸色彻底变了。 而同时,苍虹组长,脸色也是不自然起来。 柳洞天。 苍虹组长,目光闪烁。 柳洞天,乃是逍遥宫上一任二公主。 逍遥宫上一任大公主已死,是柳文孝接任。 而柳洞天,与那位大公主一到,也是死了的。 可而今,这位人物,却是出现在此地。 而且,柳洞天昔年乃是道问四象镜而已,可如今,却是到达道问陆河镜。 商云云冷笑道,逍遥宫藏得还真够深的,苍虹,今日我天凤宗覆灭,他日,便是你苍族了,哼。 柳洞天没死,且现在出现。 那苍族和逍遥宫合作,灭了天凤宗,接下来,可不就是苍族被灭。 苍虹,苍民,苍祸等几位苍族高层,一个个脸色纷纷难看下来。 他们也并不知道柳洞天活着。 这时,柳洞天却是笑呵呵道,老夫这些年来,并未在苍州,而是游历各个镜,机缘巧合,到达道问五行镜,又是突破到达道问陆河镜。 这话说出,在场所有人,除了逍遥宫舞者,大家都是心中沉重。 逍遥宫,藏得可真深。 苍虹族长冷哼道。 若非王新雅今日展现如此超强的实力,只怕柳文笑根本不会让柳洞天出手。 如此一来,灭了天凤宗,那逍遥宫恢复一些年月,绝对会对苍族出手。 如意算盘,真好啊。 苍虹随即冷哼道,今日联合,我看,到此结束罢了。 说着,苍虹手掌一甩,便是准备召集族人。 天凤宗不能灭。 反倒是接下来,苍族应该和天凤宗联合,抗衡逍遥宫。 苍虹。 柳洞天此刻笑吟吟道,是到如今这一步,退又能退到哪里。 粉滴,我想走,你连我一起杀不成。 苍虹冷哼道。 柳洞天不禁再度道,难不成你觉得老夫道问六合镜,不是你的对手。 这一刻,局势变了。 苍族看到柳洞天的出现,已经心中懊恼和逍遥宫合作了。 可而今,苍虹也是骑虎难下。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商云运此刻开口道,苍虹族长,你若与我联手,或许,我们可以对付逍遥宫,否则,今日死的是我天凤宗,明日便是你苍族了,如何抉择,你自己想好吧。 这下,所有人都是傻眼了。 三方舞者,纷纷退出纷争,看着自家大人物们。 这,怎么办? 柳文啸此刻也是眉头一皱。 今日当真是失算了。 没曾想到,王新雅的实力,竟是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道问五行径。 或许唯有柳洞天大人,能够对付这个女子了。 柳文啸继而道,苍虹族长,苍族和逍遥宫,共长苍州,这是你我之前便是约定好的。 你本身距离道问六合镜也不远了,我柳文啸立下血世,今日覆灭天凤宗,我逍遥宫万年内,绝对不会和苍族暴发争斗。 柳文啸不得不这么做。 否则,苍虹就要倒向天凤宗了。 一时间,苍虹等人,心中纠结。 柳洞天也是笑呵呵道,老夫承诺,万年内,苍族和逍遥宫,不会有任何争斗,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这位道问六合镜强者这般说,苍虹真的心动了。 因为他确实是距离道问六合镜不远了,万年内,定然能够突破。 一旦他到达道问六合镜,那,苍族不惧逍遥宫。 二位,还请记住说过的话。 苍虹此刻声音高昂道。 显然,他已经是有了决定。 依旧坚持和逍遥宫一道。 苍虹并非是不想反悔,可如今苍族之人杀进来,已经是杀了很多天凤宗武者。 双方从敌人转向合作。 那天凤宗之人,难保不会翻脸。 尤其是王心雅。 此女,恐怖。 柳洞天是道问六合镜不假,可柳洞天已经很老了,此生潜力,大抵如此了。 但是王心雅不同。 王心雅的成就,在这数千年来,可谓是苍州的一个奇迹。 如果让天凤宗活下去,将来的王心雅,会比柳洞天恐怖十倍。 这一刻,柳洞天,柳文啸,皆是松了口气。 商云云冷笑道,愚昧无知。 本座愚昧。 苍虹冷笑道,你天凤宗这位副宗主,可着实是太夸张了。 此刻,因为柳洞天突然出现的风波,暂时平息。 王心雅目光看着四周诸位道问。 事到如今,没什么能谈的了。 柳洞天随即笑道,苍虹,柳文啸,你二人辅助我,先杀这王心雅。 苍民,苍祸,柳文轩,你三人去杀了商云云。 有这位道问六合镜强者出现,任谁也是信心满满。 王心雅再强,能够抗衡六合镜的大人物。 而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真热闹啊。 声音传开,不少人纷纷目光看来。 当众人注意到,那其中一座山头上,站定着一道身影之际,不由神色错愕。 是你。 你是,沐云。 果真是沐云。 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错愕。 这个时候,曾经在苍州名动一时的沐云,居然,出现了。 第五千二百四十六章 你太悲观了。 大家见到我,还是很热情的吗? 沐云笑了笑道,怎滴,苍族,逍遥宫,天凤宗,三族鼎立,如今要改改规格了。 三族变成两族,可是不稳定,但是变成一族鼎天,那我估计很稳。 柳文笑,苍虹等人,皆是目光看向沐云。 当年沐云带走不动明王剑,元龙古甲一,以及道阵守闸,还有那神秘的四方末时,消息早就传开了。 他们也知道,沐云就是王新雅的夫君。 可是这些年来,沐云却是销声匿迹了。 且王新雅实力强大,又是天凤宗副宗主之一,谁敢去逼问他沐云在哪? 而今,这个人,居然这么光明正大的回来了。 这家伙,不怕死了。 沐云,你身上的东西,全吐出来吧。 苍虹冷哼道。 你是指这个? 沐云手掌一握,一柄长剑,赫然出现在手。 剑长三尺,剑身宽有四指,那剑身上,刻印着道道流光纹印,如山似水,更是有着流畅的道力源源不断释放而出。 王道之气。 不动明王剑。 苍虹眼中,顿时有着贪婪的目光出现。 这是当年苍天宗内,赫赫威名的一剑王道之气,乃是昔年苍天宗苍明王所用。 早就到了沐云手中。 沐云销声匿迹多年,而今出现,便是立刻展现出此剑。 这家伙,送死来了。 而同时,沐云提表,甲昼光芒生腾,滑光四射。 圆龙骨甲一。 两剑王道之气。 这一刻,诸多道问,呼吸急促。 柳文笑深深明白王道之气的强大。 倘若刚才,趁着沐云运不被之机会出手偷袭,创伤沐云运后,他若有不动明王剑,且多年融合,一剑便可要了沐云运性命。 浑天琐事很厉害,可也只是四品倒戒,而且算不得顶尖,只是困住沐云运一时半刻罢了。 王新雅看到沐云出现,也是松了口气。 出血,她没事。 沐云目光看去,道:"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 王新雅身前,沐云九元琴光芒闪烁。 得知女儿安然无恙,王新雅也是彻底放下心来。 沐云看着四周局面,其身姿落在沐云运宗主身前。 沐云运宗主,又见面了。 沐云运看着四周局面,不禁苦涩道:"沐云,你带着新雅离开吧?" 哦!沐云不禁好奇的看着沐云运。 我感觉得道:"你应该是踏入道问神境了,只是今日局面,你无法改变。 沐云运再次道:"带着新雅离去,那些长老弟子们,总归还有主心骨,天凤宗还能重建。 你太悲观了。 沐云不禁笑道:"先疗伤再说。 说着,沐云思索片刻,取出一颗果子。 果子婴儿拳头般大,通体散发着淡淡的血色光芒,表面有着一层层水滴般的印痕。 鲜水的灵果。 沐云运神色一正。 这等灵果,只在洪荒时期出现,而今新世界,从未听说过此等灵果现世。 能治好你的伤势吧?" 沐云笑道:"可以,可是,那就快些。 沐云再次道:"我可不是白白帮你忙的,不过,一切被等到天凤宗此次灾难过去。 沐云运也不废话,直接接过灵果,一口吞下。 情况危急,不能磨叽。 沐云随即道:"我来吸引一波仇恨,你先恢复伤势吧,不过时间不会太久。 沐云运点头。 这千水滴灵果,乃是接受了简石蕴的要求,照顾平千仙,之后,简石蕴给她的三十六种真果灵量之一。 就在这时,王新雅也是走过来。 沐云取出七颗果子,交给王新雅。 这是什么? 圆阴果。 沐云笑道:"对阴术武者绝妙,我听葫芦老人说的,你试试看。 王新雅收起圆阴果,随即道:"你能对付谁?" 沐云笑道:"道问五行以下,应该没问题。 王新雅随即道:"那,柳洞天,柳文笑,参红三人,交给我了。 太勉强了吧。 无妨。 王新雅认真道:"有压力才能让人进步,而且,伤宗主一旦恢复,我压力就很小了。 沐云看向上空的柳洞天。 虽然他很想宰了这老东西,可是一元镜和六合镜差距,却是太大。 能不能杀不知道,就算能杀死柳洞天,他估计也得半废了。 这三人交给王新雅。 其他人,他来对付。 伤云运恢复,定会无恙。 这般决定下,沐云手握长剑,笑了笑道,本来想在平州站稳脚跟,现在看来,先在苍州打下后方跟机,挺好。 他已经是传信回云阁。 不过,云阁之人赶来,少说也得五到十日时间。 今日,先将苍族和逍遥宫的人击退再说。 王新雅此刻身躯腾空,体内杀气迸发开来。 老东西,偷袭我。 王新雅哼道,今日,就让你看看殷数无者的恐怖。 目出血安全,王新雅心无旁骛,这次,可谓是安心与三人交战。 而此刻,柳文轩和苍民,仓祸三人,没有去管王新雅。 三人目光,进阶是聚集在沐云身上。 两剑王道之气啊。 三人此刻,都是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沐云也是注意到其他也有一些道问三才镜,两仪镜,以及一元镜的仓族,逍遥攻强者,纷纷靠近。 这些人,显然是奔着他来。 刚到达道问一元镜,我对自己的力量,没个大概了解,万一出手中了,各位海涵。 听到这话,在场不少人皆是面露耻笑。 这家伙,可真是够自恋的。 海涵。 话到此处,沐云突然道,我还忘了一件事。 魏云长老,杀了你身边那位道问一元镜吧。 当沐云声音落下。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 逍遥攻,道问一元镜的魏云长老,突然出手,将自己身边一位半生知己,直接震碎脑袋。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呆了。 魏云,你在做什么? 柳文轩怒喝道。 魏云此刻却是一脸悲痛道,我,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沐云随即笑道,干得好,当时留着你的命,没杀你,现今算是起点作用。 柳文笑等逍遥攻诸人,听到这话,彻底猛了。 第5247章一剑斩两仪 魏云长老,自小便是生活在逍遥攻内,其父亲还是逍遥攻西年外派的一城之主。 魏云可谓是铁杆的逍遥攻本土之人。 逍遥攻内,可能很多人会背叛,但是魏云长老,绝对不会。 可是现在,魏云居然听从沐云的命令,对自己一味多年之己,痛下杀手。 沐云这时候开口道,别怪他了,他只是被我控制,不得不听从我的命令而已。 其实,不只是逍遥攻,还有仓族,内部都有被我控制的人,你们待会,可得小心自己身边人。 这话一出,在场诸多道问,以及道海高手们,脸色纷纷一变。 能让一位道问一员竞强者这么乖乖听话? 这是什么手段? 而且不止一位。 大家稍安勿躁。 柳文笑喝道,此子定是匡骗我等,若是还有其他人,他早就让那些人动手了。 沐云却是笑道,我又不急,大家打得热热闹闹的时候,我突然下令,效果才最好。 这话,让人心慌。 到底是真是假? 谁知道吗? 万一是真的,不少道问神境强者,纷纷看着自己左右的人。 万一是真的,他们可就惨了。 沐云心中冷笑。 这话当然是假的。 不过恶心恶心这些人,也够了。 胡说八道之辈,不动明王剑和元龙古甲衣,交出来吧。 柳文轩哼了一声,直接一手探出,杀向沐云。 而同时,苍民,苍祸二人,亦是直接杀出。 两人心中也是明白,谁先将沐云宰了,两剑王道之气,就能让谁占据先机。 他们要抢在柳文轩之前。 谁能杀了沐云,谁就能第一时间得到那两剑王道之气。 沐云此刻手握不动明王剑,身着元龙古甲衣,却是浑然不惧。 来吧。 一语喝下。 轰,沐云身躯两侧,恐怖的威能,爆发开来。 血玲珑。 闯天龙。 两势同时爆发。 从魂海内血玉石之中凝聚而出源源不断的气血,勾勒出两道龙体,释放出无尽煞气。 两道玲珑,一左一右,直接撕裂虚空。 同时,沐云一剑杀出。 允星之剑。 不动明王剑在这时爆发出无尽辉煌剑气。 虽然这只是沐云刚运用不动明王剑。 可实际上,自从沐云得到此剑,便是一直放置在诸天图世界内,以自己的气血魂魄来运养此剑。 而今这柄王道之气,在家月西姑娘的封尽加持,可谓极度适合沐云。 道道剑气,配合着血玲珑和闯天龙二世,冲击而出。 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人,神色微变。 这一刹那接沐云带来的压迫,竟是给他们三位道问四象径一种危机感。 三位道问四象径被玲珑震退。 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却是抓住沐云攻杀苍民,苍祸,柳文轩三人的空隙, 竟是直接出现在沐云身后,手掌成拳,携带着无尽碾压之气,降临落下。 去死吧。 沐云。 恐怖全影,铺天盖地,朝着沐云碾压而去。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沐云手掌一握。 不动明王剑,剑任光芒升空而起。 风之急剑绝。 第一是,风之银。 不动明王剑杀出。 立刻有着上百道剑气和上百道锋刃,互相融合,继而剑气如风,风如剑气,发出锐利风银声。 一剑。 轰,那杀向沐云的身躯,被这一剑,直接斩成两劫。 一声惨叫,响彻天地。 立羽。 仓族二爷仓民,三爷仓祸在这时脸色煞变。 出手袭杀沐云之人,正是仓族五爷仓立羽,本身也是一位道问两一镜的强者。 可是,此刻的仓立羽,却是被沐云直接一剑,拦腰斩断。 一位道问两一镜强者,被一位道问一元镜,直接一剑斩杀。 毫无拖泥带水。 这一刻,四周甚至有一种寂静感。 怎么可能? 所有人心中都是充满了不可置信。 沐云握了握不动鸣王剑,却是心中欢喜。 舒畅。 不动鸣王剑,确实霸道。 而且,风之极剑爵,更是威猛,比允星树内所蕴含的剑招,强大数倍。 这一刻,沐云持剑,看向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人,不禁笑道:"来。 道问四象镜。 试试看。 当时,沐云身影如电,直接杀向三人。 而与此同时,沐云运公主,缓缓起身。 苍红。 六文笑。 沐云运声音清冷,整个人凝聚出一道光柱,直奔上空。 看到沐云运去帮助王新雅,沐云也是放下心来。 她并不知道王新雅现在的实力如何。 不过,有沐云运这位道问五行镜相助,定然短时间内没事。 苍族和逍遥宫联合起来,足有四十余位道问神镜强者。 这比天奉宗多出一半。 可而今,这多出的一半,几乎都是围绕在沐云四周。 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人主攻,其他人环绕四周,可没人敢冒进。 三大道问四项镜强者,围杀一个道问一元镜,但是眼下,三人根本奈何不得沐云。 今日一战,更是沐云踏入道问第一战。 她也很想知道,现在的自己,到底有几分爆发力。 风之怒。 风之暴。 风之暴。 沐云一剑又一剑斩出,剑道之星二镜增幅,体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道柱,道台,道海,在这十三者合一,偌大的魂魄海内,滚滚倒立,凝聚成一元,一切力量的调动,都是充满整齐性,归夷性。 风之级剑决。 分为几个层次等级。 以剑气和锋刃结合,凝聚百道剑气和百道锋刃,绘合一体,这只是入门程度。 而到达入门程度,便可将风之吟、风之怒、风之暴三式施展而出。 这三式。 每一式配合不动明王剑,以及沐云剑道之星二镜,都是能够爆发出远超其自身极限的爆发。 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人,根本奈何不得沐云。 而这时。 天凤宗上空的交战,也是颇为凶猛。 王欣雅与柳洞天,柳文孝二人交手。 商云运则是拦下了苍虹。 而距离天凤宗百里外。 高山之巅。 一袭红裙身影,在这时出现。 这是哪里? 红裙女子,赫然正是月曦姑娘。 此刻的月曦姑娘,站在金义神骄背脊,身后跟随着血冷轩和血灵花二人。 想当年,金义神骄沈香炎,血武门门主血冷轩,血武门副门主血灵花,这三人都是赫赫威名的道府天君大人物。 可而今,一轮为月曦姑娘做齐,另外两个,成了月曦姑娘的仆人随从。 说出去,根本没人敢信。 第5248章 轮回天咒,十二咒诀 血冷轩目视前方,开口道,此地为天凤宗所在,大青山。 大青山? 好难听的名字。 月曦姑娘随即目视远方,不由好奇道,咦? 血库在这里。 哈! 血库是啥? 一兽两人,都是有些猛。 月曦姑娘笑道,苍州三大霸主,苍族,逍遥宫,天凤宗是吗? 是的。 逍遥宫联合苍族,跟天凤宗打起来了。 月曦姑娘不由道,不过,为什么这三大霸主内,都是道问级别,而且没有超过六合径的,西年八大霸主,不是都存在道府天? 血冷轩随即道,当年恶元灾难爆发,我们苍州内的道府天军,道问神境级别,都被征兆参战。 天凤宗,逍遥宫,苍族三方的道府天军,道问级别,几乎都死光了。 月曦姑娘好奇道,那你们怎么还活着? 这一问,使得血冷轩,血灵花,沈香妍都是一愣。 怎么? 月曦姑娘不解。 血冷轩这才道,其实当年,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有各种机缘巧合。 我当时是受了重伤,退回来疗伤,结果疗伤期间,战争结束了,乾坤大世界崩塌了。 沈香妍急忙道,我当年是为一位道新皇者的坐骑出战的,那位道新皇者受了重伤,撤离战场,半路就死了,我也就跑回来了,沈香妍本是天交蒙蒙主,在这苍州内,可谓是独一无二的霸主。 可是在当年那种情形下,她,也被听从调浅,捏着鼻子韧了。 月曦姑娘点点头,看着前方,不禁道,都已经这般弱小了,还要彼此厮杀,人的贪欲,果然是无穷尽的。 这话,沈香妍三人却是不敢苟同。 苍州现今三大势力确实示弱。 可当年的神帝们很强啊,强到无敌,强到能够将整个乾坤大世界打破了。 可他们不还是互相厮杀争斗? 这跟强弱没关系,纯粹的就是彼此间的利益纠葛。 血冷轩开口道:"大人,您的血库在这里,需要我们出手吗?" 月曦姑娘听到这话,想了想,道:"算了,我帮她已经很多了。 你们两方这些年存储的资源,我都给她,算是支付她报酬了,再帮她就过分了。 月曦姑娘说着,笑道:"就在这里看看热闹就好了。 大青山。 天凤宗内。 交战还在继续。 沐云与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位道问四象镜强者交战,越发狂暴。 这四人,也是升腾高空。 同时,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人,也是展现出各自强大的实力。 道问四象镜,远不是道问一元镜,两一镜,三才镜这三大镜界可以媲美的。 而沐云能够以一己之力,占三位道问四象,这已经是夸张到逆天级别了。 陡然一刻,沐云一剑杀出,震退三人。 而今,沐云也算是明白自己的实力。 以血玲珑,闯天龙二世,加上陨星术,以及风之级剑诀,抗衡四象镜,毫无问题。 甚至于,单对单的话,应该能杀。 不过面对三人,却是不容易杀。 只是,而今到达道问一元镜,沐云也并非只是拥有这些能耐。 不动明王剑收起。 沐云手掌一握,体内倒立,滚滚而动。 其身后在这时,意识凝聚出一道门户。 虚幻的轮回天门。 轮回天门吞那十二剑洪荒之宝,演化十二世攻杀手段。 沐云称之为轮回天咒,十二咒诀。 第十二世 闫龙盖世 其双手一握,轰然之间,恐怖的倒立,爆发出滚滚炙热气息。 数千丈的阎龙身躯,爆发而出。 那令人心悸的气息,彻底爆开之际,阎龙呼啸间,身躯盘旋高空。 沐云立于阎龙身躯之上,威严耸立。 而同时,在轮回天门内,隐隐间有着一尊炉顶,徐徐旋转。 炉顶内,滚滚岩浆咆哮,声威震天。 这一刻,就是血玲珑和闯天龙两世凝聚而出的两道龙区,气势也是稍弱一筹。 沐云脚踏炎龙,整个人体内气势,滚滚而动。 柳文轩,苍民,苍祸三人,这一刻,才真的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这家伙,交战到现在,居然还没有拼尽全力。 二位,今日,真得豁出命去了。 柳文轩一步跨出,声音冷力道。 区区一个沐云,让他们遭受到如此大的压迫力。 这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明白。 闻。 三位四象镜强者,再度冲杀而出。 天龙黄银。 沐云一声正喝。 漫天之间,龙银声响彻天地。 轮回天门内,似有一杆长枪,化身为龙,释放出无尽音波。 滚动的音波,朝着柳文轩三人肆虐而去。 这一刻,三道身影皆是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这等压力,让人心计。 可是压力降临间,那音波更是带着令人惊恐的杀伤力,冲击到三人身前。 轰隆隆,上空,立刻爆发出无尽轰鸣。 眼万象尽。 沐云双手又是一推,无尽恐怖的力量,似乎凝聚成了一道道无形的进气之拳,长等,冲向三人。 轰隆隆。 天地在这时,爆发出更加凶悍的力量波动。 在沐云强大的攻击压迫下,三道身影,纷纷各自艰难抵抗。 可突然。 沐云身躯,出现在苍祸身前,不动明王剑,一剑杀出。 苍生斩。 神剑斩下,苍祸身躯在这时,一分为二,整个人遭受重创下,被无尽尽气撕碎。 苍祸。 苍民看到这一幕,彻底吓傻了。 这一刻,苍民再也顾及不得其他,拼尽浑身解数,开始倒退。 而沐云已经持剑,来到柳文轩身后。 苍生斩。 再次斩出。 柳文轩身躯,轰然崩碎。 两位道问四象镜,请客间一一死去。 那恐怖轰鸣,弥漫天地。 所有人都是被吓傻了。 而这一刻,沐云回身看去,却是已经不见苍民的身影。 跑得还真快。 嘀咕一声,沐云目光很快便是盯着逍遥宫和苍族的那些道问神镜级别人物。 你们就别跑了。 一语落下,沐云持剑,俯冲而下。 道问一元镜,两一镜,三才镜人物,在沐云剑下,根本不值一提。 十几位两大势力的道问神镜,在这时根本无法阻拦沐云。 第5249章 王新雅的突破 此时此刻的沐云,如入无人之镜。 解决道问四象镜级别的,其他人,对他来说,没有难度。 而与此同时,逍遥宫武者和苍族武者,纷纷吓闪了。 道问神镜级别的大人物们,被人追着杀。 那接下来就是他们那些道海神镜,道台神镜,道住神镜级别的了。 而天奉宗武者们,却是越战越勇。 哪怕是付出了惨痛代价,可现在,很明显,他们有着活下去的动力。 三方厮杀,并未停止。 虽说两大宗道问被沐云杀了一些。 可到现在,柳洞天、柳文孝以及苍红三位最顶尖的存在,还在交手。 这三位赢了,那天奉宗还是要完蛋。 只是,当逍遥宫和苍族武者抱着这等想法之际。 虚空之间。 黄黄天音,偶然降临。 斩! 一道清冷的喝声响起。 所有人抬头看去。 天穹在这一刻,被倒倒阴波撕裂。 而在那撕裂的穹顶之下,柳洞天身躯,被倒倒丝线洞穿,整个人身躯亮枪倒退。 啊,惨叫声,不绝于耳。 王欣雅,斩杀了柳洞天。 五行镜逆伐陆河镜。 不少人被吓傻了。 而在远处,柳文孝整个人更是脸色煞白难看。 这女人,因数攻击,简直是霸道的吓人。 可是紧接着,令人心悸的波动,不断弥漫。 来自王欣雅。 王欣雅整个人立于高空,似乎有着倒倒令人心颤的力量,在凝聚,在释放。 其玉手挥动。 倒倒音符,环绕身躯四周。 在这一刻,冥冥之间,天地道立,规则,似乎都在改变。 有一种独到的天使,从王欣雅体内诞生而出。 树,乙,羹,心,人和鬼六天干。 这是天使的具体体现,需要舞者去容纳,去领悟。 而今,王欣雅身躯四周,似乎逐渐凝聚着这六天干之事态。 倒问,陆何静?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神色一颤。 可是,当那若有若无的气势,将王欣雅体内的气息拔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趋势之际。 王欣雅整个人身躯腾空。 上天在这时出现变化。 天穷散开。 降落星光。 七道星辰光芒,照射在王欣雅身体各个位置,似乎将王欣雅渲染成一尊神灵一般。 天书,天拳,天机,天拳,玉衡,开阳,遥光七星。 下方,伤云运宗主脸色惊骇。 不只是他。 柳文啸,苍虹二人,也是目光呆滞。 王欣雅,突破到达六合径,这已经是极为不可思议的了。 可是现在,居然是连番突破的。 引动上苍七星降临星则。 眼下的上苍七星,那可是代表着整个新世界天地的七星之位。 这是六大天干认可后,匪七星降服的过程。 而得到七星服则,那王欣雅,便是到问七星境。 一次提升两大境界。 这在苍州迄今为止的历史,从未出现。 如果是道柱,道台,道海神境,提升两大境界,倒是没什么。 可现在,是在道问神境。 道问时境。 一境差距,可以说比得上道海三个境界差距。 要想连续提升,比登天还难。 可在他们眼前,王欣雅就这般提升了。 匪夷所思。 柳文笑与苍红二人,此刻哪里还有一丝想要战斗的心思。 两位道问五行境强者,立刻顿走,身影消失。 可就在这时。 王欣雅却是双手扑在琴面之上。 琴音鸟鸟。 化作无尽丝线,刺破虚空,似乎蔓延到数十里外。 啊,惨叫声响起。 锐利破空声响彻天地。 很快,两道身影,被直接拉了回来。 柳文笑。 苍红。 二人身躯四肢和五脏六腑位置,被四线洞穿,鲜血鼓鼓流出,极为可怕。 五行境面对七星境,简直不值一提。 王欣雅。 柳文笑怒吼。 她真的很气。 今日大事必成。 出现一个木云捣乱。 而现在,王欣雅居然就这么不可思议地突破到达道问七星境。 连跨两大境界。 该死。 可恨。 王欣雅玉手一握。 两位五行境强者,身躯顿时一颤,脸色煞白。 虽然王欣雅很想就地格杀这二人,可是仔细想了想,还是留下二人性命。 交给木云处置吧。 王欣雅身影降临,宛若折仙,美丽动人,神采斐然。 那种纯洁气息和娇羞的细腻,配合着其强大的实力,在这一刻,让人觉得,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 都住手吧。 王欣雅声音传递整个天凤宗内外。 仓族。 逍遥宫。 一位位道问,道海,道台,道驻武者们,纷纷停了下来。 有些人依旧不曾停手。 王欣雅玉手探出,道道秦音,化作风锐匕首,刺破虚空,将那些还在交战的人震杀。 这下,天帝开始安静,逐渐寂静。 王欣雅淡淡道,逍遥宫和仓族武者,再敢出手,杀无射,你们族长公主已经被擒。 束手就擒,我不会杀你们。 否则,尔等皆可试试,能否逃得过一位道问七星镜人物的杀伐。 这一刻,秦音鸟鸟,辐射天地百里范围。 上空那悬挂着的秦音符号,似乎随时可能降临下来,将在场众人震杀。 很快。 仓族,逍遥公武者,纷纷放弃抵抗,木讷地站在原地。 道问七星镜。 新世界聚合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 木云这时身影也是停下,双手抓着两个道问两一镜的强者,想了想,木云将二人直接甩在地上。 其目光看向王新雅,眼眸之中,满是欢心。 如果能一直吃软饭的,多好嘛。 原本还担心王新雅会被柳洞天所伤,谁知道王新雅居然逆法斩杀柳洞天,且直接晋升道问七星镜。 这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木云来到王新雅身边,上下打量着这位素来娇羞的夫人,不由笑道,王大人好。 呸。 王新雅瞥了木云一眼,随即道,雪儿呢? 她没事,放心吧。 王新雅点点头,看向木云,不禁道,既然走到这一步,天凤中干脆将仓族和逍遥公收服,以后,这仓州,算是你的大本营。 在平州创立下云阁根基,木云还没来得及扩张。 反而苍州这边,她可以收下来了。 这种感觉,爽啊。 第5250章让你们三方沉浮。 我已经通知了云阁那边,派遣一些趁手的到海前来,帮我做事。 木云随即道,先解决这些烂摊子,接下来的事情,再说。 嗯? 很快,天凤中舞者,在王新雅对逍遥公和仓族活着的人压迫下,纷纷开始将那些人关押起来。 柳文啸和苍红二人,王新雅并未杀死。 日落西山。 天凤中内,囚禁着上千位来自仓族和逍遥公的舞者。 一座大殿内。 商云运,王新雅,木云,以及大长老上东方,四人在场。 大长老差点被西青烟所杀,只不过西青烟被木云后来给解决掉。 今日一战,天凤中死伤也很严重。 不过苍族和逍遥公道问神境强者死了不少,眼下根本够不成什么威胁。 但是天凤中也是没多余心力,去攻打苍族和逍遥公。 而今,王新雅到达到问七星境,截然不同了。 商云运公主,也不是其对手。 大殿内,气氛倒是颇为微妙。 商云运看向木云,拱手笑道,多谢木公子今日相助。 木云斩杀柳文轩和仓祸二人,那仓民是跑了,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而且,若非木云取出的千水地灵果,可能,他已经死了。 而今,商云运感觉到,自身被创伤,在恢复,且,五行镜的那种极限的禁锢,似乎稍有松动。 或许,他能够踏入陆河境。 木云笑了笑道,先别急着谢,我可不是白出手的。 千水地灵果,比一件普通的王道之气都珍贵,给了商宗主,我可是亏大了。 商云运,上东方二人,苦涩一笑。 木云随即道,从我在苍州开始,我便是打算,一统整个苍云境大地。 而今逍遥宫和苍族,不足为虑,欣雅既然是你们天凤宗的副宗主,我觉得,她可以做宗主。 这话一出,王欣雅愣了愣。 木云再度道,我喜欢把话挑明白了说,今日就算苍族和逍遥宫不对天凤宗出手,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带人杀到苍州,让你们三方沉浮。 木云而今跨入道问。 哪怕只是一元净,诛杀四象净也不算很难。 杀五行净,费点净,但并不是做不到。 她只不过身边缺少道问神净的中间力量。 这一点,急不得,需要时间积累。 可早晚有一天,她确实是会杀回苍州的。 木云随即道,我云阁的人会赶来,与天凤宗舞者一道,对苍族和逍遥宫出手。 逍遥宫,苍族,天凤宗,三方合一,统称,云盟吧。 由王欣雅担任盟主。 商宗主,柳文孝,苍红,你们三位,可以担任副盟主。 这话一出,商云运目光惊骇。 木云不仅想让她沉浮,还想让柳文孝和苍红沉浮。 可是,这怎么可能?柳文孝和苍红二人,木云能收服。 他们二人,他们二人,商宗主不必担心,只要你能够答应我就行。 木云言语带着自信。 本身自己到达道问一元境,可逆罚道问四象境。 王欣雅而今又是道问七星境,别说在苍州,就是在平州,也就是无界可以和王欣雅相比。 这不放开手大干一场。 木云再度道,我会给商宗主时间考虑。 说着,木云也是离去。 上东方这时看着王欣雅也是随着木云离去,不由苦笑道,王副宗主踏入道问七星境,这小子,有恃无恐啊。 何止是王副宗主,商云运却是叹息道,此子仅仅只是道问一元境罢了,却能将柳文孝,仓祸给杀了,以一敌三,反杀二人,那可是道问四象境。 如果他全力以赴,拼命的话,我,会是他的对手吗? 天凤宗内。 木云和王欣雅并肩而行。 其实,你不用这么说的,我可以说通商宗主。 王欣雅开口道。 我知道。 木云确实握住王欣雅玉手,笑道,你说跟我说,又不一样了。 我说,代表的是我的意思,你说的话,毕竟你做了这么些年副宗主,商云运只怕一时无法适应,你来做盟主。 王欣雅点点头。 反正不管如何,木云说什么便是什么。 不过,今天当着众人的面,突破到达七星境,真的很撒。 木云不由看了看四周,拉着王欣雅走向一片密林。 密林内,草木颤动。 许久,两道身影,再度出现。 只是王欣雅身上的裙衫,却是换了一件,脸蛋看起来也是有些红润。 抱歉,没忍住。 木云不由长舒一口气,笑道,说实话,从以前到现在,你还是你,可是每次,我都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 细致改变,真的不一样啊。 贫嘴。 王欣雅礼了李一山。 这家伙,说来就来,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是,他也是着了道,拒绝不了。 我怎么贫嘴了。 木云不由笑道,跟道问四象境的王副宗主交流,和跟道问七星境的王副宗主交流,本来就很不一样啊。 说着,木云拉着王欣雅走的路,又是偏了,这一走一停,直到深夜时分,二人总算是回到了王欣雅居住的山峰上。 木出雪,已经睡着了。 姬云轩和姬紫燕二人陪着,且盘古灵也是留守此地。 此刻,王欣雅站在姬云轩和姬紫燕面前,令得姐妹二人觉得,王大人突破之后,气质真的完全升华了。 自古以来,女子容颜经是骇俗,倾国倾城者,不计其数,各有各的玄妙。 当容颜无可挑剔之际,看的就是气质。 而今的王欣雅,和在苍蓝世界内的时候,那也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这也和沐云日日新,又日新,狗日新的付出,脱不开关系的。 再加上王欣雅自身的提升。 两者结合。 自然是有升华。 不过,姬云轩和姬紫燕只觉得,王大人似乎除了气质变化,怎么脸蛋也是红扑扑的。 今日辛苦你们了。 王欣雅开口道,明日开始,宗门内应该很多事情要做,好好休整一番。 是。 是。 姐妹二人离去。 沐云看着偌大的宫阙,走了进去,待看到沐出雪躺在床榻上,安然入睡,不由心中安详许多。 没做父亲前,沐云觉得自己身上没责任,可做了父亲后,沐云每次所思考的,都是关乎着自己的子女们。 夫妇二人,看着熟睡之中的女儿,皆是一脸慈爱。 只是后半夜,两道身影,离开宫殿,又是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 第5251章你做了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当沐出雪醒来之际,发现沐云和王欣雅二人,一左一右,躺在自己身边,小脸满是开心。 爹。 沐出雪摸了摸沐云脸颊,开心笑道,快起来了。 沐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一把将女儿抱入怀中,不由呢喃道,昨天被你娘累坏了,我再休息休息。 我娘怎么累你了? 听到这话,沐云一个机灵,苏醒过来,咳了咳道,我胡说的。 一家三口,起床用饭。 而接下来,王欣雅则是去处理许多事情。 天凤宗此战,死伤不少的。 宗门被毁去的地方也很多,且那些被生擒的俘虏,也得妥善看管。 而沐云却是来到王欣雅居住的山峰一侧,一间密室之中。 密室内。 柳文啸和苍虹二人,被牢牢禁锢。 二位可休息好了。 看着柳文啸和苍虹,沐云笑吟吟道。 只是此刻,柳文啸和苍虹进阶室被倒倒因福禁锢,全身上下,鲜血淋淋,模样看起来着实是有几分凄惨。 要杀要寡,随便。 苍虹冷哼道。 王欣雅突破到达七星镜。 沐云出现,斩杀柳文轩,仓祸。 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并未料到。 也正是因此,才使得逍遥宫和苍族此次完美的计划失败。 再见沐云,二人自然是满心愤恨。 那么大气性。 沐云笑吟吟地站在二人身前,直接道:"我也并不想杀了你们。 现今仓族和逍遥宫内,道海,道台,道柱级别的长老弟子,还有不少,难道都杀了。 与其杀了二位,倒不如让二位投诚于我。 投诚。 沐云想让他们投诚。 这家伙,脑子疯了吧。 苍红冷灭道,让我们投诚,也不怕我们背后捅刀子。 既然我敢说这话,就不怕你们捅刀子。 沐云耻笑间,双手凝聚出两道生死暗印。 而今,他到达道问一元镜,对生死暗印的掌控,再次提升。 这么些年来,沐云对生死暗印也是颇为了解。 倘若自己在道海九重,掌控十几位道问一元镜,两一镜,撑死了。 但是当自己到达道问,那可掌控的人,就会增加。 而今,多加这两个家伙,应该不是问题。 生死暗印,缓缓覆盖到两人眉心。 印记与沐云魂魄魄本源连接,控制着柳文笑和苍红的魂魄。 当时,沐云也是感觉到,自己魂海内,那散发出的魂魄树,开始折射出二人的身影。 而且,相比于自己控制几大城主,这二人的魂魄身影,最为强大。 一元镜。 控制五行镜,应该没问题。 这一刻,沐云解开二人身上的封禁。 柳文笑和苍红,皆是一脸惊愕的看向沐云。 你做了什么? 二人不可置信道。 没什么呀。 沐云笑道,就是设下一道符咒,用来控制二位,为我所用。 可当沐云话刚说完,苍红一步跨出,手掌成拳,朝着沐云轰去。 跪下。 沐云一语喝下。 砰! 苍红整个人,双膝跪地,砸碎地面。 一旁,柳文笑彻底傻眼了。 这,言出法随。 说跪下就跪下了。 苍红整个人更是震撼无比。 他不想跪。 可是脑海内,却是不受控制的,魂魄在对自己的身躯下达指令。 你到底做了什么? 苍红不可思议道。 沐云笑吟吟道,控制二位而已。 控制? 我这符印,能够让你们乖乖听话,哪天我若是死了,你们也得死,不过你们死了,我倒是不会死。 且,我可以窥探你们的内心,知道你们想什么。 当然,这等控制,并非全是坏事。 对你们而言,我的境界提升,会反馈给你们极大的好处。 听到这话,二人眉头一挑。 沐云这是要吃定他们了。 柳文笑,苍红心中愤怒,可却无计可失。 虽然柳文轩,苍祸,都是被沐云所杀,可眼下,他们确实是无法斩杀沐云。 行了,柳文轩,苍祸。 确实是我杀的,你们想报仇,这辈子怕是没希望了。 现在,跟我走。 说着,沐云转身离去。 柳文笑,苍红,老老实实跟上。 很快,沐云带着柳文笑和苍红二人,随着沐云,来到了逍遥宫,苍族众人被关押的地方。 王欣雅,上东方,也都在这里。 当看到沐云居然将柳文笑和苍红二人放了出来,上东方等人,一个个脸色大变。 那可是两位倒问五行镜的狠人。 沐云却是表情平静,摆摆手道,诸位不必担心。 王欣雅也是点点头。 看到王欣雅点头,大家也都是放下心来。 沐云看向柳文笑和苍红,笑道:"二位,接下来,看你们了。 柳文笑,苍红,纷纷走到自己门人身前。 公主! 族长! 一位为道问,道海,道台,道柱级别舞者,纷纷目视二人,神色迷惘。 柳文笑开口道:"大家稍安勿躁,从今日起,我等归顺于沐云公子。 哈!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愣。 归顺。 苍红也是道:"自今日开始,苍族也是归顺于沐云。 不是归顺天凤宗,是归顺沐云。 紧接着,两位族长,开始和属下们一一讲述。 王欣雅不由道:"这样行吗?" 没事,就算二人不怕死,真要对着来,还有你在。 沐云笑了笑道:"而且,云阁那边,我已经下达命令了,等他们到来,事情就好办了。 嗯? 很快,苍红,柳文笑安抚门人。 沐云也是笑道:"你们二人,可以带他们回去了,十日后,我会让人前往沧族,逍遥宫,到时候,接手你们两大宗族的一切。 柳文笑和沐云,拱了拱手,带人离开。 看到这一幕,天凤宗的人,大为不解。 为何如此? 怎么就把这些人都放了? 而另一边。 沐云和柳文笑二人,带着众人离去。 两位倒问五行径大人物,此刻面面相去,神色悲凉。 本来是要吞了天凤宗的,可是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是沦为阶下囚了。 柳文笑看向苍红,不禁道:"苍红族长,真的就这么坐以待毙吗?" 第5252章 云阁元首到来 不然,还能如何? 苍红苦着脸道:"难道,我们二人豁出性命,与沐云硬碰硬。 他请客间能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一旦我们两个死了,那苍族,逍遥宫,群龙无首,还是会被天凤宗覆灭。 苍红不想死。 尤其是,沐云说了,那浮印有控制他们的效果,但是,当沐云自身提升,也会带给他们很大的提升。 这也并不全是坏事。 以二人天赋,这辈子到达道问五行径,已经是极限了。 可若是沐云真的能够帮助二人提升。 那可就太好了。 柳闻笑闻言,一言不发,带着逍遥宫众人离去。 苍红也是看了看柳闻笑等人离开的方向,叹了口气,随即回去。 如今,沦为阶下囚已成事实,还能如何呢? 沐云若是死了,他苍红也得死。 一族之掌,谁想死? 而今,只不过是沦为沐云阶下囚,可苍族还是他的苍族,只不过以前他是老大,现在是老二罢了。 哎,沐云,苍红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他现在隐隐间有些明白,为何那位疯了的苍王,会将那老十字神秘至宝,交给沐云了。 或许,那位苍王,早就看出沐云的潜力了。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呀。 天凤宗内,众人众志成成,开始恢复许多被交战损坏的地方。 如今,王新雅副宗主成为道问七星境的强者,可谓是整个苍州第一强者。 天凤宗的舞者们,都是安全感十足。 苍族? 逍遥宫? 算个屁。 再赶乱来,王副宗主一人,足够灭了他们所有。 而每日里,沐云运和尚东方二位,配合着王新雅处理天凤宗各种事宜。 沐云白日里陪着女儿,夜晚时分,便是带着王新雅,欣赏着天凤宗各处美景,对于王新雅来说,沐云对她的迷恋,自然是让她打心底里开心。 而对于沐云来说,她可不是单纯的色。 更是为了借助于自身晶圆的奥妙,为王新雅提升实力,稳定境界。 当然,到底是为了满足自己,还是为了给王新雅提升,哪个更重要,唯有沐云自己知道了。 一晃,十天时间过去。 这一天,天凤宗外,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整齐划衣的倾甲,强大至极的气息。 无意不是让人感觉恐怖,凶煞。 立刻,天凤宗内,一位为道海神境,道问神境强者们,纷纷道来。 大长老上东方为首,站在山门外,看着那数百道身影,神色一颤。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道海级别。 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是整齐划衣,极为恐怖。 而等何人? 上东方冷哼道。 我天凤宗王父宗主,如今为道问七星境,而等想要撒野,可是要打听清楚了。 上东方一脸警惕的表情。 我们来找阁主。 一位道海九重统领,此刻开口道。 阁主? 谁? 而就在这时,天凤宗内,一道身影,破空而来。 他们是我的人。 沐云笑了笑,喊道,沈慕归,赵文婷,人呢? 就在这时,破空声响起。 沈慕归和赵文婷二人,纷纷出现。 看到沐云居然不是以陆云身份出现,二人也是一愣。 跟我来。 沐云开口。 二人随即跟上。 三人落在天凤宗内一座山谷之中。 王欣雅和沐出雪都在这里。 你就是沐云的女儿。 沈慕归诧一道,还真好看。 赵文婷却是笑道,废话,老沐长得不行,可嫁不住夫人漂亮啊。 我爹长得才不丑,你们才丑。 沐出雪愤愤不平道。 听到这话,赵文婷和沈慕归都是一愣。 这女儿,真是贴心小棉袄啊。 沐云随即笑道,好了,不开玩笑了。 先前在苍州,我就是沐云,而今又是陆云,我想了想,没必要遮掩自己的名字。 当初,沐云是觉得,自己暴露本名,危险太大了。 可是直到现在。 沐云明白自己和神帝们的差距有多大。 以她现在的境界层次,是根本不可能被神帝所了解,所知道。 新世界,太大。 在这天法谷界内,沐云境都算不得什么。 不到盗王境界,在神帝面前,算什么。 狗屁不是。 而且,即便她遮掩本名,可神帝们一旦回复巅峰境界层次,想找她,亦如反掌。 神帝们的能耐,现今时代,根本无人得知。 所幸,以沐云的身份,常亮的活着。 真的需要隐藏身份,以后离开沐云境,在各大谷界内闯荡,再说不迟。 云阁阁主,沐云。 云盟之主,沐云。 沐云看向二人,道,沐州而今情况,云阁介入其中,成立云盟,暂时云盟和云阁单独运行吧。 行。 赵文庭随即道,需要咱们云阁的人做什么? 收服沐族,逍遥宫,整合天奉宗,成立云盟。 赵文庭黑黑笑道,这个没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来,培养了不少人,倒是可以看看他们的能耐了。 云阁内部,汲取的聚灵邦,燕家,岳家的人,还有七大城内的人,这段时间来,都是在整合。 而今跨的步子是快了,可这对那些人,同样是一种考验。 沈穆归,赵文庭,倒是不担心会出乱子。 且不说沐云实力,就是王新雅,在这摆着,谁敢造次。 三方整合为一,那云盟成立,结合我们云阁,这样一来,平周,我们也能拿下。 沈穆归期待道,这些事情极不得,不过以前我想着,得需要千年万年时间,没想到会这么快。 快有快的好处,也有坏处,不过这次拿下苍州,我们试得好好整合整合,不能迈步太大。 三人合计完。 沈穆归和赵文庭便是立刻着手去办。 五百目神军为核心。 云阁内调派过来一千多位道海神境,以及两千多位道问神境。 不止如此,鸾青烟也来了。 这位天鸾白元族的三大统领之一,本身也是一位道问五行境强者。 鸾青烟更是带来十几位天鸾白元族的道问强者人物,都是一元境道三才境级别。 够用。 天鸾白元族,族人并不多,而真正具有战斗力级别的人物,也就一两百位。 可就是这一两百位,却都是极为顶尖的人物。 鸾青烟带来的这十几位道问,足以镇住场子。 第5253章 前往逍遥宫。 多谢了。 沐云看向鸾青烟,笑道:"天鸾白元族和我的约定,我一直记得,而今是你们帮助我,将来,必是我能够帮助你们。 鸾青烟确实道:"我不管这些,只是老族长让我来而已。 先前你给他的神药,让他能多活几百年,他对你倒是抱有恩情呢。 沐云笑了笑,没说什么。 鸾白羽实力确实是强大,可受缘不足百年。 而天鸾白元族而今对沐云的帮助,更多的是因为鸾白羽和沐云之间早就达成的协议。 不过现在…… 还有一层原因,便是鸾白羽出于私人情感,对沐云提供更大的帮助。 鸾青烟问道:"需要我们做什么?" 带领云阁弟子,收服苍族和逍遥宫。 沐云随即道:"逍遥宫位于苍州西,距离近一些,先去逍遥宫吧。 好。 于是虎,接下来。 天凤宗内,诸位道海,道台神境级别的长老,执事们,纷纷在上东方和王新雅两位核心人物带领下出发。 同时,牧神军五百位。 以及云阁内核心的一千位道海,两千道台舞者,也是随着沐云,沈沐龟,赵文庭以及鸾青烟等出发。 商云运此刻立于大青山一座高山之巅,看向远处,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去,心中叹了口气。 他原本确实是打算,待得王新雅更强之后,将天凤宗宗主大位,传给王新雅的。 毕竟,其他几位副宗主,确实是难堪大任。 而今,西青烟,清凡,吴文谦三位副宗主都是身死,唯有王新雅和上东方两大副宗主。 上东方年岁已高,道问三才净,可能此生也就只不与此了。 王新雅,必然能够扛起天凤宗。 可是现在,使沐云要统合整个苍州。 云蒙。 将天凤宗,苍族,逍遥宫三方整合为一。 商云运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不答应。 王新雅如今在天凤宗的地位,已经很高了。 且,苍族和逍遥宫攻来,王新雅接连突破,从五行径到达七星径,往狂蓝鱼祭道。 这在天凤宗弟子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甚至造成王新雅在天凤宗内的威严,隐隐间盖过自己这位宗主。 大势所趋。 能如何呢? 商云运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或许,合并成云盟,他好歹道问五行径,此番交战受伤颇重,可得到沐云取出的那颗道果韵养,自己说不得可以突破五行径极限,踏入陆河境。 大变之势。 将来的自己,未必不能冲击道府天军境界。 浩浩荡荡的天凤宗武者和云阁武者,朝着逍遥宫而去。 一路上,不少天凤宗弟子,一个个议论纷纷。 这是云阁。 平州那边的云阁。 他们怎么会来到我们苍州境内? 你还不知道,我听说,云阁阁主陆云,就是前些年在我们苍州名声大造的沐云。 真的假的。 好像云阁那些武者说的,他们之前阁主名叫陆云,是化名义荣,实际就是沐云。 真的是以前那个沐云。 一路上,不少人都是议论纷纷。 其实云阁武者,也有点猛。 阁主陆云,实际上是沐云。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大部队前方。 沐云,王欣雅,沈慕归,赵文亭,鸾青烟,上东方等诸位道问,此刻驾驭飞兽,速度极快。 从大清山天奉宗前往逍遥山逍遥宫,还是需要几日时间的。 毕竟,沐云很大。 沐云也是设想过,将来自己在道阵意图,造译更高,打造传颂大阵,这样一来,整个沐州,各个重要地域,传颂大阵便可到达,会方便很多。 据说西年洪荒时期,乾坤大世界内,每一境之地内的各州大地,都有传颂阵。 不过当年大战惨烈,不止是死的人多,天地都是被打乱,那些古老的传颂大阵,多半都是损坏了,早已经不复存在。 一晃三日时间过去。 前方,距离逍遥宫所在的逍遥山已经很近了。 大部队在百里外休整。 沐云几人,正在意识。 可突然,沐云却是眉头一挑。 怎么了? 魏鱼死了。 魏鱼? 魏鱼? 魏鱼规刹然道,被你控制的那位逍遥宫长老。 嗯? 当初在回苍州,探寻盖天海,他收服逍遥宫的魏鱼和天凤宗的温明城。 温明城在先前大战被杀。 魏鱼是活着的,并且随着柳文啸,返回逍遥宫。 距离大战过去十几日时间,柳文啸他们应该是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到来了。 可现在,魏鱼死了。 柳文啸知道魏鱼是他的人。 如果魏鱼死了,那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有其他人插手了,使得柳文啸受到胁迫。 第二种,柳文啸,反悔了。 有意思。 沐云笑了笑道,既然如此,咱们这就去看看,到底是柳大公主反悔了,还是有人胁迫她吧。 而与此同时,逍遥山,逍遥宫内。 诸多弟子长老,纷纷严阵以待。 一座规模宏大的殿狱前。 数百道身影站定。 而在那数百道身影之间,有着几位逍遥宫高层,脸上陪着笑容,看向另一批人。 这一批人,只有三四十人,看起来神态傲居,面带轻蔑。 可即便如此,逍遥宫诸位道问强者,也是神色合约,不敢怠慢。 逍遥宫为首一人,正是柳文啸。 柳文啸回到逍遥宫后,左思右想,实在是难以下咽这口恶气。 而金苍州,逍遥宫,天凤宗,苍族三族鼎立。 此次本是天凤宗该覆灭。 突然蹦打出一个木云,将他们击溃,现在更是拿捏着他和苍红的命,让二人投诚。 还要成立什么云盟? 那家伙,以为自己道问一元境,自己夫人道问七星境,就真的无敌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苍州之外,可还有其他存在的。 而金,柳文啸请到的帮手便是来自燕州的燕祖。 燕州,是苍云境五周大帝之一。 苍州位于苍云境北方。 燕州位于苍云境西方,彼此是接壤的。 眼前,站在柳文啸身前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面红耳阔的中年。 此人,便是燕族六爷燕丽丰。 也是燕族内,位高权重的一位大人物。 首先蜗牛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大吉,其次年前忙碌各种事情,更心拉胯,结果还病了,吃了药不见好,明年估计要去打点滴了,更心确实拉胯,对不住大家,跟大家真诚道个歉。 第五千二百五十四章杀了他 柳文啸此时看向身前的燕丽丰,笑呵呵道,此次六爷能够鼎力相助,刘某感激不尽。 原本是打算小女和贵公子成婚,咱们两方亲上加亲的,可谁想道,那沐云心狠手辣,杀了我一双儿女。 柳文啸一脸悲愤道,这次,若非六爷出手,恐怕我天凤宗真的要被那小子吞没。 听到这话,燕丽丰却是白白手笑道,不足挂齿,这苍州,天凤宗,苍族,逍遥公三族鼎立,那沐云狼子野心,想要一家独大,还不够资格。 虽说那个王心雅乃是盗问七星镜,可,也只是一位盗问七星镜罢了。 燕州燕族? 乃是整个燕州大帝唯一霸主。 燕丽丰身为燕族六爷,本身乃是一位盗问五行镜人物。 柳文啸并不甘心就这么被沐云收服。 逍遥公多少万年来的积累,都给沐云。 那如何能够燕得下这口气? 所以,柳文啸请来了帮手。 燕州燕族六爷燕丽丰。 燕丽丰确实并非王心雅对手,可是燕丽丰代表的是燕族。 沐云如果敢胡来,那就是得罪燕族。 而今沐云蛮横的底气,也不过是有王心雅这位盗问七星镜撑腰罢了。 毕竟,一位盗问七星镜的人物,确实是,没人是对手。 可如果燕家插手进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柳公主你放心好了。 燕丽丰平静道:"有我在,没人敢对你出手,这逍遥公,还是你的逍遥公?" 闻言,柳闻笑点头如算,连连秤势。 而就在这时,浩浩荡荡的云阁舞者和天凤宗舞者,在诸多道问神镜人物带领下,已经到来。 为首一位墨衣青年,眉清木秀,覆手而立,当空喝道:"柳闻笑,魏鱼怎么死的?" 这一声质问,言之凿凿。 柳闻笑顿时神色一领。 沐云底气十足,其实不只是此子夫人王心雅卫道问七星镜实力,更是此子,能够斩杀道问四象镜。 这太不可思议了。 人家柳闻笑身为逍遥公一宗之主,为何不能杀自己门下的长老? 柳闻笑还未开口,燕丽丰便是声音清朗地说道:"你又是谁?" 沐云双眼直视下方。 燕丽丰哼了哼。 柳闻笑急忙道:"这位乃是来自燕州燕族的燕丽丰大人。 看到这一幕。 沐云已经心中明了。 柳闻笑,你杀了魏鱼,叫来燕族的人,是准备,与我抗衡了。 柳闻笑神色一颤。 燕丽丰见沐云听到自己明慧,居然丝毫不予理会,当即大怒。 沐云,这苍州,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 柳闻笑身为逍遥公之主,你仗是欺人,我燕丽丰看不下去,今日就是主持公道。 沐云不禁瞥了一眼燕丽丰,再看柳闻笑,笑吟吟道:"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 柳闻笑一颤。 燕丽丰却是好奇不已,道:"柳公主,你说了什么?" 啊? 这个……柳闻笑。 当时,沐云一声沉河响起。 刹那间,如同来骨骨子里的压制,顷刻间让柳闻笑喘不上气来。 完蛋了。 柳闻笑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 杀了他。 沐云当即下令。 杀了他? 杀了谁? 我…… 站在柳闻笑身边的燕丽丰文言,却是心中不解,既而又是耻笑。 这个沐云,真觉得自己无敌于世了。 命令柳闻笑杀他。 这家伙在想什么? 可就在燕丽丰胡思乱想之间。 令人心悸的感觉,突然爆发。 轰,刹那间,大地之上,惊天动地的声浪,滚滚爆发开来。 一道身躯,拔地而起。 而大地上,更是出现道道惨叫声。 燕丽丰不可思议地腾空而起。 其目光骇然地看着柳闻笑。 柳闻笑,你这是什么意思? 燕丽丰怒吼道。 柳闻笑却是脸色难看,解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说话之间,柳闻笑已经是再度杀向燕丽丰。 二人本就都是盗问五行径,不相上下。 可而今拼起命来,两人那是招招杀鸡毕露,毫不客气。 沐云手掌一挥,一位为云阁舞者,天凤宗舞者,纷纷冲向逍遥宫内。 赋于顽抗者,杀无射,投降者,不杀。 当得沐云话语落下。 逍遥宫内,有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有人挥舞到气,冲向云阁和天凤宗舞者们。 而高空,柳闻笑和燕丽丰的交战,却是越发猛烈,只打得整个逍遥宫上方,天地变色。 道问五行镜,在苍云镜内,已经是顶尖级别人物了。 要知道当年在苍蓝世界内,诸多道柱,道台,道海神镜级别出现,就能让偌大的苍蓝九天,天地变色。 当然,而今新世界内,空间稳定度更强,可这二位道问五行镜交战的升威,依旧是汗天洞的。 沐云也不管二人谁能赢了。 沈副阁主 赵副阁主 沐云直接道,传令沐神军,该是展现他们这些年来的成果了。 嗯? 很快,鸾青烟带领沐神军,加入战局。 逍遥宫内,亦有上千位道海、道台、道柱神镜基本的长老弟子等,死命相抗。 沐神军也是毫不客气。 若想组成云盟,必要的杀戮,是肯定无法避免的。 沐云自然是没有什么富人之心。 厮杀,不断进行。 沐神军五百人,进阶是到海神镜级别,从云阁数千人之中挑选出来合适的。 这一战,也是他们的磨练之战。 一位为逍遥宫反抗者被杀。 不断有人开始反抗,也不断有人放弃抵抗。 而上方的交战,还在继续。 突然一刻。 轰,天空之上。 天穹似乎被撕裂,两道身影,宛若两道闪电一般,直接碰撞到一起。 噼里啪啦的撕裂苍穹之声,贯穿天地。 二人体内滚滚而出的倒立,简直像是两条江河一样碰撞。 沐云看到这一幕,也是不禁神色一临。 道问五行镜。 以他如今道问一元镜的实力,面对这等级别的人物,怕是还有些麻烦的。 沐云手掌一甩。 两道身影被其直接甩出。 柳明争。 柳明音。 当日沐云直接将兄妹二人抓了,并未杀了。 而今,柳文笑反水,那沐云也是毫不客气。 柳文笑,杀了他。 沐云哼道,否则,砰。 沐云直接一巴掌拍碎柳明争,哼道,如若你做不到,那我再杀柳明音。 柳文笑看到这一幕,恨不得立刻生吞了沐云,可是自己的身躯,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第5255章你觉得如何? 柳文笑。 燕丽丰也是气炸了。 他们的,这叫什么事? 他本来是帮助柳文笑的,可是现在,柳文笑直接对他出手了。 你他们对我出手,知道后果吗? 柳文笑神色悲痛,嚎笑道,这非我本意,是沐云控制我的。 控制? 燕丽丰心中更是怒急。 柳文笑身为道问五行净人物,能够被道问一员净人物控制了。 鬼才信。 这时,沐云却是吃笑道,燕丽丰,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柳文笑本就是我的人,你不过是上当了。 听到这话,燕丽丰更是彻底愤怒。 柳文笑,你个王八蛋,等着我燕族踏平你逍遥宫吧。 这话一出,柳文笑更是里外不适人。 得罪了沐云。 现在也得罪了燕丽丰。 逍遥宫,真的完蛋了。 轰轰轰,两位道问五行净大人物,继续轰杀,谁也不曾手下留情。 王欣雅看到这一幕,不由道,若不然,我出手。 不必。 沐云却是笑道,让他们两个好好打一打,柳文笑这家伙,给他机会,他不要,此番须得狠狠叫训一顿。 沐云知道,柳文笑,现在杀了,不是好事。 组建云盟,是需要天凤宗,逍遥宫,仓族三方合一。 柳文笑在逍遥宫的声望是最大的。 杀了柳文笑,无疑是会给组建云盟造成很大的麻烦。 现在不杀,不代表以后不杀。 且,现在不杀,这次给他掌掌教训,让他彻彻底底明白,生死暗印的恐怖。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 两人交战,地动山摇。 逐渐也是奋出胜负。 柳文笑拼命,燕丽丰也是拼命。 直到最终,还是柳文笑略胜一筹。 拦下吧。 沐云开口。 王欣雅屈指一弹,音律化作丝线,腾空而起,组织成一张巨网,将二人牢牢困住。 很快,打得彼此重创的柳文笑和燕丽丰,被直接拖曳到沐云身前。 逍遥公众人,彻底蒙了。 柳文笑一落地,看向沐云,那头便贵,急忙道:"沐大人,都是这燕丽丰蛊惑我的,我真的诚信投靠沐大人的。 燕丽丰听到这话,一口气没提上来,一口鲜血吐出。 这家伙,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沐云。 燕丽丰急忙道:"你放了我,我燕族绝对不会报复你,我帮你灭了逍遥公。 他现在不恨沐云,他就恨柳文笑这个王八蛋。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彼此间,都是恨不得生吞了对方。 沐云听着二人吵了半天,方才道:"柳文笑,你的狗命,我留着有用,你儿子,我当着你的面纱,你女儿,还给你。 沐云将柳明音推出。 柳明音颤颤巍巍来到父亲身边,脸色煞白。 自今日开始,你为我效力,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我随时可以让你死,你这下明白了吧?" 柳文笑点头如算。 他是真的怕了。 沐云这生死暗印,太恐怖了。 他就是沐云的傀儡。 沐云目光在看燕丽丰,笑呵呵道:"燕族六爷对吧?" 燕丽丰此番看向沐云,只觉得,大事不妙。 这家伙的笑,太甚人了呀。 逍遥宫。 一座大殿前,武场上,乌泱泱一群人站定。 沐云拉着半死不活的燕丽丰,笑着看向武场,道:"这些道问,道海,道台,道住级别的逍遥宫弟子,自今开始,便是我云蒙的弟子了。 我想好了,组建云蒙,逍遥宫现在拿下,苍族那边,过几日我就会去,再加天奉宗,三方组合,我会汲取苍州内的其他道问散修,邀请他们加入云蒙,想来能够有百位道问级别人物。 燕六爷,您觉得如何?" 这一问,让一脸猛逼的燕丽丰,更加猛逼。 你问我? 这话你问我? 你什么意思啊? 燕丽丰披头散发,满身是血,陪着笑有气无力道:"极好极好。 跟燕族比较呢?" 差,差不多。 燕丽丰看向沐云。 沐云却是笑道:"我是在问燕六爷。 燕丽丰急忙道:"我燕家内,道问神境一百多位,大都是一元境道三才境级别。 少数十几位道问四象境,五行境,六合境以及七星境。 道海神境数千位还是有的,沐云眼眸一亮。 如此说来,燕州还是很强大的。 萍州境内,最强的是十足,拥有过百位道问级别存在。 当然,萍州整体还得加上四兽门,元始宗,赤羽门三大霸主的,还有其他零零散散的势力,道问神境加起来也得好几百。 相比之下,苍州确实是比较弱一些了。 不出意外,苍云境内,云州和玄州两地,应该也差不多了。 道问七星境,算得上拔尖级别了。 至于道府天君人物,现今时代根本不存在。 苍州倒是冒出几个道府天君人物,可都是神神秘秘的。 沐云觉得,自己发展够快了。 可现在看来,还是慢。 先不管其他的,先将苍州拿下再说。 待焰六爷下去先休息,不过不能休息太好,还有燕族那几十人,一并带下去。 是。 很快,五场前,柳闻笑在女儿柳明音的搀扶下,颤颤巍巍而来。 柳闻笑,我给你机会,你却当我放屁。 柳明争之死,是我给你的教训。 下次不听话,死的就是你女儿和你自己。 沐云声音冷力道,我现在用得着你,不杀你,以后云盟发展起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道问神境人物,到了那时候,用不着你,你觉得,你能活下去吗? 柳闻笑闻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诉道,沐大人,我真的知错了,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沐云冷笑道,会不会有下次,得看你表现,而不是听你说。 柳闻笑当即道,我一定彻彻底底归顺穆大人。 行。 沐云继而道,云盟祖建,所事繁多,我会交给你处理很多事情。 办得好,算是将功折罪,办理不好,你知道的。 是是是,很快,逍遥宫众人,在诸多长老执事领导下,开始忙碌起各种事宜。 一连几天时间,沐云都是在逍遥宫内。 处理着大大小小的事情。 十日之后,突然有人到来。 沐族族长沐红,带领着沐民,沐朔以及族内十几位道问,诸多道海,道台级别舞者,赶到逍遥宫。 一见到沐云,沐红便是跪下了。 第五千二百五十六章 选址 沐云却是一脸差人的看着沐红,不禁道,沐红族长,你这是做什么? 沐红急忙道,启禀沐盟主,属下沐红,带领族内舞者,以及族中人员登记造册,所存至宝登记造册,请沐盟主过目。 属下知道,沐盟主这些日子比较忙,所以亲自登门。 闻言,沐云却是一愣。 沐红倒是很上道啊。 沐云随即道,登记在册,交给沈沐规和赵文亭二人查验。 是是是,沐红随即躬着身,笑道,沐盟主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 确实是有很多事情需要你们做,去找沈沐规和赵文亭吧。 好好好。 沐红带人离去。 不一会,王新雅道来。 这些日子,还真是把你忙得不停歇了。 王新雅笑了笑道,难得见你,如此上心的。 沐云一脸认真道,先前在平州创建云阁,我就是这么上心的好吧。 好了好了,知道了。 王新雅确实是知道。 这几日,她也接触了云阁的舞者,发现这些人确实是对沐云比较尊敬。 西年在苍蓝内,沐云总是喜欢做甩手掌柜。 这次,她也能够看出来,沐云是真的在实打实的积累自己的底蕴。 随即,沐云招了招手。 王新雅来到桌前。 云盟建立,势在必行。 我也打算好了,副盟主还是沈穆归和赵文亭二人,你担任盟主,我呢,算是隐形人。 沐云笑了笑道,总有一天,云盟知名,想撤九天,可在那之前,面临神帝们的压力,该低调还是要低调。 你如今到问七星境,担任盟主,再合适不过。 对了,还有打造木神军的事情,一支最贴身的卫队,才是最重要的,像苍族也好,逍遥攻也罢,如果能够打造死士卫队,没那么容易被啃下来。 木神军可以不断提升,现在要求是道海,以后要求是道问,对了,那个柳文笑,表现好留着,若是再有一心,杀无赦。 王新雅看着沐云,不由好奇道,你现在不是在吗,怎么交代后世士的,三大势力合并,这在苍州是大势,在苍云境内也是大势,合并后,你来掌管,我还是要到平州,经营云阁。 王新雅点点头。 而且,待得苍云境五周尽数拿下,我会离开苍云境,朝着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 这也是沐云由来已久的想法了。 新世界和古老的乾坤大世界不同。 这里有着古老的乾坤大世界存在的很多不可思议。 它若是无法开辟自己的眼界,自然也不可能走向更高的程度。 王新雅也是明白,沐云的征途,是极其遥远的。 王新雅开口道,不管你去哪里,我一定会帮你打理好你的心血。 是我们的心血。 沐云轻轻握住王新雅好腕,笑道,不过你放心,若要一桶苍云境,可是还需要多年时间的。 这段时间内,我会一直陪着你们。 王新雅点点头。 沐云手掌轻轻叭撒,不禁笑道,有一段时间没来了,王新雅一时无语。 刚才还正正经经,现在就变了。 只是,半推半就之间,王新雅匍匐在桌面上。 一番狂风骤雨之后。 王新雅面色红润,离开大殿。 接下来的时间。 沐云留在逍遥宫内,处理着大大小小的事情。 同时,也是和沈穆归,赵文亭二人,不断商讨云蒙的各项事宜。 三人多年默契配合,有了云阁的经验,这次倒是顺手很多。 一晃一月时间过去。 初步事宜,都已经敲定。 可唯有一件事情,却是让沐云很头疼。 云蒙? 大本营该在哪里? 柳文啸和苍虹二人现在是可了禁表中心,让沐云将云蒙大本营就打造在他们原先所在。 沐云自然是不会。 他需要重新选址。 而且最好是位于苍州中央。 这样一来,前往苍州任何一地,都是很方便。 苍族位于苍州北。 逍遥宫位于苍州西。 天凤宗位于苍州东。 云蒙新址,最好就是在苍州中部。 可是苍州中部,焚神山脉南北贯穿,左右两侧,并没有合适的城池地域。 十几座城池挑选来挑选去,沐云也没选出符合心意的。 这一天,回到房间内,沐云躺在床上,脑子里满是几人讨论的声音。 就连王新雅到来,她都没感觉到。 怎么了? 还是云蒙大本营建造选址问题啊。 沐云头疼道,说来说去,都不符合心意。 王新雅上前来,为沐云揉奸,宽慰道,既然没有过于合适的,那就择优选择好了,沐云苦笑道,我想打造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好的。 最好的? 当然会麻烦。 王新雅随即笑道,慢慢来,不着急。 嗯,沐云躺在她上,神游天外。 沐云,嗯? 我最近修行有一些问题,你帮帮我吧。 王新雅轻声细语道。 我也不懂阴修啊。 沐云脱口而出道。 只是旋即,沐云一愣。 抬头看着楚楚动人的王新雅,立刻笑道,我明白了,帮,一定帮,狠狠帮,拼命帮。 夜月星空,二人离开宫殿,又是去了不知名之地,一连好些时日,皆是如此。 这一天深夜时分,沐云忙碌归来,带着王新雅,来到逍遥山内,一座小山谷之中。 山谷内,静悄悄,环境一人,二人一到,沐云便是迫不及待起来。 而与此同时。 隔着数十里距离。 一只双翅展开三丈开外的蛟龙,无声无息落地。 蛟龙身上,三道身影站定。 唉! 那立于蛟龙头顶的女子,轻移一声。 主上,怎么了? 在女子身后,两名身着红衣的随从,一男一女,此刻皆是好奇。 这家伙,惊虫上脑的。 女子却是撇撇嘴道:"行了,等一等吧,别坏了人家雅兴。 说着,女子玉手一挥,身影腾空而起,很快消失不见。 二人一兽,在原地待了待,也没感动。 终于,身为西年天交蒙盟盟主,金义神娇沈香炎忍不住,化作人形,活动筋骨,哼道,血冷轩,血灵花,天天骑着老子,很开心吧。 血冷轩冷哼道:"沈香炎,你以为我愿意骑着你呀?" 第5257章 你再烦恼什么。 是月曦大人,让我们跟着他,做他的仆人。 血冷轩痴笑道:"要怪就怪你自己,偏偏是金义神娇,不是人。 你骂谁呢?" 沈香炎怒目而视。 血冷轩不甘示弱。 一旁,血灵花却是无奈道:"你们两个,别操场了。 血冷轩,血物门门主。 沈香炎,天骄蒙蒙主。 真正的道府天君人物。 放眼而金苍云镜,无敌。 放在西年仓周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可是现在,一个做了别人的护卫随从,一个成了别人的做起。 那个自称为月曦的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三人都不知道。 但是,那女人,真的恐怖啊。 此刻,令三人惊恐畏惧的月曦,正躲在某人看不到的地方,睁大眼睛,欣赏着月色下的美景,沈香炎,血冷轩,血灵花三人,心中最初是憋屈的。 可逐渐,三人任命了。 面对这么一号人物,她们唯有任命的份了呀。 反抗,打不过。 甚至这位月曦姑娘,动动手指,都能把她们捏碎了。 差距太大了。 这女人,最少也得是到新皇境的超级人物。 道府天君之后就是到新皇境。 这等级别的人物,都是皇者,大能,在洪荒时期,也是属于万界中间力量了。 反正一句话,这女人,惹不起。 而另一边,月曦在月色之下,欣赏着入眼美景,已经某个不要脸之际的人物,对人体探究的全过程。 第二天。 一大早。 沐云与王心雅返回逍遥宫。 每日里要处理的事情还是很多,大大小小,沐云都是尽量自己出手的,就自己去办。 关于云蒙落指,大家都是说不准,为此事还在争吵。 日上桑干,结束一场讨论之后,沐云颇为头疼的坐在桌前。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在想什么? 清冷且有着几分孤高的声音传到沐云耳中。 沐云抬头看去,一道身影出现在桌前,双手撑着桌面,大眼睛明亮亮的看着自己。 月曦姑娘。 沐云一愣。 她离开平州,是嘱托月曦姑娘照顾好云阁的。 而今月曦姑娘居然是出现在沧州了。 你,什么时候来沧州的? 你来了之后我就来了呀。 月曦姑娘一身红裙,大胆方方的侧身坐在桌上,美眸看向沐云,道:"你在烦恼什么?" 呃,沐云将事情原原本本讲述。 月曦姑娘闻言,点点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 按照整个沧州大地局势来说,坐落在焚神山脉确实是最好的,位居中央,而且焚神山脉南北纵横,也是和你云蒙的舞者磨练自己。 想了想,月曦随即道:"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 我记得,焚神山脉,有一大古老宗门,名为苍天宗是吧?" 沐云愣了愣。 可是荡月曦姑娘此话落下之际,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恭敬道:"确实是,苍天宗当年就在焚神山脉,不过苍天宗固止,隐匿时空之间,无法寻找到。 那声音响起,房间多出一道身影。 此人一身红色浸服,看起来倒是颇为喜庆。 而沐云一眼看去,却是表情一正。 此人之实力,他根本看不出身前来。 这人,不弱。 这位是……哦,他叫血冷轩,我在沧州那挖道的,现在做我的仆人。 月曦姑娘理所当然道:"哈! 血冷轩? 西年沧州八大霸主之一的血物门门主血冷轩,真正的道府天君人物。 而在血冷轩身侧,一位红衣女子站定,看起来有着几分冷傲。 这位是……血灵花。 月曦姑娘再度道。 沐云愣了愣。 血灵花,血物门副门主之一。 月曦这女人,收了两位西年沧州最强级别人物做自己的仆人。 虽说心中惊愕,不可置信。 可想到月曦的深不可测,沐云又是有几分释然。 换做这女人的话,似乎,也没什么是不可置信的了。 此刻,月曦姑娘看向血灵花,再次道:"苍天宗固执,找不到吗?" 血灵花摇摇头。 月曦却是眉头一挑。 在哪里,我们去看看。 说着,月曦姑娘隔空一抓,直接将沐云,血冷轩,血灵花三人射取。 这等恐怖的力量爆发之下,无尽凶猛澎湃之气,释放而出。 大殿内虚空似乎被撕裂开,凝聚而出一条通道。 紧接着,几人出现在逍遥宫外,群山之间。 一只浑身淡金色光芒笼罩的百丈巨兽,匍匐在地,眯夺眼。 今一神骄。 沐云一愣。 月曦姑娘却是直接道:"这是天骄蒙盟主沈湘妍,如今暂且担任我的坐骑。 呃?沐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女人,完全不像是开玩笑。 这也太扯了。 三位道府天君大人物,直接被她收取了,做自己的坐骑,做自己的护卫。 沐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 这个月曦,到底是什么来头了? 反正,绝对是她惹不起的存在。 走吧,去焚神山脉。 月曦声音响起,沈香炎双翅展开,身躯腾空,消失不见。 不过一两个时辰时间,几道身影,出现在浩秒苍茫的焚神山脉上空。 焚神山脉,苍州第一大山脉。 平州最大的山脉为平天山脉。 而焚神山脉和平天山脉,实际上是相差无几。 弱大的焚神山脉,从无尽高空俯瞰下来,宛若一道蜿蜒曲折的地龙一般,南北纵向,几乎贯穿整个苍州。 唉。 月曦姑娘看向大地,笑道,有点意思,这里确实是好地方,整个苍州的核心了。 苍天宗固执,我应该能找出来。 说着,月曦姑娘脚步跨出,万丈高空之上,几人看起来是那么渺小。 可是下方,偌大的焚神山脉,却是蜿蜒曲折且富有传奇色彩。 跟我来。 月曦姑娘声音落下,带着沐云,落入下方大地。 焚神山脉中段位置,山脉左侧,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越之间。 月曦带着沐云,落入一座高山之巅。 而此地,沐云也不陌生。 正是当年,她刚解决自身天命和九命天子命术冲突问题,位于道柱神境,参加了三大霸主对苍天宗固执探寻之行。 当时就是从这里进入苍天宗遗迹内的。 第5258章 云蒙 在这里。 沐云好奇诧异的看向月曦。 月曦笑道,在时空之间隐秘,确实是很难被发现,不过蛮不过我。 说着,月曦御手探出,体内萦绕而出一丝丝道立。 那丝丝道立,如水流,似空气,可就在这时,却是彰显出一种玄之又玄的气势。 这种感觉,就像是沐云自身体内道立,经过蜕变后,如同一片汪洋大海。 很广,很强。 可是月曦体内的道立,却像是一种更奇特的力量轨迹运行。 似乎看出沐云惊愕,月曦随即道,你太弱了,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我的道立,一丝可以破你的全部,等你以后开辟了道府,你就明白了。 道达道王。 月曦双手不断一出丝丝道立,同时也是和沐云聊着。 道王。 不是任何道府天军都配称呼为道王的。 月曦笑了笑道,你只要凝聚出一座道府,与你体内,便是踏入道府天军,一座道府内的道立,就足以将道问及别的任何层次人物抽成傻子。 你现在仅仅只是开始领悟道立的蜕变奥妙,对于道府之道立,差得远,不用想那么多。 像血冷轩,血灵花,沈相岩这三人,这辈子也没可能成为那种绝世道王,你确实可以有机会。 绝世道王? 什么意思? 一般道府天军人物,凝聚道府,不超过百个。 而超过百个道府的人物,便可称呼为道王。 而对于道王称呼级别人物,极限也不过千。 能够超越千个道府的存在,都是绝世妖孽,盖世天骄,这个级别人物,你得走出去,才能碰到。 而这些人物,在道王境界,可以逆伐道新皇境的大人物。 沐云一时愕然。 道府! 看数量! 就在这时,月曦姑娘突然笑了笑道,找到了。 当其声音落下,玉手一抓。 虚空在这时颤抖。 天地之间,光芒四射。 整片天地的空间似乎都是被撕裂开来。 而紧接着,虚空撕开,从天而降一座座宫亭,一条条山道,一片片流水。 似乎在这一刻,月曦凭空开辟了一方世界一般。 很快,那些宫廷,错落有致地聚合到一起。 一座座阁楼,高塔,一片片防雨,连绵不绝,足足蔓延百里。 这,沐云正正出神地看着这一幕。 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你造出来的。 沐云愕然道。 当然不是,我还没那个能力。 月曦笑了笑道,这就是西年苍天宗一记,我从虚空之中拽出来而已。 保存的还算不错,不过确实是没什么宝贝了,可是这些宫阙楼阁打造的都很精致,而且能够与此地天的融合一体,你不是道阵师吗? 回头多多打造一些道阵庇护,就够了。 沐云此刻还是有些呆。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从虚空之中拽出来了。 绝顶道王,也没这个能耐。 沈香炎,血冷轩,血灵花三人看到这一幕,也是彻底猛了。 别说,这还真是西年苍天宗宗门大地的样子,与此地山水结合,完美一体。 沐云看向月曦,笑呵呵道:"月曦姑娘,干脆,您帮我打造一座大阵北,直接将整个宫廷连接一体。 月曦目光看向沐云,一言不发。 呵呵。 被月曦盯着心中发毛,沐云急忙道:"我自己来,自己来,这下,算是有了安稳之地了。 沐云来到连绵百里的宫阙最前方,偌大的山门,彰显出几分气派和威武。 不错不错。 大手一挥,不动明王剑出现在手中,沐云身影腾空,在山峰一侧,刻印下两道刺激。 云蒙。 直到这一刻,沐云才真的体会满满的成就感。 苍州大地,归他了。 接下来的时间,苍族,逍遥宫,天凤宗三方子弟武者们,纷纷搬迁到云蒙新地址。 苍州中心。 焚神山脉。 这下,偌大的苍州,大大小小的势力,伞修们,纷纷被惊到了。 云蒙。 一统苍族,逍遥宫,天凤宗三大势力。 这是要干嘛。 而紧接着,云蒙内,一条条蒙规颁布。 云蒙盟主王新雅。 云蒙两大副盟主沈穆规,赵文亭。 云蒙三位核心长老商云运,苍红,柳文啸。 除此之外,如上东方、苍民、苍朔等,皆是被册封为长老。 三大势力内的道问级别,也是被册封为不同等级权力的长老。 在之下,便是云蒙诸多之士,以及弟子等等。 核心人物,就是这几位。 而且,除此之外,云蒙决定,吸纳苍州内大大小小的势力。 整个苍州内,道问、道海、道台、道柱级别存在,可是不少的。 三大势力顶足而立之时,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就是三大势力彼此之间的缓冲。 可而今,云蒙成立,自然是要将整个苍州囊括其中。 包括大大小小的家族、势力等,存在的厉害天才们,也是着重培养。 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做。 沐云没着急。 任何势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成就为大势力大霸主的。 而今云蒙看起来风光无限,可实际上根本人心不稳。 仓族、逍遥宫、天奉宗武者之间,存在仇恨,甚至许多人对沐云也是存在仇恨。 这都需要时间去处理,去消化。 为此,沐云将张学新从平州带到仓州来。 张学新这家伙,在云阁内,天天就是钻研气术。 可是这家伙治理宗门,却是有一手,这些年来,沐云、沈穆归和赵文亭三人,从其身上学到不少的。 而今云蒙发展,更需要张学新出点子,想法。 譬如处理三方矛盾问题,张学新提出,将三方武者全部打乱,安排到一起,去招揽苍州内大大小小的势力。 而沐云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派遣任务。 完成任务,给予奖励。 完不成,不必惩罚他们,而是要惩罚他们的上风。 层层叠加,管理好最上层级别,下层级别,不会也不敢出乱子。 这之间,还有颇多细节,张学新一一列举各等情况,让沐云三人,获益匪浅。 一晃便是三个月时间过去,云蒙成立,招揽苍州各方势力,各大城池,出具成效。 而沐云这时候也是想到一个家伙。 第5259章 各州关系 燕族六爷 燕丽丰 燕丽丰一直被沐云囚禁着,包括燕族数十人,都是被关押到一起。 这位道问五行镜大人物,每日里都是担惊受怕,害怕沐云杀人灭口。 越是害怕,这位大人物,越是憎恨。 憎恨柳闻笑得言而无信,把他害惨了。 他恨沐云,可是更恨柳闻笑。 这一天,沐云前来,带出燕丽丰。 偌大的云蒙内,而今舞者足有上万之众。 这还只是待在云蒙内的,在外做任务的,还有很多。 来来往往,诸多弟子,执事,长老等,纷纷忙碌起来。 燕丽丰看到这忙碌的一切,有些猛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当初被转移到云蒙内关押起来,全城市被王欣雅押送,什么都没看到。 可是现在,四周彻底变了。 沐云带着燕丽丰,来到盟主所居住的高山之巅。 这高山山巅,一座座宫雀楼阁林立。 悬崖边,放眼看去,偌大的云蒙,尽收眼底。 天凤宗,逍遥宫,仓族,三方归一,而今,我夫人王欣雅是盟主,我的两位兄弟沈穆归,赵文廷为副盟主。 柳文孝,苍红,商云运三人,目前是最高级别长老。 沐云孝道,燕六爷,这苍族,以后是云蒙的。 燕六爷颤颤笑道,穆大人,我无心与你为敌的,是柳文孝蒙骗我。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沐云缓缓道,我囚禁了,放了你,无非两种可能,第一种,你不计较,不会回到燕州燕族,告诉你的兄弟长辈,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第二种,你计较,放你归去后,燕州燕族便是会举足弓来。 燕丽丰急忙道,不会是第二种,绝对不会。 是吗? 沐云看向燕丽丰,笑吟吟道,我怎么觉得,第二种可能更大呢? 燕丽丰脸色一鼓。 他不想死。 尤其是死在这里。 我倒是能放你回去的。 能? 真的假的? 你别骗我。 是真的。 沐云笑道,不过,当然是要有附加条件的。 燕丽丰一正。 沐云手掌凝聚生死暗印,道,你只要与我缔结此印,你便可回去。 我绝对不会杀你。 这一刻,燕丽丰目光一正,看着沐云掌心凝聚而出的印记,他总觉得这是一个坑。 可若是不像坑里才,他必死无疑。 于是乎,燕丽丰缓缓伸出手。 印记融合。 燕丽丰这一刻觉得,自己整个人,似乎被套上了一层无形的枷锁。 怎么回事? 沐云随即道,这印记,就是柳文笑对你动手的原因,他确实是请你帮忙,不过被我控制。 我让他做什么,他便是会做什么。 燕丽丰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沐云。 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觉得不可能是吗? 沐云笑了笑,淡淡道:"那你跪下!" 燕丽丰听到这话,心底本能的排斥,可是紧接着,自己的膝盖,却是不自觉弯曲,跪下。 这…… 燕丽丰呆了。 沐云居然能够违背他的意志,让他跪下。 怎么会这样? 柳文笑,苍虹二人,都是这般被我控制的,所以逍遥宫和苍族融合进入云盟内,二人会最上心。 因为他们的命,在我手里捏着。 沐云看向燕丽丰,认真道:"你的命,现在也在我手里捏着。 燕丽丰,你现在可以返回燕州燕族,告诉你的兄弟们,苍州被云盟控制。 最好不要让他们插手苍州内的事情,否则,我第一个杀了你。 哦对了,你也可以大胆方方告诉他们,你被我控制了,到时候,你还是第一个死。 燕丽丰愣愣了愣。 沐云这是要将他吃得死死的。 你,你真的要这么干? 当然。 沐云笑道:"而今平州乱了,苍州算是暂且稳定,可只是表面稳定,需要时间处理。 我会拿下整个苍云镜五周,燕州燕族,玄州的天玄皇朝,以及云州云族和武陵元宗。 燕丽丰愕然。 沐云只是道问一元镜。 竟然是想将整个苍云镜,尽数拿下。 这家伙,野心太大了吧。 苍云镜内,道问七星镜级别,已经是顶尖。 但是难保没有道问八卦镜,道问九宫镜,道问十方镜人物的。 云盟内有一个王心雅,道问七星镜,确实是足够自保,可真要掌控偌大的苍云镜,难于登天。 甚至,如果沐云做事出阁,惹得众怒,那是会让自身陷入绝地。 我现在不需要你做什么,回到燕族,就说你去了平州,跟随你的人被平州十足之人杀了。 啊? 这话一出,燕丽丰呆了呆。 十足是平州一大霸主,族长时无见乃是道问七星镜。 论实力,十足是比云盟更强的。 云盟看起来热火朝天,可三大宗聚集,根基不稳,人心不合,真要是打起来,十足必胜,云盟必败。 沐云这是,要让燕州燕族和十足打起来。 这家伙,粘坏。 也不要你们生死之战,能给十足带来一些麻烦就好了。 沐云笑了笑道,苍州拿下,我现在也是要布局其他各州了。 平州内部,赤羽门,元始宗,十足,四寿门,吞灭了林族。 燕州燕族,玄州天玄皇朝,都是自占一州之地,很难内乱,所以的跟其他州斗一斗。 听到这话,燕丽丰当即道,其实其他州内的情况,也并不是你所了解的那么简单的。 哦!就拿玄州来说,天玄皇朝,乃是皇朝形势传承,朝中局势复杂,争斗颇多,而今的天玄皇朝之主,也是颇为头疼。 而且,天玄皇朝和临近的云州武陵元宗,一直存在争斗,经常会爆发规模不小的战斗。 云州内,云族和武陵元宗共存,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云族和武陵元宗时常也是爆发不小规模的战斗。 在这个背景下,玄州的天玄皇朝和云州云族,彼此合作。 至于我们燕州燕族,实际上一直和原始宗有关系,与十足并无瓜葛,但是和赤羽门关系不好,燕族和赤羽门关系不好。 这点,沐云得到的消息还真不知道。 当年我们燕族一位天骄,是族长人选之一,与赤羽门一位天之骄女相恋,二人也是偶然相遇,走到一起,这本是好事,我们燕族也是专门为此上门提亲,话到此处,燕丽丰脸上满是愤恨。 第5260章又要打起来了。 当时就是我和吴姐燕之华一起,带着聘礼前去,本来赤羽门也是乐得和我们燕族结交。 毕竟赤羽门身为平州霸主之一,在燕州多一个朋友,那他们在平州地位也是更稳定。 燕丽丰突然哼道,可谁知道,赤羽门居然出而反而,提亲之时说得好好的,结果反悔后,还杀了我族的那位天骄。 当时我们燕族一度和赤羽门交手了,不过平州毕竟是他们大本营,我们没占到什么便宜。 自那以后,原始终就来联系我们,他们和赤羽门关系也是不好。 双方一拍即合,私下里明面上,我们和赤羽门交手很多次,矛盾越来越大,也是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林族那边使坏,让赤羽门拒绝了和我们燕族的联姻,说是和他们林族的一位天骄联姻,结果赤羽门拒绝了我们,林族那边也拒绝了赤羽门,沐云不禁愣了愣。 这可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赤羽门因此和林族交恶,不过和我们燕族的关系,也已经坏了。 里外不是人。沐云不禁觉得挺有意思。 沐云境各大州内的各大霸主势力,看起来真的不是表面上那么和谐简单。林族覆灭,只是展现出一部分罢了。 既然如此,那你将锅推到赤羽门身上。 沐云笑道:"你那数十位族人,我不会杀了,暂时囚禁起来,好生照料,你且放心。 回去后就说:"那数十人都是被赤羽门之人所杀,你们和原始终联合,对赤羽门发动攻击。 最好,能将十族拉进来,一起对付赤羽门。 将十族拉进来。 十族和原始终联合,再加你们燕族,覆灭赤羽门,他们瓜分赤羽门领地,你们得到至宝,壮大自身。 甚至,你可以出主意,真的灭了赤羽门,十族和原始终不就可以腾出手专心对付四兽门了。 沐云知道各大州,各大势力内的关系,心中就黑了。 现在以他的能力,云蒙和云阁加起来,跟一大霸主硬碰硬都够强。 既然如此,那就躲在暗处使坏。 各大霸主本来就有戒地,就有争斗,那就将争斗和戒地放大。 苍云竟不乱起来,他云蒙怎么发展。 各大霸主斗起来,场面乱了,他的机会就多了。 交代完燕丽丰,沐云便是让其离去。 命令下达,具体怎么做,看燕丽丰自己了。 实际上,沐云也不担心燕丽丰反水。 这几个月,他仔细观察了燕丽丰,这家伙,怕死。 被关押的这段时间来,燕丽丰整日里那是担惊受怕的,生怕沐云每天想起来他,杀了他。 而今,一切都挺好,沐云也是彻底安心下来。 实际上沐云也明白。 说到底,使自己实力不够。 倘若他到达道问三才境,四象境级别,面对道问七星境应该没问题。 那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直接杀上门去,让这些霸主沉浮。 或者,他到达道府天君境,偌大的沧云境,归于他一人,并不是问题。 而今,是需要好好提升实力了。 道问神境,一步冲天。 一径差距,使道海三重四重差距不止。 接下来的时间,沐云也没返回平州。 平州云阁那边的事情,交给赵文亭,沈目归打理。 而沧州云蒙这边的事情,也是由王新亚带领柳文啸,苍红,商云运去办,还有张学新这位类似军师人物,在旁出谋划策。 不到一年时间,云蒙之名在沧州响彻。 而且,云蒙在三大霸主聚集之下,再加上收服散修们, 蒙内道问,已经突破百位。 当然,人数是不少了。 可是,中心度,却是不敢说。 需要时间,培养中心。 而现在沐云自己到达道问一元境,也是深深明白。 真正决定沧云境五大洲霸主地位稳定与否的,不关乎道海,道台,道住神境级别人物数量。 决定性因素,是道问神境级别强者的数量。 道问才是霸主势力的核心。 接下来,沐云重点是自我修炼,以及对云蒙的管理,云阁的发展。 同时,对各大洲的事情,沐云也是派遣人手去调查。 得到消息,果然如燕丽丰所说。 玄州天玄皇朝,内部问题不少。 各个优秀的皇子之间,争夺皇位。 天玄皇朝和云州武陵元宗,争斗不止,道问级别人物都会出手。 而云州云族和武陵元宗,也是厮杀不止,亦有道问级别人物出战。 燕州燕族和平州元始宗,确实是关系不错,互有往来。 元始宗和赤羽门关系不和睦,也不是一日两日时间了。 回到燕州的燕丽丰,果然按照慕云吩咐开始做事。 没多久,燕族就派人,在平州内,杀了赤羽门不少门人弟子。 这之间,还有元始宗的协助。 隐隐间,赤羽门和元始宗,燕族的交锋,在扩大。 而这事发生后,平州众人,隐隐间觉得,事情不对劲了。 平州五大霸主。 十族,林族,元始宗,赤羽门,四寿门。 林族最近一些年,彻底被灭了,地狱也是被临近的四寿门,十族,赤羽门吞并。 还有一些地狱,被一些小势力占据。 而元始宗在平州西面,林族在平州东面,中间隔着十族,所以元始宗没站到地狱,只是掠夺了许多资源。 而现在,林族已经成为历史。 可结果,元始宗和赤羽门干起来了。 还带着苍云镜燕州燕族。 这难道,又是要打起来了? 而且,平州内,小道消息传出,据说元始宗和燕族,接触了十族的人。 这下子,赤羽门是真的慌了。 平州南大帝。 无尽疆域,进阶是赤羽门管辖。 原本赤羽门只是占据南域大地,可林族覆灭,赤羽门占领了林族靠近西南地域,扩大不少范围。 这是大好事。 可视而今,身为赤羽门之主,赤羽天却是怒不可遏。 放屁,胡扯,全他们胡扯。 赤羽天一袭红袍,愤怒地骂道,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燕立峰什么时候带着数十位族人,来到我们平州了。 那家伙道问五行靖,要在他庇护下杀了数十位燕族族人,那至少是我和崔文,安子泰一起出手才行。 第5261章 唐家的寄语 赤羽天咆哮道,这完全是造谣,污蔑。 此刻,大殿内,十几位到问神靖的赤羽门长老,驻足而立。 崔文 安子泰 唐琛 李长风 四大副门主,位居两侧。 赤羽天怒目而视,喝道,据说十足要和他们联手,是真是假。 眼见无人说话,赤羽天骂道,都哑巴了吗? 看到门主大怒,崔文走出,躬身道,燕立峰此番所说,定是假的,这一定是燕族找的借口,原始宗素来与我们赤羽门不合,这次不过是找个由头而已。 门主,属下之见,眼下,该是准备反击了。 赤羽门好歹是平州霸主之一。 林族被灭,那是因为林天焕和林可哲二人生死不知,两位扛顶人物不见,四大霸主围攻,林族覆灭,也是历经几年时间的。 原始宗和燕族要想对赤羽门下杀手,那可得好好掂量掂量。 赤群天哼道,好,既然他们要找茬,那我们就得展现出自己的态度,跟他们打。 唐琛 李长风 赤群天哼道,你们二人各自带领一千位到海,到台,在和原始宗交界地域布置,但凡原始宗和燕族之人出现,杀无赦。 是。 赤群天彻底怒了。 这一次,原始宗和燕族做得太过分了。 以往他们彼此是有交战,可都是有着明确的理由。 但是这次,使原始宗和燕族瞒不讲理。 平周内,动荡不安。 原始宗和燕族,与赤羽门过不去。 而不知为何,四兽门和十族,也是爆发了不小的交战。 似乎大家脾气都是变得不好起来了。 实际上,这等情况,也并非是毫无缘由的。 四兽门,原始宗,十族,赤羽门四大霸主在覆灭林族之时。 因为原始宗和林族地狱并不接壤,因此覆灭林族,原始宗并未占据地盘。 就算占据,也守不住。 所以原始宗只是疯狂掠夺修行资源。 而十族,四兽门,赤羽门三方,都和林族接壤,且都瓜分了林族占据的城池地狱。 这之间,四兽门占据最多。 而且当时,因此占据地狱城池,和十族爆发了不小的冲突。 而今林族完蛋。 四兽门和十族地狱接壤边界更长了。 两大势力的矛盾也更大了。 四大霸主,这时或多或少,有着不大不小的矛盾。 此等情况下,平州内,四一级势力,也是逐渐不安起来。 平州北方地狱。 而今的平州北部,西面百万里大地,近阶是云阁所管辖,这几年来,发展倒是有条不紊。 北部东面,那是四兽门地盘。 而正北方,则是存在着四大次一级势力。 唐家。 锋刃堂。 暴虎帮。 赤兴宗。 这四大次一级势力,跟现今平州四大霸主自然是没得比。 可是这四方势力内,也是存在着道问神经强者坐镇的。 这些年来,平州内,大大小小的势力,有着不小的变化。 而最令人意外的,便是西北边陀的云阁变化。 这一方小势力,先是占据七成大地,后是江岳家、燕家、聚灵帮地狱吞并。 如今,云阁内也有道问神经级别人物十几位,隐隐间,有从不入流势力晋升为次一级势力的趋势了。 而和云阁东面接壤的,正是唐家所属。 对此,唐家感觉到了威胁。 唐家,釜底。 一座大殿内,一位为唐家高层驻足而立,神色恭敬。 大殿门前,一道身影副手而立,看向殿外。 不多时,那道身影转过身来,走向殿内。 其身姿修长,颇有几分儒雅随和气质,双鬓微白,带有几分沧桑之感。 唐家家主,唐仇人。 唐仇人此刻目光看着左侧两列唐家核心人物,不由道,而今,四兽门和十足,原始综合赤羽门,这四大霸主,彼此间不和睦,打了不少次,或许,咱们也该有些动作了。 平日里各大霸主和睦,那是死死盯着他们这些次一级势力的。 可现在,各大霸主之间矛盾爆发,他们这些次一级势力,倒是能够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了。 唐仇人继续道,我听说云阁近些年来,发展很不错,阁内已有十几位道问一元净,两一净,三才净级别人物了,我准备将云阁拿下,大家意下如何。 唐仇人此话一出,在场十几位家族高层,议论纷纷起来。 我赞同。 一位身姿模样看起来和唐仇人颇有几分相似的中年立刻道:"大哥,我早就说了,云阁该灭了,这云阁离我们最近,把云阁拿下,我们唐家的地狱扩充三分之二,西北地狱,尽归我们唐家。 咱们就慢慢继续抵运,地狱扩大,资源多了,天才多了,总归能够壮大起来。 比起四大霸主差得远,可是赤星宗,暴虎帮,锋刃唐三方,咱们就能甩开了。唐燕此刻一脸雀跃表情。 唐燕早就想对云阁出手了,只是身为族长的大哥一直不乐意。 而今大哥开口,唐燕自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一旁,唐家另一位核心人物唐文传开口道,我们进攻云阁,必然是要有大量人力物力出动,只怕赤星宗,暴虎帮,锋刃唐三方,不会做事不管。 众人点头。 唐家,赤星宗,锋刃唐,暴虎帮四大势力,一直以来,位于十足北,大燕山南,四寿门西一片千万里大地。 四大刺一等势力,彼此之间,也是互相盯着的。 四方是处于一种平衡。 可如果唐家吞灭云阁,那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暴虎帮,锋刃唐,赤星宗会眼看着唐家吞并云阁,然后发展壮大。 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也是为何唐家一直没有对临近的云阁动手原因。 云阁不算什么,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其他三方。 唐仇人随即道:"既然如此,那就试一试,唐燕,你先带领五百人,前往临近的东江城去看看。 听到这话,唐燕眼神一亮,随即哈哈一笑道:"是,这东江城是东陵江边上的一座城池,当初城主江雍是道问一元净,据说现在到达道问两一净了。 我这就会会他,跟着云阁干有什么出息,不如跟着我们唐家。 说着,唐燕立刻兴致勃勃,去召集人手。 第5262章入侵 云阁地狱 东江城 身为城主的江雍,如今也是云阁核心人员之一。 且,原本江雍道问一元净,已经是自身极致境界,想要再度晋升,几乎是不可能。 可随着和沐云签订了生死暗印,江雍现今已经是到达道问两一净。 而且,江雍能够感觉到,他或许还能够再进一步。 而今七城大帝,七大城城主们。 行业,王浩英,英炫海,傅还哲,镜中人都是到达道问一元净,就是许江南,最差的一个,如今也是跨入道问一元净。 他们七人都知道,这并非是他们自身天赋极限突破,而是沐云带给他们的突破。 先前,沐云找到七人,严明打算将生死暗印解了。 七人苦苦恳求多日,沐云才作罢的。 以前那是真的觉得沐云给他们套上了枷锁。 可是现在…… 这生死暗印哪里是枷锁,那就是世间最奥妙的神丹妙药吗? 沐云死,他们死。 沐云提升,他们提升。 沐云会死吗? 沐云死了的可能,比他们死了的可能小太多太多了。 这就相当于沐云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将军,只要沐云提升够大,他们提升也会很大。 而金云阁,发展壮大,越来越稳定了。 加上奉铷,静中花,以及赵文亭,沈穆归等,如今道问神境足有十五人了。 十五位道问神境。 这已经媲美一些小一点的刺一级势力。 随着沐云提升,他们肯定能够得到极大的进步,将来的云阁,定是会更加强横。 而且,陆云阁主,真名为沐云,如今苍州那边,三大霸主合一成立云盟,就是沐云在促进。 也就是说,云阁背后,是云盟。 这则消息,可是让江雍,英炫海等人,振奋万分。 他们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居然是会在媲美平州五大霸主级别势力内,担任职位。 几位城主私下都是聊过。 只要给沐云足够的时间,那将来的成就,无法想象。 东江城,城主府内,江雍一一吩咐属下们,处理各种事情。 原本清朗的天空,在这时突然浑浊起来,一股股恐怖的压迫气息,降临在东江城上空。 道道身影,降临东江城百丈高空,声势骇人。 云阁舞者,纷纷腾空而起,神色惊慌。 怎么了? 突然,一道声音,腾空响起。 江雍,出来! 声音震天,传遍整个东江城。 城主府内,江雍腾空而起,看向高空,眉头一挑。 待得看清为首之人时,江雍脸色微变。 唐燕! 唐燕乃是唐家为高权重的人物,本身乃是道问三才净。 此人怎会出现在东江城? 江雍! 唐燕看向江雍,微微一笑道:"我是代表唐家来的!" 唐燕,你这是何意? 何意还看不明白吗? 唐燕笑道:"我代表唐家,来收服你!" 江雍,云阁发展,已经有些气候,可是和我唐家相比,差得远了。 我大哥唐仇人,道问四象镜,你们那位陆云阁主呢? 你云阁内十几位道问,都是一元镜,两一镜级别人物。 云阁与我唐家相比,不值一提。 今日,我特地赶来,就是收服云阁,先从你东江城开始。 唐燕笑吟吟道:"你该是明白,我的意思吧?" 江雍闻言,神色一变,可随即,便是冷静下来,拱手道:"唐家亦欲收服云阁,我江雍只是云阁一城之主罢了。 唐二爷,您若是让我投诚,我自然乐意,可是云阁未必乐意,此事,我江雍愿意作为马前卒,为唐家招揽人心。 这话一出,唐燕却是吃笑道:"那倒是不必。 江雍微微一震。 唐燕继续道:"江雍,现在开始,东江城更改旗帜,归属我唐家,你立刻带领东江城武者,杀向下古城,作为我唐家先锋,如何? 我们不必使用什么花招,直接杀上门去就行了。 江雍心底暗道不好。 他本打算假意投诚,提前通知云城那边总部,可是现在看来,唐燕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让他带领东江城武者,杀向复还者所在的下古城。 那根本不可能。 怎么? 不愿意了。 唐燕痴笑道:"还想假意投靠我,借此机会通风报信。 江雍脸色冷了下来,默然道:"唐燕,我云阁,你得罪不起。 哎哟哟,哎哟哟。唐燕顿时吃笑道:"江雍,你以前可是一城之主,现在寄人篱下,这么快就给人家当狗了。 江雍再度道:"东江城是云阁的东江城,你唐家此举,挑起战端,后果会很严重。 严重。 唐燕吃笑道:"你云阁内有道问三才净人物吗? 我大哥道问四象净,灭你云阁,还不简单。 说着,唐燕冷灭道:"江雍,是选择弃暗投明,还是冥顽不灵,让我来宰了你。 江雍冷哼一声,体内煞气爆发。 他如今也是到达道问两仪境,面对道问三才净的唐燕,未必不及。 既然你找死,那我成全你。 一声冷哼响起。 唐燕立刻动手,杀气蓬勃。 道问三才对付道问两仪,本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只是很快,唐燕便是觉得不对劲。 这个江雍,战力非凡,一时之间,以他三才净居然都是拿不下江雍。 古怪。 唐燕身影停顿之间,看着江雍,诧异道:"你所修的道诀,绝非一般道诀。 江雍却只是吃笑一声,并未应答。 他可不是一成之主那么简单。 沐云这些年来,拿出许多天才地宝,道诀道法等,带给云阁内许多人极大的提升地义。 江雍也是得到一门很适合自己的四品道诀,战斗力提升巨大。 唐官,唐修,与我一起,杀了他。 唐燕哼了哼,立刻下令。 当时,出现两位道问两一镜强者,与唐燕一道,杀向江雍,一对一,江雍也只是勉强抵抗唐燕。 三对一,江雍立刻显向还生。 而与此同时,唐家数百道海,道台级别舞者,也是一一杀向东江城诸多云阁舞者。 整个东江城在这一刻,血流成河。 突然一刻。 江雍一个闪失,使得唐燕抓住间隙,猛然一拳,朝着其后背砸去。 第5263章 江雍被杀 恐怖的力量,肆虐而出,无尽道力,仿佛凝聚成三尊灵神一般,轰击到江雍身上。 东,低沉轰鸣,响彻不止。 江雍整个人,脸色煞白。 其身躯轰然砸落在地,震动着整个东江城都是颤抖不止。 可下一刻,唐燕身躯,从天而降,直接一脚踩在江雍胸膛。 抚身看着江雍,唐燕冷笑道,江雍,为你们陆云阁主出生入死做什么? 你投靠他才多久。 倒不如跟我们唐家一道,将云阁拿下,以你现在道问两仪净实力,我保证你可以在唐家担任高位。 江雍看着满脸得意的唐燕,却是一言不发。 他知道,自己投靠唐家,沐云也不会放过自己。 背叛者,是沐云最为憎恨的。 唐燕,我死了,黄泉路上,不会孤单,因为你很快就会来陪我了。 听到这话,唐燕心中怒急。 一脚死死踏出,踩碎江雍胸膛。 江雍,给你活路,你不要,那就去死。 砰! 江雍脑袋,炸裂开来。 立刻,唐官,唐修也是带人到来。 二爷,这东江城怎么处置? 你说怎么处置? 唐燕直接道,云阁的人,愿意投靠的,统统收下,不愿意投靠的,全部杀了。 是。 唐官,唐修立刻带人离去。 等等。 二人脚步纷纷停下。 可就在这时,唐燕哼道,将江家的人,全部杀了,一个活口不留。 是。 于是乎,东江城,彻底乱起来。 而拿下东江城的唐燕,立刻派人,将东江城四周的小城,重镇,统统拿下。 这些小城重镇内,也铸扎着云阁武者,不过并没有强者坐镇,根本无力抵抗,死的死,降的降。 与此同时。 苍州境内。 云盟之中。 盟主大殿内。 沐云腾得起身,眼中一抹冷光闪过。 怎么了? 身侧,王心雅起身,拉了拉半落的群衫,一脸担心道。 出事了。 沐云开口道,云阁那边,江庸死了。 他与江庸有着连接,江庸身死,他能够感觉到。 沐云起身,穿好衣服,这才道,我先回云阁看看。 我跟你一起吧。 那可不成。 沐云随即道。 云盟这边没有你坐镇,一旦出事,就是天大的乱子。 如今的我,哪怕是道问五行径也能斗一斗,只要不是原始宗、赤羽门、十足和四兽门的顶尖强者出手,再大的麻烦,我也能解决。 那你小心点。 嗯? 沐云离开宫阁,立刻召集五百慕神军,留在云盟的沈慕归,张学新也是被惊动,纷纷前来询问。 得知事情原委后,沈慕归促眉道,江庸在东江城,有人入侵云盟了。 云阁总部位于云城,赵文婷应该很快就会得到消息。 张学新也是道:"你别太着急,云城防御大阵是那位月曦姑娘打造,极为坚固,他们不可能攻入云城。 我倒是不担心云城,而是其他地狱,毕竟,只有云城之坚固,可其他地狱,如果统统被人血洗一番,那对云阁可是莫大的亏损。 五百慕神军够吗?张学新再次道:"若不然,让柳文孝和苍红与你一道回去吧。柳文孝和苍红都是道问五行径,这二人在,比较保险。 不必了,慕神军,够了。再者,巨园山脉内还有天鸾白猿族的族人,需要的话,我会找他们。 眼下,众中之重视云盟。云盟初步成立,不能出现大乱子。 谁知道燕州、玄州、云州那边,会不会对云盟有想法。 这可大意不得。召集五百慕神军,慕云立刻出发,星夜兼城,朝着平州赶去。 不出五日时间。 慕云到达七城大地云城。 云城外,阵法缭绕,光芒四射,固若金汤。 来者何人? 一声咆哮呵斥,在此刻响起。 慕云确实没什么废话,直接腾空而起,手掌捏印,倒倒闻印,在这时升腾而起。 城门外阵法被破开一脚。 慕云身影踏入其中。 而就在这时,云城内,倒倒身影赶来。 赵文亭带着英炫海、许江南、行夜等核心人物,纷纷到来。 慕云! 阁主! 一位位道问看到慕云,都是躬身失礼。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江庸为何被杀? 慕云开门见山直接道。 赵文亭苦涩道,唐家的人。 唐燕带领唐家高手,进攻东江城,杀了江庸,灭了江家满门,而且这几日,他们将东江城四周十几万里大地上的小城重镇,都攻打下来,臣服者活,不臣服者死。 唐家,只是一方面。 赵文亭随即道,两日前,殿家,岳家地狱那边,暴虎帮的虎缠,盖人进攻,杀了我们数十位道海神镜强者,数百道台神镜武者,拿下十几万里大地。 暴虎帮似乎是看到唐家动手,也来争快肉吃。 听到这话,暴虎面色一冷。 你们现在是准备做什么? 赵文亭当即道,前往东江城,跟唐家碰一碰。 暴虎想了想道,既然如此,召集云阁所有武者,出发。 啊? 赵文亭愣了愣。 他本是打算带领一半人马,另一半留守。 可是现在,暴虎确实要全部带走。 还压什么? 沐云哼道,这次唐家进犯,暴虎帮进犯,杀我云阁武者,此仇不报,外界还认为我云阁是若姬呢? 苍州那边,云蒙班底搭建起来了,那接下来,现在,平州这边,云阁也该卖卖不子了。 沐云看向众人,道,唐家杀江雍城主,灭了江家,那我就灭了唐家。 至于暴虎帮,他们若是投诚,我收了,若是不愿意,那我也不会客气。 而今的沐云,道问一员境境界,除非道问五行境级别人物,否则没人能够让他畏惧。 道问五行境。 在四大霸主势力内,都是极少极少的。 四一级势力内,根本不存在。 于是乎,云阁内,得知阁主归来,准备带领他们反击,一位为云阁武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浩浩荡荡的人马,朝着东江城而去,一路朝东,杀气腾腾。 当的东江城内,唐家武者看到道道身影到来之际,纷纷脸色一变。 第五千二百六十四章我也不会饶了他的。 城主府内。唐燕左拥右抱,不亦乐乎。 二爷,二爷。 一位属下,惊慌失措到来。 什么事情,杂杂呼呼的。 唐燕不满的醋没道,现在又没准备进攻云城,你们慌什么呢? 还能是云城云阁打过来了不成。 二爷,就是云阁杀过来了。 一位属下着急忙慌道。 哦!唐燕并未着急。 云阁内,最强存在,不过还是道问三才净,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 他唐燕如今道问三才净,云阁内顶尖强者,没人能杀了他唐燕。 慌什么?唐燕喝道,来就来了呗,严阵以待。 是。 一位为属下急忙离去。 很快,东江城外。 一位为云阁舞者,或是立于大地之上,或是站定半空,一个个杀气腾腾,看向城楼。 而在这时,唐燕方才出现在城楼上。 看着虎视眈眈,成群结队的云阁舞者到来,唐燕眼中尽是轻蔑。 云阁和唐家相比,天生就矮了一截。 倒是挺热闹的。 唐燕看向人群,吃笑道:"谁是云阁之主啊?" 这次亲自来的吗? 当唐燕话语落下之际。 天地之上,恐怖威能,逐渐凝聚,一柄俱剑,从天而降,直接斩下。 看到这一幕,唐燕神色一变。 这云阁的人,根本不按常理出牌,话都没好好说两句,就开始动手了。 一位为唐家道问,道海神境强者,纷纷腾空而起。 都让开。 唐燕哼了一声,直接一拳,朝天轰去。 巨剑在这时砸落下来。 恐怖的剑威,直接将整片城楼炸碎。 我是…… 一道冷力的声音,在这时响起。 沐云身影从天而降,看向崩塌的城楼,哼道,我亲自来的。 废墟之间,一道身影,冲天而起,满身泥沉,看着身前,怒骂道,王八蛋。 唐燕此刻狼狈不已,心中更是怒火滔天。 在看身前,只见沐云一席墨衣,傲然而立,其心中杀气,立刻退减几分。 这家伙,不是陆云哪。 你是谁? 云阁阁主,沐云。 沐云? 云阁阁主不是陆云吗? 小子,少在这里装神弄鬼的。 唐燕哼道,快让陆云出来见我。 沐云也是懒得理会唐燕。 其手掌一招,不动明王剑赫然出手。 云阁弟子听令,唐家武者,一个不留。 其声音响起,不动明王剑杀出,直奔唐燕而去。 这一刻,沐云倒问一元镜实力,也是展现得清清楚楚。 看到沐云居然只是道问一元镜,唐燕更是心中怒急。 这家伙,居然敢朝自己杀来,不要命了吗? 唐燕心中怒号间,双手一握,恐怖的力量,肆虐而出。 漫天倒立,呼啸不止。 无尽风声,狂暴的爆发开来。 唐燕全身上下,力量肆虐不止。 道问三才镜。 天地人三本归一。 在道问十大镜之中,每一镜的提升,都是一次自我道立的蜕变升华。 三才镜比之一元镜,强大数十倍不止。 八荒灭天掌。 隔空一掌,凝聚出千丈掌印,直奔沐云冲击而出。 只是看到这一幕的沐云,却是没有任何犹豫,不动明王剑斩出,剑道之心二镜俱合。 风之银。 剑气呼啸。 风刃凝聚。 当剑气斩出,风刃呼啸而出之时,剑气和风刃聚集合一。 似乎风银,又似剑银,合到一处,杀向唐燕。 漫天恐怖长进和强大的风剑碰撞到一起。 轰隆隆,整个天地在这时,仿佛有着无尽风刃,撕裂虚空,暴碎天地,要将一切都彻底吞没。 风之怒。 陡然间,沐云身躯再次腾空而起,在那被裂风席卷的无尽时空之间,再度杀向唐燕。 众人目光纷纷看去,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一刻的沐云,带给人的感觉,压迫力十足,比到问之前,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一般。 云阁大军,很快攻入东江城,将唐家数百武者,一一斩杀。 一个不留。 这是沐云的命令。 而不过一柱相识间。 天地之上,剑气,风尽,撕裂了空气,爆发出无尽凶猛煞气。 一位为云阁舞者看到这一幕,身躯微微一颤。 道问级别的交战,真的太凶猛了。 而阁主道问一元净,竟是展现出如此恐怖的爆发力,更是让人想不到。 突然。 大地之上,一道恐怖力量降临。 所有人目光看去,都是一愣。 那是一道身躯,被死狠狠砸落在地,满身是血,一动不动,不知生死。 愣着做什么? 一道声音,陡然响起。 沐云持剑从天落下,看着地上身躯,道:"抓了,带去唐家。 是。 立刻有人上前,直接将唐燕五花大绑起来。 你,你,唐燕满身是血,的吼道,我大哥不会饶了你的,你大哥。 沐云喃喃道:"唐仇人吗?" 我也不会饶了他的。 留下百余位道海道台弟子,看守东江城,稳定人心,沐云带领云阁大部队,继续东进。 他本是打算继续安稳发展云阁,彻底稳定下来。 而今既然唐家,暴虎帮都开始对他云阁起了觊觎之心,并且付诸行动,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杀就是了。浩浩荡荡的云阁舞者,随着沐云脚步,朝着唐家地狱出发。 一路上,遇到城池,便是直接破城,插上云阁旗帜。 如此这般,不过半月时间,云阁已经前行数十万里大地,路上足足拿下十七个城池。 这一天。 云阁大军,出现在一座古老城池前。 冤天城。 赵文廷开口道:"此地距离唐家所在的唐天城已经不远了。 嗯?" 沐云点头道:"告诉大家,无需畏惧什么,勇往直前便好,天塌了,我在。 赵文廷确实笑道:"你太小看咱们云阁的舞者了,虽说时间尚短,可是你别忘了,你这些年来出生入死弄到的修炼资源,让他们提升不少。 咱们云阁的待遇,有些地方,可是比几大霸主待遇更好。 沐云随即道:"这一战,也是让他们明白,待遇好,也需要他们努力付出。 接下来的战斗,都可列为我们云阁对门下弟子们的考核。 嗯?" 赵文廷点点头。 而当云阁大军出现在冤天城外之际。 冤天城城墙之上,此刻,已经是出现一道道身影,铺天盖地,声势骇人。 第5265章 你在逗我 那道道身影,身着统一服饰标志,有人立于高空,有人立于城墙上,也有人就站在城门外。 这些人无意不是虎视眈眈,看着云阁杀来的大军。 身为唐家家主的唐仇人,也是立于城头之上,目光冷冽地看着云阁气势汹汹的到来。 这些时日,云阁一路攻城掠地,真当唐家是死的了。 唐家已经是准备妥当,就在这冤天城内,和云阁进行真正的厮杀。区区一个云阁,还以为自己能返了天。 此刻,唐仇人一步跨出,看向云阁大军,一声怒喝,沐云,唐燕在何处? 而今,云阁阁主并非陆云,而是名叫沐云,这则消息,也是扩散开来。 云阁众人前,沐云一步跨出,手掌提着一道半死不活的身影。 在这呢? 沐云冷然一笑。唐燕看到大哥唐仇人,以及唐文川等唐家一位为道问神境强者,顿时哭嚎道:"大哥,救我!" 他没想到,自己道问三才境,居然是会败给沐云道问一元境。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却是真真切切发生了。唐仇人看到这一幕,冷漠道:"沐云阁主,东江城,我唐家可以还给你,不过,你需得放了唐燕。 听到这话,沐云不禁吃笑道,放了他。 你再逗我。 东江城,我需要你唐仇人还。 我已经拿下来了,你唐家地狱,我也要了。唐仇人听到这话,神色一冷。 他没想到,沐云居然如此强硬。唐仇人哼道:"云阁而今,两面受敌,不止是我唐家,还有暴虎帮也对你们动手了,你确定要与我唐家撕破脸?" 不撕破脸也行。 沐云语气一顿,方才道:"让江庸活过来。 这话一出,唐仇人脸色更是铁青。 沐云所说之话,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家伙,拿他开心呢。 王八蛋!唐家一味道问哼道:"沐云,若不放了唐燕,你云阁今日,一个人也别想离开。 是吗?" 沐云听到这话,手掌一握,掌心泪,不动明王剑出现。 刷,剑光一闪。 剑气呼啸。 一颗脑袋,横飞而起。 唐燕看着自己身躯还在原地,自己目光却是看到了百丈高空,整个人惶恐万分。 可是很快,他便是没了意识。 我杀了他,我云阁的人,今天还就不走了。 这一刻,唐家武者,愤怒不已。 杀!杀! 下一刻,厨杀开始。 云阁和唐家武者,彻底碰撞到一起。 道问,道海,道台,道柱神境级别的武者们,足足近万人,在整个渊天城外,万里大地上,交起手来。 那等生势,远远看去,仿佛是万里大地,都成了一片天塌地线的混沌天地一般。 沐云持剑而出,直面堂仇人。 道问一元境与道问四象境的交手。 道问神境。 一元为太极,太极成一元,也是一元。 从道海神境到达道问神境第一步,便是凝聚一元,体内道立,为天地所引,与天地所容,这一步,实际上是道立的疯狂成长。 两仪则是指代阴阳,天地阴阳,相对相容,这是从一元境延伸而出的道立变化。 修行五觉,总会有种不适合自己的感觉,实际上,这就是自身道立的缺陷,而两仪境,就是改善这种缺陷,让你的道立,更加圆滑。 三才则是指代天,地,人三才,立天命,立地命,立为人之心。 而四象并非是指代什么青龙白虎诸雀玄武四象,而是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象。 这与两仪境阴阳所指,似乎有重叠,其实很不一样,两仪境阴阳指代的就是阴阳,而四象境的老阴,老阳,少阴,少阳,指代的是四种象,道立之象,五者之象。 这四重境界,每一众的晋升提炼,都是一个巨大的跨度。 每一次跨过后,道立的变化,都是本质上的提升蜕变。 一元对四象,就仿佛是道台初期对道海巅峰一般。 这是完全不同的蜕变。 可是此刻的沐云,却是毫无畏惧。 它一身所学,紧接是独特的。 元龙古甲一和不动明王剑这两剑王道之气,与它融合颇佳。 陨星术 风之极剑诀 血玲珑 闯天龙 它所掌控的几门道诀,都是绝对的超然。 此刻,不动明王剑释放出无尽剑气,呼啸而出。 而沐云背后,恐怖煞气,震天而起。 血玲珑 闯天龙 这二世霸道的攻击,凝聚出千丈血龙,姿态或是高傲耸天,或是猙獰恐怖,可无一例外,皆是蕴含恐怖的杀气。 两道血龙为辅。 陨星术为主 沐云层层递进的攻击,展现出超强的战斗力。 一时之间,四象镜的唐仇人,根本奈何不得沐云。 原本看到唐燕被擒,唐仇人只觉得唐燕是擒敌,被云阁诸多道问联合抓住。 可眼下看来,唐燕说不得就是被这沐云抓了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家伙只是道问一元镜而已。 体内道力并没有自己恐怖,可道觉爆发,却是千变万化,令人匪夷所思。 风之银 陡然一刻,沐云一剑斩出,如风银,似剑笑,爆发出璀璨夺目的煞气。 剑星二镜 同时营绕 天地上空,有着剑气,有着锋刃,不断缠绕,汇聚,凝聚成一体。 无尽剑气锋刃聚合为一,直接杀向唐仇人。 天元万浪掌。 唐仇人怒吼之间,双掌拍出,体内无穷倒立,呼啸间好似波浪席卷上天,凝聚成无尽掌风,同样杀出。 他本就是道问四象镜的强者,岂会是如同唐燕一般,面对沐云,如此不堪。 轰! 剑气和掌劲碰撞,时空被撕裂出道道裂痕。 两道身影,腾空千丈,交战所过之处,空间剧烈颤抖不止。 而同时间,云阁和唐家诸多武者,厮杀更是惨烈。 道海神镜,道台神镜,道住神镜级别,各自有着各自的战场范围。 而数十位道问,也是厮杀道一起。只不过,唐家道问级别数量,明显多于云阁。此刻,每一位云阁道问人物,皆是父辈受敌,情况并不好。 而对此,沐云也是心里明白。所以和唐仇人这位道问四象镜人物的交手,沐云并不打算拖延。 第5266章 斩杀唐仇人 风之急剑爵确实是霸道,诛杀道问三才镜,不在话下。可面对道问四象镜,却是略显不知。 这并非是风之急剑爵威能不够,而是沐云如今对此剑术掌控,只能算是入门级别。倘若能够突破到小城阶段,那斩杀四象,也并不算难。 既然如此,沐云决定,以自身而今最熟练的招式来应对。 嗡,陡然一刻,剑心二净,融合自身,融合不动鸣王剑内。 沐云身心聚合一体。 其手掌一握,不动鸣王剑高高举起。 苍生斩! 一剑,斩出! 刹那间,天地时空,似乎都在颤抖。 剑气一出,犹如海浪腾空,天地齐鸣。 不动鸣王剑斩出千丈剑芒,直耸云天。 所有人皆是看到,似乎上苍云彩,萦绕而成了一柄剑,一柄可以震碎苍生的剑。 此剑,威能着生,到达一种极限。 唐仇人看到这一幕,眼神一冷。 这根本不是一位盗问议员进武者能够释放出的威能。 可是偏偏,沐云却是斩出来了。 唐仇人低喝一声,手掌一握,恐怖的劲气,肆虐不止。 王八蛋,去死吧。 其身躯如同一发炮弹一般,瞬间腾空,直冲目云而去。 其双拳紧握之间,仿佛有着无尽倒立,在这一刻,释放着无穷的煞气。 那些煞气几乎是化作血雾,将唐仇人身躯彻底包裹住。 不少唐仇人身躯彻底傻眼。 血眼万数绝。 家主这事,拼命了。 一位为道问被吓到了。 这事唐家传承道诀,唯有每一任族掌方可修行。 这也是唐家最霸道最强大的一门四品道诀。 而今,唐仇人就这么施展出来了。 上空,唐仇人身躯腾空之间,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剑矢一般,冲破云霄。 其双手推出,无尽血芒,凝聚成两道血色掌印,从一掌化作三掌,十掌,百掌,千掌。 两道千掌血色掌印,冲天而出。 沐云千掌剑气,也是直接斩下。 坑! 下一刻……所有人皆是看到。 两道千掌掌印,猛然拍起,直接将千掌剑气格挡。 唐仇人身躯虽小,可是展现出的庞大气息,却是遮天蔽日的。 不少唐家族人看到这一幕,振奋不已。 可同时,他们也是对沐云的强大,感觉到震撼。 而看到唐仇人双手直接拍中苍生斩一剑,沐云却是没有任何惊恶惶恐。 老东西,第二剑,继续接。 沐云哼了一声,再度出剑。 乾坤斩。 上苍再度凝聚一道恐怖剑气,不断放大,声威不断提升。 恐怖的剑气,似乎能够将一切牛鬼蛇神尽数撕裂。 道道剑气聚集一体,仿佛在这一刻,化作天地,两道虚幻的庞大剑气汇聚,融合一体。 剑尖直接从天落下。 轰! 这一剑,是直斩唐仇人头顶。 滚! 唐仇人一语怒吼,整个人身躯表面,血芒冲天而起,化作一道光柱,凝聚成无穷无尽的血色气流。 那些血色气流,不断营绕合一,直接抵挡住沐云第二剑攻击。 这一刻,天地之上,二人隔空相对。 沐云斩出两剑,是完全超越一元境极限,这是沐云曾经领悟的两世,与他本身最是契合,威能爆发最强。 一剑斩下,一剑降临。 唐仇人这时候整个人神色一颤。 此子斩出两剑,蕴含这一种天地大势的道运在其中,让他倍感压力。 可还未待唐仇人多想。 沐云第三剑,到来。 万灵斩。 一剑杀出。 如同千万道灵光,聚集一体,凝聚成一道千丈巨箭,瞬间撕裂虚空,来到唐仇人身前。 王八蛋! 唐仇人体内气血翻滚,当时有一道百丈高大的气血巨人,站定半空。 这百丈高大的气血巨人,在这一刻,彰显出无可匹敌的强大气息。 四周血雾,似一层层鳞甲一般,将唐仇人的身躯包裹得干干净净。 受死吧! 轰鸣声响彻天地。 一道道无形的光芒,在这时耸立而起。 沐云驱剑,直接压下。 苍生斩,乾坤斩,万灵斩。 三世剑招。 迄今为止,他已经熟练到极致。 配合剑道之心二净。 微能足以到达一种巅峰。 咔咔咔,逐渐,唐仇人摆杖身躯表面的血芒,出现细微的裂痕。 三柄巨剑的压迫,越来越恐怖。 这是剑客的一种气势积累。 当这种累计,到达一个临界点,那一切都不一样。 咔嚓。 突然一刻,唐仇人身躯表面的裂痕,在这时不断放大。 轰。 当裂痕扩散到达极致。 剑芒彻底肆虐开来。 百丈血芒身躯,被三柄巨剑贯穿个通透。 一声声哀嚎惨叫,响彻天地。 所有人皆是看到,三柄巨剑,刺穿了唐仇人的身躯,将其钉死在半空。 沐云一步步走到唐仇人身前,冷傲道,杀我云阁守成城主,你唐家,我绝不允许投降。 一剑斩出。 唐仇人身躯炸裂。 道问四象镜,就这么死了,死在了道问一元镜的沐云手中。 众人彻底看傻了。 可是,恐惧,这才刚刚开始。 唐仇人,唐燕身死,唐家拿主意的便只有唐文传。 可此刻,唐文传看着唐燕死了,看到唐仇人被杀,深深知道,自己道问三才镜,根本不是沐云对手。 沉浮。 对,没错,沉浮。 唐文传当即喊道,沐云阁主,我唐文传愿意举足投诚,加入云阁。 不需要。 沐云却是立于高空,默然道,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杀我云阁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但凡姓唐的,一个不留。 即便唐家投诚,我云阁也只接纳非唐姓之人。 这话一出,唐文传脸色一寒。 沐云,你这么做,会惹得重怒。 沐云痴笑道,重怒。 唐家,暴虎帮,我沐云,要定了。 一语喝下。 沐云脚步跨出,手提不动鸣王剑,杀向唐文传。 但凡姓唐的,一个不留。 非唐姓武者,投诚者不杀。 这下,一位为道问三才净,两一净,一元净强者,看到沐云,宛若是看到魔鬼一般。 四象净的族长都被这个一元净的沐云阁主给斩了,他们这些人,哪里是对手。 大家不要慌。 唐文传此刻突然开口喝道。 第5267章 道问两一净。 此子和族长一战,必定耗损元气,我们一起上,杀了他。 三十多位唐家道问神境强者,有七八人并非是姓唐,此刻已有一心,不想出手。 可其他二十几位,却是聚集在一起,虎视眈眈,看向沐云。 赵文廷也是带领云阁十几位道问聚集起来。 你带他们去解决那些道海巅峰级别人物,这些唐家人,交给我了。 沐云开口道。 听到这话,赵文廷只是点点头,立刻吩咐十几位道问,前往各处。 至于沐云,他根本不担心。 沐云的境界只是一元净,可是真正实力,只怕媲美五行净级别大人物了。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唐文传自知沐云不会放过他,此刻心中更是怒了。 二十余为唐家道问一元净两一净三才净级别的强者们,纷纷聚集到一起。 他们看着沐云,带着憎恨,愤怒。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沐云冷漠道,觉得我云阁好欺负,踩我云阁一脚,杀我云阁之人,无所谓是吗? 唐文传再次道,这并非是我的主意。 可你并未阻拦。 此话一出,唐文传一正。 沐云也是懒得废话,再度杀出。 以他如今道问一元净,面对这些人,并不难。 以唐文传为首的唐家道问神净强者们,此刻更是舍命一战。 而另一边,赵文庭一身倾甲,一马当先,喝道,非唐姓武者,投靠我云阁,现在开始,对唐家人出手,表明忠心,我云阁定有重用。 不愿投诚,一味顽抗,我云阁也绝技不会手软。 实际上在赵文庭心中觉得,也没必要将唐家全部震杀。 只是赵文庭也明白沐云的想法。 死了一味江庸,江家还被灭门了。 云阁若是不能拿出魄力和态度来,为江庸为江家报仇,那云阁内的舞者,哪个心甘情愿为云阁卖命? 你为云阁卖命? 云阁为你也可以卖命。 这是相互的。 这下,随着赵文庭声音喊出,一位位非唐性舞者,一咬牙,纷纷开始对唐家人下手。 场面一度混乱起来。 恐怖的气息,在这时爆发开来。 令人心悸的气息,弥漫大地。 不过半个时辰,一位为唐家道问,死的死,伤的伤。 沐云一人,展现出滔天神威,二十几位唐家核心道问,不敌沐云一人。 这便是以义当百。 而对于云阁舞者来说,这同样震惊着他们。 一直以来,阁主陆云,都是极少出手。 大多事情,是沈沐龟和赵文庭两位副阁主出面。 沐云更多是幕后。 甚至阁内不少人觉得,沈沐龟更应该担任阁主。 毕竟,沈沐龟如今已经是道问三才净,实力进步极快。 可现在,大家才真的认识道。 沐云这位阁主的深藏不露。 道问一元净,逆法道问四相净。 那等阁主到达道问四相净级别,是否可以逆法道问七星净了。 云阁颓势,在唐家道问被杀得差不多后,已经彻底扭转。 冤天城外。 一具具尸体倒地。 鲜血弥漫大地。 沐云立于半空,莫依染血,长发随风而动。 周遭天地之间,道道气血通过吞噬血脉,净化血脉,融入自身。 在这一刻,沐云感觉到,自己突破的契机,到了。 一元为太极,太极成一元,也是一元,从道海神境到达道问神境第一步,便是凝聚一元,体内道立,为天地所引,与天地所容,这一步,实际上是道立的疯狂成长。 两仪只带阴阳,天地阴阳,相对相容,这是从一元境延伸而出的道立变化。 修行五觉,总会有种不适合自己的感觉,实际上,这就是自身道立的缺陷,而两仪境,就是改善这种缺陷,让你的道立,更加圆滑。 而今,那丰厚的天地道立,在这时展现出无穷无尽的威能,贯注到沐云体内。 道立,化作两道,呈现出一阴一阳属性。 而随之变化的,不只是沐云本身道立,还有沐云对自身缺陷的认知。 他将那无穷无尽的七穴之力,流合到自己体内,补足自己的缺陷。 道问,两仪境。 天地阴阳。 相对相容。 道立的升腾,不只量的改变,而是质的提升。 双拳一握,沐云体内恐怖的力量升腾。 甚至这一刻,沐云清楚的感觉到,对于风之极剑决的领悟,也是豁然开朗。 或许,他能够跨入小城掌握程度了。 不止如此,血玉时演化出的第三世,化神龙,在这时也是清楚的体现出来。 妙不可言。 这就是道问两仪境。 沐云仰天长笑,一声怒号,响彻万里。 云阁众人,也是觉察到沐云的提升,纷纷露出欣喜的目光来。 最开心的莫过于英眩海,镜中人等几位城主了。 他们恨不得沐云立刻提升到达道王神境,那他们几人也绝对是道问七星,八卦境级别了。 大战,还在继续。 唐家的溃败,无可阻挡。 渊天成,被云阁拿下。 继而,沐云和赵文亭带人,直接杀到了唐家大本营唐天成,拿下唐府。 而云阁攻打下来唐家,沐云杀了唐仇人这则消息,也是风一般传递开来。 太过惊世骇俗。 临近的暴虎帮,锋刃唐,赤兴松三方,彻底猛了。 本来在他们眼里,云阁是距离次一级势力还差很多的。 可谁能想到,云阁去和唐家硬碰硬,居然灭了唐家。 尤其是唐仇人,这位道问四象镜人物,居然是被云阁阁主沐云杀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怎会如此? 这下,三大势力彻底慌了。 尤其是暴虎帮。 暴虎帮可是对云阁发动侵袭的。 暴虎帮帮主虎穷,本身道问三才镜,其左膀右臂虎鹰,虎缠二人,皆是道问三才镜。 虽然暴虎帮并无道问四象镜人物,可是道问三才镜级别却有三位,且道问两一镜。 一圆镜,也有三十多人。 一点不弱。 但是现在,虎穷怕了。 虎缠,立刻将我们暴虎帮的人撤出云阁地盘。 虎穷当即下令,又是道:"另外,虎鹰,你马上去联系吴近元宗主和风邪堂主。 啊?" 虎鹰一愣。 虎穷却是喝道:"啊什么呀? 这沐云牙字必报,我们就算撤了,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此子必定是要扩展云阁势力,难不成会对原始宗出手。 早晚他会对我们下手。 防患于未然,我们须北和吴近元宗主,风邪堂主联系,趁早做准备。 第五千二百六十八章我一个人去。 听到这话,虎鹰立刻明白,急忙离去,虎穷彻底怕了。 马德! 一声低骂,虎穷喝道:"怎么就这么邪门呢,这个沐云,到底是什么来头?" 虎蝉也是心有余悸。 可是他带着暴虎帮的人,去云阁地盘上,杀人越货的。 沐云可是宰了唐家所有人。 那不得把他也杀了。 虎蝉当即道:"大哥,实在不行,咱们得请帮手了。 帮手?" 虎穷随即道:"你的意思是,暴态大人。 虎蝉点点头。 思索片刻,虎穷点头道:"好。 云阁,彻底拿下唐家。 当云阁旗帜插在唐家唐天成城门上,唐天成所有人都是知道,天变了。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云阁舞者在唐家地狱,开始接手各个产业,城池。 云阁那众人,忙碌起来。 此战,云阁也是损失一些人手,现在则是在唐家地狱内补充。 还是那个问题。 这些补充的人手,未必真的忠心耿耿。 实际上云阁现今内部,人心也是刚刚稳定下来而已。 唐家下属各方家族,势力等,一些对唐家可能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归属感,可还是有不少对唐家忠心耿耿的。 这对云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不过,面对强大的武力,这些麻烦,当然不可能推翻云阁,可却是能够带给云阁许多头疼的问题。 沐云,赵文庭二人,这十几日时间来,一直是在处理这些问题,忙碌的焦头烂额。 原本打算将张学新和沈慕归从云蒙那边调遣过来,可是想了想,最终还是算了。 现在苍州云蒙,一切都是从头起步,麻烦更多。 柔和天奉宗,苍族,逍遥宫三方,没那么简单的。 有沈慕归和张学新在那边,王新雅也是能够轻松一些。 这一天,沐云却是得到一则消息。 唐天成,唐府内,一座议士大殿之中。 暴虎帮联合封认唐和赤兴宗。 赵文庭听到这话,也是很惊讶。 看来,虎穷是怕了。 应眩海城主校呵呵道,阁主一道问一元镜,击败道问四项镜级别人物。 这虎穷不过是道问三才镜,坐拥二三十位道问神镜,本来是信心十足,但是见识道阁主的能耐,他们也得怕。 这种感觉,当真玄妙。 实际上比底蕴,云阁跟唐家,暴虎帮都没得比。 可是沐云身为阁主,境界比不得这几大势力的组长,宗主,帮主们,但是实力却是超强。 二十几位道问,根本不是沐云的对手。 这就好比原始宗和赤羽门,十足这三方。 倘若柳元出宗主道问六合镜,能够击败赤羽门门主赤寻天,以及十足足掌石无界,那原始宗绝对不可能和赤羽门,十足平分平州大地。 之所以会出现几大霸主互相对峙的情景,还是因为彼此间谁也奈何不得谁。 而今,云阁比不得唐家,暴虎帮,锋刃唐,赤兴松,可是沐云很强。 巅峰强者级别,平衡被打破,那一方势力抵运差一些,也不会被轻视。 当然,云阁而今很辉煌。 可若是沐云死了,那毫无疑问,云阁请客间会土崩瓦解。 虎穷不是命令虎蝉对我们云阁在燕家那边的城池动手掠夺了吗? 赵文庭也是道,听说他们已经撤了,可估计这虎穷是知道唐家被灭,害怕了。 其实这也是沐云灭了唐家的坏处。 导致其他势力认为沐云会血战血长,做到极致。 三方约定会面,讨论如何对付我们云阁了。 禀告之人再次道,若是他们一股脑沙来,有阁主在,倒也不惧,可若是他们兵分三路,我们云阁会很难办。 听到这话,赵文庭,英炫海等人,纷纷点头。 这倒是一个问题。 文言,沐云却是笑了笑道,这有什么难办的。 众人皆是看向这位阁主大人。 他们既然准备会面,讨论如何灭了我们云阁,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赵文庭急忙道,阁主,我们云阁的力量已经很分散了。 一部分聚集在曾经的岳家,燕家,聚灵帮三方势力地域内,一部分聚集在七成之地,还有一半以上都在唐家地域这边,想把大家召集起来很难,万一我们召集起来,他们反而是杀到另一处,那就更麻烦了。 听到这话,沐云笑了笑道,没事。 没事。 没事。 我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 这下,赵文庭,英炫海,傅还者等人,纷纷脸色一变。 不可,万万不可。 许江南第一个跳出来,连连摇头道,我知道阁主实力强大,一人面对二十余位道问都不是问题,可是这次,是赤星宗,锋刃堂,暴虎帮三大势力聚集,阁主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这三方道问加起来,几乎近百位了。 哪怕都是道问一元镜,两一镜人物,也很恐怖了。 这可不是二十几个唐家道问。 赵文庭也是醋眉道,我也觉得不妥。 沐云却是哈哈一笑道,我如今可是到达道问两一镜,你们怎么还对我没信心起来了。 不是对沐云没信心,实在是这次,有些冒险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 调集所有云阁舞者,跟他们硬碰硬打一场。 沐云笑道,也打不过呀,倒不如,斩首行动。 如果我一个人,能够拿下暴虎帮,锋刃堂,赤星宗树十位道问,让他们臣服,或许不用兵刃相见。 再者说,这三大刺一级势力内,道问加起来好歹有八九十位,若是能够收服,那我们云阁道问神境也有百余位。 这一点来说,和元始宗,十足,赤羽门,四兽门,也有一轿之力。 当然,这只是看起来有比较的可能。 这四大霸主,哪一个都是道问神境级别人物过百位的? 就算沐云将唐家,赤星宗,暴虎帮拿下,看起来坐拥百位道问,可实际上呢? 都只是一元境,两一境,三才境级别罢了。 人家四大霸主,门内道问过百,可超过三才境的,少说也得二十几个。 跟人家比,差得远了。 第5269章 三方聚集 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沐云也没想过一口吃个大胖子。 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 沐云笑道,唐家地狱,文婷,你来负责。 至于七成之地和岳家,燕家,聚灵帮三方地狱,还是老样子。 一旦有了暴虎帮,赤星宗,丰刃唐三方聚集消息,立刻通知我。 商议结束,众人离去。 赵文婷却是留了下来。 文婷,还有事? 赵文婷开口道,沐云,你这么做确实是危险。 倒不如从云蒙那边,调解一些道问过来,帮一帮你。 或者,让巨猿山脉的天鸾白猿族出手,天鸾白猿族族人虽少,可个个都是道海级别,甚至道问级别也有一些,沐云确实笑道,你说的我明白。 只是,云蒙出力,现在根本不适合交战,反倒三方道问一起,会增添很多麻烦。 至于天鸾白猿族那边,鸾白猿,鸾羞确实是强大,还有鸾白羽坐镇,他若是出手,根本一点麻烦没有,但是,天鸾白猿族是我的底牌。 如果抱虎帮,赤星宗和锋刃堂都需要他们来帮我,那,接下来面对原始宗,十足,四兽门,赤羽门呢。 沐云笑道,你放心好了,你守护好堂家这边,不出问题就行,开疆拓土的事情,我来办。 你可别忘了,一元镜的时候,我能斩杀四项镜,如今到达两一镜,没理由我更弱了对不对。 听到这话,赵文婷只得苦笑道,你跟沈木归可真是怪物,那家伙昏迷一次。 苏醒后就会提升,而今都是道问三才镜了。 你这家伙,进步贼快,当初我们刚到平州才什么境界? 现在都成了道问了。 只有我,康康道问一元镜。 沐云却是笑骂道:"你得了吧,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这速度顶天快了,将来可是必成道府天君的。 赵文婷苦涩一笑。 他确实是得到赵王道统传承,将来必成道府天君,可是到达道府天君以后呢。 沐云,沈木归,将来成就绝对不止是道府天君那么简单。 至少是到新环境。 甚至更夸张。 一切商议完毕。 十日后。 沐云得到消息,便是悄无声息离开唐天城,朝着平州北面而去,那边,便是报虎帮,锋刃唐和赤兴宗的地狱了。 平州大帝,动荡不安。 林族被灭。 四兽门,石族,赤羽门,元始宗四方可谓是肥了一波。 而除却这四大霸主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十几个次一级势力,也是赚了不少。 可林族刚被灭。 现在平州又是有些乱。 赤羽门和元始宗斗起来,而元始宗还有燕州燕族帮手。 据说石族也要加入进来。 只是石族和四兽门,因为在林族覆灭后,地狱瓜分问题上,产生分歧不小,这些年也是大大小小的战斗没停过。 因为四大霸主乱。 下面十几个次一级势力,也是乱糟糟的。 唐家被灭的消息传开。 云阁这一方势力,也是彻底得到平州各方认可,位列次一级势力层次。 几家欢喜几家愁。 现今,暴虎帮,锋刃堂,赤兴宗三方,便是心有担忧。 平州西北大地。 一座小山脉之地。 此地,山脉脸面不过数十里,最高山峰也不过千丈,里面生存的荒兽也都不强。 这里一直无人问津。 可是今日,此地却是显得热闹起来。 道道身影,聚集在这无人问津的山脉之地内。 甚至山脉之中,一片平坦的大地之上,搭建起一座座木楼,亭阁。 一眼看去,此地聚集上千人,大体上分为三方。 其中一方,三百多人,都是穿着统一服饰标志,在这一方人马后的高山山巅,树立起一道旗帜。 旗帜上,是一只浑身黑纹的猛虎,神态猙獰可步,看上几眼,便是让人觉得心惊挡寒。 这是暴虎帮的旗帜。 暴虎帮众人,为首者,是一位身材高大,袒露双地的魁梧男子。 此人,便是暴虎帮帮主,虎琼。 虎琼本身乃是道问三才静不假,可惜年,虎琼却是与一位平州道问四象静的散修交战而不败。 这也使得虎琼名声大噪。 再后来,虎琼,虎英,虎缠三兄弟创建的暴虎帮,积蓄力量,不断壮大,一步步成为西北大帝赐一级势力,门下道问神境级别强者近乎三十位。 而另一方到来,也是三百多人。 领头一位男子,身材消瘦,面颊凹陷,看起来很是阴翼。 此人名为风邪。 风任堂堂主。 风家本来只是一城之主,可这位风邪天赋不俗,成为一位道问四象静的强者,带领风家,不断崛起。 后来,也是成立风任堂,掌管树十座成职,在平州也是一位名声赫赫的人物了。 至于第三方,便是另一方次一级势力赤兴宗。 赤兴宗宗主是一位面容憨厚的中年男子,道问四象静,看起来和蔼可亲。 这次兴宗西年,就是一个不足百人的落魄小宗门,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宗门内突然有几位原本到海初期的长老,一步步突破,到达道问,一年一年壮大起来。 而今的宗主吴晋元,道问四象静,在平州名气同样不小。 实际上,整个平州大地上,道问神境级别人物,每一位都是有些名声的。 而真正名气很大的,就是道达道问四象静级别的。 赤羽门,原始宗,十足,四兽门这四大霸主势力内就是,一元静,两一静,三才静级别人物也不少。 但是担任核心职位的,大都是道问四象静级别了。 而至于五行静,六合静以及七星静级别,那已经是四大霸主内最巅峰的人物们,每一个在平州,都是属于堕一堕脚斗三斗的存在。 此刻,暴虎帮帮主护雄,赤兴宗宗主吴晋元,锋刃堂堂主风邪,三大巨头聚集在一起。 不是为了其他事,就是为了最近崛起的云阁。 云阁大本营位于西北大地最西北的平州边陲。 而今吞并唐家。 若想继续壮大,怎么做? 当然不可能是去向南吞并元始宗,肯定是要对他们三方下手啊。 而且眼下云阁的发展看起来,那位沐云阁主,绝非池中之物。 第5270章想和你们谈谈。 暴虎帮,赤兴宗,锋刃堂三方如果不早做准备,那被吞并的肯定是他们三方。 反过来说,三方如果将云阁吞并了,那三方实力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任何世界,任何地域内,任何的势力,都是弱肉强食。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像四兽门,石族,赤羽门,元始宗,为何允许刺一级势力,不入流势力的存在? 因为这些势力存在,首先是会对他们进贡。 这也省得他们几大霸主费尽心力去管理那些并不富裕的城池。 其次便是,这些刺一级势力,不入流势力占据的地狱,都是各大霸主占据地狱的缓冲地带。 如果四大霸主彼此地狱相邻,那时不时就会爆发矛盾征战。 有这些势力存在,能够很好的隔绝这一点。 再者,这些刺一级势力,不入流势力,是根本无法和各大霸主抗衡的。 而一旦当这些势力展现出能够和各大霸主抗衡的资格,那各大霸主绝对会出手,将此等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各大霸主对待次一级势力如此,那各大次一级势力对待那些不入流势力,也是如此。 层层剥离。 谁都想稳定自己的地位,以免被后来者居上。 只是这次,唐家覆灭,实实在在是给暴虎帮,锋刃堂和赤星宗敲响了警钟。 原本四大次一级势力,彼此相邻,位于平州西北大地区域,发展稳定,谁也不招惹谁。 可是现在,云阁却是直接灭了唐家。 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云阁的实力,大家都知道。 十几位道问,还都是一元净,两一净级别,根本没法和赐一级势力相比。 可是现在…… 冒出一个沐云阁主,道问一元净,诛杀了唐家家主唐仇人。 这则消息,实在是让人惊悚。 在他们四方眼中,不值一提的云阁,而今居然灭了他们四方之一,甚至,还可能野心不止如此。 这也是为何,三大势力,领头人物,会齐齐聚集在此地。 云阁,北灭。 不能任由云阁壮大下去了。 否则,该灭亡的就是他们了。 这并不是没有例子的。 平州东北大地位置 平天山脉 原本四兽门刚出现,也只是小打小闹,大家都没想到,这些荒兽会组建成一方势力,最多热闹一阵,便是会解散。 可随着四兽门将临近平州山脉,坐镇在东北大地的各个次一级势力吞并,壮大起来,成为平州一大霸主后,各方才后之后绝。 这次,七尾天狐,泰坦巨猿,火焰玄鱼鸟,大地暴雄四族,不是瞎搞。 他们是真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成立四兽门,稳定至今,甚至和十族都能正面掰手腕了。 云阁要是把他们都灭了,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要知道,平州北方大地,以前没有霸主势力的。 四兽门位于东北区域,崛起,成长,可西北大地,是没有霸主势力。 万一云阁想做现今平州第五个霸主势力呢? 这谁能预测?虎穷帮主? 吴晋元宗主? 风邪堂主? 三大强者,此刻位于山谷内,无常中央的站台上。 虎穷开口道,我已经得到消息,沐云是灭了唐家,而非唐姓武者,投诚云阁的,他都留下来了。 这家伙,不只是简简单单覆灭唐家那么简单,他是要将云阁发展壮大。 云阁如金地狱,比不得他们三方,可将唐家地狱吞并,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假以时日,云阁会比他们更强。 最最重要的是…… 那个沐云阁主? 道问一元净,斩杀道问四象净的唐仇人。 此子若是道问两仪净,三才净,四象净,那他们三方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击败此子。 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他们该做准备了。 吴晋元随即道,既然如此,趁着此子在唐家地狱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三方,分成三路大军进攻,定是能够打得其措手不及。 没错。 风邪也是赞同道,咱们三方,道问晋百位,对付云阁,不是手道擒来。 最重要的是那个沐云,我们三人单对单,谁都无法胜他。 嗯,这也是最棘手的。 虎穷随即道,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沐云的位置,何而杀之。 这话一出,吴晋元和风邪也是点点头。 三方势力,倾尽全力,进攻云阁,云阁到海,到台,到柱级别武者,根本无法抗衡。 道问级别人物,他们三方也比云阁多。 最重要的就是沐云一人。 此子生死,云阁垮台。 此子不死,云阁不灭。 那如此说来,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就是此子,如何杀之。 设计引导他。 得将他吸引到一个地方,提前预谋,我等率领十几位道问三才净,两一净好手,定能杀他。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立刻开始讨论起来。 这可是事关三方生死存亡的大事。 稍有闪失。 死的就是他们。 不用这么麻烦的。 就在三方热切讨论之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不用这么麻烦。 胡说,此子实力斐然,怎么可能,闻。 谁? 吴晋元宗主神色一变。 而就在这时。 山谷一侧。 一座山巅,一道身影,站在那里,看向山谷,笑吟吟道:"我直接来找你们了。 当得轻飘飘的声音响起,山谷内,在这时却是寂静下来。 一阵清风吹过。 所有人都是身躯一颤。 那是,沐云。 此子,居然来到了此地,来到了他。 他们三大势力聚集商讨之地。 想干嘛? 送死吗? 刷刷刷,立刻,一位为道问神境,道海神境级别的武者们,纷纷手持道气,虎视眈眈,紧盯睛沐云。 同时,吴晋元,风邪,虎穷等人,则是一脸惊疑不定的看向山谷之地外。 不用看了。 沐云却是笑道:"我一个人来的。 此话一出,在场诛人,一个个彻底傻眼。 沐云,来送死的吗? 虎穷当即道:"沐云,你想干嘛?想和你们谈谈。 沐云笑了笑道:"如金平州,十族和四兽门斗,原始终有燕州燕族帮助,和赤羽门斗,各大霸主在斗他们的,而各大次一级势力,也在斗。 我的云队,也在发展,不过速度很快,可我觉得还是慢。 所以,这次来找你们,是诚心希望暴虎帮,风韧堂,赤兴宗三方,能够归顺我云阁。 第五千二百七十一章 四级道阵 当沐云此话落下,整个山谷内,更是静悄悄一片。 所有人都是被沐云的话吓傻了。 或者说是惊呆了。 这家伙,单枪匹马,一人到来,居然说让锋刃堂,赤兴宗,暴虎帮三大次一级势力投靠云阁,归顺云阁。 沐云,傻了吗?是谁给他的勇气,让他在这里大放厥词,说出这等话的。 沐云,你是在耍我们吗?吴靖元怒喝道,让我们,投靠你。 沐云无奈的贪了贪手道,我很认真的。 这下,吴靖元,风邪,虎穹等人,更是怒火攻心,恨不得立刻一巴掌拍死沐云。 很快,赤兴宗,锋刃堂,暴虎帮的舞者,纷纷禀告。 四周,并未见到云阁舞者。沐云确实是一个人到来。 虎穹冷哼道:"沐云,既然你要送死,那我们就成全你了。 这样狂妄的家伙,不好好惩戒一番,如何对得起他们?" 刷刷刷,立刻,四周一位位三大宗帮舞者,纷纷围起来。 沐云这时却是指尖抬起,道文凝绕,笑了笑道:"诸位,看来,你们对我很有意见吗?" 光芒生腾,恐怖的气场,爆发开来。山谷四周。 在这时有着呼呼风声响彻。众人神色一颤。 道阵。 吴靖元看到这一幕,眼神一冷。 沐云阁主还是一位道阵师呢,不过就凭你一人,想要跟我们三方战一场,那就是送死。 吴靖元冷哼一声,立刻下令,所有人听我命令。 道阵师,破阵。 赤星宗内,立刻有几位道阵师走出。 同时,暴虎帮和风刃堂也有几位道阵师。 身为次一级霸主势力,三方怎么可能没有道阵师存在。 轰轰轰,立刻,有着七八位道阵师,身躯四周升腾起屡屡道文。 看到这一幕,沐云却是神色平静。 他本身已经是晋升道文两一镜,而对于道阵的修行,他一直是坚持不懈。 如今道文凝聚,已有一万两千道。 四级道阵师。 此等级别,对付一般的道问一元镜,两一镜人物,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三大宗帮内存在道阵师,可是,有很厉害的道阵师吗? 那八人,其中两位是四级道阵师,道问一元镜。 可沐云并不觉得,这二人会比自己在道阵意图的实力强大。 他踏入道阵师行列后,可是凭借着苍天宗内得到的道阵守闸在修行。 莫说是这三大帮宗内的道阵师造诣。 就是苍云敬各大州内的各大霸主之中,那些道阵师们,与他同一等级的,沐云也可以自信的说,没人能够和他相提并论。 阵法一道,他可是有着先天优势的。 毕竟母亲叶语师,本身在阵数一道,便是超绝存在。 而今沐云所施展的,正是道阵守闸内记载的一门四级道阵,六方炫龙阵。光芒生腾,四方天地,六道腾空而起的恐怖龙影,释放着霸道煞气。 几位道阵师神色一变。 四级道阵 其中一位头发花白老者经恶道,此子是四级道阵师。 四级道阵师,哪怕是入门级别的人物,也能够斩杀道问一元净,两一净人物。 而今沐云凝聚一万两千道道文,不斩出这六方炫龙阵,对道问一元净人物,已经具备杀伤力。 此阵威能很强。 道文到达两万道,三万道,四万道,那是完全不同的爆发。 沐云如今深切地体会道,体内力量蜕变带来的好处。 道问十净,真的是一净一重天。 这时,三大宗邦内的两位四级初级道阵师,看向沐云凝聚而出的大阵,心中惊愕。 二人为首,立刻带领另外六位三级道阵师,试图破解沐云大阵。 一座四级大阵,抵得上千军万马。 至少道海神境级别人物,在此阵之下,几乎无用武之地。 而此刻沐云也没去管那几位道阵师。 他也是四级初级级别道阵师,那二人,破不了他的六方眩龙阵。 找死。 一声低喝响起,虎穷手持一柄阔刀,身影一闪,化作一道残影,直奔沐云而出。 来吧。 沐云却是冷然一笑。 允兴术,帝兴拳。 一拳紧握,挥出之间,拳盲外,营绕着无尽璀璨光芒,星光升天,煞气爆发。 轰轰轰。 低沉轰鸣,在这时爆发响彻。 两道身影,碰撞到一起。 可是下一刻,恐怖的倒立,撕碎二人四周空间。 虎穷身躯,猛然倒退,神色骇然,不可思议的看着身前的沐云。 这家伙的力量爆发,比他这味道问三才净更恐怖。 一旁,吴靳元和风邪二人,也是脸色一颤。 虎穷虽说是道问三才净级别,可是本身实力极为强大的,他们二人与之硬碰硬,也不见得能占到便宜。 若非如此,爆虎帮凭什么能和唐家,赤兴宗,锋韧唐相提并论。 但是眼下,沐云,这是两仪境境界。一元境的沐云能够杀了四象境的唐仇人。 两仪境的沐云呢? 不知道。 没人知道。 吴靳元,风邪,虎穷三人凑到一起。 此子两仪境了。 风邪冷哼道,别讲什么单打独斗了,一起出手灭了他。 单打独斗? 现在谁还敢和沐云单打独斗? 此刻,看到三人站在一起,沐云笑道,打不过我,可就得加入我。 如果打不过我,还不愿意加入我,那我就只能把你们都杀了。 狂妄。 放肆。 三位大人物,怒喝响起。 刷刷刷,灯石,虎穷,吴靳元,风邪三人,立刻杀向沐云。 恐怖的交战,立刻爆发。 沐云全身上下,力量涌动不止。 一人独占三大强者。 可沐云却是没有任何畏惧,反而是气势满满。 到达两一镜,他也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让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自己体内的力量。 两一镜,到问级别对自身道立的窥探,是更加清晰明朗的。 而今,沐云对允星术掌握到达第四卷,允星术内的一切招式,也需要好好熟悉。 此时此刻,凭借着允星术的强横,虎琼,吴晋元,风邪三人,根本奈何不得沐云分毫。 如此这般下去,虎琼,风邪,吴晋元三人,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 第五千二百七十二张头还是不头。 三人合力,居然不能将沐云制服,这已经不是丢人的问题了,如果他们三人无法宰了沐云,那可能会丢了命。 孟童?吴晋元喝道,快快破阵。那白发苍苍的四级道阵师,此刻却是焦急道,老夫再尽力了。 风邪也是喝道,骨盒,快点。我再努力。 这二人,是八位道阵师之中最强的二人,四级道阵师初级层次。 可是二人带领六位三级道阵师,想要破开这六方绚龙阵,却是进展很缓慢。 而三大帮宗内的其他道海神镜,道问一元镜,两一镜级别人物,只得拼尽全力,抵抗大阵威能降临。 虎穷怒吼道,虎鹰,虎缠,来帮忙。 三人杀不死沐云,那就五人,五人不够,那就将三大宗帮的道问三才镜,四项镜全部聚集。 至于道问两一镜就算了,可能还不够沐云一巴掌拍死的。 没错,虎穷三人都能够清楚的感觉到,两一镜的沐云,体内倒立的迸发,简直强大恐怖的可怕。 这么完,可没意思了。 沐云身躯腾空。 足足十三位道问三才镜,四项镜人物。 当然,四项镜唯有吴靖元和风邪二人,其他都是三才镜级别。 你们不讲道理,可别怪我蛮横了。 说着,沐云手掌一握,一柄长剑,释放出万道划光,腾空而起。 王道之气。 不动明王剑。 剑光闪烁,剑气腾空。 风之急剑绝,在这时祭出。 随着沐云到达两一镜,风之急剑绝的奥妙,也是提升。 从入门级别,到达小城级别。 风之怒吟。 一语喝下,沐云一剑直接斩下。 无尽风声呼啸,道道浪潮奔腾。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彻天地之间。 风的呼啸。 剑的呼啸。 叠加到一起,不断的提升爆发。 轰隆隆,一声声轰鸣,不断响起。 虎琼,吴静元,风邪三人,神色一变,当即施展出各自绝学,纷纷抵挡。 可是三人实力强大,其他十位道问三才镜人物,却是没这么大能耐了。 这是沐云在道问两一镜,且剑心二镜加持,爆发出的风之级剑爵小城招式。 三才镜。 挡得住吗? 轰轰轰,天地之间,不断有轰鸣声响起。 而逐渐,一位又一位道问三才镜人物,纷纷身躯被轰飞,亦或者是被剑气割裂身躯。 惨叫,哀嚎,不断响起。 包括被困在这片山谷内的其他道问,道海级别舞者们,也是受到波及。 沐云的剑,杀出的不只是剑气,更是席卷着无尽的锋刃。 这是什么剑决? 剑气和风气的结合,唯能到达这个地步。 一剑斩出,沐云看向吴静元,风邪,虎琼三人,默然道,福气吗? 三道身影,此刻各自散开,心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沐云,太强了。 道问一元镜的沐云,如何杀了唐仇人,他们不知道。 可是眼下,三人却是能够清楚的感觉到,道问两一镜的沐云实力恐怖程度。 四项镜,绝对不是其对手。 死子,或许能和道问五行镜的人物硬碰硬。 也可能不止如此。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三人,对付不了沐云。 事到如今,虎琼也是摊牌了。 沐云阁主。 虎琼开口道。 实话告诉你,我暴虎帮,西年曾得一位贵人相助,那位贵人,正是如今四兽门,四大门主之一的暴太大人。 暴太? 四兽门,四大门主之一,也是四兽门组成的四大族之一的大帝暴雄一族组长。 道问四项镜人物。 听到这话,吴静元和风邪二人都是一愣。 这则消息,他们二人都不知道。 虎琼记而道,今日若是你肯罢手,我能帮你引荐暴太族长,可若是你一意孤行,恐怕会得罪死了暴太族长。 听到这话,沐云确实笑了笑。 暴太,上次在平亡谷的内,他确实是见到过这位暴太族长,道问四项镜,气息强大的可怕。 可是现在,道问四项镜人物,可是压不住他。 别说道问四项镜,就是道问七星镜,他也不怕。 沐云笑了笑道,这些废话说起来就没意思了,废话。 虎琼愣了愣。 沐云继续道,我知道暴太,可是,我要收了你暴虎帮,他敢拦我,我连他一起杀。 听到这话,虎琼,吴靳元,风邪都是傻眼了。 沐云这话,说得太狂妄了。 连暴太族长一起杀了。 他以为他是谁。 不动明王剑,光芒一颤,沐云冷笑道,我就问你一句话,头还是不头。 若是一意孤行,接下来,我便开始杀人了。 我想,你们该是感觉出来了,面对我,你们三人,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道问两一静,剑心二静,王道之气的不动明王剑,再加封之极剑决的小成威能。 这三人,确实是已经无法阻碍沐云。 可恶。 虎琼也没想到,沐云居然连四兽门都不怕。 可是要他们三方投靠小小的云阁,那简直是比吃屎还难受。 看来是不愿意了。 沐云冷哼一声,脚步跨出。 慢着。 就在这时,赤星宗宗主吴晋元却是突然一步跨出,拱手道,我愿意投诚。 听到吴晋元此话,风邪,虎琼二人,都是一愣。 吴宗主,你,二人神色惊恶。 吴晋元却是笑道,沐云阁主年纪轻轻,雄才伟略,我们若是投靠其麾下,必定能够更进一步。 虎琼和风邪听到这话,神色一正。他们心中隐隐间明白,吴晋元宗主的意思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现在投诚,总比被沐云堵在这里宰了墙。 只要活着,就有办法。 虎琼也是立刻反应过来。 只要自己活着,找到暴态族长,到时候,沐云必死。 虎琼立刻道,我也愿意投诚。 我也是。 风邪急忙道。 三人此刻,神态恭顺。 沐云冷然一笑。 这点小心思,他岂会看不明白。 只是,这三人也太小看他沐云了。 三位真的愿意投靠我云阁。 沐云笑呵呵道。 愿意? 当然。 愿意。 三人纷纷点头秤势。 第五千二百七十三章是我解开了。 沐云一步步走到三人身前,微微一笑道,好好好,实实物者为俊杰,三位果然是有眼光。 三人呵呵笑着,满脸尊敬。 沐云随即道,那既然如此,我想三位不介意我使用一些手段吧。 手段? 什么手段? 三人微微一愣。 沐云笑着凝聚出三道生死暗印。 如今他到达道问两一镜,生死暗印的控制,倒是再度提升。 原本将苍红,柳闻笑这两个道问五行镜控制,带给他极大的压力。 但是现在,压力减少。 他觉得,控制眼前三人,并不是难事。 这是什么? 虎穷当即道。 生死暗印。 沐云笑了笑道,既然三位诚心投靠于我,那我施展一些控制三位的福音,想来三位能够接受。 虎穷,吴靳元,风邪,脸色纷纷一变。 沐云这是要把他们吃定了。 沐云,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吴靳元闷闷闷道,你是要控制我们一辈子吗? 听到这话,沐云却是笑道,既然如此,三位自己选择,是死,还是被我控制。 一股股强横的压迫力,自沐云体内升腾而出。 虎穷,吴靳元,风邪三人很想抵抗,可是三人心底更是明白。 打不过。 倒问两一镜的沐云,他们三人,加上另外十三位倒问三才净强者,也不是对手。 这家伙,非人灾。 万般无奈,三人纷纷敞开自己魂海,任由那生死暗印,融合进入自身魂海内。 这一刻,沐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魂海内,那棵魂破树上,再度多出三人。 直到这一刻,沐云才是真的松了口气。 秦腓先秦王。 若是无法将这几位给制服,那想掌控暴虎帮,赤兴踪,锋刃堂,南鱼登天。 而就在这时。 孟童和骨盒两位道阵师,带着其他六位道阵师,身影出现。 破了,大阵破了。 孟童和骨盒兴奋不已。 这座道阵,只是一万两千道道文构造而成,可是其繁琐程度,却是不亚于三万道道文凝聚。 实在是匪夷所思。 而听到二人此刻兴奋的话语,虎穷,吴晋元,风邪三人,却是表情古怪。 废物东西。 你他们现在破了,有个机用啊。 沐云却是笑吟吟道,不是你们破解了,是我解开了。 这一刻,几位道阵师面面相去。 大人们,投降了。 沐云看着虎穷三人,笑了笑道,这符印,可以让我窥探你们的内心,同时,我死,你们必死,你们死,我倒是无妨。 当然并不是没有好处,我若是得到提升,你们三人,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一点,日后,你们三人仔细体悟好了。 现如今,生死暗印控制的最核心二人,自然是柳文笑和苍红这两位道问五行径。 然后便是虎穷,吴晋元,风邪三人。 还有刑夜,英炫海,傅还哲,静忠人,许江南,王浩英,以及凤琛,静忠花等。 实际上,现如今,刑夜,英炫海这几位七成之主,在云阁内,已经是极为忠心,也不需要生死暗印控制。 只不过,几位成主如今却是要求着沐云,不要解开生死暗印。 他们尝到了生死暗印带给他们提升的好处,实在是舍不得了。 沐云看着虎穷三人,微微一笑。 这样一来,暴虎帮,赤兴宗,锋刃唐三方,算是拿下。 再加上唐家,四大次一级势力统合,再加上云阁的积累。 如今,云阁内部,真正的道问神境,可以说到达百位级别了。 当然,绝大多数是道问一元境,两一境人物,三才境就很少很少了。 只是对此,沐云却是并不着急。 如此说来,西北大帝,近归云阁,不过一切都是看起来辉煌,却是经不得磕碰。 沐云笑了笑。 这样,就够了。 接下来的时间,他并不打算让云阁继续扩大了。 就让云阁这么默默的发展下去好了。 很快,沐云带着虎穷、吴晋元、风邪等人,前往唐天城。 而今的唐天城,被云阁舞者控制,算是暂时的落脚点。 当赵文亭,英炫海等人看到沐云带着数十位道问,数百道海高手出现之际,彻底猛了。 还真,成了。 看到赵文亭,沐云笑呵呵道:"这下,可是有的忙碌了。 具体怎么做,知道吧?" 赵文亭点点头。 他当然知道。 云阁将七城大地统一,又占据了岳家、燕家、巨灵帮地狱,就是将这些势力舞者,彻底打散,重新分配。 同时,也是让云阁内,比较忠诚的弟子舞者,渗透其中,算是监视,也算是童话那些人。 这些法子,都是张学新提供的。 而不管怎么说,说到底,这样的办法,只是一步步将云阁凝聚成一体,可需要时间。 而接下来的时间,沐云就待在唐天成唐家内。 同时,沐云也是请来了天鸾白猿族的鸾修统领。 鸾青烟统领被沐云留在了苍州,毕竟盗问五行径的鸾青烟,实力能够比得上人族盗问六合径级别,在苍州,配合王欣雅、柳文啸、苍虹,足以镇住场面。 鸾修本身,盗问六合径,实力比鸾青烟更强。 沐云找来鸾修,也只是为了让鸾修保护赵文婷。接下来许多事情,都是赵文婷这位副阁主出面,由虎琼、吴靳元、风邪三人配合。 至于三方武者属下,许多人不愿意融合,不愿意分开,那很好办,虎琼、吴靳元、风邪三人,都能把他们的人脑壳敲烂。 谁敢不听话。 那不是让我们三个人去死吗? 四大次一级势力内武者的融合,沐云尽量低调。 本来现在四兽门和十足,原始综合赤羽门,就是在争斗。 没人太过关注西北大地区域。 再加上沐云低调形势,眼下云阁倒是没什么麻烦。 一晃半年时间过去,云阁的地狱板块,算是扩大数倍。 只是这半年来,唐家,暴虎帮,赤兴宗,丰刃堂四大次一级势力的融合,也是打好了基础。 同时,四方势力,更改旗帜,统统成为云阁属下。 当然,这期间,四大次一级势力内,也是出现过祸患,可都是被强硬手段镇压。 西北大地,历经一次华丽的蛻变,除却这四大次一级势力外,那些不入流的势力们,也是被云阁一一吞并。 第五,1274章 他母亲一定很漂亮。 沐云身为阁主,整日里除雀修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是处理很多。 赵文亭在外跑,他在云阁内,算是主心骨。 整个云阁上下,现在谁不知道。 若无沐云阁主,云阁必定是一盘散沙。 同时,这半年时间内,沐云也是和苍州那边一直联系。 柳文孝这次试彻彻底底老实下来,办起事来,比苍红更加卖力。 而苍红感觉到柳文孝的卖力,更是心有攀比,更加尽心尽力。 沈慕归日常处理云盟大大小小事物,王欣雅也是配合着沈慕归。 苍州如今近归云盟,可是到问神境不过百余人罢了,这一点,可是差了些。 所以近些时间,云盟一直是致力于江苍州内那些反修道问人物,拉入盟内,担任职务。 这也需要时间。 沐云并不着急。 这一天,云阁内,沐云位居大殿内,看着由云阁所管地狱各处发来的消息。 在其身侧,平仙仙如今道问三才净,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仙气飘飘,整日里也不做什么事,就是待在沐云身边。 这段时间,他也吞了沐云一些世界之力。 这女子的奇特,沐云似乎看不明白,不过好像月曦姑娘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可从不跟她说起。 而且最近大半年来,月曦姑娘又不见了。 把血冷宣和血灵花两位道府天君巨头收服为自己的仆人,将沈湘妍这位天骄盟西年盟主,作为自己的做起。 放眼苍云境内,也只有月曦姑娘能有这份能耐了。 这女人,不知为何被人封禁,而今破风而出,似乎对新世界颇为的好奇。 沐云甚至不知道,这女人还在不在苍云境内。 呼,长长的呼了口气,沐云揉了揉眉心,不禁道,云阁的麻烦是,真不少啊。 哪怕是过去半年时间,融合起来的云阁,也是各种麻烦不断。 沐云毫不怀疑,现在若是跟其他势力打起来,那云阁就是沙中城堡,一推就到。 要想沙子变成钢铁,需要时间来融合呀。 这个时间,可不是沐云自己说的算。 而就在这时,大殿门打开,一颗小脑袋,挤了进来。 沐云眉头一挑,目光看去,却是一愣。 爹。 一声清脆的呼喊声响起。 雪儿。 看到那道身影,沐云一愣。 沐出雪却是一溜烟跑了进来,扑进沐云怀中,咯咯笑个不停。 你怎么来了? 你娘送你来的。 沐云看向门外。 沐出雪却是黑黑笑道,沈叔叔带我来的。 沈沐归。 沐云不禁道,这家伙,好大的胆子,带着你跑来了,我非得训他一顿。 沐出雪却是道,沈叔叔现在可厉害了。 道问四象静了呢。 哈! 沐云一愣。 这个狗东西,又双若灼晋升了。 马德! 不是人哪! 沐云知道自己晋升不算慢了,可那是靠着一次次苦修,一次次苦战得来的。 沈沐归这家伙,昏迷一次,苏醒之后,境界提升,昏迷一次,境界提升一次,简直是邪了门了。 他人哪! 沈叔叔刚到,就被几个人拉走了,说有要事处理。 沐出雪看着沐云,不禁双手摸了摸沐云脸颊,问道:"爹,你怎么一直没去看我了?" 沐云不禁笑道:"这才多久时间? 还不到一年呢。 沐出雪撇撇嘴。 沐云笑道:"走,爹带你去一个地方。 说着,沐云拉着沐出雪,离开云城,朝着西方而去。 已如今沐云道问两一境境界,速度已经是极快,不过一个时辰时间,便是到达巨猿山脉。 这是哪里?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沐云带着沐出雪进入巨猿山脉内,很快便是来到天鸾山。 天鸾山外围,这里是一片钟灵天地的好地方。 那上千座或是千丈高,或是百丈,数百丈高,或是数十丈高大的山峰,依旧是傲然耸立。 而在这片山峰之间,种植了数不清的各种天地神花、神草,以及各种颇具灵性的蜈蚣姓荒兽。 木阁主! 一道声音响起。 宋音此时带着几人,一味飘飘而来。 宋音加入云阁后,一直以来,都是担任云阁的丹师,不过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天鸾山外围。 这里真的是一片钟天地之灵秀的好地方。 宋音带着一些心腹,在这里栽种天地神药,耐心培养。 同时,天鸾白猿族的族人之中,一些妇孺老幼,也会经常出来帮忙。 而今,天鸾白猿族的族人们,也不再是畏畏缩缩呆在天鸾山内,偶尔他们也会外出,前往云阁所在地狱城池,看看各种风土人情。 木出雪看着各种各样的天地神药,也是小嘴巴惊讶的何不拢。 姐姐,这都是你种的。 木出雪差然的看着宋音。 这位是,我女儿。 木云笑道。 宋音不禁一愣。 哈! 这么仿佛雕琢可人的女孩,是木云的女儿。 宋音看了看木云,看了看木出雪,不由道,她母亲一定很漂亮很漂亮。 那是,文。 话说一半,木云一愣。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女儿长得漂亮,你不夸我这个父亲,去夸你都没见过的孩子母亲。 是我木云不配了。 这里好看吗? 宋音看向木出雪,温柔道, 那姐姐带你去看看,好吗? 木出雪看向木云。 去吧。 嗯。 很快,木出雪随着宋音离去。 木云则是来到了天鸾山内部。 山岳之内。 这里才是天鸾白元族居住的地方,一座座房屋,一道道洞穴,临次之比。 天鸾白元族如金族人不过数百位。 除此之外,在天鸾殿内,还有一两百位天鸾白元族真正的战士,每一位都至少是道海神境,还有不少是道问神境级别。 木云这些年来,没少来到此地。 那一位为天鸾白元族族人,见到木云后,也是客客气气打招呼。 进入天鸾殿后,鸾白精便是道来。 木阁主。 现今天鸾白元族族长虽然是鸾白精的父亲鸾白羽,可实际上族内许多事情,都是鸾白精在管理了。 天鸾殿内,两百多位身披甲咒的天鸾白元族战士,也是各自忙碌着各自的事情。 老族长呢? 木云随口问道。 第五千二百七十五章 再见封禁男子 原本,鸾白羽兽园将近,也就几十年,百年活头。 可是当初平陵君夫人简师韵托付平仙仙,交由木云照料后,给了木云三十六种真果灵样,天才地宝。 这其中,木云挑选出几样,送给了鸾白羽,使得鸾白羽而今多出几百年兽园,性命暂时无语。 也是因此,木云在天鸾白元一族的族人心中,地位陡然升高。 老夫在呢? 笑呵呵的声音响起,鸾白羽拄着拐杖走出,一副朽木老矣的架势。 木公子可是许久未来了。 木云拱手道:"最近云阁内的事情忙碌,确实是没时间,而且苍州云蒙那边,也是一团糟。鸾白羽一直是知道木云所作所为,也是大力支持。 二人坐在草亭内。 鸾白羽开口道:"我天鸾白元一族现金确实是不比以往,族人加起来也就千位左右,可其中还是有两百多位到海后期,到问级别战士,能够帮到现在的你。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鸾白羽说出这等话了。 现如今,木云本身已经是道问两一镜,坐拥云蒙,云阁,将来发展起来,必然强大。 天鸾白元族现在不出山,以后可能就帮不到木云什么了。 我明白。 木云笑道:"不是我不愿意动用你们的这份实力,而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想展现。 鸾白羽笑呵呵道:"其实,木小哥若是想,老头子我也是可以出些力的,不过这天鸾殿内封禁的那位,我得分心思应对。 木云缓缓点头。 其实他也明白。 那里面那位白衣白发男子,使得鸾白羽耗费心神。 可鸾白羽不敢放。 他不知道,放了那人,那人会不会灭了天鸾白元族。 这些年来,也正是因为鸾白羽一直花费心力去加持封禁,才导致自己兽元亏损严重,精气神损耗巨大。 如果无需看守那人,鸾白羽也许不会有兽元之困扰。 木云看了看天鸾殿深处,那血色石壁。 似乎心有所想,木云开口道:"若不然,我去,跟他聊聊。 这,鸾白羽有所担心。 上次二人一道去见那人,那人一言道破木云身份。 十大无天者之一的叶云蓝之子。 这也是为何现在鸾白羽对木云如此尊敬的原因。 可木云去见那人,未必是安全的,木小哥,没事的。 木云笑道:"此人在你族内,始终是隐患,他若是能够自己离去,你倒是也能脱身。 倘若有你在,我觉得,苍云竟与我而言,统一并不麻烦。 鸾白羽少说是一位道府天君人物。 好吧。 看到鸾白羽同意,木云再次道:"你们天鸾白羽族,西年是追随平陵君平王大人,其夫人简世运,我也见到了,而今他们二人据是身死,可却欲有一女,平仙仙,你真的不打算认他为主。 这件事情,木云也没隐瞒鸾白羽。 此事,以后再说吧。 鸾白羽笑道:"西年我天鸾白羽族老一辈人物们,都已经不在,平王不在了,老辈们不在了,还有什么主仆关系呢?" 鸾白羽这话,倒是不虚伪。 木小哥,我与你既然是达成协议,天鸾白羽族,为你所用,只希望你能让我族不要走向覆灭。 一定。 而且,天鸾山前,那上千座血玉山,封禁着我族上千位道问,甚至是道府天君人物,将来小哥若是能够解开,这也是小哥的一份助力。 那一座座血玉山,可是一份宝藏。 木云点点头。 紧接着,木云在鸾白羽帮助下,进入封禁之地内。 数不清的锁链,缠绕而成一座锁链山。 山边确实。 一位白衣白发青年,静静站定,好似睡着了一般。 木云出现在此地,看着青年,拱手笑道,晚辈木云,来拜见前辈。 这时,鸾白羽站在一边,也是躬身作一。 血玉石内,并未有什么动静。 木云也不着急,静静等待。 突然一刻。 四周血雾翻滚。 浓烈的雾气,释放席卷,似乎要将木云和鸾白羽彻底吞没一般。 木云神色平静如常。 鸾白羽却是心中经济万分。 面对这一号人物,实在是太恐怖了。 你来做什么? 云雾缭绕间,白衣青年虚幻的身姿凝食,立于木云身前三丈外,白色长发遮挡脸颊,看起来诡异且神秘。 木云认真道,晚辈在苍州得到一个消息,事关天伐阁一位人物,所以,想要和前辈聊聊。 天伐阁三个字落下。 白衣白发青年撩开自己发丝,露出一张俊美冷笑的脸来。 你说? 木云确实笑道,在这之前,我想问问前辈,您是否是天伐阁之人? 此问一出,白发白衣青年确实愣了愣,随即笑道,莫要已为你是叶云蓝之子,与木萧天也有极大关系,我便不敢杀你。 他们二人,终究都不是神帝,你明白吗? 木云确实不曾开口,只是看向白衣白发青年。 两久。 白衣白发青年开口道,我是。 木云再次道,敢问前辈,在洪荒时期,可知道一位名叫月曦的女子。 此问一出,白衣白发男子哼道,木云,你别过分。 木云又是不开口。 白衣白发男子猝眉道,月曦,没听过,古老洪荒时期,味道道境巅峰极致的人物,大多我是不知道的。 这口气。 真大。 木云不由道,据说十大神族,西年巅峰强者,不也就是道境巅峰极致吗? 谁跟你说的? 胡扯。 白衣白发青年话到此处,突然打住,不禁道,臭小子,你跑到我这套取消息呢呀。 闻言,木云确实愣了愣。 他也就是下意识说出而已。 道境巅峰,就已经是站在整个乾坤大世界金字塔级别了,但是无法无天才是真正的金字塔顶端级别,而那十八位和那十位,就不能以金字塔衡量,而是,星空之巅的日月星芒了。 闻言,木云大致明白。 话到此处,白衣白发青年再度道,你还没跟我说,你说的人是谁呢? 第五千二百七十六张叶朝阳 木云笑了笑,这才道,在苍州一处一季内,我碰到一位青年,黑衣黑发,神色冷峻。 从其他人口中,我知道,那位黑衣青年,似乎,是,秦令宇。 木云说着,手指一扁,凝聚出黑衣小天伐秦令宇的身形容貌来。 白衣白发青年看了好一会,不禁难难道,是他。 木云一惊。 还真是。 他现在在哪里? 白衣白发青年直接问道。 木云颤颤一笑道,我不知道。 嗯? 我真不知道,他已经脱困,离开苍州,好像去寻找天伐阁另一位护法了,秦宁海。 应该是的。 白衣白发青年神色威临。 谢了。 青年开口道,没想到,原来这么多年。 他一直离我这么近。 木云看向白衣白发青年,不由道,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叶朝阳。 此言一出,一旁,鸾白羽微微一愣,表情难看。 白衣白发青年却是补充道,天伐阁,天伐神帝四弟子,叶朝阳。 握曹。 握了个大曹。 木云正正出神的看着眼前青年。 天伐神帝的弟子。 木云脱口而出道,五大弟子,五大护法。 嗯? 白衣白发青年却是醋眉道,准确说,是七大弟子,六大护法。 呃? 木云一愣。 可不一会,叶朝阳脸色却是变化起来,直到最终,面色平静下来。 叶朝阳看向木云,不禁道,谁告诉你是五大护法,五大弟子的。 一位不正经的老东西说的。 葫芦老人说的,还是赤仙薅说的。 木云也记不真切了。 叶朝阳此刻,脸色微变。 他似乎想到什么一般,难难道,我们师兄弟七人,老六老七在大战生死。 六大护法之中的腾蛇护法,也在当年陨落。 现在说起来,确实是五大弟子,五大护法了,乖乖。 死了三个。 这十个一个没死。 不愧是神帝的弟子,神帝的护法。 沐云看向叶朝阳,问道,你准备去找秦令羽吗? 看他能不能找到秦宁海吧。 呃,沐云随即笑道,能不能问问,西年的你,也是无法静无天静级别吗? 听到这话,叶朝阳却是叹了口气,道,天伐神帝七大弟子,六大护法,西年都只是天伐阁内年轻一倍力量,是未来的天伐阁核心高层备选人物。 我们这些人,话到此处。 叶朝阳并未多说,反而是道,你该知道,天伐阁两位尊者大人吧。 灵白痕尊者? 苍穹尊者? 叶朝阳缓缓道,他们二位,当年才是真正的无天静巅峰人物,仅次于十大无天者的存在,也是我们天伐阁的主心谷。 主心谷? 主心谷不应该是你师父天伐神帝吗? 这两位尊者,沐云还真不知道。 说到底,苍云竟太小,在天伐世界内,不算什么。 沐云随即道,现在新世界融合,各大神帝复苏,十七位神帝,九大无天者,一个个都冒出来了,天伐神帝,也该复苏了吧。 你不去找你师父吗? 呵呵。 叶朝阳确实道,当年我都难见我师父一面,别提现在了。 他复苏没复苏,鬼知道。 呃,怎么听起来,天伐神帝似乎,不靠谱的样子。 不过身为神帝,没有一位是简单之辈。 哪怕泼陀神帝,伏天神帝一个个嚷嚷着弄死自己,可真的是没脑子吗? 没脑子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神帝? 或许西年天伐阁,已经重建了呢,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沐云再次道。 而听到沐云这话,叶朝阳确实笑道,你小子,巴不得我走。 你别忘了,不是有人想让你死吗? 如果那些大人物发现你,你必死无疑,我要是还在这里,他们真的想杀你,我说不得可以帮你一把呢。 帮我? 你不害我就行了。 沐云现在对各个神帝,那都是没什么好感。 鬼知道这些神帝们,都是怎么想的。 尤其是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不死不灭的,可结果天元神帝死了,这些神帝现在,肯定想法都不一样了。 叶朝阳再次道,你不信? 呃,说到底,我与你母亲当年还曾见过的。 这话一出,沐云一愣道,我母亲当年漂亮吗? 叶朝阳脸色古怪。 我他们和你说,当年跟你母亲见过,你第一时间不是关心我们二人到底什么关系,关心你母亲漂亮不漂亮。 叶朝阳徐徐道,叶云蓝,叶琉璃,当年都是乾坤大世界绝世之人,和山公羽,武清梦一般,算得上是各有千秋,世间绝代。 武清梦? 武清梦就算了吧? 沐云没觉得武清梦多漂亮。 西年已去,你母亲选择转世,或许有着其他的心思,这非我能够理解的,其实到了他们那个级别,没必要转世,也能活下来。 沉睡,自我封禁,都可以。 且,沉睡苏醒,自我封禁苏醒,可能境界会有所影响,但是有时间恢复,还是能回到巅峰。 而转世,却是另一层意思了,转世后的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 叶朝阳心中不甚明了。 转世无异于是抛弃了自己多少年的修行不要,从头开始。 对于他们来说,没必要。 话到此处,沐云却是神色一正。 想到什么了? 说说看。 叶朝阳笑吟吟道。 沐云不禁道,我只是想到叶云蓝,纪紫园这般十大无天者,选择转世,重来一次,可能…… 是为了突破神帝。 此言一出,叶朝阳眉头一挑。 按道理说,应该不是,十大无天者能不能到达神帝,不是因为他们资质受限,而是这天地受限。 话到此处,叶朝阳却是顿了顿,继而苦笑道:"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他们呢?"此刻,叶朝阳看向沐云,道:"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叶云蓝不可能是,叶琉璃没死,就不会看着邪云蓝死。 沐云好奇道:"那琉璃神帝叶琉璃和我母亲叶云蓝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五,1277章《我想走,随时走》 沐云此问落下,叶朝阳却是醋眉道:"我也不知道,你以后见到你母亲,也代表我问一下。 旋即,叶朝阳再次道:"行了,我休息去了,你不必找我。 而且……叶朝阳看向沐云,道:"你这个老头子,也不必加固封禁,活着不好吗?"浪费寿元加固封禁,真以为我走不掉吗? 都过去一亿年时间,这里封禁早就不如当年,我想走,随时走。 杀你们这些人,没必要,我还没那么小气,又不是你们封禁我的。 说句不好听的,我是一只狼,封禁我的是一只狮子,你们就是蚂蚁。 而今狮子留下的铁笼子,都快腐朽烂掉了,你们这些蚂蚁还天天割那除袖,除了一点点袖有什么用。 本来也不想跟你说明,毕竟你死不死,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看来,似乎这家伙跟你关系不错,也省得你白费劲,多活几年吧。 听到这话的卵白语,瞠目结舌。 滚吧滚吧。 叶朝阳摆摆手,身影一转,消失不见。 血浴室内,白衣白发青年依旧是安睡不动。 沐云急忙道:"前辈,若是我将来见到秦令语,秦宁海他们,要不要提及你?" 叶朝阳声音响起,缓缓道:"随便,沐云和鸾白语退出封禁之地内。 这时的鸾白语,看起来有些恍惚。 老族长,您没事吧。 沐云看着鸾白语一脸恍然,不由关切道。 啊? 鸾白语愣了愣,随即道:"没,我没事,没事,看着鸾白语这般驾驶,沐云也是有些心疼。 不惜耗费自己受缘心脉,加固封禁,以求族人能够圆满,可是结果,压根就是在做无用功。 这就好比一位农夫搬山,可结果,自己以为的万丈高山,花费百年能够搬完,实际上真正的山是十万丈,百万丈。 自己干的事情,根本就是沧海一粟。 差距,巨大。 再度出现在天鸾殿内,鸾白语看着四周尽忠职守的一位位族人们,摆摆手道:"大家这些年来,都是辛苦了。 从今开始,无需加固封禁,大家可以放松放松了。 听到鸾白语这话,鸾白经上前来,一脸错愕道:"父亲,让大家都休息休息吧,里面那位大人,想走随时都能走,不关我们的事,鸾白经似乎明白了什么,脸色顿时垮了。 鸾白语这时候看着沐云,开口道:"沐小哥,嗯。 我这些族人们,常年困守此地,而今,也该让他们出去渐渐试面了,沐云随即道:"这个没问题,我云阁现在也算是稍稍稳稳定,让他们就在云阁掌管地狱内活动吧,而且,天鸾白语族,族人凋零,也是被叶朝阳拖累,现在,可以让他们出去走走看看,想来天长地久,你们天鸾白语族还能发展壮大。 发展壮大。 鸾白语苦笑了笑。 但愿如此吧。 他只希望天鸾白语族不要覆灭就好。 天鸾山前,那上千座血玉石山,封禁着一位为天鸾白语族的战士。 就算加上那些族人,如今天鸾白语族也不过是康康两千族人。 发展壮大。 那可太遥远了。 沐云却是笑道:"老族长不必气美,让天鸾白语族与我云阁融为一体,再说了,天鸾白语族是荒兽,又不存在戒地,跟人族也是能够生育子女的吗? 久儿本就是九尾天湖族,跟他不也是结合,淡下木与烟。 烟儿本身也是九尾天湖。 当然,这都是不一定的。 父亲是人类,母亲是兽族,可能生下来的是人类,也是兽类。 这一点,不好判断。 正如云阁市刚刚起步,而今的天鸾白语族,也是一切刚刚开始。 叶朝阳并不需要他们加持封禁,且因为沐云的存在,叶朝阳对他们也并无杀心。 那天鸾白语族,可以重获新生。 接下来,鸾白语和沐云商讨着族人的妥善安排。 而至于两百位道海,道问级别族中战士,则还是隐匿下来。 关键时刻,对沐云有用的。 沐出雪在颂音的带领下,看着那些奇花异草,颇为开心。 这么多年来,沐出雪一直是在天凤宗内,平时也不能外出,见到王新雅的日子也很少。 对外界,沐出雪自然是很好奇。 也就是近一段时间来,云蒙成立,沐出雪才得以活动更加自有一些。 这次来到平州,找寻沐云,也是央求了王新雅许久,才得到同意。 沐云接下来时间,并未离开此地,而是在天鸾山内,私我避前修炼。 这私我避玄妙无比。 而今,沐云也是作为云阁的奖励。 唯有沐神君,以及通过考验,真正忠心耿耿的云阁武者,才能进入此地修炼。 接下来的时间,沐云一直是静静修行。 对陨星术第四卷的研究,对风之极剑决的修行,以及三招剑士的领悟,道文的凝聚,道阵守闸的研究等等,他需要修行的还有很多。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花费极大的时间。 如此这般,一转眼,七年时间过去。 沐云每日里除了在天鸾山内修炼,便是前往云城云阁,看看尔金云阁的发展情况,处理各种事情。 这期间,王新雅也是从苍州赶来,与沐云讲述起云盟的一些事情。 尔金的柳文孝和苍红二人,那是谋足了尽表现自我。 性命被沐云捏住,由不得二人有什么心思。 云盟盟主是王新雅。 沐云则是什么职位都没挂。 他也并不是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名字可能引起的问题。 至少,云盟之中,王新雅为主,将来他若是离开,那云盟发展壮大,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想找寻他的踪迹,也没那么简单。 苍州云盟 平州云阁 两方发展,各自按部就班。 而天鸾白猿族的族人们,也是搬离天鸾山,进入云阁内,生活下来。 最初的不习惯,到后来的融入。 数百位族人们,也是逐渐心情明朗不少。 以前是担心着封禁的那位大人物随时爆发,有灭族之灾。 现在却是需要想着,让天鸾白猿族发展起来。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这一天,沐云带着女儿沐出雪返回云城云阁内。 一到云阁之中,沈沐龟,赵文婷,虎琼,风邪,吴晋元,以及鹰眩海几位城主,都是到来。 沐云不禁好奇道,什么是,这么兴师动众的。 第五千二百七十八章你要和谁成婚? 沈沐龟听到沐云此问,却是憋着笑,推嗓着赵文婷,道:"臭小子,你来说。 赵文婷却是憋红了脸,看向沐云,挠了挠头。 说呀。沈沐龟不禁催促道。 鹰眩海,王浩英几位城主,也是纷纷期待着。 赵文婷看向沐云,咳了咳,这才道:"那个,嗯,我,准备成婚了。 听到这话,沐云却是不禁笑道:"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你一个大男人,还扭扭捏捏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扭捏吗?" 沈沐龟一脸精彩的表情。 其他几位城主,以及吴晋元几人,也是不禁笑了起来。 咳,沐云看向赵文婷,不由好奇道:"你要和谁成婚?" 赵文婷挠了挠头。 沐云不禁道:"我猜猜看。 几人都是看向沐云。 不会吧,不会吧,难道是,沐云话语一顿,几人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沐云。 阁主不会猜道了吧。 平仙仙。 沐云脱口而出道。 歇。 几人纷纷嗤之以鼻。 不是啊。 沐云想了想,再度道:"送阴大人。 大师。 不应该呀,这几年他都在天鸾山,你跟他没接触过,管清寒。 也不对。 难道是哪位城主的女儿? 几大城主纷纷摇头。 他们倒是想呢。 赵文婷和沈沐云,那可是沐云的左膀右臂,谁不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二人。 可二人也得愿意呀。 难道是苍州人? 沐云再次道:"你这,沈沐云已经是憋不住了,哈哈大笑道:"都错了,都错了,我就知道你猜不到,哈哈哈哈,老赵跟我说的时候,老子都被吓一跳呢。 所以,到底是谁?" 沐云也是完全被勾起了兴趣。 赵文婷此刻挠了挠头,嘿嘿笑道:"是鸾青烟?" 哈! 沐云整个人呆了呆。 天鸾白猿族,三大统领之一的鸾青烟统领。 沐云脑海内浮现出鸾青烟身姿,脑子里只蹦打出一个字:"大。 可是,鸾青烟,赵文婷,怎么看,两人都不像是能走到一起的。 你看看,你看看。 沈暮归顿时指着沐云,看向其他几人,笑道:"怎么样?" 我就说吧,老沐知道后,肯定是这副表情。 沐云咳了咳,不禁道:"这是好事,大好事,毕竟是咱们云阁副阁主成婚嘛,热热闹闹给办了。 当即,沐云下令,云阁统领之地,各个道海神境,道问神境级别的人物,都是得到邀请。 而云城内,也是很快热闹起来。 副阁主大婚,当然得热热闹闹的了。 事业,沐云,沈暮归,赵文婷三人,齐聚一堂。 桌子上,每位真修。 三人推杯幻展。 赵文婷脸颊微红,笑道:"认识你们两个,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如今也是道问两一镜境界了。 老沈如今道问四项境。 老沐你也是道问两一镜。 当年咱们仨一起来到平州,才只是道台神境呢。 一晃数百年时间过去,完全是天翻地覆。 赵文婷觉得,自己若非是遇到二人,恐怕,还在苍州某个不知名地域内待着呢。 沈暮归不禁笑道:"老沈,我问你一个问题。 啥? 卵青烟,我们都见过嘛,看起来三十几岁,风韵十足,魅力四射,又有风味,又有妩媚,你小子是得了大便宜了。 沈暮归黑黑笑道:"不过嘛,你这道问两一镜,人家道问五行镜,平日里,你在上,还是在下。 赵文婷当即严肃道:"自然是我上。 切,吹牛。 我才没有。 那你证明给我看。 咋证明? 让你看着。 滚犊子。 二人说这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沐云到现在还有点猛。 你是怎么跟鸾青烟统领走到一起的? 说实话,沐云实在是想不到。 感觉两人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 赵文婷却是笑道:"你以为就你有魅力? 我告诉你,可是青烟主动追求我的。 沐云和沈暮归一脸鄙夷的表情。 这家伙,吹牛吹上瘾了。 你们不信。 赵文婷立刻讲述起来种种,夜月之下,三人酣畅淋漓的喝道深夜。 接下来几日时间,云阁内外,颇为忙碌。 云阁成立至今,也算是有了些名气。 但是确实,一直没有将整个云阁内高层聚集过。 赵文婷成婚,如今大喜事一见,也算是让云阁内外都热闹热闹。 很快,云城内,准备妥当,热热闹闹。 这一天,婚礼如期举行。 云阁内,酒席摆了上摆桌,可谓热闹非凡。 赵文婷一身红色长袍,喜气洋洋。 而鸾青烟则是身着红色长裙,窈窕身姿,雄伟维度,风韵十足且妩媚动人的容颜,配合着烈焰红唇,当真是令人怦然心动。 二人站在一起,倒是莫名的有几分匹配。 行礼,燕客。 一切都有条不稳的进行。 沐云作为阁主,自然是位于上座,整个云阁,现今占据地域有七成大地,燕家,聚灵帮,岳家,以及唐家,暴虎帮,锋刃堂,赤兴宗。 这些地域加起来,足足方圆千万里,近阶属于云阁。 而这占据着西北大地绝大片地域。 且近几年来,云阁将这几方势力武者融合,打散,派遣他们出去做事。 而金平州西北大地,近归云阁,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隐隐间,如金平州。 西大地,以及西南地域,都是原始宗地域。 南大地是属于赤羽门。 而赤羽门也将东南大片区域,原本属于林族的地域,吞并归纳。 中央大地,则是十足把控,同时,东方大地的林族被瓜分,十足也是占据三分之一,可以说十足目前是地域最大的。 而东北大地区域,以平天山脉为根基,四寿门占据巨大地域。 整个平州,被分为五大块区域。 云阁,西北大地区域,是最小的。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十几个次一级势力存在。 只不过如今的云阁,比之次一级势力,那是要强大不少。 可是和四大霸主相比,还是差得远。 这等所谓差得远,其实,只是明面上罢了。 第五千二百七十九章柳音音前来拜访。 而金云阁,掌控千万里地域。 下属城池,到达五百万人口级别以上的,也有几百个了。 千万人口以上的,也有十几个。 而云阁内,汲取了四大次一级势力,在家自身培养的道问,如今已经有百余位。 当然,大多都是道问一元镜,两一镜。 其中一元镜最多。 四象镜级别最少,就三位,沈木龟,吴晋元,风邪。 四大霸主内,四象镜级别强者,那少说是十几个,甚至五行镜,六合镜,也是有好几位的。 这一点,云阁比不上。 可差距,也没那么大。 毕竟,云阁有天联白元族撑腰。 当然,外界认为,云阁比一般次一级势力强大,比四大霸主差距很大,那正好。 这也是沐云所想的。 这样一来,云阁就处于一种,四大霸主觉得,威胁不到他们,四一级势力们觉得,他们斗不过。 这种情况,云阁安全。 沧州如今进归云盟,云阁也得发展起来,成为平州一霸。 这需要时间积累。 沐云近些年来,大概率都会是安心修行,积累云阁的发展。 离开沧云境,是肯定要离开的。 可一切,都得等到沧云境彻底进归云盟。 哪怕花费千年时间,万年时间,沐云都乐得去做。 这将会是他在新世界广袤天地之中第一个据点。 再者,这些年来,一直和王心雅,沐初雪母女在一起,沐云也是想着多陪陪夫人和女儿。 因为沐云知道。 她现在境界不高,只是道问,尚不能吸引那些神帝,无天者们的关注。 可一旦她的境界提升起来,诸多神帝,无天者们,找到她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而今,算是最安全的时期。 宴会继续进行,公筹交错之间,众人也是彼此各自打招呼,喝酒,聊天。 赵文婷带着鸾青烟,来到沐云身前。 自今日开始,我赵文婷也是有家事了,我们夫妇二人,敬阁主一杯。 好。 沐云笑呵呵道。 她将来离开苍云境,赵文婷现今成婚,大概率是留下了。 而有赵文婷在,沐云也是更放心。 赵文婷毕竟得到赵王赵无稽道统之力融合,将来必成一位道府天君人物。 有她在,辅佐王新雅,云蒙也好,云阁也罢,都不会有问题。 沈暮归这时喝得脸颊微红,看向鸾青烟,笑道:"青烟统领,前几日,我问了老赵,是你在上,还是他在上,他说自然是他,我且问问你是,是真是假。 赵文婷听到这话,老脸一红,急忙道:"老沈,你喝醉了。 我没有,沈暮归格外认真。 鸾青烟却是轻轻挽住赵文婷戈背,红唇轻起道:"他骗你的,自然是我在上。 他若想在上,且得多年修行,至少境界超越我才有可能了。 沐云和沈暮归一愣。 他们二人对鸾青烟也很熟悉了,知道这位统领大人,性格够豪爽。 可而今这番话说出,倒是让他们三个大男人不知道接什么了。 沈暮归一脸忧怨的表情看着鸾青烟,不禁道:"不是说好了,在外人面前给我面子的。 他们两个是外人吗?" 鸾青烟反问。 赵文婷颤颤颤一笑。 鸾青烟随即道:"今日成婚,算是奖励你,今晚你想如何,我便如何。 真的。 自然。 二人就这么毫无顾忌的,当着沐云和沈暮归的面,说着夫妇之间的话。 沈暮归一脸忧怨道:"马得,我还想耍耍他,结果小丑竟是我自己。 人家夫人都说了:"今晚,随你。可他沈暮归还是一个单身狗呢。 至于沐云:"嗨。老沐夫人,国色天香,为老沐生下一个女儿,那也是可爱道报。 说来说去,是他沈暮归不配了呀。 沐云却是拍了拍沈暮归肩膀,笑呵呵道:"你这家伙,隐藏得最深,昏迷一次,境界提升一次,我有秘密,你也有秘密,我不问你,你不问我,只是,我不会害你,你也不会害我。 沈暮归当即笑道:"一定。婚宴继续进行,阳光明媚,云城内外,喜事的氛围,让人不由开心。 而此刻…… 城门外……一队人马,从天而降,落在城门前。 一道身影踏出,看着偌大的城门,以及城门上两个大字,云城。 那人不禁笑道:"西年,谁曾想,他们三人,竟会有今日成就。 歌,看走眼了吧。 一旁,一位名谋好齿,身姿恶罗的女子笑道:"我当时就觉得,他们三人不凡。 青年文言,看着女子,不禁笑道:"你知道个屁。 我就是知道吗?" 二人言谈几句。 城门上,一道声音响起,耳等何人。 今日我云阁副阁主赵文庭大任成婚,云城必成,诸位请改日再来。 赵文庭大婚。 女子不禁愣了愣,随即看着城门上的守卫,笑道:"劳烦通报,原始宗,柳音音前来拜访。 听到这话,那守卫哪敢当个,立刻去禀告。 云阁内。 听到这消息,沐云、沈穆归、赵文庭三人都是一愣。 柳音音,他们自然知道。 只是这个时候到来,所为何事? 见不见。 赵文庭开口道:"那有什么不能见的?" 沐云却是笑道:"人家既然来了,咱们就大胆方方接待。 我和老沈去,你继续你的婚宴吧。 说着,沐云,沈穆归,带着风鞋,虎穷,吴靳远几人,朝着城门而去。 哈哈哈哈,爽朗笑声响起,城门开起,几道身影一一走出。 刘小姐,稀客稀客。 沐云一袭红白相见的长山,缓缓跨步而出,拱手道:"欢迎欢迎!" 此刻,柳音音却是看向沐云,一脸哑然道:"陆云!" 正是。 沐云不再使用陆云之名,不少人都知道。 柳音音这也是第一次见到沐云真身。 看起来,还不错。 你们副阁主大喜事,也不曾通知我呀。 柳音音笑道:"看来这几百年来,你们云阁发展的,虎虎声威吗?" 哪里哪里,沐云确实道:"云阁只是小打小闹,与原始宗相比,不值一提。 原始宗六大长老,还有你父亲柳宗主,这七位,随便一位,都能将我云阁覆灭了。 这话,沐云就是在示弱了。 一旁,柳闻人上下打量着沐云,沈木归二人,心中却是颇为惊讶。 第5280章 圣振兴 西年的沐云,只不过是道台神境而已。 这仅仅几百年时间,便是道问神境了。 尤其是沈木归,他柳闻人现在也是道问两一境了,可根本看不穿沈木归修为。 而他却能够隐约感觉到,沐云似乎和自己气息相仿。 也是道问两一境。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沐云 沈木归 赵文亭 这三人,绝非池中之物。 实际上,柳闻人身为平州七节之一,这几百年时间,从道海巅峰到达到问两一境,速度,极快了。 只是近些年来,平州七节,十族的十利命,十通轩,林族的林语成,林语盈,以及赤羽门的赤雄心,这五人,都不见了。 诡异得很。 如今平州七节,只有平州两节了。 原始宗,柳闻人。 赤羽门,圣振兴。 柳闻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其他五节,都被沐云给抓起来当矿工了。 而且,林族两位最顶尖的人物。 林天焕。 林可哲。 林可哲。 林可哲被他杀了,帮助自己晋升。 林天焕族长,他还留着其性命。 这也是外人不得而知的。 此刻。 沐云带着沈穆龟几人,迎着柳闻人,柳音音等元始宗舞者,进入云城内。 偌大的云城,大街小巷,热闹非凡。 而来到城中,云阁的规模,也是让柳闻人和柳音音惊讶无比。 这是先前的中江城更名而成。 原本,柳闻人和柳音音都是认为,只是更个名而已。 可眼下看来,这何止是更名? 整个中江城,不,是整个云城,内外都是截然不同。 天翻地覆。 而且,先前在城外等候,柳闻人身侧一味随之而来的原始宗道阵师,也是瞧出端倪。 这云城城墙上,弥漫着道文气息,虽然隐藏下来,可却是能够感觉到。 同时,整个云城似乎是河大帝,和东陵江都是有着莫名的联系。 古怪! 神奇! 来到云阁内,沐云当即招呼众人,笑呵呵道:"原始宗柳闻人,柳音音两位公子小姐,而今来到我云阁内,为咱们副阁主大婚庆贺呢?" 众人闻言,纷纷上前来,躬身失礼。 一时间,柳闻人和柳音音倒是面色尴尬几分。 他们可没准备什么礼物。 很快,云阁众人,一一敬酒,招呼着柳闻人和柳音音。 赵文婷和鸾青烟二人,也是结伴而来,客客气气打招呼。 柳闻人目光落在鸾青烟身上之际,也是不由一愣。 规模宏大。 赵文婷有福气啊。 柳音音不禁看了看鸾青烟,看了看自己,心中升起几分自卑心态来。 酒过三旬。 饭桌上。 沈慕归,虎琼,吴晋元,风邪,英炫海等云阁核心人物们,与柳闻人,柳音音谈笑。 沐云这时也是忙活差不多,回到酒席边,看向柳闻人兄妹二人,笑了笑道,不知道二位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柳闻人看了看四周,再看沐云,放下酒杯,便是道,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云阁而今发展,倒也是成了气候,你云阁内的道问神境级别舞者,也有百味了。 此番,我是奉了宗门命令前来,原始终有意让云阁归顺。 此话一出,酒桌上的几位道问,都是眉头一挑,气氛一下子便是冷了下来。 让云阁归顺原始终。 原始终想的倒是真美呀。 几人不约而同看向沐云。 他们知道,阁主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云阁是沐云一手心血打造至今规模的,拱手相让给原始终。 柳闻人急忙道,我们原始终此次是很有诚意的,你若是愿意归顺,原始终六大长老,将再添一位,第七位长老,就是你沐云。 柳音音也是道,沐云,其实,我们是真心来和你商议的。 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原始终和赤羽门不合,矛盾越来越大,宗门内也是担心,前面打起来,后面你们云阁壮大,伟大补调,是很麻烦。 更担心,突然有一天,你们云阁和赤羽门联手了,南北夹击我们原始终,柳音音和沐云三人有几分交情,如实相告道。 这是原始终内的高层决定,兄妹二人决定不了什么,只能尽可能的尝试,事实能不能劝解沐云。 若是不能,只怕原始终会对云阁出手的。 虽说现在原始终和赤羽门打起来,可面对云阁这个级别的势力,正如沐云先前说的,六大长老,随便来一两位,就能够彻底镇压。 云阁还是无法和原始终抗衡的。 听到这话,沐云确实笑道,原始终多虑了,我们云阁怎么会和赤羽门联合。 而且,云阁的存在,是和原始终接壤,也是和四兽门领地接壤,有我们在,还能为原始终与四兽门缓和关系。 所以,柳门人还要说什么,沐云确实笑道,今日是我们云阁副阁主大婚之日,一切事情,暂且放到一边,二位远来是客,今天就当喝喜酒,如何。 柳阴阴这时拉了拉大哥,摇了摇头。 柳门人也是不好再说什么,笑着端起酒杯。 可就在这时。 庭院外。 几道身着轻甲的护卫,鱼贯而来。 阁主。 一位统领打扮模样的人,在这时覆尔低语。 哦! 沐云听闻消息,眉头一挑道,今日倒是热闹得很了。 说着,沐云起身离去。 几位城主不解,纷纷跟了上去。 柳门人,柳音音等人,也是纷纷离去。 城门外。 一队人马,立于城下。 为首一位青年,身姿修长,细致华贵,副手而立,给人一种极为高贵典雅的优渥感。 圣振兴。 一道声音响起。 城门缓缓打开。 沐云带着众人,在这时出现。 眼前青年,正是赤羽门天骄之子,圣振兴。 如今,圣振兴也是道问两仪境级别,在赤羽门内,地位不低。 这位便是沐云阁主了吧。 圣振兴并没有百嫁子,而是看向沐云,笑呵呵道,久仰大名。 看到这家伙这么客气,沐云大致也是明白了什么,开门见山道,圣公子亲临,有什么话,咱们直接开门见山说,好吧。 没想到沐云这般直接,圣振兴也是愣了愣,方才点头。 第5281章 四兽门暴态。 在下是代表赤羽门而来。 圣振兴开口道,赤羽门有意和云阁联合,南北夹击对付原始终。 哦! 沐云眉头一挑。 沐阁主,怎么了? 圣振兴愣愣愣。 呵呵。 就在这时,一道呵呵笑声响起,道:"圣振兴,你们赤羽门动作倒是挺快。 柳文人。 圣振兴目光看向城内,随之而来的赤羽门舞者,也是一个个神色戒备,一脸愕然的看向沐云,沐阁主和原始终,别误会,他们比你们早到一步,仅此而已。 沐云直接道:"不过赤羽门是要与我云阁合作,而原始终是要我们云阁归顺。 听到这话,圣振兴当即道:"穆阁主,原始终必然不会看着你们云阁做大的,归顺他们,你云阁一番心血所成就,就将会功亏一篑了。 哦! 难不成和你们赤羽门合作。 柳文人痴笑道:"跟你们合作,灭我原始终吗?且不说能不能做到,就算做到了,到时候你们赤羽门无对手,云阁不还是会被你们吞了。 我原始终虽说要云阁归顺,可至少真诚实意,总比你们赤羽门虚情假意的好。 谁真诚实意,谁虚情假意,只怕还说不好呢吧。 二人言语之间,针锋相对。 这几年来,赤羽门和原始终的争斗就没停过,大大小小的战斗上百次。 据说,有道问神境级别人物都被杀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矛盾了。 死了道问神境级别的人物,那可是大事情。 这二人,极有可能就是将来原始终宗主,赤羽门门主,今次相见,自然是彼此之间,恨不得都杀了对方。 沐云看到这一幕,却是当即道:"二位,今日是我云阁副阁主大婚之日,希望二位不要在我云阁内打起来,想打。 行啊。 出去打去。 听到沐云此话,二人皆是冷哼一声,纷纷闭口不言。 沐云这才道:"二位所言,我都明白了,只是今日是我云阁副阁主大婚,两位说的话,我会慎重考虑,同时也是需要和我云阁内一干高层商议,才能决定下来,希望二位耐心等一等。 听到沐云这话,柳闻人和圣振兴皆是点点头。 可是彼此看着对方的神态,却是隐隐间有怒火生疼。 诸位,请。 沐云笑呵呵道:"这下,倒是有意思了。 原始宗,赤羽门,这时看来,要动用一些非常手段了。难道真的准备大战? 看来得问问那位燕族六爷燕丽丰,现在是什么情景了? 道道身影,准备入城。 可就在这时…… 远方天际,恐怖的气息,好似乌云笼罩天地,轰鸣雷音,不断响彻。 又有人来了。 众人都是愣了愣。 云阁阁主是哪个? 滚出来。 一声震荡天地的怒吼,传递云城内外。 云阁内,诸多舞者,纷纷听到这怒喝声,一个个哪里还顾得上喝酒吃喜,纷纷腾空而起,朝着城门而来。 城门外,呼呼风声,凌厉而起。 道道身影,从天而降,煞气汹汹。 一眼看去,那族族百人,各个凶神恶煞一般,且都是体格近乎一丈高大的雄伟身姿。 暴太。 柳文仁和圣振兴二人看到领头一位身躯魁梧的不像话的男子,惊讶不已。 这位,正是四兽门四大门主之一的暴太门主,也是四兽门大帝暴熊一族族长。 本身道问四象镜的一位狠人。 是你们两个。 暴太还没开口,其身侧的熊十七一步跨出,哼道,柳文仁,圣振兴。 你们两个怎么在云阁? 柳文仁和圣振兴二人看了看那熊十七,并未说话。 这熊十七,乃是大帝暴熊一族内,极为出色的天之骄子,如今也是道问两一镜,很是了不得。 大帝暴熊族族长暴太,心自带人来到云阁,所为何是? 云阁可没得罪四兽门啊。 难不成,也是来拉拢云阁的。 一时间,柳文仁和圣振兴二人心中很是不解。 沐云看向暴太族长,熊十七等人,刻刻气气笑道,今日我云阁副阁主大婚,没想到诸位都来道贺了,多谢多谢。 道贺你娘类个腿。 暴太族长一声喝骂,震人耳膜。 这下,柳文仁和圣振兴待人纷纷后退几分。 显然,暴太这是来者不善啊。 可二人却是不明白,沐云,怎么会得罪四兽门的。 听到这话,沐云也是笑了笑道,暴太族长,我云阁打开门欢迎你们,这是怎么了? 需要你欢迎吗? 暴太冷哼道,暴虎帮是我暴太帮着虎穷、虎鹰、虎缠他们建立的,你云阁说吞了暴虎帮就吞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前些时日忙着和十足斗,没想到这几年间隙时间,你小子居然发展得风生水气的。 听及此话,沐云笑道,原来是为着暴虎帮而来,虎穷。 沐云一语落下,虎穷在这时走出。 你说说看,你暴虎帮到底是你三兄弟的,还是暴太大人的? 虎穷这时一脸肃然道,当年,我们三兄弟得暴太大人救命之恩,活了下来,在凭天山脉内修炼,颇有成就,而后离开,创建暴虎帮,一直以来,感念暴太大人救命之恩,这么多年,暴虎帮一直定期定额的给暴太大人进贡,从未变过。 暴太大人,我等成了你的恩情,可是这些年,也还够了吧? 暴太听着虎穷的话语,顿时一愣一愣的。 这还是虎穷吗? 以前的虎穷,见到自己像是见到了爹一样。 怎么现在,一点也不怕自己就算了,还在自己面前,对答如流。 虎穷,你,熊十七这时也是骂道,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忘恩负义是吧? 此言一出,虎穷确实道,十七少爷,我虎穷忘恩负义。 这么多年来,我暴虎帮给暴太族长进贡的天才地宝,您难道不知道吗? 当年暴太族长救了我们三兄弟,我们三兄弟一直铭记在心,多年的进贡,偿还不轻吗? 熊十七愣了愣。 这个虎穷,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家伙,不怕了。 第五千二百八十二章一剑斩两仪。 暴太族长冷哼道:"我明白了,这个沐云,定是拿捏你们了,才让你们如此对我说话。 既然如此,我就先杀了他。 暴太族长目光冷漠地看着沐云,哼道:"小子,本座现在给你机会,率领你云阁上下,投靠我四兽门,否则今日,我踏破你云阁。 听到这话的柳文人和圣振兴皆是一愣。四兽门,不愧是兽族组成的势力啊。 他们原始综合赤羽门,当然也能以示欺人,让云阁低头。 可是,考虑到各方面因素,还是最好先礼后兵。 但是四兽门这边,却是直接登门,没什么客气话可说,暴太此人,乃是四兽门内最暴躁的一位门主。 这次,逮着借口,不得好好惩治云阁。 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今日,是我云阁副阁主大婚之日。 沐云看向暴太族长,声音高昂道,暴太族长偏偏今日来闹是吗? 我管你是谁的大婚之日,你沐云今天要么给爷跪下来,随我到四兽门,叩首臣服,要么,我绑着你去。 听到这话,云阁一位位舞者,眼神骤然冷漠下来,杀气腾腾。 这一刻,圣振兴和柳文人都是傻眼了。 云阁的人,在面对四兽门的人,居然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是战意满满。 暴太看到这一幕,更是愣了愣。 云阁的人,都想死了。 沐云,你想死。 我看,是你想死。 一语落下,石破天惊。 沐云一步跨出,看向暴太,冷漠道:"今日是我副阁主大婚之日,我一味忍让,你以为是怕了你暴太,怕了你四兽门。 在我云阁门前狂吠,谁给你的胆子。 真以为,我云阁是任人宰割的。 沐云冷哼道:"既然来了,那今日,都别走了。 刷刷刷,请客间,道道云阁舞者身影,从城内掠出,将四面八方尽数围住。 看到这一幕,暴太,熊十七等人,神色冷立。 云阁,想死。 港河四兽门叫板。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沐云此刻,也是不管了。 马德,今天本来是赵文庭大婚,他是真不想在今天惹事。 可是这王八蛋,却是没完没了了。 沐神君何在? 在。 腾空而起,道道身着软甲的舞者,轰然升空。 五百慕神君,有五位道问神镜统领带领,悦然出现。 跑了一个人,我拿你们试问。 一位为慕神君,顿时体内生腾出杀气。 暴太怒急,却是陡然哈哈大笑起来,好好好,沐云,看来你云阁是真的不想要命了。 我看,是你不想要命了。 沐云冷哼一声,手持一剑,光芒四射。 不动名王剑。 这剑王道之气,与沐云已经是融合多年,现今对此剑掌控,沐云也是做到极为熟练的境地。 看到沐云竟是要出手,熊十七恼怒道:"沐云,你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既然如此,我让你知道,我大帝暴熊族的厉害。 熊十七脚步腾空跨出,杀气腾腾,直奔沐云。 沐云一世毫不客气,直接一步跨出之间,手中长剑,挥洒自如,一剑杀出。 万灵斩。 没有任何废话,这一剑,是沐云眼下能够施展出的最霸道的一剑,结合剑道之心二净,剑微腾空,似有万灵之气加持。 十七,回来。 刹那,暴态脸色一变。 可也就是刹那,足够了。 一剑斩下,熊十七挥手出拳,体内滚滚霸气轰击而出。 但是,扑。 那一道剑气,竟直穿透熊十七身躯。 紧接着,所有人皆是看到,半空气势汹汹的熊十七,前一刻还杀气腾腾,后一刻,身躯分成两半,跌落在地。 死的不能再死了。 一剑斩两仪。 熊十七先前倒问一元净,而今也是到达两仪净境界,居然被沐云就这么一剑斩了。 这,所有人都猛了。 暴态更是双眼赤红,怒不可遏。 十七 一声咆哮响响彻天地。 暴态看向沐云,眼中尽是杀气。 沐云? 老子今天一定宰了你。 沐云看向暴态,却是冷笑道:"你……你不配。 听到沐云这般狂妄的话语,暴态更是怒不可遏。 死子实在是狂妄该死。 去死吧。 暴态一语怒吼,直接一拳,朝着沐云砸去。 可就在这时。 虚空一道红色身影,宛若利殿,突然出现在沐云身前,仙仙玉手,直接拍出。 砰! 滚动的天地之力,在这时爆裂向四方。 鸾青烟。 沐云一愣。 而此刻,赵文婷身影也是出现在沐云身侧。 你们怎么出来了? 沐云不禁道:"我能解决。 鸾青烟却是转身道:"在我大婚之日,前来闹事,我不宰了她,心中也憋着一口气。 赵文婷随即道:"让她去吧。 沐云旋即点点头。 暴态看向鸾青烟,只觉得眼前女子妖艳且身姿挺拔,让人眼花缭乱,不禁哼道:"新娘子。 哼!老子今天就抢了,带回去好好耍一耍。 你做梦呢。 鸾青烟一声冷哼,欲拳紧握,体内力量,澎湃爆发而出。 暴态登时意识直接一拳轰出。 咚! 二人之间,拳拳碰撞。 力量波动,震慑向四方。 只是,当全劲扩散到云城墙壁上之时,却是被一股城墙内诞生出的力量,尽数吸收。 柳文仁,柳音音,圣振兴等人,这时也都是站开一段距离,远远看着。 鸾青烟和暴态一拳轰撞。 大家只看到,暴态脚步踉强倒退数十丈,身躯方才康康落地稳定。 而鸾青烟却是稳稳站定,只是目光冷冷地看着暴态。 这女人,倒问五行镜。 柳文仁惊道:"不只是五行镜那么简单,暴态族长乃是大帝暴雄一族,天生力量强大。 虽说暴态族长是倒问四象镜,可单纯力量爆发毁灭性,比倒问五行镜只强不弱,圣振兴不由道,此女,也不简单啊。 天鸾白元族,是拥有鸾族和元族血脉的。 元族自古以来,力量可都不小。 而不管怎么说,鸾青烟毕竟是倒问五行镜,暴态再强,也只是倒问四象镜。 只是这时,看到硬碰硬,鸾青烟完全压制暴态,沐云不由推了推身侧的赵文婷。 干嘛?赵文婷一脸不解。 沐云却是忍不住担心道:"我在想,他会不会把你做断了?" 什么?赵文婷愣了愣,可旋即突然会议,不禁骂道:"你怎滴和沈木龟一样不要脸了?" 第5283章 说杀就杀 谁? 谁不要脸了? 沈木龟不禁急忙凑了过来,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谁不要脸? 看到沐云和赵文婷二人都不开口,沈木龟又是道:"不过,鸾青烟真的挺厉害的,比鸾修,鸾白鲸差了点,可在倒问五行镜,我看比各大霸主那些未到问六合镜人物都不差。 话到此处,沈木龟一脸叹息的看着赵文婷。 你啥意思? 赵文婷不禁脸色古怪道:"老赵,沈木龟一脸担心道:"你可得小心点!" 小心? 小心什么? 你可得小心着,你俩每天别玩嗨了,直接给你做断了。 看着沐云和沈木龟,赵文婷只觉得,这二人,真是人面兽心啊。 而此时,鸾青烟已经是和豹太彻底交起了手。 同时,沐神君也是对随着豹太到来的百余位舞者出手。 当然,跟随豹太到来的也有十几位道问神镜强者,云阁内的道问神镜级别人物们,也是纷纷出手。 豹太这时被鸾青烟压制,心中一香怒火,却是无处发泄。 曹! 豹太一拳挥出,化作熊掌,猛然紧握,朝着鸾青烟锤去。 那熊掌如一座山月一般,从天而降,大有震碎天地的气势。 看到这一幕,鸾青烟却是冷哼一声,手掌同样一握。 顷刻间,在其后背,凝聚出一尊巨猿虚影。 巨猿身影,不断凝聚出强横的压迫感,一层层,一道道叠加而出。 眨眼! 熊掌拍下,巨猿身姿拔地而起。 轰! 正耳欲聋的轰鸣,响彻天地之间。 可紧接着,所有人便是看到,在那轰鸣声之下,释放着令人无比心颤的煞气。 暴太身影,被鸾青烟死死压制。 其魁梧身姿在鸾青烟攻击之下,却是显得是那么弱小。 绝对的压制。 无法抗衡。 在我大婚之日来闹事,谁给你的胆子。 鸾青烟愤怒至极,轰然一拳,直接轰下。 咚! 沉闷轰鸣声,响彻天地之间。 暴太雄伟身姿,在这时承受一掌之力,直接被轰击到大地之上。 鸾青烟俯冲而下,一手将其身影提起,落在城门前,扔在地上,宛若扔出一条死狗一般。 看到这一幕,沐云、赵文亭、沈慕归三人,皆是暗暗则舌。 不得不说,盗问五行镜的鸾青烟,确实是比一般五行镜强大太多了。 怎么处置? 鸾青烟一袭红裙,开口问道。 今日是文亭和你大婚之日,该如何处置,你们夫妇决定。 沐云笑呵呵道。 听到沐云这话,鸾青烟则是看向赵文亭,问道:"你说呢?" 夫君。 赵文亭咳了咳,笑道:"夫人说怎么处置,那便怎么处置?" 好。 鸾青烟哼道:"这不开眼的家伙,非要在你我大婚之日找麻烦,我看直接杀了算了。 说着,鸾青烟便欲动手。 鸾青烟听到这话,人都傻了。 杀了。 这疯女人要杀了她。 你你你,鸾青烟立刻慌张道:"你别胡来,我是代表四兽门前来,你杀了我,四兽门绝对,废话真多。 鸾青烟一语落下,手掌一握,掌心泪,杀气迸发。 砰。 暴太脑袋,直接炸裂开来。 其魂魄,进阶是化作碎片。 这下子,所有人都傻了。 鸾青烟,说杀就杀。 暴太,那可是四兽门四大门主之一。 云阁杀了暴太,无异于是对四兽门宣战了。 这太疯狂了。 鸾青烟这时却是拍拍手,来到赵文婷身侧。 沐云,沈穆归,赵文婷三人,这时都有点猛。 他们是真的没想到,鸾青烟会将暴太给杀了。 你真的杀了她? 赵文婷此刻目瞪口呆道:"是啊。 鸾青烟却是理所当然道:"你不是说了,随我处置。 这下,赵文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而就在这时。 赤羽门的圣振兴拱手道:"牧阁主,在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先告辞了。 我们也告辞了。 柳文人带着柳音音,也是急忙离去。 而云阁众人,也是将随着暴太到来的近百位四兽门武者,杀的杀,抓的抓。 沐云笑了笑道:"火口关起来,能收服收服,不能收服的杀了。 这个熊时期,交给我。 熊时期,可是能塞进诸天图内,做自己的矿工。 现在诸天图内的矿工有简良杰,林语成,林语盈,赤熊心,石通轩,石立命,再加这个熊时期。 挖矿大部队,会越来越壮大的。 熊时期看向沐云,恶狠狠地骂道:"王八蛋,你死定了,杀了暴太叔,我四兽门不会放过你的。 沐云一巴掌拍在熊时期脑袋上,冷笑道:"现在还威胁我。 这暴太一到来,一副已止气使的架势,沐云自然是看着不爽。 而今的云阁,他是打算安稳发展。 可这次,圣振兴,柳文仁和柳音音的到来,让他明白,云阁已经进入到各大霸主势力法眼。 想要低调发展,闷声发大财,几乎是不可能了。 既然如此,那就亮出云阁真正的底气来。 他倒是要看看,四兽门,到底有什么能耐。 实在不行,搬出鸾百语,平州大地任何人都得跪。 走走走。 沈慕归哈哈大笑道:"喝酒去,喝酒去,继续。 这只是一个插曲。 至少对于今天来说,是这么回事。 赵文婷和鸾青烟的婚事才是第一位。 云城内,再度热闹起来。 而另一边,柳文仁带着妹妹柳音音离开云阁数百里后,位于一座山林之地,停了下来。 柳文仁看向身后,脸色这时突然垮了。 哥,你怎么了? 柳音音惊愕道:"我,我没事,柳文仁此时只觉得头晕目眩,大口大口地呼气道:"他们没追上来,没有。 柳音音看到大哥被吓坏了的样子,却是笑道:"大哥,你何须惊慌? 我想沐云他们是不会追杀我们的。 你知道什么?" 柳文仁却是突然一声高喝。 哥,柳音音也是被大哥吓了一跳。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柳文仁知道自己有些过激,苦闷道:"云阁,云阁绝对比我们了解到的更加恐怖。 第五千二百八十四章是膨胀了吗?" 此言一出,柳音音更是不解的看向自己大哥。 柳文仁此刻喃喃道:"那个女人,道问五行镜,虽然是道问五行镜,有些让人匪夷所思,可,报泰,居然都败在她手中。 宝泰。 道问四象镜。 但是青州大地上,不少道问级别大人物都知道,宝泰面对道问五行镜级别人物,根本不遑多让。 先前,四兽门和十足交战,宝泰和十足内一位道问五行镜强者交手,二人平分秋色。 可今日,宝泰却是被赵文婷的夫人,那个名叫鸾青烟的女子快速击败。 这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那个女子,绝不简单。 更不可思议的是,她们杀了宝泰。 云阁杀了宝泰。 这是什么意思? 沐云、沈穆归、赵文婷三人是傻子吗? 显然不是。 这三人非但不傻,还很精明,否则如何能够短短几百年时间,便是将云阁发展到达这个地步。 既然三人敢杀了宝泰,那足以说明,对于云阁来说,根本不惧四兽门了。 虽然还不知道,云阁的底气来自哪里,可很显然,现在的云阁,不是所谓的次一级势力那么简单。 鸾青烟只是展现出的一位道问五行镜人物,还没展现出来的呢。 会不会有道问六合镜,甚至七星镜人物? 柳文仁越想越是心惊。 如果他和柳音音二人到达云阁,也是和暴泰一般,以止气使的,只怕沐云也会对他们动手吧。 妹妹而今还以为,沐云三人还是以前那三人。 开什么玩笑? 能够开创次一级势力的云阁,不,别说是次一级势力,就是当初,将七城大地收服,沐云三人就不对劲了。 可惜,那个时候,谁也没将他们三人当成一回事。 直到德之堂家,暴虎帮,锋刃堂,赤星宗晋皆是被云阁拿下,实际上各大霸主,只是稍稍关注云阁罢了。 因为他们知道,就算云阁以硬实力拿下这几块地狱,可,根本不可能掌控住。 攻城掠地和管理,那是完全两码事。 可谁知道,过了这几年时间,云阁依旧是一体的。 千万里大地内,云阁所管理的城池,和以前并无二致,甚至发展更好。 曾经的四大次一级势力领土合而为一,各个地域内争斗减少,彼此间交易更容易,这是好事情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虎琼,吴晋元,风邪这几位,居然甘心居于云阁木云,沈木龟,赵文亭三人之下。 这才是最核心的。 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三位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投靠,臣服,呆得找寻机会,一定会反叛云阁。 可谁知道,一连几年时间,都是很安稳,很平静。 这确实是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而另一边,圣振兴离去,也是脸色阴晴不定。 一开始,看到沐云见到他还挺客气,挺温和的,不过,当沐云推诿了他的建议后,他心里确实是有一些不快。 要知道,他代表的可是赤羽门。 沐云这般,算是不将赤羽门放在眼里了。 可当看到鸾青烟将暴态直接宰了,圣振兴心底唯有恐惧。 云阁不是开玩笑的。 四兽门的暴态门主,说杀就杀。 这家伙,是真的疯了。 不。 是这群家伙。 云阁的人,是膨胀了吗? 圣振兴不知道,他只知道,当务之急,是将此消息回禀赤羽门的高层,让他们去定夺。 暴态被杀,最开心的应该是十族吧。 毕竟,自从林族覆灭,这些年来,十族和四兽门可是没少发生冲突。 很快,暴态被云阁斩杀的消息,彻底传开。 整个平州,顿时哗然。 暴态 四兽门四大门主之一,大帝暴雄一族族长。 整个四兽门,核心四大族,便是七尾天湖族,泰坦巨猿族,火焰玄鱼鸟族,大帝暴雄族。 而这其中,大帝暴雄一族,可谓是四兽门开疆拓土的前锋,族人每一位都是合格的战士。 尤其是在暴态的带领下,大帝暴雄族的战斗力,极为强大。 当暴态生死的消息传递到四兽门之际,四兽门内,彻底炸了锅。 平天山脉。 四兽门大本营。 一座相对高大威猛,但是建筑风格颇为简单的宫廷之中。 一道道身影相对而立。 大殿内,乱成一锅粥,各方都在热切讨论着。 四兽门。 组建四兽门的核心,是四大族,但是四兽门并不止这四族,也有其他荒兽种族,加入其中。 形形色色,挤挤一堂。 云阁太大胆了,根本不将我们四兽门放在眼里。 那个什么狗木云,居然敢杀了我们暴太门主,如果不灭了云阁,我四兽门威严何在? 没错。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云阁根本不敢这么做,背后是十足的指使。 那怎么了? 林族被灭,咱们四兽门不过是吞并林族三分之一地狱,十足自己占据三分之一,赤羽门占据三分之一,可十足却觉得咱们多占了,处处找茬,就算云阁是受到十足指使,这次,咱们也被灭了云阁。 云阁近几年来,名气是很大。 可再大,也只是一个次一级势力,居然敢将四大霸主之一的四兽门一位门主杀了。 这已经不只是挑衅,更是对四兽门的鄙夷侮辱。 是可忍赎不可忍。 众人热切讨论之间。 大殿内,几道身影,一一道来。 大殿深处,阶梯上端,放置着四把座椅。 而这时,有着三道身影,从大殿一侧出现,落坐在三把椅子上。 第四把椅子,在这时却是空空荡荡的。 众人纷纷停下,一言不发,看向上方三道身影。 为首第一位女子,身姿心长,体态恶罗,腰肢纤细,一张樱桃小嘴,红唇欲滴,其身着一套宫装长裙,衬托出其气质高贵典雅。 可是那骨子里透露出的魅劲,却是时时刻刻散发着让人迷醉的气息。 七位天狐一族族长魅清然,也是四兽门大门主。 四兽门的组建,发展,几乎都是这位大门主拿主意。 而在其身侧,一位身材高大,壮硕的中年男子,眼神冷立的看着大殿四周。 这位便是四大门主之一的奥天丧,也是泰坦巨猿族的族长。 第5285章你还不够资格 据说泰坦巨猿一族,是拥有着十大神族之一的泰坦神族血脉。 当然,古老的洪荒时期,所说是真是假,现在已经无人得知。 不过泰坦巨猿一族的族人们,确实是身材高大,本体足足数百丈,千丈都有,化为人形,也都有两三米高,和大帝暴雄一族差不多。 第三位,则是薛斩黎门主,火焰玄鱼鸟一族族长。 第四个座位,本该是泰坦的。 可而今泰坦身死,第四个座位便是空了下来。 三大门主坐下。 众人纷纷目光看去。 此刻,一道身影自行列之中走出。 三位门主。 那人身材高大,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三四十岁样子,此刻开口道,泰坦门主被杀,这是我四兽门的耻辱。 属下请战,灭除云阁。 此人名叫暴高,也是大帝暴雄一族位高权重的一位人物,可谓仅次于暴太族长。 如今暴太身死,大帝暴雄这一族,暴高话语权最大。 随着暴高出头,其他几位大帝暴雄族的高层,也是纷纷走出,义正言辞要讨伐云阁。 大殿内,再次讨论起来。 大多数人,赞成出兵,进攻云阁。 随着争吵声逐渐减弱。 身为火焰玄鱼鸟一族族长,三门主薛展离开口道,我想知道,是谁,要去云阁的。 暴太族长,为何会带着心腹,出现在云阁云城,并且和云阁爆发冲突。 这一问,暴高等人,纷纷沉默。 最终,还是暴高开口道,暴虎帮的虎穷,西年被暴太大人所救,这次,云阁吞并了暴虎帮,所以,暴太族长才会亲自带人,去质问云阁,哦。 还有这等事呢呀,薛展离笑呵呵道,咱们四大族组建四兽门,同心同德,原来暴太族长对我们还有所隐瞒呢。 这话,使得在场不少人都是心里不是滋味。 四兽门 使七位天狐族,泰坦巨猿族,火焰玄鱼鸟族,大地暴雄族四大族联合在一起,又吸纳了其他一些族群,在凭天山脉扎根,发展,这些年来,四兽门发展稳定,大家建立四兽门的前提,便是同心同德。 一旦有所隐瞒,那四兽门很容易便是会被外人拆解。 可是现在,暴太族长身死,居然是抖露出这么一条消息来。 这是大家谁也没想到的。 奥天丧门主也是道,暴太族长倒是很会隐藏,大殿内,各大族高层们,都是议论纷纷。 暴高等大帝暴雄一族族人们,却是脸色几度变化。 暴高看着三位门主都是对此颇为在意,不禁开口道,虽说四门主隐藏此事,可我们四兽门是整体,难道三位门主,对此事就们算了吗? 暴高。 暴高。 薛展离声音高昂道,注意你的态度。 暴高闻言,低下头去。 他也是道问四象镜级别,可是和暴太不同。 暴太虽说四象镜,但是真正实力媲美道问五行镜人物,他暴高可没那么厉害。 实际上,若非暴太如此强大,也不可能担任四大门主之一,大帝暴雄族也没那么高的地位。 现在暴太死了,暴高是撑不起门面来的。 三大门主说的才算。 暴太已死,暴高,就由你来接任大帝暴雄一族族长的位置。 魅清染开口了。 身为四兽门大门主,魅清染的存在,可谓是四兽门的核心灵魂人物。 暴高听到此话,公身点头秤势。 魅清染继续道,至于四门主,现在,你还不够资格。 暴高听闻此话,心中颇有一些失落。 他也知道,自己确实是不够资格,可总归还是存在着期望。 而今魅清染这般说,那这份期望是没了。 关于暴太之死,魅清染只肩轻轻敲击着桌面,开口道,此时调查清楚,再做决断。 倘若云阁背后是十足的支持,那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而倘若云阁背后无人支持,那,更麻烦。 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纷纷点头。 如果是十足怂恿,那四兽们对云阁大举出手,也就是和十足继续打下去而已。 可若不是,云阁凭什么敢这么干? 定然是有着其他的底蕴。 这就更让人无法理解。 稍安勿躁,调查清楚,才是当务之急。 原本,大家以为暴态被杀,四兽们必定会立刻率领大军杀入云阁地狱内。 可谁知道,接下来半个月时间,四兽们都是安安静静的,根本没有要攻打云阁的意图。 这让各方势力目瞪口呆。 难道四兽们就准备这么咽下这口气了? 不会吧。 纵然心中百般不解,可是眼下,也没人敢去问四兽们的人。 在人家伤口上撒盐,那不是自己找妈妈。 而同时间。 云阁内。 赵文婷跟鸾青烟成婚后,也是很快恢复到云阁事务当中。 这次,沈慕归也没走。 苍州云盟那边,算是安稳下来,沈慕归还是回来负责云阁内的事务。 实际上,如今云阁有云盟作为后盾,根本不拒。 只不过,对于沐云来说,不到最后关头,他是不可能动用苍州云盟的势力,来停止。 毕竟,如果沧州那边插手平州事务,如燕州、玄州、玄州等,只怕都是会出手。 现如今,原始综合赤羽门确实是争执不休,这之间也有燕家的影子,但是燕家只是暗地里,并不是明目张胆。 如今云盟也是暗地里和云阁做着各种交易,帮助云阁发展。 虎琼、吴靖元、风邪在老沈的带领下,坐镇边锤,与四兽门交界地,还有鸾修统领私下里坐镇,这十几日来,并未见到四兽门的人越界,赵文婷整理这些日子的消息,与沐云一一讲述着。 并未越界。 这太奇怪了。 四兽门可是死了一位门主啊,居然没一点反应。 为了保证安全,沐云甚至请鸾修这位道问六合净人物坐镇边界,而且,鸾白金和鸾青烟二人,也是随时准备侧应。 可谁知道,四兽门没反应。 好像死的不是他们四兽门的门主一般。 越是这副驾驶,沐云确实下令,让鸾修、沈木龟等人,更加小心翼翼防备。 谁知道四兽门可能什么时候突然反扑。 如果那样的话,到时候可能会是惊涛骇浪一般的进攻。 熊十七是已死,嗯,猛逼了,写错了,躺平挨骂。 第五千二百八十六章组成同盟 只是,在这等等待的时间下,四兽门的人没来,另一方人,却是前来拜访云阁了。 十足! 这一天,云城城门前,十足上百人,浩浩荡荡到来。 为首一人,身份地位极高。 十足,十宏大。 现今十足,族长十无界,排行老大,更是盗问七星镜强者。 其二帝十无侠,排行第二,盗问六合镜,只不过平州有人说,这位已经是七星镜过了。 十宏大,便是十足排行第四,本身也是盗问五星镜的强者。 十宏大亲自出面,闲来拜访云阁,这已经算是十足给足了面子。 沐云身为阁主,自然是亲自出行迎接。 十宏大看起来颇有几分憨厚,见到沐云,也是客气拱拱手。 二人场面上过得去,一道进入云城,云阁。 一座待客厅内。 沐云笑呵呵道,不知道十四爷前来,所为何事。 十宏大认真道,云阁和四兽门的事情,我们十足也听说了。 咱们敞亮的说,沐阁主也知道,我们十足和四兽门这些年来,关系是越来越僵硬,沐云点点头。 此番,我十足可以和云阁合作。 合作? 怎么个合作法呢? 沐云笑吟吟道。 元始宗,赤羽们,可都是想着吞并云阁。 十足呢? 十宏大笑道,沐阁主不必如此紧张,我们十足自然不会吞并了云阁,只是合作。 对外,可以说十足和云阁,组成同盟。 倘若四兽门对云阁出手,我十足便可顺理成章的出手帮助云阁。 哦! 十足这么好心。 十宏大看出沐云有所担忧,不禁笑道,沐阁主无需担心,实际上看似我们十足帮云阁,可本质也是帮自己。 四兽门这些年来,与我们十足关系越发紧张,如果能够拉着你们云阁一起,倒是能带给他们极大的麻烦。 说句不好听的,倘若你们云阁被四兽门灭了,那也就是我们十足的敌人增强,这可不是好事。 沐云随即道,四兽门对我云阁出手,十足会相助,可若是四兽门对十足出手,我们云阁只怕,我十足倒是不需要云阁出手。 只是,原始综和赤羽门看起来斗得热闹,实际如何,无人得知,倘若我十足和四兽门争斗,劳心云阁帮忙看看原始综和赤羽门的态度,没问题。 沐云爽快道。 他也明白这时宏大道来的意思了。 建立同盟。 十足和云阁。 而实际上,这种同盟,只是一种很脆弱的联系。 因为云阁和十足现在是共同的敌人。 倘若四兽门覆灭,十足则是会立刻不承认这个同盟。 不过,沐云也不在意。 此消息放出去,想来四兽门便是会更加忌惮。 沐云和十红大又是聊了很久,双方相谈甚欢,日暮降临,十红大方才离开云阁。 返回路上。 十红大赞叹道:"这沐云,年纪轻轻,见识非凡,敢识过人,道问两一镜面对我这道问五行镜,我竟感觉不到他有一丝丝的恐惧。 据说当日,熊十七,是被他一箭斩杀的。 是,听到属下回答,十红大再度道:"可惜我十足内,没有这般出色的青年天骄啊,十足的十利命,十通宣,消失无踪,十足寻找数年,一直杳无音讯,大概率是死了。 可怎么死的十足都不知道。 此时使得十无界,十无侠等十足高层,心中颇为恼怒。 可毫无办法。 他们自然不知道,十足两大天骄,都在沐云的诸天图内,奋力卖命。 这时候,沐云一缕意念凝聚,出现在诸天图世界内。 世界之术,枝繁叶茂,足有十万米高。 整个诸天图世界,而今扩展到了方圆三万里地狱。 看到沐云到来,盘古灵宫竞迎上。 牧主,盘古灵可谓是沐云第一心腹,二人在一起不知多少年了,且盘古灵一直就在诸天图世界内待着,也极少外出。 身为圆火具集体,盘古灵而今很是满足。 牧主,盘古灵不由道,这些人,坚持不住了,诸天图世界内,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西年,也就唯有清风苍牛,乌金巨猿,龙林骄马,夜月天狼,暗影妖虎那几个小荒兽一种,以及盘古灵,能够安安稳稳在诸天图世界内存活下去。 坚持不住便算了,牧云无奈道,这几人本来也都是打算杀了的,死在诸天图内,也是早晚的事情,回头我试试看,能不能抓一些四兽门的荒兽强者来给我挖矿。 开辟诸天图世界,有矿工,速度才快。 同时,也需要金木水火土雷电这等属性至宝,能让诸天图世界,更像是一个世界。 而至于为何这里不能居住人,这是牧云一直不明白的。 此刻,牧云看向简良杰,林雨成,赤雄心那些人,一个个果然是如同大病一场一般,失去精气神,好似没了魂。 牧云并未有什么于心不忍,这几人,本来就是要杀的,死了便死了。 他可不会心疼什么。 退出诸天图世界,牧云呼了口气。 本来想着,杀了暴太,四兽门必定大怒,他也就和四兽门硬碰硬斗一斗。 可谁知道,四兽门居然忍下来了。 而云阁,现在在平州的名声,却是更大起来了。 有人甚至说,云阁就是曾经四兽门的样子。 现在,隐隐间,似乎是要成为平州又一方新霸主。 当然,许多人还是觉得,云阁和四大霸主还是差了些距离, 但是比一般次一级势力是强大多了。 不过即便眼下太平,可沐云却是丝毫不曾大意。 他自己坐镇云城。 先前唐家,暴虎帮,赤兴宗,丰刃堂的地狱,有沈穆归,吴晋元,虎琼,风邪四人坐镇。 赵文亭和鸾青烟,也是坐镇四大势力地狱内某一座城池内,随时协调。 除此之外,便是鸾修统领,隐藏幕后。 至少现在,外界尚不知道,云阁内,还有这么一位道问六合镜的强者,更不知道,除了鸾修,还有鸾白晶这位道问七星镜的人物。 更更不知道,还有鸾白雨。这些,才是沐云的底气。 而接下来的时间,平州内,情况很是古怪诡异。